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33集 古风唇见陈子一脸严肃的样子 听了陈子的话 他不禁地想到 真的有僵尸的吗 不过回想这一两年来的遭遇 不少匪夷所思的东西 他都遭遇上了 这世界或许真的有僵尸 也说不定呢 旁边的一名水手 一听到陈子说是僵尸 就大声道 黑驴蹄子 快去找黑驴蹄子 可是茫茫大海 他们去哪里找这种玩意儿呢 陈子白了他一眼 说道 你压的盗墓小说看多了吧 什么黑驴蹄子 你真以为那黑乎乎的东西 对这种恐怖玩意儿有用啊 说完 他就拔起了腰间别着的手枪 扑扑两下子 就朝着黑漆漆的舱底 开了两枪 原来是那僵尸爬了出来 他扭头对着古风唇说道 小子 快去小艇上 惹到尸几颗不好玩 古风唇却不为所动 看着干瘪的僵尸 古风唇并没有多少恐惧 这种形状的干尸 他可是见过不少的 他冷静地拔出了手枪 也朝着这僵尸的头上 猛地射击了几颗子弹 子弹将僵尸身上的尸肉 打得到处飞溅 可是不一会儿 这些被打成了筛子的地方 却慢慢愈合了起来 古风唇这才吃了一惊 说道 怎么打不死啊 陈思苦笑道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是你偏不信我的话而已 看着僵尸手指上 那五六尺长 而绿油油的指甲 古风唇心里就打了个冷颤 幸好这僵尸 爬行的速度并不快 要是像魅影那种速度的话 恐怕 他们就大有苦头吃了 陈思挥手 让所有的船员都退出船舱 自己垫后 看样子 陈大将军的彪悍 依旧不减 古风唇也不敢拖大 大步退了出去 等退出甲板之后 古风唇才发现 两艘小艇都不在了 原来一艘小艇 护送着罗小丹 回到渔船上 还没有折回来 而另外一艘小艇 却被曾远航开走 回渔船那边拿汽油了 通讯器不知道出了什么故障 根本就联系不上渔船那边 所幸的是 周围的几艘渔船 已经发现了这里情况的不妥 慢慢靠了进来 要是有什么事 船上的人只要跳下水里 即可获救 虽然这里风浪挺高 但是对于这些训练有素的船员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僵尸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且他根本不用遵循正规体道 锋利的指甲 直接就破了两层木板 爬到了甲板上来 还把陈寺的后路给堵死了 把陈寺堵在了船舱里面 陈寺大怒 他活了一千多年 什么阵势没有见过呀 这僵尸竟然胆敢堵他 真是活得不耐分呢 他一下子就把手枪的子弹 全部朝着僵尸的脑袋开了几枪 打出了几个窟窿之后 他马上就拔出了军刺 朝着这僵尸扑了过来 顾风唇大吃一惊 这陈寺不是说 这僵尸是杀不死的吗 怎么还敢近身搏斗 而他本来想开枪 吸引一下僵尸的注意力 好让陈寺有机会脱身 但见陈寺已经与僵尸非常靠近 也不敢乱开枪 因免误伤到陈寺 不过 顾风唇也没有闲着 也拔粥一直别在腰间的 那把沉甸甸的乌黑君子 扑了过来 想以二对一 解决这个怪东西 他以前看过西方大片 木乃银 那些木乃银 无论多厉害 只要砍掉脑袋之后 就会化成一堆鸡粉 而这具僵尸 也是西方人的尸身化的 说不定还真的有那么一点作用 更何况 陈寺给他的这把君子 削铁如泥 就算砍不死这僵尸 也能够重创他一下的 当 那僵尸好像料想得到 顾风唇在背后 对他展开了偷袭 右手往回一抓 就抓住了君子的三个棱角 而他那绿油油的指甲 并没有像顾风唇 所想象的那样 被君子削断 反而顾风唇感觉到 一道强劲的拉扯力 在拉着他朝着这僵尸扑去 顾风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使了个千金阵 死死地站在甲盘上 而经过数百年风吹日晒 而变得沉浮不堪的甲盘 在顾风唇这一力道的作用下 马上就发出了咔嚓的声音 顾风唇心里暗道一声 糟糕 身子就往船舱下面坠落 而僵尸也被他这一庞大的力道 拉扯地朝他这边 踉强了两步 顾风唇身子落空地刹那 马上两手就紧紧握住君子 不让自己掉到下面去 而那僵尸也是个死脑筋 紧紧抓住这君子不放 而这时候 君子那削铁如泥的能耐 就展现出来了 经过这一拉扯 抓住君子的那指甲 马上就咔嚓地 奇奇地被斩断地开来 顾风唇马上就做了 自由落体运动 幸好这甲板到船舱只有两米多高 摔下去倒是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不过顾风唇摔落的冲击力 又击穿了下面的一层舱板 落到了船舱的最底层 而顾风唇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上面却呼的一声 落下一个雾体来 还带着一身的腥臭味 不用想 这肯定是刚才的那具僵尸了 顾风唇想不明白 这僵尸怎么就跟它一块下来了 不对啊 陈寺应该会趁这个机会 了结了这东西才对的 顾风唇想得没错 陈寺的确抓住了这个机会 不过陈寺却犯了一个小错误 按照顾风唇的设想 陈寺应该是用军刺 劈下这僵尸的脑袋 可是陈寺却是抬起了右脚 狠狠地往僵尸的小腹一踹 本来他以为这一脚之力 起码能够把这僵尸踹到海里去 却没想到 这僵尸的重量很是惊人 而且身体很是坚硬 陈寺就像把脚踹到了钢板上一般 而这僵尸也跑过 小腹处咔嚓了一下 然后身子就往顾风唇 弄出来的那个大洞一栽 顾风唇连忙滚身一臂 躲开这僵尸 这仓底很是黑暗 基本属于不见无知的地方 幸好顾风唇可以夜市 不然可是要吃大亏的 那僵尸落到底仓 马上就砸出了一个窟窿来 海水一下子就往船舱里面涌了进来 而顾风唇却闻到了旁边浓郁的血腥味 他扭头一看 不禁脸色又一变 顾风唇在听从舱底出来的船员报告时候 就得知一个船员在船舱下面 被这僵尸给杀死了 而另外一个船员 则被僵尸杀死的那个船员 临死挣扎时候的榴弹打中身亡了 而这时候顾风唇却惊讶地发现 这俩船员浑身是血 慢慢地 从满是血污和海水的舱板里爬了起来 这并不值得欣喜 因为这俩人并不是幸运存活下来的幸存者 他们的眼睛里正散发着野兽一般的绿油油的光芒 不幸的是 这两名船员野兽般的眼神 正打亮着猎物一般 看着顾风唇 顾风唇倒吸了一口冷气 穿了一个洞的船 很快就涌进了大量的海水 海水冰凉无比 让顾风唇倍感冷意 顾风唇很清楚现在的窘境 这三个东西还真不好应付啊 风唇 你怎么样了 陈四把头探到甲板上的窟窿上 向下张望 焦急地叫了起来 僵尸和两名船员在这声音的惊动下都躁动了起来 两名船员马上就朝着顾风唇扑了过来 力道惊人 顾风唇往后倒退了一步 可是这底舱堆积满的货物 哪儿还剩下多少空间啊 往后一退 就靠在了一排圆圆的木桶上 脚下也满是海水 行动起来大打折扣 很是不方便 他正想着如何应付这种场面呢 没时间去应付陈四的喊话 没有听到顾风唇的回答 陈四心急如焚 恨不得马上就跳下去 但是却被旁边的几名船员给拉住 一名二妇说道 船长 这样可不行 下面空间狭角 下去连转个身都不容易 这样一来更危险的 顾先生身手了得 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这船员与顾风唇同时训练过一段时间 知道顾风唇的爆发力极强 他们都自认不是顾风唇的对手 所以相对放心 而他说的也的确是实话 最底层的船舱当中 空间的确是非常狭窄 容不了几个人 里面已经有两具死尸 一个僵尸和一个活人 他这样下去 只能在下面一起闷饺子了 这样一来可是要出大问题的 于是只好停止了动作 等候顾风唇的回音 这两名船员没有了意识 攻击顾风唇动作很快 但是顾风唇却很是犹豫 这两个面孔很是熟悉 是他参加特训时候就认识的人了 他们的技能水平不是最好的 但是却是中上水平 搏斗能力不差 顾风唇可没有狠下心来对付他们 可是后面已经无退路可言 顾风唇心里暗喊一声得罪了 君次就划出了一个弧形 咔嚓一声脆响 四条手臂就凌空而起 这两名船员的身体 并没有像那僵尸那般僵硬 顾风唇见状倒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而断了双臂的船员们并没有就此倒下 而是口中发出了呵呵的声音 继续冲了过来 顾风唇快速地打量了周围 见那僵尸在一旁虎视眈眈 但是却没有马上冲过来的意思 心里顿时就有了计较 他马上就踢翻了旁边一个大木桶 在木桶的一半之下 两个船员马上就倒头一栽 而顾风唇并不敢大意 马上就踩着一边的木桶攀爬上去 准备从上面掉下来的窟窿里爬上去 因为那僵尸正堵在可以攀爬的小梯子上 所以退路只有仅此一条了 可是他低估了这僵尸的爆发力 见两个同伴都失手了 这僵尸马上就扑了过来 根本没有给顾风唇喘息的时间 僵尸还没有扑到身边 顾风唇就闻到了一股恶臭味道 他马上骂道 好臭 震得骂他 他马上又踢落脚下的几个大木桶 砸向僵尸 僵尸倒是被砸得七倒八歪的 可是却没有伤到什么筋骨 反而凶性大发 呲牙咧嘴地朝着顾风唇扑来 顾风唇见着僵尸的疯狂状 心里一灵 但是却没有丝毫的惊慌 僵尸的锋利的指甲 已经少了一半了 给顾风唇的心理震慑 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强悍 而顾风唇此刻 也是杀心大气 这个彼得老鬼死就死了 都死了几百年了 还化成僵尸来害人 害死了自己的船员还不说 这些船员竟然也变成了 这僵尸一般的怪物 逼顾风唇拿他们来开刀 欺负人到这种地步了 还敢这么狂 尸可忍 孰不可忍 顾风唇大喝了一声 就从堆垒着的大木桶上 如一头猎鹰一般扑了下来 朝着僵尸狠狠地劈去 僵尸举手一挡 顿时就被君子砍去了半边手臂 手臂落入船舱当中 顿时就被海水淹没不见了 风唇 不要纠沉了 快上来 这三位船进水了 得赶快离开这儿 不然就要沉了 陈思一脸焦虑地说道 其实 荷兰人的商船 隔水系统是很好的 船底有着隔水舱 就算触礁尽水了 也不算碍事 只要关闭漏水的舱口 再慢慢修复即可 可是 这三维船 却是由于时代过于久远 根本就经不起折腾 在顾风唇和僵尸的折腾之下 这三维船的船底 不但砸开了一个大洞 而且 到处都是裂痕 海水 从四面八方渗漏进来 看样子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把这艘古船 拉进海底 正因如此 陈思才会如此焦急 船上的船员 已经开始大规模转移到 曾远航带来的小艇上了 几大箱汽油 也被搬了过来 这三维船上 除了陈思和曾远航外 就只剩下 在舱底与僵尸在搏斗的 古风船了 古风船听了陈思的话 心里又是一尘 他可不想跟这僵尸 同归于尽 自己千辛万苦来到这儿 陪着这僵尸玩生死搏斗 可不是他的初衷 可是 这里又没有退路可言 他也是有苦说不出来 都没有退路 你叫我怎么溜啊 古风船心里也在喊苦 到了这种地步 古风船知道 自己只有快速解决这僵尸 才能离开这里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 能够快速解决这东西啊 陈思说是泼汽油 用火烧 可是这里哪有汽油啊 古风船想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眼睛就一亮 这里的确是没有汽油 可是却有另外一种 很容易点燃的东西 那是酒 这船舱里面 不但有低酒精的葡萄酒 更有浓度很高的狼母酒 经过数百年的挥发沉淀 这狼母酒基本跟酒精都差不多了 古风船心中一喜 马上往旁边的一个酒桶上 用力一披 那浓郁的酒香 顿时就弥漫了开来 而古风船快速地抬起酒桶 往僵尸身上狠狠一擦 僵尸躲避不及 马上就被狼母酒淋了一身 但是他却丝毫不在意 冲着古风船快速接近 古风船一摸身上 却发现自己没有带火源 他本来就不喜欢抽烟 身上没有带打火机的习惯 糟糕 古风船心里暗倒了一声 看着海水已经涌到了小腿部分 知道现在不能引燃僵尸身上的狼母酒 待会儿就没有机会点燃了 古风船马上就冲着头顶的窟窿喊道 陈寺 让火肿下来 陈寺闻言又闻到浓郁的酒香 就知道了古风船心中的打算 马上喊道 马上就来 你自己小心 说完就往下面扔了打火镜 古风船那敏锐的眼睛 看到有一样东西从上面掉了下来 马上就伸手接住 可僵尸这时候也靠近了他的身边 古风船侧身一臂 却撞到了仓壁之上 顿时额头就撞出了一个大包 可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顾不得这种小伤痛 马上点燃了打火镜 往这僵尸身上凑了过来 说句老实话 古风船心里对这僵尸 颇有感激之情 要不是这僵尸往自己身边凑过来 要引燃他 可当真不易呢 噗 狼木酒里面的酒精含量可不低 马上就被引燃了开来 僵尸的身体 马上就成了一片火海 可古风船也一样不轻松 他打翻的狼木酒 自己身上也沾染了不少 马上他的海魂山上就引燃了 他情急之下 只好往仓底的积水当中 打了一个滚 幸好酒精不像汽油 可以浮在水面上燃烧 不然他的下场 跟这僵尸差不多了 僵尸并没有像古风船一般 具有智慧 他只是追踪着 人身上的气息来猎杀人 并不懂得水 能够扑灭他身上的烈火 感知焚烧时候产生的恶臭 更是让人难以忍受 甲板上的陈寺 闻到这股味道 都觉得想呕痛 但是他更关心古风船的安危 又大声喊道 风船 风船 你怎么样了 古风船听到陈寺的声音 越来越急切 颇有自己再不应他的话 就大有跳下来寻找他的架势 于是只好把头探出水面 说道 我们是 可是 就在这时 他却觉得脚跟 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抓住了 他回头一看 又是那个阴魂不散的僵尸 原来 这僵尸被烈火焚烧得痛苦 马上就倒在苍板里打滚 却没想到 海水却把他身上的烈火 给弄熄灭了 他无意中一抓 竟然抓住了古风船的右脚 情况急转之下 古风船顿时就愤怒了起来 想回身就一军刺 劈下这僵尸的脑袋 可是 这僵尸却像洞悉了 古风船心中的想法似的 马上就拖着古风船的脚跟 往后倒退了起来 古风船冷不防之下 被拖倒在水中 喝了几口又冷又咸的海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34集 陈子在上面等了一会儿 听到古风船的话 心中的巨石才落定 可是古风船的话 还没有说到一半 就悄无声息了 陈子知道 下面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陈子心中一领 马上就往甲板上的窟窿一跳 一下子就跳到了舱底 他跳跃的姿势很有技巧 落地的时候 并没有很大的冲击力 饶是如此 那早已经不堪重负的舱板 还是发出了咔嚓的声音 本来就已经濒临散架的三围船 更是雪上加霜 不过 跳下去之后 他就发现 这舱底黑暗的地方 对他来说很不利 幸好那些泼在木桶上的狼木脚 仍然燃烧着 这底舱总算还有一点光线 他很快就发现 古风船已经被那被火烧的浑身 冒黑烟的僵尸拖着 臀部以下全部浸泡在海水当中 正在奋力挣扎着 可是那僵尸倒退的速度也很快 容不得他翻身反惊 陈思于是大喝一声 畜生感耳 马上就扑了过去 军刺狠狠地朝着僵尸的手臂上砍去 那僵尸 见又有人扑了过来 手一松 对着陈思呲牙咧嘴地一翻 臭烘烘的味道 让陈思不禁皱起了眉头来 但是他力道不减 军刺马上就砍到了僵尸的右肩上 那僵尸大吼一声 两手就紧紧抓住了军刺 绿油油的指甲 差点还划伤了陈思 陈思知道这僵尸的指甲上有尸毒 不敢触碰 但是又拔不开军刺 只好抬起脚 狠狠地一踹 僵尸此时的力道也大为减弱 被陈思这一脚竟然踹到了舱壁之上 苦风唇狼狈地从水中爬了起来 这纯粹是阴沟里翻船 还差点被溺死在这船舱里面了 他一爬起来 马上又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我走 怎么还来 只见 那两个已经被他断了小臂的船员 已经从积水当中慢慢爬了起来 脸上绿油油的 正往陈思身后吸去 他们的手已经没有多大的攻击力了 但是 那张得像鳄鱼一般的血盆大口 却是力道惊人 他们就像离贤的利剑一样朝着陈思身后袭来 陈思马上就察觉到身后的异常 回头见到两个面目猙獰的船员扑过来 就知道大事不好 他正准备做出反应的时候 却见一道黑光一闪 两颗大好的头颅凌空而起 乌血洒了一地 古风唇见陈思一脸淡然的样子 心中倒是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就算自己赶不及砍出这一刀 陈思也对付得游刃有余 风唇 君子给我 陈思对这把君子的厉害程度 远比古风唇熟悉多了 这本来就是他的东西 古风唇二话不说 马上就把君子抛了过去 陈思接好君子后 看了那已经受了重创的僵尸 说道 你快上去 这里交给我就可以了 古风唇刚刚从这僵尸手中吃了大亏 哪可那么容易就离开 但是陈思又接着说道 快点 这边海域有问题 我们要快离开这儿 这船本来是不具备自身 这等妖孽的条件的 看样子 这片海域有古怪 必须快点走 不然会遮损更多的人手的 听了这话 古风唇才信信地 扒着船板往上爬 他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 遮损了两名船员 已经让他足够心疼了 他可不想这些 曾经陪伴了他训练半年的队员们 无辜惨死 陈思也没有主动去招惹这僵尸 而僵尸也没有挪动 黑暗空洞的眼眶 像无比的宇宙一般 看着陈思 看样子 这僵尸已经知道了他的厉害 一人一僵尸 就这么僵尸着 古风唇爬上来后 马上就提起一箱汽油 打开了罐子 朝着舱底倒了下去 然后 他又对着舱底大声吼道 陈思 快上来 我要点燃这船舱了 古风唇知道陈思的功夫厉害 与这僵尸拼命 不一定能够全胜而退 但是要摆脱这僵尸 还是有能力的 陈思此时 却并不怎么想走 因为他看到这僵尸身上 有一样东西吸引了他 这僵尸身上的衣服 本来就已经腐烂不堪 经过一系列的打斗 身上的衣服都变成了积粉 散落的到处都是 而他的脖子上 却有一个类似于 水晶般的佩饰 依旧佩戴在他的前胸 陈思见到这佩饰 心里就一动 这东西里面有玄机 陈思是石祸这人 他相信自己的眼光 不会看错的 他马上就出手 君子往僵尸的脖子上一挑 那串连着佩饰的银链 马上就断了 陈思手中的君子 又一挑一抹 那佩饰就落入了陈思的手中 僵尸失去了这佩饰后 马上就躁动了起来 朝着陈思的位置扑了过来 喉咙里还发出了 呵呵急促的声音 陈思也不用君子挤挡 而是侧身一臂 他趁着昏暗的光线 看了那佩饰上的客服之后 心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暗道果然如此 他眉宇间的郁节 一下子就松开 而那僵尸一扑不中 再也无法进行攻击 好像是风化了一般 一下子就像沙雕上的沙子一样 哗哗地全部掉落了下来 而陈思松了一口气后 马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汽油味 他马上惊到 小子 不要乱来 僵尸完蛋了 别把我烧死陪葬了 古风唇在甲板上听到陈思这话 深深地虚出了一口气 而陈思也不觉得轻松 因为海水已经用到了大腿根部 不出几分钟 这船就要沉没了 他一下子就喷爬着舱板往上爬着 三坐两下就上来了 登上了甲板之后 他马上说道 快撒汽油 然后点燃着船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不然待会儿就走不了了 这艘三围船不算太大 但是沉没时候 绝对会制造出一个 不大不小的漩涡 这个漩涡 肯定会拉扯着周围的东西 沉入海底的 曾远航一听到这话 马上就把剩余的几箱汽油 全部打开 到处淋上了不少 只是古风唇不明白 问陈思道 你不是说 将是被你解决了吗 怎么还要烧掉这船 陈思示意古风唇 随他转移到小艇上 等曾远航下了小艇之后 他马上就点燃打火机 抛了上去 小艇马上就与三围船 扯开一段距离 陈思这才说道 如果不烧掉这船 那过一段时间 这三围船 还会继续出现在这里的 说完 他就摊开了手心 从僵尸那里夺来的饰品 在阳光下 熠熠身辉 古风唇看了那饰品一眼 惊讶地说道 诶 陈思 这块东西 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古风唇一看之下 并不能马上判断出 陈思手中的是什么东西 陈思把手中的饰品 往古风唇眼前一摊 说道 这是瓷经 是在高强度 天然磁铁矿场里面 才能存在的东西 极其含有 是从那个僵尸身上得到的 也不知道 这僵尸生前是什么人 要知道 往往一个磁铁矿里面 也找不到 十颗八颗这种东西 而这块瓷经 起码都有二十颗中了 真是奇迹了 古风唇从来没有听过 瓷经这东西的存在 心里很是疑惑 但是 此时并不是刨根问底 问这东西的好时经 他问道 刚才你说的 不烧掉这船 它还会出现 是什么意思 陈思玩耳一笑 说道 风唇 你以为这船 只是一直在海上 漂流着的吗 古风唇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 如果它一直在海面上 漂流的话 数百年来 即使不被海上的风暴 撕成碎片 也早随着洋流 飘到大陆附近 被人发现了 陈思点了点头 说道 你说得不错 这三围船 应该跟这小岛差不多 都是一块儿出现 一起消失的 所以 它就算沉默了 下次小岛出现的时候 它也一样会出现在这里的 所以 只好把它给烧了 因为 这三围船 实在过于诡异了 顾风唇点了点头 陈思又说道 至于那僵尸 我想 与这瓷经有关 本来我以为 这片海域是巨阴海呢 这里可以将死尸 转变为僵尸 但是 见到了这块瓷经后 我就知道自己的想法错误了 巨阴地 世间很多 因为 风水 风水 其余风 藏雨水 能够汇聚阴气的地方很多 而这片海域 却是波浪巨大 不是死寂的地方 很难汇聚阴气 并不具备成为巨阴海的可能 而这瓷经 却是天下之阴之物 里面的阴气 就已经够重了 要是尸体上带着这东西 沾染上鲜血的话 那就会酿成大祸的 陈思摇头晃脑地说道 这话 顾风唇听得不甚明白 毕竟 他对于 所谓的风水类玄学 并不嫌熟 不过听了陈思的解释 也点了点头 陈思把顾风唇手中的瓷经收了起来 说道 这块东西 要放在隔瓷箱子里存放才行 不然 它能够干扰掉 我们的信号收发的 比起太阳风暴来 还厉害 顾风唇见陈思 小心翼翼地藏起那块瓷经 笑了笑 也没有说什么 看着三围船上 升起得熊熊烈火 顾风唇心里 倒是有一丝的怅然 想当年 这艘船上的水手 跨越重阳 来到了这个地方求财 却就此 悄无声息地 消失在了这个地方 实在是让人可悲可叹 叹息完后 顾风唇又拿起望远镜 窥探小岛附近 为了安全起见 其余四艘船上 也是放下小艇 小中华和唐麦秋等人 都各带了一条小艇 正在靠近陈思的座架 正成巨拢的架势 把陈思和古风唇 乘坐的小艇 给保护了起来 怎么样 我们是先回大船 还是到小岛那边 溜达一下 看着古风唇 拿着望远镜 观察小岛的情况 陈思忍不住问道 他见 刚刚古风唇 被那僵尸折腾得厉害 已经隐隐 有点疲倦的感觉 就问了古风唇一下 古风唇 却沉溺了一下说道 现在靠近一下小岛 你说了 这个小岛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冒出来的 那就是说 我们也不会知道 它在什么时候 就会消失 所以啊 我们得抓紧一下时间 来观察一下 这小岛里面 是否有什么奥秘 陈思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 古风唇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停了停说道 我想 这小岛的出现 不会很快就消失了 从发现的 戴维琼斯神父的日记里 就可以知道 他们遇到了小岛 然后船长登陆 再到大副他们登陆 去寻找船长 记录就有好几天的时间 这样足以说明 这小岛不会很快就消失的 陈思嗡了一声 转头问曾远航 老曾 这小岛的标识 是突然出现的 还是到了雷达 可以扫描的地方 出现的呀 曾远航 马上挺起胸膛打倒 是突然出现的 我们的雷达 是经过军方改造的 扫描的范围 和精准动都很大的 听了曾远航的话 陈思心里就有了计较 古风纯听到陈思 突然问曾远航这个问题 很是惊讶 他对着陈思问道 你想登岛 陈思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好一会儿才说道 想 但是 不想鲁莽上去 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我 不然我不会拿大家的性命去冒险的 作为这支探浅队的负责人 陈思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决定 都可以决定这数百人的生死 光是三围船 就夺走了两名船员的性命 给整个旅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所以陈思更加不能做出 具有危险性的动作 这些船员 可不像肖中华等人那么忠诚 这些人对他的效忠 完全是看在巨额金钱的份上 要不是他砸的钱多 谁会跟他来玩这种心跳啊 古风纯也点了点头 这时候唐麦秋的小艇 已经靠近了右衔 古风纯对唐麦秋点了点头 算打了个招呼 又拿起望远镜观望小岛 看了一会儿 古风纯就突然皱起了眉 说道 咦 那些防射呢 古风纯惊讶地发现 那些吸引他的一排防射 已经不见了 闻言沉思也拿起了望远镜 仔细地观察了那边 可是 他观看到的结果 跟古风纯并无二样 他脸色顿时就凝重了起来 对着曾远航说道 把小艇开近一点沙滩那边 不用靠得太近 叫其他人小心 注意危险 要是小岛上面有什么危险 马上撤离 曾远航默默地点了点头 死了两名船员 让他心里很不痛快 这船员 不只是他船上的员工那么简单 更是与他一起服役的战友 他心里隐隐对陈寺 还迷生了一些怨怼 要不是陈寺和古风纯 坚持要上这三围船 事情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 可是 当初签约的时候 条约上也有绝对服从命令的字眼 所以 他也只能在心里感慨 是这两名战友的命不好 这一次的任务的巨额佣金 是没命花了 一共是六艘小艇 朝着小岛沙滩那边开局 为了确保陈寺的安全 小中华和唐迈秋两人自发地 把自己的小艇开在前面开路 只有靠近了沙滩潜水的地方 才慢慢地打着悬停了下来 距离小岛的距离已经不到一百米 可是之前发现的防射却没了踪影 古风纯无奈地怂了怂肩膀 一脸诧异地问旁边的陈寺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陈寺也很是不解 说道 你问我 我问谁啊 要知道 陈大将军虽然在陆地上是个万人敌 无所不知的角色 但是对于海洋的知识 却是稍微逊色了一点 对于这些东西 不知个所以然也是情有可原的 而一旁的老水手曾念行却说道 或许刚才看到的是鬼师 现在消失了吧 鬼师 也就是海市蜃楼 是一种大气折射现象 可是 古风纯却是摇了摇头 说道 不会的 肯定不是海市蜃楼 他还是不死心地 拿起望远镜继续看着 可这一看着想 古风纯却呆住了一半 好一会儿才大声喝道 陈思快看 四点路方向 快看 那样子就好像是见鬼了一般 陈思闻言 马上也端起了望远镜 朝着那边看去 他一看之下 也不禁一愕然 是声道 秋灰燕 他怎么会在这岛上 老曾 快开船 我们要登陆 望远镜的可视范围里面 陈思看到了 大约1.5公里外的 小岛的一片空地上 一个女人 正坐在一块巨石上 拿着一个水壶 慢悠悠地喝着水 而他看到 小艇上的望远镜 反射光芒的时候 马上就收起了水壶 朝着一边的树林里跑去 但是 陈思和古风纯却看得真切 那女人 就是秋灰燕 曾远航听到陈思 这咬牙切齿的声音 不敢反驳质疑 马上就开动马达 小艇哒哒地发出着声音 朝着陈思手指的方向 狂飙而去 激起了白花花的浪花 见得旁边几艘小艇上的人 身上都是水淋淋的 古风纯没有站稳 差点就被摔下了海里 他踉跷了几步之后 也终于扶住了小艇的边缘 这才把身子稳住 曾远航很是不解 为什么这陈思 对这秋灰燕如此重视 他不知道 陈思与这神秘的第三方势力 斗争了上千年 可是到最后 连对方一个成员都没有抓到 只能到了最后 才推测出敌人的身份 而现在 眼前就有一个秋灰燕 他怎么能够轻易地放过 而小岛的另一侧 一艘驱逐舰上 放下了几个小艇 十多个身材高大 闭眼黄发的米国人 和七八个身材矮小的窝人 也准备登陆这小岛 而距离这个小岛 还有十海里左右的茫茫大海上 一艘改造成像邮轮模样的军舰 也加速赶来 秦川闲停信布般站在甲板上 海风吹乱了他的飘飘长发 看上去 颇有明示风采 而他口中却难难说道 你沉寂了这么多年 终于肯浮现了吗 西福 你在这上面 究竟给我留了什么惊喜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35集 事情有点超出秦川的预料 他千算万算 却算不到这幽冥岛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马上就下达命令 让船只马上赶往这小岛出现的地点 而他同时也得知 陈寺和米国人 都已经发现了这个小岛 而且都有登岛的意愿 秦川不想这么早 就与陈寺或米国人接触 但是这些与徐福比起来 这些事情就显得不甚重要了 连陈寺都不知道徐福的真正身份 这个在史书上忽悠着自己的人物 究竟是谁 只有秦川才真正清楚 徐福可不是史书上所说的什么方式 他真正的身份是八卿的下属 也是具有八卿那种血脉的人 到了现在 秦川更加明白 无论是八卿还是徐福 他们都是隶属于第三股势力的人 秦川掌握这股势力的资料 远比陈寺还要多 可惜的是 就算如此 秦川也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八卿会让自己命令徐福 带走炼制不死药的酒顶 还用了一个荒唐的名义 离开了中途 去传说中的所谓仙山 仙山嘛 秦川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 仙山是什么玩意儿 他是知道的 眼前这座漂浮不定 忽现忽失的小岛 不也是传说中的仙山之音吗 但是只要踏足其中 才会知道 这里根本就是人间地狱 真正的地狱 全体人员听命 这座小岛极其危险 里面的毒蛇 毒物 多不胜数 甚至一草一木都有剧毒 不要触碰任何东西 不然 一切后果都是咎由自取 知道了没有 金银花身上穿着一件 草绿色的军装 像是陆军部队的迷彩服 此时 他身上斜挂着一把美式冲锋枪 两条肩带上挂着几枚手榴弹 腰间还别着两把经典式的左轮手枪 头上戴一顶软帽 脚下蹬着一双高筒皮靴 看上去英姿撒爽 但是 他那两眼间的寒芒 却让人不寒而令 精选出来的二十名瑞士 和十名俄罗斯水兵 都大声说了一声是 旁边的青铜 却不作声 他本来是这瑞士的心领队 但是 却被这金银花宣兵夺住 占了他的风头 不过 他也是知道金银花的厉害 冷哼一声后 就把手别在了背后 秦川却不理会手下的明争暗道 精通韩妃子法术士的他 自然知道 这些手下的斗争 最后获利的都是他 陈寺和古风纯几乎是同时落地 脚踩在湿漉漉 软绵绵的沙滩上的时候 就往下陷 而两人 却拔腿就朝着秋灰燕消失的 那个小树林跑去 而这时候 唐麦秋和萧中华等人 也快速奔下了小艇 身上携带着大量的武器 就跟随两人跑去 只留下一串串凌乱的脚印在沙滩上 留守着小艇的船员 看着陈寺和古风纯的速度 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这种速度对于他们来说 短时间的冲刺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那是在正常的环境下 在这软绵绵的沙滩上 还有这种速度 而且持续时间那么久 那就不是他们所能够胜任的了 牛人哪 船员们心里暗道 而陈寺和古风纯 却没有想到这么多 他们只想抓到秋灰燕 关于秋灰燕背后的那股力量 两人都是异常关切 风纯 小心 这经济有毒 陈寺比古风纯领先两个身位 率先把速度停了下来 对着古风纯说道 古风纯听了陈寺的话 也急忙渐速 差点就撞到了陈寺的身上去了 小心点 陈寺连忙挡住古风纯 古风纯停下来一看 看到前面是一层层带刺的金草 上面还开着一朵朵鲜红娇艳的小红花 这是什么 古风纯不解地问道 毒心机 你可以这样说的 陈寺倒吸了一口凉气 继续说道 这种植物的毒性 不亚于海南那边的毒树 渐气风猴 而且 它的毒性都是在花果和毒刺上面 被它伤到 后果就严重多了 不用三分钟 伤口就会发生糜烂 而随着毒性的侵袭 毒性行到那里 就会溃烂到那里 非常棘手 就算是我 也没有十分的把握 能够治好这种毒 听了陈寺用阴森的口气 介绍完这种毒 古风纯顿顿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马上就转身 对着后面赶来的人打手势 让这些人打起精神来 不要中招了 而这时候 他又听到陈寺惊讶地说道 猫的 还有毒蛇 这腹蛇 毒蛇 还有这条呢 看来这个地方的毒物不少啊 古风纯回头一看 只见这荆棘下面 盘着三四条手臂粗的腹蛇 顿时就头皮发麻 这腹蛇可是剧毒之物 虽然比不上黑曼巴和眼镜蛇 但是毒性也是毒具一个 杀人竹麻的货色 古风纯不敢大意 可是他往腰间一摸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的配枪早已经没了子弹 防身的军刺正被陈寺拿在手中 只见陈寺用力一挥 挡在面前的荆棘就被他砍翻了即可 可这样一来就惊动了其中的腹蛇 他们马上就昂起了舌头 吞吐着长长的信赞 对着陈寺示威 那刮金属般的声音 让人听得鸡皮疙瘩都要冒起来了 而陈寺和古风纯却不怕 陈寺连巨型双头蛇那种毒物都见过 古风纯也孤身斗过堪称蛇王的巨人 见到这种角色自然不会放在心中 只是 腹蛇那封地的獠牙也不可小觑 陈寺左手把古风纯往后面一推 右手中的军刺就变成了一道黑光 朝着腹蛇的七寸部位堕去 叉叉 十分干净利落 处理掉四条腹蛇 陈寺竟然只用了一招 四个蛇头就掉落在地上 经历了大剑地的遭运 就算是舌头陈寺也不敢答应 生怕这东西会抱起伤人 于是一下子 这舌头又被他剁成了稀烂 做完了这一切 陈寺才笑笑说道 今晚有蛇羹吃了 古风纯耸了耸肩膀 不说话 他可不喜欢吃这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他看了看已经来到了身后的众人 就把陈寺的话附述了一遍 告诫众人这里的毒物很多 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来应付 众人见古风纯一脸肃然的样子 自然不敢怠慢 唐迈秋却走到陈寺面前说道 老陈 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个岛屿为妙 这个道实在是太怪异了 唐迈秋并不是害怕 而是经验非常充足的他 感觉到这里的不寻常 大禁地的惨烈 他记忆犹新 他可不希望这一路上血雨腥风的 但实际情况来看 这种情况似乎是免不了的了 陈寺点了点头说道 我知道 但是我必须要找到邱辉燕才行 他身上的谜团太多了 很多东西要问了他我才安心呢 求回燕 唐迈秋有点恶然 这个女人她是认识的 在前往大禁地的路途当中 遇到野狼追击的那个女人 这个女人很是神秘 唐迈秋很是有印象 不错 就是她 陈寺说道 说完就引着众人往前走 唐迈秋见陈寺已经扯开步子远去了 于是问古风传 这求回燕 怎么会在岛上的呀 古风传苦笑着说道 我哪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啊 我还想知道呢 说完也紧紧跟上了陈寺 这小岛荒芜已久 没有什么道路可言 但是众人跟随着陈寺的步伐 小心翼翼地踩了过去之后 这道路就形成了一个雏形了 这小岛边缘的树木并不多 连最常见的红树林都没有见到 看样子啊 这里的环境很是恶劣 但是小岛深处的那些山脉上 却是青葱与树木丛生 唐麦秋见到这种情况 很是奇怪 因为他明显地发现了一些 很不妥的东西 风传 你看 这种苔草 本来应该是长在极寒的地方呢 是南北极才该有的物种呢 可是这里竟然有这种东西 这里可是比较靠近赤道的 也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他的话还没有落音 又指着旁边的一种草垫说道 这应该是高山高寒地带 才有的草垫 我们在可可西里 见到最多的一种野草 可是 它竟然也能够生长在这小岛上 真是怪极了 唐麦秋是探险专家 对全世界各地的物种 都颇有研究和熟悉 见到这植物后 就觉得很疑惑 古风唇也一样的疑惑 但是 他却知道 这小岛极不寻常 有点怪状 相对于这座小岛的 凭空产生来说 还是属于 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 那种东西了 陈刺一边走 一边用军刺 削着周围的灌木 很是小心 而这里的船员 都是两栖特种兵出身的 警惕性很高 也知道这里危险重重 当即 用部队里教的办法 来驱赶蛇虫 随着众人的深入 唐麦秋眼眉之间的忧虑 就变得更深了起来 老陈呢 再过半个小时 我们就要启程回去了 唐麦秋忍不住说道 他在丛林当中 生活的经验相当丰富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防水表 又抬头看了看天 接着说道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 天色也不好 而我们已经前进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 再不退出去 那今晚就要被困在这小岛上了 陈刺点了点头 唐麦秋是资深的专家 在这种诡异的地方 更有话语权 陈刺虽然经验丰富 但是在野外生存方面 并不敢说自己就比唐麦秋强 再怎么说 唐麦秋也是孤身一人 去过亚马逊雨林 和撒哈拉沙漠的牛人 而就在这时候 前面左侧一处地方 突然就传来了沉闷的枪声 众人脸色都不禁一变 在这些船员看来 这里出现枪声 可不是好事 国外很多毒枭 都会选择在荒岛里 种植毒品和建立基地 莫非这个小岛 就是这种兴致的 而古风唇和陈刺的脸上 却是一抹兴奋的神色 这两人想到的是 是秋辉燕开的枪 而萧中华等人 一听到这枪声 就很是震惊 这枪声听起来可不是善累 好像是米国三角洲部队里面配备的武器 造价极其昂贵 就算是财大气粗的美军都没有武装 只有一小部分军队才武装起了这种武器 M2C6首提式机关枪 重量不到12公斤 但是每分钟射击出去的子弹 却不少于160发 每一把这样的机关枪都有两个弹架 容弹量达420枚 这些子弹都是特制的 比寻常子弹还要小 但是贯穿力却不弱多少 一枪扫射过来 可以一下子就把人打成筛子 比起他们现在武装的德国引进的枪械 还要先进不少 当然军方对这款武器也是垂涎三尺 可是这款武器还处于实验阶段 严格保密战 根本无从下手 只有臣子经常接受军方的一些任务 所以才知道美军的这一种杀人历情 轻快流畅的子弹伤 激起了所有人员的战斗欲望 而古风淳和陈寺 很快就发现了情况不妥了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邱灰燕一人 是发不出这样强悍的射击的 听枪声 起码都有数十人在射击 大家小心 情况有变 古风淳第一个就想到 是秦川等人发现了这个小岛 已经启程开来了 遇到了邱灰燕和他手下的人 双方发生了激战 而陈寺却比古风淳想得明白一点 他很清楚 这是米国人遇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胡乱射击保命了 因为他从枪声里面已经听出来 这枪声并不是有规律的射击 对美军战术很有研究的陈寺 一听声音就知道了 美军的战斗力 基本是靠高科技和烧钱堆起来的 遇到敌人的时候 他们二话不说就是打 开枪 不管敌人在哪 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密集的火力压制对方 让对方连头都抬不起来 往往是打了不少子弹后 连恐怖分子的毛都没有伤到一根 真正形成战斗力的 是精准的卫星定位和导弹轰炸 要了恐怖分子的命 不用陈寺吩咐 众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纷纷散落在周围寻找掩护 观察着周围 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他们就马上进行射击了 道真 要不要护叫支援呢 萧中华听见了这枪声的威力 马上就想到要增派人手来支援 不用 这些人应该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你听枪声 完全是单方面的射击 可以肯定 他们面临的敌人并不是人 萧中华点了点头 这全是青泥色的美军装备 而不时还有手榴弹爆炸的声音传来 我们该怎么办呢 撤离还是留在这儿 唐麦秋问道 经历了诸多险难之后 唐麦秋的性格趋于平稳 对冒险的事情已经不怎么感冒了 陈寺还没有说话 古风唇却突然说道 不 我们要前进 说完 他就把手往陈寺面前一伸 说道 把那块瓷镜给我 古风唇的动作虽然古怪 但是陈寺却很清楚 古风唇身上又发生怪事了 不错 就在枪声响起后不久 古风唇的耳边又出现了那久违的神秘女声 而现在古风唇对这神秘女声的警惕高度已经大为提升 听到这神秘女声 她就大为警惕了起来 我在前面等你 这神秘女声就反复这一句话 好一会儿后 古风唇就觉得手中的那块瓷镜对自己很有用处 于是就问陈寺要道再说 陈寺皱了一下眉头 但是还是很爽快地把瓷镜浇到了古风唇的手中 一股冰凉的气息马上就从掌心浸到了古风唇的内心深处 凉凉的 很是舒服 陈寺想了一下 又把手中的君刺递给古风唇 说道 你拿着 凡是古风唇身边发生怪事的时候 危险一般很快就会降临 陈寺早已经总结出了规律了 见古风唇心意已绝 唐麦秋也不好说什么 现在在这队伍里 古风唇的话 有时候比陈寺的更管用 小中华自告奋勇地拿着一把君刺在前面开路 这里蛇虫不少 众人可不敢大意 唐麦秋和曾远航两人 则是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三人呈品字型 而就在这个时候 前面的枪声就开始停了下来 前面一两公里处 是一片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除了可以听到Fuck和My God这类声音之外 还隐约听得到巴嘎等词语 看样子 前面遇到危险的 是米窝联军的人 大家注意啊 他们朝着我们这边来了 小中华很快就判断出了这些人的逃命方向 我们必须撤了 唐麦秋脸色马上就变了 这些人 往自己这边跑来 那就只有一个后果 就是把危险引到这里来 唐麦秋回头看了陈思一眼 希望他下达命令 而陈思却摇了摇头 说道 继续前进 做好应战的准备 唐麦秋却是一肚子起 连危险是什么都还摸不清楚 做什么应战准备啊 但是 大家却做好了准备 连枪上的保险杆都下了 随时可以进入作战状态 在前进十几分钟之后 前面的一片较为平坦的山谷里 就冲出了七八个人来 这些人身上 都是穿着海军服 有身材高大的米国人 也有猥琐矮小的窝人 不过 让人大地眼镜的是 这些牛高马大的米国人 竟然还落后在这些窝人身后 而古风纯等人 看到追在这些 狼狈而逃的人的身后的东西时 头皮也隐隐一麻 心里打了个冷战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36集 这山谷被两边的高山包围着 稍微靠近海岸这边 是一个地势开阔的地方 看来是下雨时候 山上流水冲刷出来的平原地带 但是山谷越往里面就越狭窄 让人惊议的是 这山谷下面并没有长出树木 甚至连灌木都烧见 被一层厚厚的白纱覆盖着 而谷风船等人 并没有仔细地观察这里的地形 因为他们悚然地发现 这些落荒而逃的米国人和窝人身后 正仅仅跟随着一大群 身上紫红色的东西 那密密麻麻的结枝 让人胆战心情 一个词出现在谷风船的脑海里 蜈蚣 谷风船头皮酥麻的感觉过后 他马上就洗了一口凉情 眼前的蜈蚣 至少有两尺长 身上还沾染着黏糊糊的液体 一股古怪的腥臭味 也从山谷的方向传来 闻着让人有点愤晕的感觉 怎么办呢 唐麦秋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 而曾远航显然是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脸色已经开始泛白了 他身后的那些船员 小腿肚子都已经在打颤了 要不是曾经的军人荣誉 他们仍然坚持着 早就已经回头把腿就逃了 救下他们 古风唇见一个落后的米国大兵摔倒了下去 马上就被紫红色的潮流覆盖了过去 惨叫声在山谷回响着 让人惨不忍动 唐麦秋 陈寺等人都是见过石金以吞噬人类的 对这种遭遇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 眉目里都出现了不染的神色 而古风唇也被那古怪的白蚁追捕过 自然明白活活被这无功吞噬 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于是马上就对着萧中华发出了命令 萧中华点了点头 马上就从背包里拿出一颗手榴弹 装在他的枪口里面 这种榴弹 可以通过抠动枪支的力量 激发到远方 增强杀伤力 萧中华是个优秀的军人 知道用什么办法更有用 轰 榴弹在蜈蚣圈里炸开 漫天的残枝斧叶洒开来 萧中华用榴弹轰炸这些蜈蚣 想利用这火力将蜈蚣和这些逃命的人隔开 让他们多一点逃命的时间 其他人见萧中华这样子做 也马上加入了这个行动 强大而密集地轰炸 让那些蜈蚣顿时死伤无数 追击前面的猎物的尽头 明显就慢了下来 而那些正在逃命的人 本来距离这蜈蚣不到二十米 本来以为是必死无疑的事情 却忽然听到手榴弹在身后 密集炸起的声音 他们都是军事素养极高的人员 很快就发现陈寺等人的藏身之处 也不理是敌是友 马上就改变了方向 朝着古风唇这边 快速奔跑了过来 陈寺看到奔跑在前面的矮小窝人 眉头一皱 但是很快就舒展开来 等这些人已经靠近了之后 大家才发现 这几个人当中 还有一个皮肤有黑的南亚人 不用说 这应该是阿三那边的人 蒙马的老乡 而这些蜈蚣被众人密集轰炸了之后 也纷纷散开来 有退回山谷的 也有朝着两边的山石边躲藏的 不一会儿就消失得干净 而肖中华等人也没有懈怠 在陈寺的一声令下 枪口马上就一转 朝着这些逃命的外国人 那窝人一看黑洞洞的枪口 马上就停下了步伐 双手快速地举到了头顶之上 一脸惊魂未定的样子 口中唧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而不巧的是 这里的人并没有会听窝语的 虽然船上有精通窝语的翻译 但是却没有随着陈寺等人下倒 而那为首的米国人 虽然也双手抱头 他是见到了陈寺等人 慢慢地走进来 在六七米的距离停了下来 对着面目较为慈善的古风唇说道 你好 请问你们是中国人吗 他见这些人的样子 不像是听得懂窝语 又不像他驻守在韩国时候见过的那些小眼睛男 更不像南亚那边的那些皮猴子 于是有此一问 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 比起猛马来还差上十万八千里 不过总算是个会说人话的了 虎风唇点了点头 看了陈寺一眼之后 马上又对着这米国人说道 你们是谁 怎么会来到这里 那米国人哭丧着脸说道 他指着旁边的窝人说道 这是窝人海上自卫队的少校 井上包廊 还有这位是印度国防部的纳康德教授 他把主要的几个人介绍完后 就把手一摊继续说道 航门在发现了这个海盗 忽然出现在这一片海域上 于是就改变了原来的航道 来勘察一番 上帝啊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绝不会踏足这个地方的 可怜我手下的 是多个小伙子呀 麦尔逊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睛里流出了两行青泪 看样子 他是真的伤心了 麦尔逊的身高 一米八左右 比起古风唇和陈四来 都还要高 陈四阵营里面 也只有少数的船员 有这个身高的 不过 这麦尔逊的年龄看起来 却颇为苍朗 起码有四十多岁的年纪 看起来 颇有成熟男人的魅力 站在窝人当中 颇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陈次给萧中华一个眼色 萧中华一挥手 众人就放下了枪 众人也知道 以目前的实力 根本就不怕眼前这几个人 因为这些人身上的武器 包括食物 都已经丢弃干净 身上别无常物 要是七八个人 胆敢赤手空拳 跟他们对抗 那纯粹是找抽行为 随随便便弄死 都挺容易的 唐麦就打开一包香烟 自己叼了一个人 然后就扔了过去给麦尔逊 点燃香烟后 也把打火机扔了过去 接过香烟和打火机后 麦尔逊也顾不得形象 一下子就瘫坐下来 一边抽烟 一边讲起了一路上的遭运 原来他们一行人 一共有二十四人登上了小岛 登上小岛之后 在一名跟随 康德教授一起前来的喇嘛 就引领他们往这个方向来 说这山谷的深处 有着神秘的东西 可是不管怎么询问 那喇嘛就是不肯开口说 这神秘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麦尔逊就被他 引到了山谷里面去了 他们登陆的地方 就是顺着这山谷 到达海边的沙地上 所以一路上走起来 很是容易 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随行的军士们的警惕性 也大为放松 最后才酿成了一出悲剧 随着往山谷里面走 地势就变得更加陡峭了起来 而随行的地质专家也判断出 这个小岛是由海底火山喷发 形成的岛屿 但是形成时间非常早 不可能会出现 没有被人发现的可能 队员们还发现了不少硫磺矿场 还在谷底的地方 发现了一处温泉 而就是在温泉旁边出事了 大兵们见到温泉 顿时两眼放光 窝人的温泉可是很出名的 可是这些美军属于特别行动阻碍 没有那么悠闲体验到窝人的特色 于是到了这个天然温泉的地方 就想好好沐浴一番 纳尔逊也没有阻止手下这一群年轻人 让他们嘻嘻哈哈地尽兴去欢闹 只有随行来的那个喇嘛说不可以 说这温泉被诅咒过不能触碰 这些大兵们哪听得进去这些话 纷纷跳进了温泉里面洗澡了起来 但是没到两分钟 就听到温泉里面传出了惨嚎声 几个小伙子像被毒蛇咬了一般 脸色变得乌黑了起来 惨嚼完后就倒头栽进了水里 纳尔逊顿时就知道事情不好 大兵们也没等他下令 纷纷要爬出温泉 可是这时候已经迟了 几个大兵又一阵惨嚼 其中一个已经爬了上来 白花花的屁屁后面 竟然挂着一条红通通的东西 纳尔逊一看 脸色顿时就白了起来 那是一条一尺来长的蜈蚣 这蜈蚣咬着那大兵的屁屁不放 大兵踉枪了两步 倒头在地死了 一直在旁边的窝人和那喇嘛 都知道大事不好 几个窝人率先就朝着山谷外面就跑 而那喇嘛口中却念念有词 不知道念些什么 但是从温泉里却又爬出了许多蜈蚣来 窝人和大兵们都纷纷开火扫射 但是蜈蚣数量众多 根本就杀不了 众人只好丢盔弃甲 落荒而逃 那名喇嘛逃离不及 当场就被蜈蚣吞噬了 而其他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几个光辟辟的大兵不久就被追上 一阵惨嚎就没了生心 剩下的是几个窝人 和三个没有下水的米国大兵 因为迈尔逊让他们在骨口警戒 所以他们才侥幸夺过了一劫 后面的事情陈寺等人都清楚了 迈尔逊说完这些话 眼角发红 他说道 感谢上帝啊 让我们活着 我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武器 在这个岛上像羔羊一样啊 还希望你们帮助我们离开这里 我们的仇亲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只需要护送我们到海岸上 我们的军舰就在那里 到了那里 我们会支付酬劳的 陈寺却淡然说道 我要的酬劳 你们支付不起 还是请便吧 我可没有这个力气 给你们当保镖 古风唇却是目光闪烁 对着陈寺说道 等等 他们身上 应该有我们想得到的资料 陈寺眉头一簇 狐疑地看着古风唇 等待着古风唇的下吻 古风唇却对着迈尔逊说道 那个喇嘛的身份是 纳尔逊见古风唇跟他说起了话来 知道这件事情应该还有转机 连忙说道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 只有纳康德教授才知道他的身份 说完就看了纳康德一眼 哦 那你让他说 古风唇继续问 纳康德不懂中文 所以纳尔逊只好用英文 重复了一下古风唇的问题 这一番文化之后 古风唇终于对着喇嘛的身份 弄清楚了 而且事情都没有出他的料想 这喇嘛名字叫德桑 属于藏青会里面的一个中层人员 当然他不是这一次行动的主要人员 除了德桑 还有一个身份更高的人物 在纳尔逊的驱逐舰上面 德桑的行动完全听命于此人 德桑带大家来这里 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 但是具体是什么东西 除了驱逐舰上面的那个人和德桑外 其他人并不知晓 而德桑却告诉他们 这东西就藏在这温泉附近 等纳尔逊说完这话的时候 古风唇看了眼陈寺 陈寺知道那是古风唇对他的询问 问陈寺是否知晓这海岛上面的秘密 而陈寺却耸了耸肩膀 显然是不知情的 古风唇陈寺那一下 对着纳尔逊说道 这样吧 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将你们护送出去 但是可以借通讯器材给你们 让你们居住舰上的伙伴联系 让他们来救助你们怎么样 我们会给你们留下足够的食物的 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 你们可以选择留在这儿 也可以跟随我们一起走 纳尔逊看了一下古风唇的眼神 看到古风唇的眼睛正盯着他们 刚刚逃生出来的山谷 颤声说道 先生 你们不是要进去那个山谷里面吧 古风唇宁神想了一下 心里似乎有着什么困扰一般 好一会儿才说道 是的 怎么样 跟着我们一起来 还是留在这里等救援 纳尔逊脸上尽是惊讶的神色 他说道 上帝啊 你们不要命了吗 那里有说不清的蜈蚣啊 我们的武器那么先进 都被他们袭击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不是松尸吗 纳尔逊看了陈思这群人的武器 熟悉枪械的他 早就知道这是德国最先进的首提式机关枪 虽然经过了中国的改良 改良了不少缺点 但是仍然无法与他们身上佩戴的武器可比拟 古风唇见他一脸惊讶的样子 知道纳尔逊在想什么 他笑了笑 手却紧紧握着 从陈思手上讨来的瓷经 说道 很多东西不是以武力的强陋决定的 说完 他就朝着陈思眨了眨眼睛 陈思心领神会 知道古风唇肯定是知道了什么东西 要知道 古风唇这一年来 全心全力投入研究与规需相关的东西 说不定他手中就掌握着什么资料 与这小岛有关的 陈思回头跟唐麦秋萧中华低声说了几句 俩人都是一脸凝重的样子 但是很快 唐麦秋就把手一挥 两名船员就沿着他们的来路快速返回 不知道他们是回去找人员还是办东西 因为看这家事 陈思和古风唇都不想太早离开这个道 等纳尔逊联系好自己的驱逐舰上的人员后 心里稍微安静了一下 脸上的惊慌也大为减弱 因为直升飞机很快就会朝着他们这个方向过来 十五分钟之后 他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陈思走进古风唇问道 怎么回事 古风唇摇了摇头说道 我感觉这求灰燕就在这山谷当中 另外我还认为 秦川如果在附近的话 他也肯定会来这里的 我不相信他会对这岛屿不感兴趣 听了古风唇的话 陈思的嘴角露出一个弧形 他拍了拍古风唇的肩膀 说道 好小子 真有你的 古风唇见到陈思那阴侧的笑意 很是不解 说道 怎么有我的 陈思摆了他一眼 说道 你明知道 秦川的船上很多都是老毛子 要是来这里的话 必然有好戏看 老毛子跟窝人和米国人 素来不合 留下这群人 要是遇上秦川手下的人 我们就可以看热闹了 古风唇的脸却抽搐了一下 他哪有想到这么高深的 国际政治学里面去了呀 他苦笑了一下 说道 你别得意 纳尔逊他们很快就离开了 石升飞机环绕这岛屿一周 也用不了几分钟 只有我们与秦川的人纠缠 而且我们要尽早地找到邱灰燕 不然等着小岛沉了 大家都要完蛋 古风唇说到这里的时候 脸色很是严峻 陈思却像没事一般 笑了就要说道 石升飞机 你要是看清楚这个岛屿的植物 就不会以为石升飞机 那么容易能进来了 什么意思 古风唇心里一紧 连忙问道 你看看 那边的树木 是不是很高很茂密 顺着陈思的手指 只见山谷的另一边 近视聪裕的森林 那些树木 古风唇说不上名字来 但是平均高度 都有二十米以上 而且这树木越堪于眼熟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 过了一会儿 古风唇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说道 这些树木 我们在大境地见过的 古风唇当然忘不了 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 就在这样 聪裕的一片森林里 它被一只迅猛龙叼走 要不是那只三眼狼王 它早就成为了迅猛龙的 腹中之物了 不错 那你应该知道 这里会有什么样的杀手了吧 你是说 恐龙 古风唇先有余计地说道 不错 而且还是会飞的那种 陈思很是轻松地说道 会飞的恐龙 只有异龙 对于异龙 古风唇并不陌生 在尹城里 他就见过这东西了 算是半熟的乌种了 你是怎么知道 这里会有这种异龙的 古风唇很是不解 疑惑地问道 陈思却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他反而问道 我们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去哪儿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37集 古风唇听了陈思的话 微微一浪 说道 自然是归虚了 难道不是 陈思微微一笑 说道 不错 那不就是可以解释了吗 隐城 大前地 归虚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地方 这小岛也应该是受 归虚环境影响的地方 所以出现让人觉得古怪的东西 也并不奇怪 听了陈思的话 古风唇点了点头 陈思说得很在理 但是 这样并不能肯定 这里会有一龙啊 古风唇还是有点不解 把心里的疑问拖出来后 陈思就笑道 这个就更简单了 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里的土著 经常说会看到飞龙 而这些飞龙出现的时候 基本前后几个月 都有记录在这些地方 目击了幽灵岛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就判断这飞龙 就是来自这幽灵岛屿 是真是假 等会儿就知道了 古风唇这才点了点头 说道 那我们现在启程 还是等会儿再走 古风唇倒是想看看 陈思所言是否属实 陈思知道古风唇心里的想法 说道 所以你喜欢 反正我已经让他们 去增派人手 和运送物资下岛了 据我推算 我们在岛上48个小时里面 还是安全的 古风唇听了陈思的话 点了点头 他心里也对陈思的话表示赞同 因为 从发现那个神父的日记来看 那一次的小岛出现的时间 差不多有十天之久 当然 凡事都有例外的 古风唇可不保证 这小岛还是像之前那样 因为有记录 不少出现在人类视线中的幽灵岛 消失的速度都比较快 要是运气不好 他们就要跟着岛屿一块消失了 不久之后 一架阿伯奇直升机 就在岛屿上空盘旋着 不一会儿 他便确定了目标 朝着古风唇等人立足的地方飞了过来 阿伯奇是美军最常用的武装直升机之一 容量大 攻击力强 但是这款直升机也不是没有缺点 在阿富汗 经常会被当地的恐怖分子揭露 古风唇似乎想验证一下陈思说的话 瞇着眼睛 还拿起了望远镜 朝着远处的苍茫森林 果然不出陈思所谅 有几个黑点从森林边缘 也就是一处断崖上飞起 很快就追着阿伯奇而来 古风唇知道 翼龙跟一些飞禽一样 有着自己的领空 不会容许其他的同类 入侵自己的领地 而其他种类 便是他们的眼中钉 这些黑点在望远镜里面 很快就变得清晰了起来 一共有五只翼龙 朝着阿伯奇飞了过来 而阿伯奇 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怪物 仍然专心致志地 朝着既定目标飞来 腾腾的旋转轴声音 游远激近 纳尔勋等人脸上 都露出了劫后余声的笑容 可是 纳尔逊的笑容 很快就僵住了 因为那翼龙 已经可以用肉眼 就可以判断出来 纳尔逊的心跳加速 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上帝呀 这是什么怪物 这五只翼龙 头顶上长着一个长官 看起来就跟电影 侏罗纪公园里面的那些差不多 只是样子更加邪恶和恐怖而已 古风唇 虽然之前在尹城见过 但是毕竟那时候灯光不好 只是依稀见个轮廓 再加上忙着逃命 对夜龙的样子还是很陌生 此刻在望远镜里 近距离地观察这东西 心里也很是激动 不过 古风唇更关心的是那开着 阿伯奇的飞行员的性命 而看样子 这飞行员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自己被几个大家伙 尾随着过来了 纳尔逊回过神后 对着通讯器那边一阵大吼 似乎是通过指挥电台那边 让他们提醒飞行员注意安全 实际上 阿伯奇上面 有着高精度雷达和感应器 就算对付地对空导弹 也有全身之法 可是不巧的是 这幽灵岛实在太过诡异 阿伯奇上升到达小岛上空之后 飞机上的精密器材 全部像报废了一般 除了手动挡的可以操作外 其他精密的器材 基本都派不上用场了 本来机组人员想返回军舰的 但是由于充分考虑到飞机上 这些精密器材 都是用来防止敌人袭击的 而这里没有敌人 他们也就没有撤退 因为他们也知道 求援人员现在的处境很不妙 早一分钟到达 他们的性命的保障就高一点 可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将自己的命断送在了这里 等副驾驶员发现窗外 突然飞进一个庞然大雾的时候 一头一笼 已经从上面撞了下来 愚昧无知的一笼 当然不会知道 自己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 下场是非常可怜的 那高速旋转的两个螺旋桨 当场就把那头玉龙搅成了碎片 可阿伯奇也不好过 当即就猛地一颤身子 好像遭遇到了火箭袭击了一般 不受控制 马上就朝着一边栽了下去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马上就爆炸了开来 两个驾驶员当场就死亡了 目睹这一切的奈尔逊 目瞪口呆 已经不知道说点什么了 他喃喃说道 上帝呀 怎么会这样 陈次却面无表情 对着古风唇说道 怎么样 我们该启程了吧 古风唇却摇了摇头 说道 不 你看那一笼 似乎发现我们了 他手上的望远镜 还没有放下 见到剩余的四个翼龙 在低空徘徊着 很是警惕地说道 陈次却微微一笑 说道 你放心 这种翼龙并不是属于最恐怖的种类 它们日常只捕捉海里的鱼虾吃 除非主动侵扰它们 或者它们恶疯了 不然 一般是不会有事的 恐怖的翼龙 是一种 袖针版的翼龙 名字我不太记得了 它们的个头 也跟猫头鹰差不多 可是 它们却是真正的群群种类 跟蝙蝠差不多 遇上它们 就算是大型的霸王龙 都要变成一堆白骨 说完 陈次还若无其事地耸了耸肩膀 果然 剩余的翼龙很快地就盘旋向上 不一会儿 就朝着悬崖方向飞去 看样子是觅食去了 真不知道 被罗小丹等人见到了 会做什么感想 不过 古风唇却不会担心 罗小丹等人的安全 那里的人员和武器 别说几只小小的翼龙 就是一只现代化部队 都很难以短时间攻克它们 古风唇扭头看了一下纳尔逊 只见纳尔逊面如死灰 好像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他身边的那几个窝人 脸都青了 古风唇对着纳尔逊说道 纳尔逊先生 现在你们是自己走呢 还是跟随我们一起啊 纳尔逊脸侧犹豫了一下 又看了看旁边的窝人 咬牙说道 我们还是自己走吧 跟随这群疯狂的中国人 进入刚才损失了 他们十几名大兵的山谷 他可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再说了 沿着山谷进来的地方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他们宁愿 从那个地方退出去 也不愿意跟随着 古风唇等人去冒险 这群疯子 都是不要命的货色呀 古风唇也懒得理会他 按照陈次的计划 是让这群米国人和窝人 去龟虚那边探路 到时候再趁机夺了这些人的装备 所以让这些米国人 多消耗一点也是好的 不过想到这儿 古风唇突然心中就是一动 或许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 古风唇对着陈次使了一个眼色 然后说道 纳尔逊先生 其实啊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批买卖的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或者你有没有这个权利 来与我们交易罢了 纳尔逊眼前一亮 连忙说道 先生 我愿意 他没等古风唇说出做什么交易 就慢口答应 这米国大兵可没有什么国家荣誉感 打仗纯粹是为了高薪的范上 此刻听到对方愿意做交易 那意味着自己有机会活着 离开这个魔鬼一般的导影 他还有什么不可以答应的呢 我们需要一些装备 陈次见纳尔逊答应得如此爽快 连忙接过古风唇的话题 在谈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比古风唇熟练多了 什么装备 纳尔逊声音都变得有点激动了 他就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所有的物资都是由他来调配 要拨出点什么 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大问题 你们这支特殊部队的全部武装 我需要石头 包括衣服到枪剑 另外 我们还想借用你们的潜水钟 用一下 纳尔逊本来信心满满的 但是听到陈次的话 脸都绿了 这些装备 基本都是绝密资料 要是被中情局指导 自己泄露出去 那自己的下场 可想而知了 而那潜水钟 更是军方的绝密精密工具 比起飞机来 难度还更高一筹 而这中国人竟然狮子大开口 难道他们不知道 泄露这份资料 自己连军事法庭都不用上 直接枪毙都算轻的了 陈子说完这些 并没有大的表情变化 而是看着纳尔逊 纳尔逊看了看旁边的窝人 井上扒廊 咬了咬牙说道 装备 我最多能够搞出无头 而那潜水钟 重量非常庞大 需要操作人员也多 根本就晕不出去逐渐 陈子笑了笑 说道 这个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自有办法 陈子当然有办法 他根本就不想 把这潜水钟运送出去 本来他就想让米国人 在闺序里面碰壁 人马死得差不多的时候 过去接管人家的军舰 那一艘军舰 许多技术啊 军方的大佬们都在眼红呢 而现在 却遇到了这个纳尔逊 这家伙是个怂货 都不用使用什么花招 就迫使他屈服了 陈子甚至有点郁闷 米国大兵 什么时候这么说小了 但是想想也能够理解 这些大爷们 打战从来都是靠高科技 交战的时候 就靠倾斜炮弹 就足够把对方灭了几百次 然后再派陆军作战 这些大爷们 更是当子弹炮火 不用钱的猛杂 平民百姓 都能够当作恐怖分子来对待 战斗力也是一般 也因为这些大爷们 长期过分依赖高科技 和威力凶猛的武器 所以 手无寸铁的时候 他们 就显得特别弱小 与以前的战斗力 判若两人 而且 被这么多蜈蚣 吓了一阵子 胆子早就破了 哪里还有什么心智 来与陈四这老狐狸 斗智斗勇 陈四发现 现在 就是一个接管了 米国人军舰的大好机会 不过 他不能一味地 威迫人家 适当的时候 他还要给这个 纳尔逊点 甜头吃一下的 起码让纳尔逊知道 与他做交易 并不吃亏 可是 这交易 必须瞒着 窝人进行 陈四隐隐发现 这几个窝人 眉宇间 透露着一丝 鬼秘的感觉 心里对他们 很是提防 一挥手 几名船员 就过来 带走这几名窝人 和那名印度人 让他们围成一堆 抱头蹲了下去 做完了这一切 陈四意味深长地 笑了一下 还拿出了一盒香烟 滴了过去 让纳尔逊抽烟 纳尔逊 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 连忙接过香烟 但是 并不敢马上抽 他心里很是纳闷 自己久在军队当中 身上已经带了一股 平时积累起来的威严 但是 他这点戏场 在陈四面前 显然很不够看 看着陈四的眼神的时候 他心里是一阵战力 这人 威猛啊 他眼中的气势 只有那些 指挥过千军万马的 经历了无数战争的 大将军 才有的气势 他在西点军校 受教育的时候 他的教官 就是一名老军官 经过二战 和越南战争的家伙 他身上的威势 跟眼前的陈四相仿 但是相比之下 教官的威势 在陈四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纳尔逊 哆哆嗦嗦地点燃了烟 大口地抽了两下 陈四说道 那潜水中 你不必担心 我也没有考虑要搬走 想必 以你的权利 也无法从军舰当中 运走这东西 纳尔逊连连点头 说道 不错 军 要是我做了这些 我军舰 还没有返航 就会被太平洋军队 派人来抓我了 纳尔逊有点不解 怎么陈四竟然能够 体谅他的苦衷来了 我只要你答应 我需要用的时候 你能够配合我 把我的人 用潜水中送到水底 另外 我可能还需要用到 两艘小型潜艇 相信这个 你能够做得到吧 纳尔逊脸色僵硬 这陈四真的是 太过于无耻了 要求越提越多 他正犹豫的时候 陈四又说道 当然 你要是认为 我的要求太过分的话 你也可以不接受的 只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们来的时候 是中午时候 并不是岛上 猎食动物觅食的时机 所以来时很安静 可是现在 已经是下午四点二十分 等你们走到海岸的时候 天 基本就黑了 你应该学过 野外生存作战手册的内容吧 知道猎食者 什么时候去寻找猎物的 这里既然有一龙 就会有迅猛攻 说不定 连霸王龙这种东西都会存在 万一碰上完 那就要去见上帝了 陈四知道怎么去说 能够打动纳尔逊的心 纳尔逊一想 心里就凉嗖嗖的 陈四说的话 一点都没错 早上晚上 都是这些 掠食者出来活动的时候 撞上了 就必死无疑了 不过 他的眼睛一转 想到 就算现在答应你又怎么样 回到军舰上 我还是可以翻脸不认人 军舰上可是有几百个 好小伙子 说是你们 可是很容易的事情 想到这儿 纳尔逊心里就是一松 说道 好 我答应你们 陈四见纳尔逊上钩 于是说道 那好 口说无凭 我们要签订合约的 陈四说完这话 脸上露出了一丝 脚佳的笑容 这货想跟自己斗知斗用 还嫩着呢 自己都是个 活了上千年的狐狸了 什么事情没有见过呀 纳尔逊一听这个 脸都绿了 而陈四又继续说道 当然 你做这些事情 也很冒风险的 我会支付你一笔资金 甚至还可以给你弄一个护照 要是出事了 你可以到中国来 毕竟你驻守的琉球 离我们大陆也近 就算是游泳 相信你都可以游过来吧 陈四不理会 纳尔逊的愁眉苦脸 马上草拟出一份草稿 然后打开一个摄像头 让纳尔逊照念 其中的内容包括了 纳尔逊自认得到了 陈四的若干好处 然后将武器若干 卖给陈四的协议 协议一事一份 只有陈四拥有 但是纳尔逊知道 只要自己违约 那这一段视频 就可能在互联网上 散播开来 自己就要上军事法庭了 就算到时候可以辩解 自己的仕途 也就完蛋了 而陈四却认为 这个还不够 对付米国这些 当兵的流氓丘巴 这些无赖 未必会把一份合约 放在心上 但是 他还有更好的招数 来对付这些人 他拿出银针 在纳尔逊的头顶 百慧穴上 轻轻一扎 整支银针 就磨顶而入 凉嗖嗖 而却没有任何痛觉 吓得纳尔逊 哇哇大叫 这才是陈四的杀手锏 他知道 纳尔逊是个怕死的人 所以绝对不会 以身视险 脑子里被人家 扎了一根钢针 他哪儿还敢耍赖呀 陈四再三告诫了他 告诉纳尔逊 只有自己 才能拔出这根银针 纳尔逊基本就软了 陈四很是满意 纳尔逊的表现 但是 这只是他计划的 一部分而已 做完这一切 陈四宁笑了一下 走向了那几个 正抱着头 蹲在一块儿的 长相猥琐的窝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38集 陈四自然不会轻易 放过这些窝人 纳尔逊都被他狠狠地 勒索了一大笔保护费 这窝人 要是舍不得拔毛的话 说不定 会被陈四从保护的队伍里 剔除出去 自生自灭 而陈四也从窝人 那闪住的眼神里 察觉到 他们身上 是否知道什么秘密 不一会儿之后 陈四就心满意足地 躲着步子回来 看样子 是从窝人的口中 又得到了不少资料 陈四审问完了窝人之后 又旁问了纳康德一会儿 这名印度来的教授 根本就是军方 派过来走场的 根本就没他什么事 陈四只是从他嘴里 得知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 还在驱逐舰上面的 一个喇嘛 在那个流亡组织里面 地位非常高 可以说 是那个到处流窜的 喇嘛的心腹 这人应该知道 不少特殊信息 陈四留了一个心眼 看看什么时候找机会 跟这名喇嘛 好好商谈一下 做完这一切之后 陈四便让唐麦秋 率领一支分队 保护这些人 彻离小岛 朝着他们之前 来的方向而去 而纳尔逊 自始至终 都没有提及 要派人去搜寻 坠毁的阿伯奇 陈四也懒得 理会这事情 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 太阳 已经开始击沉 这海上的气候 变化非常大 一会儿晴天 一会儿乌云密布的 陈四抬头看一下 太阳的位置之后 就招呼谷风船 到他的身边来 谷风船见陈四 一脸兴奋的样子 有点奇怪地问 怎么 捡到榜了 是这么开心 陈四点了点头 说道 这个自然 勒索了 奈尔逊五套装备 这些装备 我军也在研究 但是部分技术 落后了不少 想达到 米国人现在的水平 起码 还需要投入巨资 研究六七年 你看到没有 残存的几名米国人 他们身上 连伤痕都没有一点 这就是那些 装备的厉害 除了防水火的 避弹衣和步枪 手榴弹 还有 就是他们的 智能系统 我们要是 获得这款装备 就基本可以 摸清优缺点 除了拉近距离 将来对抗的时候 我们也会 做足了准备 古风淳点了点头 陈四此刻表现出来的 并不是一个 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 更像军中的将领 对高科技和国际形势 都异常关注 看样子啊 陈四与他的少将身份 很合适 古风淳看了看时间 催陈四道 我们该启程了 陈四却摇了摇头说道 哦 现在不能往前走了 古风淳听了一呆 问道 为什么 陈四神情有点严肃 说道 你确定秋辉燕 一定会在山谷当中吗 古风淳点了点头 但是 马上又摇了摇头 对于秋辉燕 在山谷里面的感觉 完全是第六感识人 没有半点真平实距 虽然他一直很相信 自己的感觉 但也不能如此夸下海口 陈四点了点头 说道 切不说秋辉燕 是不是在这山谷里 我们现在这么一点人进去 根本就不够 里面的蜈蚣很多 要是他们又发疯一般涌出来 我们恐怕 就跟纳尔逊他们差不多了 陈四说到这里的时候 脸色呈现出一丝的凝重 陈四说的是实话 连他和古风淳在内 就一共只有37人登岛 然后又派遣了两人返回船只 传达命令 只剩下35人 又分了15人保护纳尔逊撤离 就只剩下20人 20人数量不算少了 可是此刻临近天黑 危险系数大为增加 这小岛诡异莫测 谁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未知的危险存在 陈四可不愿意冒险 让手下的人去送死 古风淳见陈四心存犹豫 于是说道 不用担心蜈蚣的问题 有了这东西 我相信蜈蚣不会对我们发动攻击 只要不主动去干扰他们的气息就好了 古风淳摊开掌心 像陈四索要的那块瓷经 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 陈四两眼迷离了一下 很快就明白古风淳要说的意思了 瓷经是很阴寒的东西 一般的蜈蚣都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 可是这小岛的蜈蚣却不一样 听纳尔逊说 这些蜈蚣是从温泉里用出来的 也就是说明 这里的蜈蚣喜欢热气的地方 而瓷经释放出来的阴寒气息 会让蜈蚣躲避还来不及 还怎么会来找他们的麻烦 想到这儿 陈四也微微一笑 说道 我知道了 但是仍然要小心行事 这小岛虽然不大 但是跟大金地的地理环境很是相像 万一存在那些邪恶的动物 那损失就大了 听到陈四提起大金地的事情 古风唇脸色也变得凝装了起来 人命不能而行 这话古风唇很是清楚 再三思索了一下后 古风唇终于咬牙说道 那好 我们在这里扎营 等待船上的援军和老唐回来 再做打算 你看怎么样 陈四看了古风唇一眼 然后又环视了周围苍茫的森林 说道 当然可以 最好是明天早上我们在动神 听了这话 古风唇嗡了一声 很是觉得奇怪 怎么陈四做事越来越胆小了 萧中华听到陈四下令扎营 马上就带人找了一个开阔的高定 砍开了荆棘 再放了一把火 烧开了一块空地 再从山谷里产来了沙子 在地面扑了一层 架起了帐篷 又在周围撒上了熊黄等须蛇的药物 看着忙碌的众人 陈四看了古风唇一眼 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保守了 古风唇点了点头 他知道自己很少有事情能够瞒得出陈四的 陈四却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说道 不是我太谨慎 而是我们身后 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我感觉到 秦川 已经在这个岛上了 而且 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动静 正盯着我们的 要是我们连夜行动 那岂不是方便他们从背后下黑手 古风唇眉头一皱 说道 他们怎么可能会发现我们呢 古风唇说道 此行非常隐秘 古风唇相信 秦川未必知道自己一行人的行踪 陈四却笑着说道 那是因为你低估了秦川 你应该树立一个这样的一种心理 那就是 无论你给秦川多高的评价 但是这个评价 还是低估了他的能耐 只有具备这种意识 你才能具备 在与秦川抗争当中 不会惨败告终 听了陈四的话 古风唇心理 关于秦川的疑问 又多了一感 秦川 真的那么厉害吗 陈四却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他抬头看了看天色 天边的晚霞 呈现一种瑰丽的色彩 服条一般的云朵 很是诡异 陈四嘴角慢慢变成了一个弧形 喃喃说道 今夜 不会很平静啊 如陈四所言 这一夜 的确不会很平静 因为 一场风暴 即将来临 船上的机器 测到气压的变化之后 几艘船 纷纷开进海湾之中 避开风暴 船上除了紧流扣守护船只的人员 其他人员都转移到了小岛上的高地上 当然 他们并没有像陈四他们那样深入岛屿 只是在岛屿的边缘部位 不过 援军 还是在太阳落山之前赶来了 是胡志伯和周小义带队 包括蒙马和达羽木在内的一群精锐 全部赶到了陈四的营地 而在暴雨来临之前 唐麦秋也带着 讹诈而来的五套特种军队的装备回来了 纳尔逊没有坑唐麦秋 全部是从仓库里调出来的全新产品 不过 每支枪械只配备了一个弹架 让唐麦秋觉得很不痛快 这种打子弹喷射极快的手提机关枪 一个弹架连五分钟都撑不住 所以 拿来 用处不当 只有在紧急关头上 用来重火力压制敌人 不过 唐麦秋也知道 臣子要的不是战力 而是技术 想把这技术倒走而已 众所周知 军方的仿制改造能力极强 不止军方 在华夏 仿制品极其泛淡 到处都是山寨产品 而且 很多产品 很是强悍 很雷人 让古风春觉得头痛的是 罗小丹 也跟随胡志伯等人到了营地 而营地搭建时间仓促 帐篷准备不足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空帐篷给他 罗小丹也不见外 直接占去了古风春的营房 把古风春赶到了陈寺那里去了 晚上七点左右 乌云密布 黄蜂斜着暴雨侵捧而下 而其中还夹杂着巨大的冰雹 砸在帐篷上扑扑作响 令人胆战心惊 而萧中华等人更是觉得蹊跷 幸好挑选了高地扎营 不然这时候营地就会被水淹了 大功率的发电机在哒哒作响 营地里灯火通明 陈寺和古风春两人坐在行军床上 手中拿着一张博纸仔细观看着 这是陈寺今天在那窝人身上 搜罗来的宝物 当然这只是仿造品 不过陈寺一眼就看出 真品的价值和意义来 古博上绘画了一幅航海图 这张航海图 这张航海图 可不是古风春之前所见过的那些 有着精密的精纬度或者神话色彩 这航海图严格来说 更倾向是一幅图画 图画上茫茫大海上 一个身材高大的武士站在海中 手指前方不远的地方 古风春沉吟了一下 他总觉得这一幅图不完整 好像还缺少了什么 古风春想了一下 对着陈寺说道 上次我们在零四二那里 看到的那张古地图呢 有没有带过来 拿出来看看 陈寺见古风春好像发现了什么 也不磨叽 马上就去翻杯囊 不一会儿就翻出了一张 一比一的赝品 原来的真品已经破损不堪 经不起大折腾 所以陈寺才让人防治出了这东西 古风春拿着古地图和从窝人手中夺来的图纸并排一起 仔细地看了起来 但是仍然没有找到什么头绪 这张地图 那窝人是从哪里得来的 顾风春不禁皱起了眉头说道 不过 他心里也有答案 窝人清华期间 从中国掠夺的国宝不计其数 这图纸是那时候被掠走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 他马上就询问了起来 陈寺却摇了摇头 说道 这图纸可不是被夺走的 他离开中原的年代可是很久远了 还是唐朝的时候 他就在中原拾取的踪迹了 被一个和尚带去了窝岛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陈寺冷笑了一下 见真和尚 顾风春试探地说了一句 东渡窝岛最有名的和尚 莫过于见真了 所以他才有这么疑问 而且年代都很符合 陈寺点了点头说道 你说得不错 的确是他 因为他看破了这地图的秘密 所以 为了避免招扰麻烦 和寻找地图中的秘密 于是冒险多次 来到了窝岛 但是到了窝岛以后 他就没有能力再前进一步了 因为 以当时窝岛的技术而言 根本造不出 适合他去寻找地图 点上位置的船只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陈寺只是微微一探 的确 那时候 窝人连文字都没有仿造完毙 就是一个如毛隐血的荒岛而已 哪有什么高级造船技术可言 古风淳有点无语 想不到 建真大师 竟然会跟这些事情 都扯得上关系 古风淳是个思维扩散 很厉害的人 很快 他就由建真东渡 想到了其他的事情上去 你说 唐武宗灭佛 是不是 是与这建真和尚有关 甚至 跟达玛灭佛都有关 古风淳想到这里的时候 眼睛就一亮 虽然建真和尚 距离武宗灭佛的年代 还有差距 但没准 是当时那神秘的第三股力量 发现了 已经有人发现了秘密 担心僧人 还有类似建真这类人物存在 于是 大开杀戒 解决这些人 一处后患 陈寺却淡然一笑 不认可否 却说道 这幅地图的真迹啊 不久前 落入了秦川的手中 我想尽了办法 都没能够从他手中得到 却没有想到 竟然能够从一个 窝奴的手中得到 真的算是天意了 陈寺说到这儿 眉眼间的庆幸 遮掩不住 古风唇 却不像他那么亢奋 因为这图纸的奥秘 他还没有参透出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寻找出归须的准确地点 迫在眉睫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算 得出了较为准确的方位 但是并不意味着 就能够百分之百 能够找得到 那数据的约束 就够潜水员们 辛苦十天半月的了 而在深度 一千三百米的海底 寻找一个入口 那跟大海捞针 也无区别了 而这个 只是陈寺单方面的劣势 秦川那边 根本就没有这个担心 因为秦川 就是当年的秦始皇 徐福当年就去过归须 虽然一去不复返 但是肯定会给秦川 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找起来 也就比陈寺占据了 大量的优势 古风唇想了一下 两张图纸 一点联系都没有 这不得不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 古风唇摇了摇头 拿起了两张图纸 仔细观摸了一下 仍然没有什么发现 他只好无奈 把图纸叠起来 放在一边 这时候 陈寺放在一边的 大功率对讲机 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唐麦秋的声音 马上就传了过来 老陈 听到我说话没有 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陈寺连忙打道 我在听着 请教 在这岛上 很多精密的通讯仪器 都发挥不了作用 只有最简单的对讲机 能够接收到微弱的信号 陈寺为了增强讯号 可是做了不少功夫 在这里的 防止干扰仪 都设置了几台在附近 唐麦秋说道 我们在军寻 发现海岸线上 出现火光 从美国人 今天退走的地方过来 很是可疑 营地要提高戒备 唐麦秋的担心 不是空穴来风的 今天纳尔逊等人 回到军舰之后 马上就远离着岛屿 没有在座停留 而这时候来的人 就不可能是他们了 就算是他们 也有必须防备的心理 谁让陈寺今天 把人家敲诈得太狠了 要是谁都会不服气的 做出点出格的事情来 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 陈寺率先想到的 却是 秦川来了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这个老对手 秦川这次亲自出马 那本身就释放出一个信号 他对这次的归须之旅 志在必得 而他选择在暴风雨中等到 也是向陈寺释放一个信号 甚至是挑衅的信号 告诉陈寺 他已经来了 而且无惧任何困难 包括陈寺在内 陈寺听到了 唐麦秋的话 眉头一聪 不过 很快就舒展开来 他说道 知道了 赵灰巡逻队 应该是秦川的人 秦川的行军很随硬 根本无章法可言 他要是针对我们的话 你现在看到了他的队伍 说不定 他的先锋队 早就上岸包抄我们了 唐麦秋听到陈寺的话 马上就往回撤 他也耳闻 扇子风黑豹 这个背后老板的实力 极极强大 陈寺对他 都有几分忌惮 他就没必要去啃 这种硬骨头了 还是让陈寺自己来应付吧 古风唇见陈寺 梅雨之间 还是很轻松 问道 秦川也在岛上了 你不怕 陈寺轻蔑地笑了一下 说道 很多人怕他 我却未必 因为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是神格化的 而在我眼里 他只是个 同类怪物而已 就比我大那么几岁罢了 何举之有 古风唇倒是一时雨色 想到陈寺 也是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 心里才释然了一点 俩人都是妞哄哄的家伙 谁也不服谁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39集 陈志华虽然这样说 但是 却没有放松警惕 马上就让人准备了 应战的准备 他很清楚 秦川就是能耐再大 也不会认为 在突袭之下 就能够解决自己 但是发动一场袭击 让自己忙个 焦头烂额的兴趣 还是会有的 很快 整个营地 都戒备了起来 外松内紧 如临大敌 就在陈四 做出了这番动作的时候 秦川 穿着防水斗篷 隔着茫茫雨帘 眼睛望向几公里外 陈四的营地 那里灯火通明 在狂风暴雨当中 那些淡黄色的灯光 静谧地在帐篷里面摇晃着 让人觉得 那帐篷 就是他们这些旅途奔波的人 一个安静的港湾 秦川嘴角 闪现一丝微笑 对着一旁的金银花说道 金银 跟我一起 去拜访个老朋友 金银花默默地点了点头 说道 是 旁边的青铜却说道 主人 他们应该也发现了我们 他们安排下的狙击手 恐怕不少 这样子过去 恐怕会有危险 秦川却笑了笑 说道 要是连陈紫云的地盘 我都进不了 那我早就不知道 死了多少次了 青铜 你也不要闲着 待人连夜赶路 沿着山谷往上走 要小心山洪爆发和毒物 不用为了等我 而耽误了行程 我能追得上你们的 青铜应了一声 是之后 就默不作声 手一挥 让手下朝着 既定的目标离去了 青铜深知主人的脾气 一旦做了决定 就绝对不会更改 所以 他也没有必要浪费口舌了 保护好主人 青铜对着金银花 道了一句 就扬长而去 谁 口令 前哨很快就发现 从一个陡坡上 正慢慢走来了两个人 这两人身上都穿着防水斗篷 身上似乎还带着武器 可是看上去 他们这身装扮 跟队伍的人员不一致 所以 前哨很快就端起了枪械 喝止两人 告诉陈四隽 故人来访 是姓秦的朋友 不等秦川发话 金银花快速回答了前哨的问题 两人似乎有恃无恐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 竟然如此气定神闲 那前哨心里很是郁闷 这个鸟不拉屎的孤岛 竟然还会有船长的固有 这是怪事了 他不敢松懈 对着队讲机说了几句话 那边快速地就回答了两句 很显然 上面也不知道 陈四这位固有的身份 让他不要放松警惕 实际上 早就埋伏起来的狙击手 已经朝秦川和金银花身上瞄准了 要是陈四一个命令下来 包准一枪毙命 陈四做完的安排之后 又一股封纯再研究起 那两张图纸的奥妙来 这里警卫如临 在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后 陈四根本就没有再紧张 秦川的事情来 不过 从对讲机里听到 有一名姓秦的固有来访 他就笑了 凤淳 收起这图纸来 那家伙来了 他胆子还是那么大 一点都没有变化呀 陈四笑了笑说道 古凤淳早就从陈四 那个噪音不小的对讲机里 听到了肖中华的报告 心里也有了答案 猜测此人就是秦川 很有气度嘛 古凤淳是这样评价秦川的 秦川和陈四两人的矛盾已久 双方能够放下恩怨的时候不多 这种送羊入虎口的事情 秦川都还敢做 不得不让人佩服 请他进来吧 陈四轻松说道 没有丝毫的压迫感 但是 古凤淳心跳却微微加速 虽然他早已经知道自己见过秦川一次了 可是那时候并不知道他就是嬴政 此时再见着千古一帝的时候 心里难免有些澎湃 过了一会儿 陈四帐篷就被挑开 一阵狂风夹杂着雨雾就飘了进来 萧中华一脸凝重地引领着一个中年男子和一名身材微胖的女子进来 这女子就是金银花 古凤淳曾经与金银花交过手 可是此刻他却认不得这个女人 只是见这女人五官端正 说不上漂亮 眉宇间隐隐还有一股金国不让须眉的感觉 两人进来后 后脚就有八子和胡志伯进来 两人也是神情凝重的样子 看样子还是老熟人 应该打过交道 吃过亏的 他们两个与之前进来的萧中华 隐隐成一个三角形 把来人围了起来 陈四却一脸春风的样子 对着进来的秦川微微一笑 说道 来了老不死的 秦川那充满了威严的脸庞 也透露出一丝笑意 说道 不错 来看看你 想不到我变年轻了 而你却开始变老了 看着陈四头上逐渐变出的白发 秦川这话让古风唇不胜唏嘘 这一年多来 陈四的衰老速度真的是很恐怖 实陈四的头发 基本全白了 全靠染发剂的效果 才让人没有发现陈四的变化 生老病死 本来就很正常 陈四淡然说道 然后对着萧中华等人挥了挥手 说道 你们出去吧 有事情 我再叫你们 萧中华的眉头微微一皱 但是很快就点了点头 带着八子和胡志婆退了出去 可是三人却没有丝毫地放松 按想应该是陈四还有事情与秦川商量 暂时还没有四婆脸皮 他们都是与秦川打过交道的资深户乱 知道秦川和他身边那个女人的可怕 一退出帐篷之后 胡志婆马上就去招呼起其他兄弟来 把帐篷周围团团围住 秦川点了点头说道 怎么不欢迎我 来了那么久 连张凳子都不请我坐 秦川的眼神从沉思的脸上 渐渐就扫到了古风唇的身上去 他看了看古风唇 点头赞许了一下 又说道 一年不见 你到时又进步不少了 说到这儿 他就笑盈盈地对着旁边的金银花说道 金银啊 这回你要是再遇到他 可胜算就更低了 金银花浑身一颤 他早就认出了臣子旁边坐着的古风唇 不过 他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傲然说道 恐怕未病 他进步虽然神颂 但是 我也不慢啊 听了金银花的话 秦川满意地笑了一下 镜字走到了臣子旁边的一张折叠椅旁边 坐了下来 完全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客人 金银花则走到他的身后 如一座山一般 静静地毫无动作 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压抑了起来 古风唇本来想开口说话的 但是 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只好作罢 眼睛却忙个不停 在秦川的脸上不停地打量着 陈四也盯着秦川的脸面 看了一下 好一会儿才说道 轮回印里面 铸藏的能量 你都用光了 一个灵魂可以延长一天 看样子 你已经恢复到巅峰的时候了 秦川却摇了摇头 说道 哪有 那东西不是在你手上了吗 你应该知道 那东西里面到底 住藏了多少灵魂 你知道我把轮回印给你的意思 为什么不用它 哼 我不想变成你 陈子微微一笑 古风唇听着这两人的对话 却听得不是很明白 不过他却没有插嘴 静静倾听这两个重量级的老妖怪说话 变成我 你错了 紫云 秦川很熟悉地叫起陈子过去的名字 慢慢说道 等你活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过去的那些坚持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 你应该活不了这么久了 秦川说到这里的时候 竟然悠悠一叹 说道 唉 放弄 放弃吧 现在退出 我保证不为难你 以后 我也不会干扰你的世界 到了现在 你认为 我还会向你妥协吗 陈子哈哈一笑 说道 不是像我 是像他们 秦川神情凝重地说道 我与他们对抗的时间比你长 也比你更了解他们 我都能够向他们妥协了 为什么你就不能呢 秦川继续说道 古风唇听到这儿 似乎觉得 有点明白了 这个他们 应该是指第三方设立 古风唇心里 也很是骇人 那第三股设立 也实在太厉害了吧 听口气 连秦川这种角色 都对他们屈服了 因为我不是你 陈子呼地一下站了起来 对着秦川问道 你跟他们又有了新的协议了 对吧 不错 秦川回答得很彻底 昨天 他们的代表在我的船上 与我进行了一次交谈 秦川淡然说道 是那个女孩子 我想 你应该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吧 九回燕 古风唇和陈子 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秦川嗡了一声 继续说道 不错 就是她 她已经向我保证 我能够得到自己 所希望得到的东西 只是 只是不干扰 他们的行动即可 他们对你的要求 也是 也是如此 这个要求 说实在的 并不过分 秦川 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对你来说 当然不过分 陈子冷笑了一声 说道 你们的目的 本来就是一致的 迷惑你的八卿 就是他们的人 一直到这个秋灰燕 一直都是他们的手段之一 你别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所做的一切 不就是为了找到八卿吗 八卿就在神殿 而他们的目标 也是神殿 虽然我不知道下面 还有什么阴谋 但是我却可以 从他们这数千年的 座位来看 得出一个很明朗的结果 那就是 如果他们成功后 这世界 却与这种东西打交道 弄得生灵涂炭 被后人骂为暴君 值得吗 秦川看着一脸激动的陈寺 只是挥手擦去 陈寺口中喷出来的墨子 慢慢说道 你说得不错 当年我与他们合作 的确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但是 我嬴政 却是对得起这天下 万万千千的百姓 我不负他们 是他们负我 秦川说到这里的时候 也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他个头比陈寺高大许多 对比之下 陈寺就显得有点 势单力薄了 古风唇见两人 打尽了戚风 知道两人说的 都是千年往事 牵涉纠缠到现在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 如何打圆场 只知道 要是动起手来 秦川绝对不会占到便宜 帐篷外面 至少占着二十人呢 各个都是一流的好手 就算秦川插翅 也难逃离出去 秦川身上散发出 凌烈的杀气 咬着牙说道 朕当年 既成先祖威廉 历经屠治 扫荡六国 昏勇君主 统一华夏 书同文 车同鬼 统一渡两恒 让散作一团的华夏族 凝聚成形 此等功勋 史书有何评价 一笔带过 甚至于佛 还说朕刻薄寡恩 不分疯子弟 他们眼光何其短浅 朕不堪一家一姓之力 但求天下 不再戍国动兵 这何过错 北极匈奴 南定百岳 开疆阔土 为后世子孙 守江户土 迁徙我关中 秦人 到岭南落户 让华夏江域 扩大一倍有余 此等功勋 史书 何等评价 穷兵独武 这就是后人给朕的评价 可是朕在统一六国当中 可有灭一宗庙 可有屠杀一城 而我大秦崩溃之时 朕的百姓被屠戮 朕的宗师被灭绝 朕的士兵被吭哨 凭什么 他们就是正义 朕就是暴君 秦川这一番话 几乎是咆哮着说出来 字字敲在古风唇的心里 重若千军 这秦川 其实 真的挺可怜的 古风唇心里想到 几千年来 被弄得名气臭气熏天 想起来就很难过 堂堂一个千古一帝 本来可以方明千古的 可是 却偏偏去吃 那个什么不死药 结果 休眠期间 儿子们为了全力 同事曹哥 掀起了血雨腥风 后来房子 也被人家烧了 家属也被杀得干净了 也不知道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而更难受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王朝统治者 为了彰显自己的伟大 他们不去做一些 利国利民的好事 反而总喜欢 在这个可怜的家伙身上 挑毛病 泼黑水 然后就成了贪婪无比 残暴刻薄的无情帝王 数不清的黑锅 就往他的头上扣上来 秦川咆哮完后 陈寺却轻轻一笑 说道 不错 那你也应该知道 这些事情 并不是寻常人 能够做得出来的 是他们的事意下 历史才会被改动 很多惨事才会被发生 你现在 为何还与虎谋皮 秦川却轻蔑地摇了摇头 说道 与虎谋皮 错了 他们是谁 我比你更清楚 这一切 全归于他们的头上 才是错误 人类本身的略根性 只要稍稍挑动一下 就可以制造出 几打的破坏力 根本不会冷静 去甄别事实与否 这才是根本 这样的一种生命 根本就不应该 存在于世上 秦川说到这里的时候 陈寺的眉头 明显地皱了一下 他喝道 秦川 你本身 也是一个人来的 秦川冷冷一笑 说道 人 你见过活了两千三百年的人吗 臣死 别自欺欺人了 我们早就不是人类了 哪怕你还有着人类的思维和惯性 可是本质上 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将来你死了 也会变成他们的样子 这 就是你我的宿命 所以 你现在是在与自己对抗 你懂吗 秦川面目就变得猙獰了起来 陈寺长长地虚出了一口气 好一会儿才说道 其实 你早就知道 事情任由发展下去的结果了 对吧 秦川 秦川点了点头 说道 的确如此 这个结果 你也早就知道了 只是你不肯定罢了 别以为只有你的人 在我这边打探消息 你这里的消息 我一样知道的一清二楚 甚至比你还清楚 说到这儿 秦川冷冷一笑 接着说道 你们两个早已经知道了 这月亮的秘密 不错 这个就是重点 月球就是他们的飞行器 启动装置就在神殿那里 归须这里的最后一把钥匙 拿到钥匙 打开神殿之后 那 就可以把装置激活 一旦激活的 八卿 就可以活得自由 活 也可以活得自由 秦川说到这里的时候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可陈寺却力声说道 那你可知道 你这样做 会害死多少人 月球一发生移动 地球就会引发海啸 甚至还会偏离轨道 引发的后果 不但是人类要灭亡 整个星球都会因此灭亡 到时候 就算你能够跟八卿在一起 又有何用处 守着一片永久荒凉的废墟 地久天长吗 陈寺的话中 尽时讽刺 秦川却摇了摇头 说道 陈寺 你错了 到了神殿 我们的生命形势 是会发生转换的 到时候 这个世界 对于你我来说 已经没有了意义了 陈寺却是冷冷一横 而古风唇 却是心里一动 生命形式的转换 是史前人类的一项实验 这些生命体 只是以精神为存在 它们最迫切的需求 就是拥有实体生命 但是实体生命 总是有弊端的 那就是不长久 就是有不死要在 也维持不到 它们所需求的时间 想到这个问题 古风唇又想到了自己 所谓进化的终端产物 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自己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陈寺撇了撇嘴 仿佛对秦川的话 很是不信 秦川却叹了一口气 对着陈寺说道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话已经跟你说了 自己考虑一下吧 陈寺心里一动 马上就想到了什么 说道 这次你来找我 说这一番话 恐怕 也不是你的意思 是邱辉燕 授应你跟我说的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四十集 秦川微微一正 悬又脸色如常 说道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陈寺说道 那就请转告他们 我是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 人类既然已经生活在这个星球上 就有生存下去的意义 人类的发展 不容他们来干预 我会一直与他们抗争到底的 秦川 秦川对陈寺的话不屑一顾 说道 那人类 凭什么 去干预这星球上 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力呢 在人类的 在人类的五千年文明里 人类毁灭了多少生灵 屠杀了多少生命 凭什么 人类就可以 以主人的身份去驯服 去驱使 去食用 其他的物种呢 人类 不过是寄生虫而已 他们可曾为了这个星球 做过什么 除了破坏 他们有什么作为可言 秦川这一番话 说得陈寺哑口无言 实际陈寺也知道这个问题 自从人类走上了一条 物质文明世界的道路后 对自然界的索取 是极大的 这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 也就只有灭亡而已 见陈寺哑口无言 古风唇马上站了起来 说道 那是因为史前人类 故意让人类 进入这种圈子里 他们的阴谋使然之下 才会造就这样的结果 人类在起源发展的时候 本来是可以 在精神化发展 和物质化发展之中 选择起因 而史前人类 却在背后做了推手 把人类推向 这么一条道路上来了而已 秦川眼睛 凛冽地朝着古风唇一看 古风唇毫不 也两眼盯着秦川 秦川 古风唇 真忙相对 哈哈大笑了一声 连说了三个好字 然后就说道 小子 你说得不错 可是史前人类 无论做什么 最终的选择权 都是在人类的手上 你懂吗 他们虽然不安好心 可是人类自己 却没有真别 就由自取罢了 说到这里 秦川身上的凛冽之气就消失 他脸色平和地说道 三天后 我在闺序等你 他这话 是对着古风唇说的 而古风唇却耸耸耸肩膀说道 无所谓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还怕你在那里等我 古风唇见秦川 已经彻底倒向了史前人类的那一边 就知道秦川是敌非要 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秦川却笑了笑 说道 你难道不想要回那水晶人头吗 不想知道你母亲的事情 小子 这世界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子的 说完 他就意味深长地看了陈寺一眼 然后说道 闺序的具体地点 我想你们还是没有找到吧 给你们个提醒吧 两张图纸重叠一起 再看看方向就知道了 说完 他把斗篷披上 甩来甩身上的水中 带着金银花就离开了帐篷 小中华等人在雨里淋了半晌 怎么容得他如此安逸离开 正准备发难的时候 对讲机里传出了一句声音 说道 放他们走 不用理会他们 小中华 小中华又气又恨的 恨是不理解陈寺此番作为是为何 送上门来的大鱼也不抓 陈寺傻了吗 陈寺却对着古风淳解释道 秦川既然敢敢这样子来这里 就自然有着有恃无恐的东西 何苦要冒险呢 古风淳点了点头 但是他心里却说道 恐怕就算你知道他身上没有任何可以威胁到你的东西 你也不会抓他们 古风淳很是了解陈寺这人 实际上秦川和陈寺是同一种人 惺惺相惜 同时又想置对方于死地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那最后一步 如果这旅程双方一个在半路就挂掉了 不但不会觉得是好事 反而觉得是遗憾和惋惜 要知道 他们都已经敌对了许多年 也是彼此间最了解的人 古风淳听到了秦川的指点 很快就忙碌了起来 拿起两张图纸重叠了起来 放在灯火里照着 然后仔细看着透过来的轮廓 无奈这脖子太厚 根本就无法透光 古风淳只好睁大眼睛 仔细观察这两幅图的细节 然后在脑海里 凭空想象出 这两张图纸重叠时候的空间图 一幅地图在古风淳的脑海里慢慢形成 也只有他如此缜密的头脑 才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他闭上了眼睛 手里却拿过一个圆规 在桌面上的白纸上不停地笔划着 陈四在一旁站着不敢打扰 而古风淳脸色通红 两久之后突然就喝道 我知道了 马上抽起桌上的铅笔 快速地写下了一个坐标数据交给陈四 他兴奋地说道 就是这儿 陈四的脸抽出了一下 很快就从背囊里拿出平板电脑 打开了谷歌地图 输入了这个坐标后 他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来 好小子 真有你的 陈四赞道 而就在这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惊呼声 随后就是一阵枪声的扫射 陈四脸色一变 拿起对讲机喝倒 发生什么事了 唐麦秋的声音很快就传了过来 说有不明动物袭击 他们从天空里扑落下来 营地左边已经有三名队员受伤 暂时无大碍 怀疑是吸血蝙蝠 陈四却是一脸铁青 说道 坏事 不是吸血蝙蝠 应该是小型翼龙 这东西跟鹰差不多 但是攻击能力却比鹰厉害多了 而且是团体行动 熄灭灯火 寻找掩护 子弹给我朝着天空狠狠扫射 千万要压制住他们 不然整个营地都危险 陈四的口吻很是严厉 是秦川使得诡计 古风唇见陈四一脸铁青的样子 还关了灯火 马上就问道 陈四摇了摇头说道 不会是他 不过 很可能是他的人招惹出来的麻烦 这种暴雨夜晚 这些飞行动物 本来很安静的 躲在巢穴里避雨猜对 可是突然出现 应该是秦川的人 不小心惹毛了这些家伙 这老不死的 还真会连累人 古风唇突然想起罗小丹来 连忙说道 我过去照看一下小丹 如果这东西这么危险 我得守住它 陈四点了点头说道 确保 知道 君子不要离身 发现要东西攻击 不要手软 这些都是食肉动物来的 霸王龙都不是他们 集体行动时候的对手 古风唇点了点头 大步就消失在 帐篷外面的雨帘里 连雨衣都没有穿意见 罗小丹这时候已经睡下 人正躺在行军床的 被窝里看书 听到外面的枪声 一下子就静坐了起来 他知道这些地方不平静 马上就要穿衣服 可是就这时候 营地的店员 被臣子命令断掉 情急之下 连衣服都找不到 周围漆黑的一片 等他摸索到自己的衣服 还没有穿上的时候 古风唇就已经闯了进来 把他吓得一声尖叫 黑暗里 罗小丹看不清楚古风唇 可是古风唇那夜视眼却清楚地看到半身已经坐立起来的罗小丹 罗小丹身上只穿着胸衣 古风唇清楚地看到那起伏的波涛 他的呼吸顿时就急促了起来 是我 古风唇连忙表明了身份 他可是看到罗小丹的手往枕头那边快速摸去 枕头下面可是一把后座力较小的手枪 要是被罗小丹打了个枪眼 那可是倒霉了 听到古风唇的声音 罗小丹才稍微安定了下来 古风唇很规矩地转过身去 大声说道 外面有情况 快穿好衣服 跟我出去 罗小丹见古风唇如此急促来寻找自己 心中一喜 看样子在古风唇心中的地位没有变吧 但是他又有点不可思议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没穿衣服的 事情容不得罗小丹思考 因为这时候 头顶的帐篷突然就发出了哗啦扑扑的声音来 而这并不是雨声和风的吹动 而是某种动物在拍打着帐篷的顶部 什么东西来的 罗小丹顾不得穿上外衣 颤声问道 陈思说可能是翼龙 体型比较小的一种 但是攻击力很强 古风唇答道 是森林翼龙吗 罗小丹马上就道出了一个名字 森林翼龙 是一种绣针形的翼龙 看来 罗小丹在这方面的知识 又进步了不少 古风唇点了点头 说道 应该是吧 他的话没落音 头顶的帐篷就传来了 咔嚓嚓嚓的声音 这军方专用防水防磨损的帆布 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被撕开了 雨水混合着细小的冰雹 杀在人身上 让罗小丹又冷又疼 这时候 整个营地已经炸锅了起来 在陈思的命令下 众人不能开灯火 可是 这并没有影响到众人 这些家伙 都是使用夜市仪的老手 戴上了夜市仪 手中火气 就不住地朝空中 喷出一缩缩子弹 一天空的翼龙的鲜血 夹杂着雨水落下 地上也掉下了不少 或死或伤的翼龙 古风唇间帐篷裂了开来 马上就往罗小丹身边 扑了过去 把只穿着胸衣的罗小丹 紧急地抱住 幸好罗小丹下面 是穿着一条睡裤 不然就春光乍蟹了 古风唇却顾不得看美女 因为头顶几个身子像鸟 但是却满嘴獠牙的东西 扑落下来 这货 就是所谓的翼龙吗 古风唇心里很是诧异 咒死 古风唇心里暗挡 一手抱住罗小丹 另外一只手抽出了君刺 往头顶上一挡 那翼龙就被锋利的君刺 断成了两半 血水喷了古风唇一脸 放开我 罗小丹的脸 煞时间就红了起来 小声抗一道 古风唇这时候 正绊抱着罗小丹 弦竹手刚好落在人家的双风上 可是精神高度紧张的古风唇 哪知道 刺激无意中 占了人家便宜了 见另外一只翼龙扑落下来 马上又快速一进 砍下了翼龙半个脑袋来 翼龙落地 并没有马上死去 而是不断地扑腾着 但是围在帐篷上的翼龙 无计其数 很快就有更多的翼龙扑落下来 古风唇身上沾染着翼龙的心血 这样更加刺激了这些疯狂的家伙 他们朝着古风唇张大利口 扑腾而来 口中还发出类似乌鸦的呱呱声 古风唇倒吸了一口良情 他一个人可不是这么多翼龙的对手啊 这些东西牙尖嘴利的 咬伤一口都是大伤啊 他马上灵机一动 拉起行军床上的被子 一下子就把他和罗小丹都裹了起来 这被子才一裹上 翼龙就扑到了被子外面 又撕又咬的 古风唇也没有闲着 他不禁要护着在被窝里的罗小丹 另外一只手还把军刺不断地隔着被子刺出去 每刺一下就有一个翼龙中招 三棱军刺的杀伤力不仅是因为锋利 而是那独特的造型 被刺中 伤口多面 而且血槽大 放血快 是杀人放火的必备武器之一 而古风唇手上的这把军刺 更是削铁如泥 用起来倍加顺手 用不了多久 外面就渐渐平静了下来 但是好端端的一床棉被 布满了窟窿 又沾满了血迹和雨水 已经不能用了 外面的枪声也早已经停息 这并不是因为翼龙被解决了 而是这些翼龙已经到达了低空地带 开枪扫射会误伤到同伴 这些大杀器 一抠扳机都能喷出十几颗子弹 打在人身上铁定是死 所以大家都只能用军刺砍杀 幸运的是 由于得知秦川的来临 陈四下令众人加强了戒备 所以大伙基本都是穿着B弹衣 头戴头盔夜市仪的 武装到了牙齿 所以近身搏斗的劣势并不算太大 要知道陈四对于这些人的安全设施 做得非常到位 B弹衣就有两件 一件是常规型号的钢板材质的B弹衣 而另外一种 却是以色列最先进的纤维B弹衣 两者合一 一般的子弹打在身上要害部分 基本都是死不了人的 这样的装备 应付起这些小型翼龙来 无疑是等于救命的宝物 翼龙行动敏捷 而且数量众多 但是在攻击的时候 扑进身边的四药 短时间内无法对人造成大伤害 所以反应过来的队员们的军刺 就快速朝着他们的脑袋砍落了 整体上来说 还是势均力敌的 不过也有个别不敬的队员 被翼龙击落了头盔 护目镜 下场也很严重 从发出来的惨叫声中就可以得知一二 风淳 你在哪儿 陈子在混乱当中发出了呼唤 很显然 他是在担心古风淳的安危 我在这里 很安全 你呢 古风淳抱着罗小丹 钻进行军床里 扯下床垫上的被单 给罗小丹披上 混乱中 罗小丹的衣服 早就不知道被风吹到哪里去了 整个帐篷已经塌陷了下来 覆盖在行军床上 正好把他们两个覆盖住 待着别动 等安全了再出来 罗小丹呢 陈子这才想起 古风淳是去找罗小丹了 这个重色轻有的家伙 也在这儿 他也没事 古风淳扯着喉咙硬道 古风淳本来想离开这里 出去帮忙的 但是却被罗小丹一手拉住他 说道 风淳 别走 我怕 古风淳略以犹豫 咬了咬牙说道 好 我不走 在狭窄的行军床下面 两人都能够感受到 彼此呼吸的气息 古风淳甚至能够听到 罗小丹那剧烈的心跳 一下子 他的脸也变红了起来 听到古风淳的承诺 罗小丹才松了一口气 本来 他是一个很要强的女生 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 在古风淳身边的时候 他却刚强不起来 这时候 他只想在古风淳的肩膀上 好好地靠一下 古风淳却很是尴尬 他与罗小丹独处过很多时间 但是这一次 却是距离最近的一次 古风淳正想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 好让自己没那么紧张 却听到罗小丹说道 风淳 温冷 说这话的时候 罗小丹的牙齿还发出了咯咯的声音 古风淳这才想起 罗小丹身上并没有穿多少衣服 身下是一条单薄的睡裤 而上身只有胸衣 披着一条已经湿透了的毯子 床底也被雨水浸泡潮湿了 到处都是冰冷的一片 古风淳马上就脱下了身上的衬衣 递给了罗小丹 说道 穿上我的衣服 虽然他的衣服也早已经湿透了 但是好歹还余留着他身上的体温 罗小丹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了古风淳的衣服 他心里却有点酸酸的 心想 人家只是想要你抱抱 不是想要你的衣服 等罗小丹笨拙地穿上了他的衣服之后 古风淳又问道 还冷吗 罗小丹点了点头 这回不说话了 古风淳深吸了一口气 鼓起了勇气 慢慢地把罗小丹抱住 说道 这样子应该会暖和一些 罗小丹轻轻一震 可是马上就停止 而是很温柔地嗡了一声 趴在了古风淳的肩上 只是 罗小丹感觉到自己的脸上 很是火烫 耳根也是烫得厉害 心跳就更不用说了 以前在大庆地上被无数恐怖的东西在身后追着的时候 心跳也没有这么快过 但是此刻 他却感觉到很温暖 很踏实 这种温暖 自从童年离开了父母的怀抱之后 就没有过来 风淳 小丹 两人几乎同时说话了 你先说吧 古风淳干笑了一下 谦让地说道 还是你先说吧 罗小丹脸色有点扭泥 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我吗 从没有谈过恋爱的古风淳同学 终于鼓起勇气 问出了这个问题 问完这个问题 他的额头上 密出了一丝汗珠 看样子 就知道这方面的经验 严重不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四十一集 罗小丹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地抱住古风淳 两久才说道 喜欢 古风淳听了这话 心中大是欣喜 狠狠地在罗小丹的额头上 亲了一下 罗小丹 却把香醇凑了过来 两人就羞涩地 吻在了一起 外面的喧哗和危险 似乎已经与两人无关了 老陈 这样子下去 可不行啊 唐麦秋浑身是血 凑到陈寺身边 大大的虚了一口气道 雨水混淆着大火的摄影 所以大家的反应能力 并不如平常 这时候 队伍里的损失 已经超出了唐麦秋 心中安全的技术 我知道 陈寺冷冷地说道 可是 在这种环境里 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 只有死战到底了 陈寺是个行军打战的好手 知道在这种子地里 只有硬碰才有可能活下去 但是 我们的体力已经支撑不住了呀 唐麦秋说到这儿 后脑就感觉到了一股进风吹来 大喝了一声 回首就把来袭击他的翼龙劈死 鲜血又把他整个后背都沾湿了 陈寺也知道这个道理 这种高强度的对抗 大家可撑不了多久的 老肖 派人去将那几台 抗干扰器的频率调乱 让它们释放出杂乱的电磁信心 陈寺突然就想到了这个 飞行动物对磁场 都有一定的依赖作用 这小岛的磁场 本来就是异常的 但是对于这里的生物来说 或许 它们早已经适应了 这种异常的环境 但是释放出全新的 陌生的电磁之后 或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好 这不 你负责东边那一台 八道 西边 小岷北边 东边我亲自来 得到陈寺的命令 萧中华不敢怠慢 都是让自己的老兄弟出马 他清楚 自己这些兄弟们的实力 也只有他们 可以在这么多的翼龙袭击下 还有能力分心去完成其他事情的能力 陈寺带来的抗干扰仪器 只需要调整一下 就可以变成干扰仪 释放出来的电磁 足以干扰附近五公里内的磁场环境 萧中华快速前进着 也不知道一路上砍杀了多少翼龙 只知道光是军刺就换了两根 这些翼龙的皮肉十分坚韧 砍杀他们的时候 对军刺的磨损也是非常大的 傻傻傻 八子是第一个跑到抗干扰仪旁边的人 解开披在抗干扰仪上的防水棚布 他一下子就把上面所有的旋转器 朝着相反的地方扭到尽头 抗干扰仪顿时就发出沙沙的嘈杂声 而众人腰间的对讲机 更是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鸦鸦的乌鸦一般的声音 也骤然响起 这一群翼龙顿时就好像失去了方向感一般 混乱碰撞 不少翼龙还掉落在地上 云头转向一般 飞都飞不起来了 没有了袭击众人的心思 而众人却秉着痛打落水狗的宗旨 趁机一阵猛杀 不少翼龙更是惊慌之下 摇摇晃晃地朝着远处飞走了 终于都飞走了吗 众人见这些翼龙逃着夭夭 只剩下伤残在泥水里扑腾 发出那压压的让人心烦的悲鸣声 但是很快被队员们一一寻找 用君子捅死 本来可以用子弹快速解决的 但是众人觉得这样不解恨 这些翼龙的出现 从开始到结束 不过出现了十来分钟 可是营地却是一片狼藉 许多帐篷已经倒塌 不少还被撕虫了碎片 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落汤鸡 只有躲在床底的那两位比较好 但也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 狼狈不堪 这些还不是最坏的事情 在翼龙的袭击下 队伍里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这全败翼龙的风牙利爪所赐 处理完残余的翼龙外 不少人当场就倒在了泥水 与血肉混合的泥泞中 大口喘着气 任凭大雨在身上浇灌 紧绷着精神的众人 放松下来之后 已经没有了一丝的力气 只有陈寺拿着他的针灸 在匆忙地救人 两名重伤者的伤势很严重 一个的左眼 被翼龙的利爪抠了出来 差一点就伤到了大脑 陈寺正紧张地给他施救 而另外一人 却是脖子被翼龙咬到了动脉 鲜血狂喷不止 所幸的是 队伍里有多年的老军医 处理起这些伤口来 也不算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陈寺扎了几针 帮他止血之后 情况已经大为好转 所有的伤员的伤口 都集中在手臂和脸面上 因为身上穿着臂弹衣 被撕咬到也无大碍 但是手臂脸面上 难免就会有难看的疤痕了 陈寺算了一下 这一笔整容的开销 可不肥呀 大鱼也渐渐停歇了下来 听到外面已经渐趋平静 古风唇也拉着罗小丹的手走了出来 缓过时而来的队员 又去搭好了供电系统 给整个营地照明 看到遍地的小型翼龙尸体 有的剁成了几块 而有些被采成了肉泥 心血让人作呕 罗小丹一看到这个阵势 就差点吐了出来 这时候 他已经找到自己的杯囊 换好了一套干净干爽的衣裳 只是脸颊的红韵还没有散去 握紧古风唇的五指也没有散开 老娇 老汤 打包好东西 向海岸转移 陈四给伤员处理好后 马上就发出了一道命令 众人听到这命令 都觉得很不解 这翼龙不是已经被杀退了吗 怎么还要撤离 头 有什么不同吗 八子正趴在一顶 坍塌下来的帐篷上喘气 他离陈四的位置最近 所以马上就发问了起来 废话 你以为这岛上 只有这一种东西吗 陈四说道 这里流了这么多血 足以引来全岛的猎食者 甚至几十里外的鲨鱼 都感受到了这股血腥味来 陈四铁青着脸 八子心中一惊 他本来就是丛林作战的老手 自然知道这丛林里面的规矩 血腥味的确是很大的麻烦 小中华和唐麦秋 却没有做出任何的质疑 两人分工合作 招呼起队员们拆东西 凡是不重要的物资 都统统地抛弃不要了 一时间 营地的气氛再度紧张了起来 一个分队散发在周围戒备着 他们脸上的疲倦 好像神奇地消失于无影无踪了 无论多么疲倦 当战斗来临的时候 他们都是用最激昂的心态 去对待的 这就是陈四亲手训练过的 队伍的战斗力 陈次见谷风唇 拉着罗小丹的手 走进自己的时候 他笑了笑 打趣道 你们还真不赖啊 这种环境下 竟然还能轻轻握握 罗小丹听了这话 一脸的羞涩 头马上就跌了下来 而谷风唇心情很好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轻轻一笑道 是你让我保护好他的 陈大将军的命令 谁敢不听 陈四呵呵地笑了笑 挥了挥手 但是看到低头的罗小丹时候 心里出现了一阵异样的连衣 好笑 陈四眼睛一呆 然后心里一阵长长的叹气 去收拾好东西 我们要撤离这里了 陈四皱起了眉头 对着谷风唇说道 我们不去找邱灰燕了吗 谷风唇眉头一皱 陈四摇了摇头 说道 没这个必要了 刚才秦川的话 你已经听到了 邱灰燕已经让他带话了 那就说明 秦川知道邱灰燕的 确切藏身地点 而我可以断定 邱灰燕 一定会跟秦川 一块儿去归须的 听了陈四的话 谷风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主人 我们遇到了几种动物袭击 死伤惨重 在山谷的另一边 青铜狼狈不堪地跪在地上 他的身后 还有三名跟他一样 遍体鳞伤的瑞士 随行的数十人 就只剩下了这几个 而这时候 陈四等人 已经朝着海岸线撤退了 起来吧 秦川冷冷地说道 这是不怪你 你还能活着 已经算给我一个惊喜了 秦川说的是实话 因为青铜遇到的袭击 可不只是翼龙而已 本来青铜按照秦川的指示 追溯山谷方向 寻找邱灰燕和秦川 认为徐福遗留下来的东西 但是 山红突然爆发 山谷瞬间变成了滔滔河流 吓得众人 快速往山坡上跑 而他们的灯火和喧哗声 却惊动了山谷两旁 栖息着的翼龙 翼龙见到火光 就发起攻击 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他们的武器虽然精良 但是应对起这些东西来 还是很吃力 而祸不单行的是 那些藏在山谷的石缝里的 蜈蚣们 也纷纷被水流逼了出来 沿着两岸逃命 发现了这些人之后 就加入了猎杀的行列里面 身材过于高大的俄罗斯水兵们 本来就是翼龙们 首先的袭击目标 他们在疲于应对翼龙的过程当中 被蜈蚣偷袭得手 从高筒靴里爬进去的蜈蚣 释放出来的剧毒十分厉害 中毒者纷纷倒地打滚 而灾难并没有就此停止 被雨水浸泡了洞穴的毒蛇 也纷纷钻出丛林来凑热闹 他们倒不是主动去找人类的麻烦 本来是来捕杀蜈蚣进士阵 不过遇到了人类 也就不怎么客气了 几名队员冷不防止下 又被毒蛇咬中 摔倒在地 很快就昏迷了过去 然后被追善了的蜈蚣围起来 当成了大餐 青童面对这种行事 也是无计可施 只好下令众人 按原路返回逃命 最后逃出升天的 连他在内也不过三人而已 他们丢盔弃甲 半路上光源丢失太近 夜龙失去了目标 也就停止了追上 但是他们也没有停止了行动 而是向着河谷对面的一处 灯火通明的一处高梯飞去 给陈寺他们 造出了极大的麻烦 那些毒蛇和蜈蚣 也没有继续追上 这两种毒物凑在一起 都想将对方掠杀 此刻正忙着战争 金鹰 让船上的飞机来接我们 我们也离开这个岛屿 东西可能已经落入了 秋灰燕手中 没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秦川面无表情地说道 金鹰花嗡了一声 就跟船只联系起来 不过 金鹰却谨慎多了 让船舰上的两艘直升机 同时前来 而且配备了大量的武器和机枪手 要是有一龙半空拦截的话 将会遭受到强劲火力的欢迎 二十分钟后 两辆武装直升机就在秦川的头顶处放下了绳索 在这种雨夜里 直升机是非常危险的 随时有被雷电批中的可能 俄罗斯飞行员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脸色都下轻了 但是留守在船上的扇子锋 可不是什么扇类 给了飞行员一番施压后 飞行员终于屈服 战战兢兢地起飞 朝着目标地飞去 而扇子锋 也没有错失给自己在秦川面前加分的机遇 也登上了一辆直升机去接秦川 关于青铜等人任务的失败 他却没有丝毫放在心上 只要死的人不是他即可 秦川在直升机上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他在俯瞰这个岛屿的时候 黑暗当中 这岛屿的形状 竟然像一颗骷髅头 面目猙獰无比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想了一会儿 他头也不回地说道 待会儿回到船上的时候 那水晶人头到我的房间里 旁边的金云花嗡了一声 看着下面腾生起一阵阵白花花的东西 金云花猝着眉头说道 起雾了 有雾的天气能见度低 尤其是在海上 浓雾更是一个可以致命的杀手 飞机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得万分小心 秦川却笑了笑 说道 陈寺他们有点小麻烦了 说完 他就往椅背上依靠 闭目养神了起来 这可不是什么小麻烦 陈寺等人 可没有秦川这么幸运 他们的撤退 完全是依靠步行 因为他们的渔船 可武装不了直升飞机 这段路程只能走回去 不过相对于众人来说 这种行军并不陌生 就算是罗小丹一介弱智女流 也是徒步经历过大禁地 这种危险地带的人 其他的队员 更是野战部队 或者是特种部队 退役出来的战斗人员 经验更是充足无比 野外生存能力极强 起雾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走在最前面的萧中华 突然就扯开嗓子喊道 不错 的确是起雾了 这个岛屿 实在不是一般的奇怪 刚刚才狂风暴雨的 现在 风雨不但悄然停止 而且还冒出了 浓浓的白雾来 遮掩住了众人的视线 臣子心头一紧 马上说道 开灯 准备好火力应急 要是有什么东西 从农屋里出来 不用客气 直接杀了就是 臣子这话 可不是开玩笑 众人听了 齐声道了一声是 然后 就是弹夹安装的声音 几架大功率的探照灯 也被打开来照明 但是这浓雾过于稠密 强劲的灯光 被折射 漫射到周围的空间里 但是就是照不了多远 古风唇右手拉着罗小丹 左手厌恶地 在空气中挥了回 这雾气 让他心烦气脏 而且这雾气里面 还带有一股 若有若无的臭味 让他觉得很是难受 陈思 这雾气里有股怪味 闻到了没有 古风唇知道 自己的嗅觉 和视力 也差不多一样的敏锐 但是他还是问了陈思一下 陈思这人 对周围环境的反应 还是不差的 是泥土的气息吗 陈思皱起了眉头 用力地在空气中嗅了嗅 他只闻到雨后空气中 带有的清新泥土的味道 但是这里太入门 这气息不但没有 令人感觉到精神爽朗 而让人心头 似乎还腾生起一些欲解 不是 古风唇对浓雾 从来就没有好感过 因为他有过 类似的欲险经历 对浓雾很是戒备 尤其是绿色的浓雾 还好的是 这浓雾 并没有散发着绿色的光芒 好歹让他轻松了一点 但是一股危险的感觉 还是从他的心里油然而生 陈思 这周围有危险 这浓雾里 有东西在盯着我们 古风唇马上就说道 他脸色凝重了起来 握着罗小丹的手 变得更紧起来 而另外一只手 他已经抽出了君子 古风唇还睁大了眼睛 仔细观察周围 可惜的是 他的眼睛夜视能力很强 可却是看不透 这浓浓的雾气后面 隐藏着什么 不过饶是如此 他的能见度 也远比众人远得多了 大家戴上夜视衣 听了古风唇的话 陈思可不敢掉以轻心 听 这里有血腥味 又是最前面的萧中华 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不用他说 实际上 大家都闻到了 这浓郁的血腥味 瞧瞧 还有死去的翼龙 咦 这是我们的帐篷 不少队员 也有了新的发现 结果 让大家都愣了一下 原来他们现在出现在刚才的营地上了 他们已经兜了近半个钟头了 但是最后就回到了原始出发点 怎么会这样 带路的萧中华 脸上抽搐了一下 不解得急到 古风唇觉得这个桥段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马上就翻看了手腕上的防水手表 见到指针转到了一点四十分的时候 他的脸色才好转了一下 还好 还好 这时间还是对的 出发之前 他可是叫对过自己与罗小丹的手表的 陈四摇了摇头 他目前也一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部里这个 再走一次 老唐 你来带路 陈四果断地说道 老萧 来我这里 有话我问你 陈四知道唐麦秋的野外生存经验 极其丰富 比起萧中华来 还略胜一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42集 萧中华点了点头 走进了陈四 陈四问道 刚才在前进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妥的地方 萧中华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不妥的地方啊 陈四凝神想了想 转过身来 眼神盯着谷风唇 似乎是在询问他的意见 谷风唇虽然接触过 一些关于这幽灵岛的记载 但是大多数的记载 都是语言不详 发现幽灵岛的船只 一般只是在航海日志留下记载 和航海图上标出方位而已 极少有人涉足岛内 就算有 也不会像他们这般 在岛内停留这么久 也就是说 他们迷路的事情 基本在与幽灵岛相关的记载里 是找不到的 当然 荷兰人商船上的那个神父的记载 或许是最为详细的记载了 里面记载了船长 大副等人的 相继在岛屿里失踪的事情 难道 他们也是在这岛屿上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都不出去了 孤风纯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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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 却在书里着发生过的事情 而就在这时候 队伍前面 却突然停了下来 陈思皱起了眉 问道 前面发生什么事了 很快 唐卖秋就走了回来 他的脸上 一脸的紧张 说道 老陈,事情不妙啊 唐麦秋压低了声音 对着陈思说道 怎么说 陈思平静地说道 与唐麦秋那一脸的紧张 很不相同 你看这个 唐麦秋把指南针拿了出来 对着陈思说道 陈思低头一看 发现指针静止不动 他不禁局地怪了 这指南针不是挺正常的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脸 而唐麦秋却苦着脸说道 你就没有发现什么吗 陈思茫然地摇了摇头 而旁边的萧中华却说道 老陈,你看一下 指针可是偏离了南北了呀 现在指针的方向 可是指着西南部位 与我们之前预测的位置不一样啊 萧中华的眼睛 一下子就发现了错误 不过 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登岛后 角岛的地理方位 就是他测定的 所以对这个 也相对敏感一些 陈思这才恍然大悟 说道 口错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磁偏角偏差吗 还是这里的磁场异常 干扰了指南针的正常工作了 唐麦秋摇了摇头 说道 不是 这事情没得解释 非要解释的话 那只能说 我们脚下的小岛在旋转着 所以小岛的地理方位都改变了 而我们是根据指南针上的方向前进的 所以才会走错了 甚至还在不知不觉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有道理 但应该不止是这个样子 地理方位怎么改变 我们沿着一条直线走 肯定是走到海岸边上去的 不会都会来 陈寺神经凝重地说道 在这茫茫大雾里 没有任何的参照物 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 走的是直线距离啊 古风纯在一旁提醒道 嗯 无所 陈寺若有所思 好一会儿再说道 这容易办 开展探照灯 放在这边 朝着我们前进的地方放光 光是沿着直线传播的 有了光线的提示 那就不会都弯路了 陈寺这个办法 大家都很是赞同 小中华当即就找来一个 大功率探照灯 痴痴地一下子爬上一棵大树 把探照灯绑在一个树叉上 大功率的灯光 发出炙白的灯火 在乳白色的雾色里 如阳光透过层层乌云 照亮天际一般 唐麦秋见着光线 在浓雾当中照射得并不算远 只有一里左右 暂时 对于目前来说 这已经是一个 非常让人满意的效果 随行的探照灯不少 如果有效 还可以继续安装下去 做完了这些 可耽误了不少时间 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阵 稀稀素素的声音 陈寺的脸色就变了起来 大家快走 陈寺果断地下了命令 留下十个人断后 老乡 你跟我一块留下 陈寺说道 什么声音来的 罗小丹也听到了 后面树丛灌木丛当中 传来的声音 不解地问道 不知道 估计是被营地里面 那些死夜龙吸引过来的 古风唇印道 古风唇采得不错 正是那些蜈蚣毒蛇 闻到了这股血腥味道 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有没有带喷火器出来 陈寺眉头一紧 对着旁边的萧中华问道 陈寺想这声音 应该会是毒蛇蜈蚣之类的小动物发出来的 用喷火器喷杀的效果是最佳的 有 大小型好的都有 最长射杀距离能够达到六十米 火力持续时间也长 每名队员身上都携带一瓶小型的 持续时间基本可达一分半钟 这种喷火器能够喷杀近二十米 大型的队伍里也携带了十多瓶 每瓶持续时间也有将近一分钟 省点用的话 坚持个十分钟左右 不是问题 萧中华耐心解说着 好 让边缘的队员做好准备 注意节约燃料 陈寺脸色凝重地说道 在这里动用喷火器 不怕引燃山火 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吗 古风唇皱起了眉头说道 别以为刚下过大雨就没事了 喷火器里面的燃料 连水都扑灭不了 而且燃烧时间产生的热量极大 能够瞬间蒸发掉树木上的水分 将其引燃 而这里的不少树木 还会分泌出易燃的树脂 一旦燃烧起来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会的 陈寺胸有成竹地说道 就算被烧死 也总比被这些小东西活活啃了好吧 古风唇哭笑了一下 好吗 这两个都不好 还是活着最好 随着萧中华的下令 队员们分成了两列 一左一右单 将手中的喷火器的保险杠给拿开 位置也充分调整好 将古风唇 罗小丹和几名伤员护在了中间 除了这个之外 陈寺还让人拿出驱蛇用的熊黄酒在脚下 这样一来 就可以起到一些驱赶毒蛇的作用 但是陈寺却是不知道 这里的蜈蜈就是栖息在温泉旁边 温泉里含有不少硫磺的味道 毒蛇虽然不敢进来 但是蜈蜈却一路上追寻着这个味道前进了 众人的精神都陷入了紧张的状态当中 脚步也不由加快着 要不是这里面毒紧疾太多 众人早就以飞奔的速度离开这个地方了 幸运的是 过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周围歇息苏苏的声音虽然没有停下来 可是倒是也没有发生毒蛇虫袭人的事件 但是另外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一直给队伍指明方向的探照灯 却突然熄灭了 众人一愣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陈寺第一个察觉到这事 马上就停下了脚步 对着和他一起殿后的萧中华说道 怎么回事 这灯火坏了 小中华摇了摇头 说道 不可能 这是刚刚拆开的产品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坏了 电池至少能够供应三个钟头的 要不我回去检查一下 陈寺却摇了摇头 说道 不了 就在这里再安装一个吧 来回太危险 而且浪费时间 小中华深意为然 马上又招呼人拿来一个探照灯 而这时候 罗小丹却打了个冷战 紧紧抓住了古风唇的手 惊道 风唇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古风唇一愣 侧儿倾听了一下 说道 没有啊 你是指数月哗啦的声音吗 一直都有啊 放心吧 陈寺对于这个 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了 不是说这个 罗小丹摇了摇头 就没说道 有人在说话 而且 说的是外语 就好像在耳边诉说着什么一样 罗小丹说道 现在 还能听到吗 古风唇拍了拍 罗小丹冰凉的小手 问道 没有了 罗小丹说道 等一下 又有了 罗小丹又紧张地说道 古风唇连忙侧耳倾听 这一回 空气中 还真的若有若无地 飘来了一些 断断续续的语句 古风唇连忙 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来 仔细辨认这声音的来源 和意思 不过 古风唇却很是尴尬 因为 这声音 他完全听不懂 陈寺等人 听了罗小丹的话 也停下来仔细倾听 一席间 好像是听到了什么 可是 除了陈寺的耳力 较为敏锐 听到了一点 其他人 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 什么意思 古风唇不解地 问罗小丹 他没有听出 话里的意思 可是 他却听得出来 这应该是 拉丁文的发音 好歹 他也是个 古文字破译高手 与文字相同的语言 或多或少 都有辨认的技巧 罗小丹却一脸地煞白 很显然 这些话的意思 他是听明白了 好一会儿 他才说道 这话的意思是 浓雾里 隐藏着黑夜的魔鬼 死人 才不会暴露秘密 任何人 都不能活着 离开这里 古风唇点了点头 看了陈寺一眼 处理这种怪事 陈寺应该是个专家了 按照罗小丹的说法 这里应该存在着 鬼魂之类的东西 古风唇虽然不信鬼神 但是 与那神秘女生 交流过后 心里对鬼魂存在的事情 不抱怀疑了 鬼魂 只是人类死后 精神力凝聚出来的 一种形态 跟史前人类的 精神存在差不多 只是远远没有达到 可以继续生存的强度 会逐渐消失在空气当中 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 陈寺也心领神会 点了点头 说道 放心吧 我们会安全地 离开这里的 好发无伤地离开 听了古风唇和陈寺的话 罗小丹才安了心 而这时候 周围稀稀疏疏的声音 骤然变大 陈寺脸色一变 马上说道 五点钟方向 注意 射击 随着陈寺的话 五点钟方位的队员 毫不犹豫地 把手一抬 手中的喷火器 猛地喷出了一条火蛇 顿时 就将眼前十几米远近的地方 点燃了起来 这火光 在浓郁的雾气当中 折射到众人的脸上 呈现出一丝鲜血般的阴红色 吱吱 一阵惨叫般的声音 伴随着 滋滋啪啪的皮肉交战声音 传到了众人的耳边 同时 一股肉香和焦臭的味道 也随之被嗅到 骆小丹连忙捂出了鼻子 这是什么 骆小丹惊慌地问道 武功歇斯之类吧 古风唇拍了拍他的后背 慢慢说道 骆小丹没有目睹中午时刻 武功追杀纳尔逊那群人的 惊悚场面 不然的话 恐怕会更紧张 自从离开了大禁地之后 他到欧洲那边 足足做了五个月的心理治疗 才走出了大禁地 给他带来的梦魇 不过 经过大禁地一行 他心理紧张方面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不用靠吃东西 来缓和自己的情绪 也能够应付了 听到古风唇的话 骆小丹的脸色 又变得难堪了起来 女生 天生就对这类东西 反感和恐惧 骆小丹紧紧攥住 古风唇的手 低声说道 别离开我 古风唇脸上 呈现一抹 温暖的微笑 说道 不会的 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嗯 罗小丹 幸福地 靠近了古风唇的肩膀 而陈四 却在旁边 板着脸 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两个 还有心情 打情骂俏 罗小丹 听到陈四的话 脸上一红 但是脑海里 却突然 闪现一些画面 满是甜蜜的心理 顿时 就多了几丝阴霾 喷火器这一喷火 不但烧死了 地上无数的蜈蚣 所到之处 还将不少灌木的叶子 焚烧殆尽了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 树枝里面的水分 也蒸发得七七八八 要是再这样子 喷烧一次 这些树枝 恐怕就要燃烧起来了 后面还有东西 所有人准备 本来轻松的陈四 突然从空气中 听出了一点不妥 这些昆虫 恐怕不少啊 顾不得去打去那小两口 于是满脸警惕地深操 用灯光照亮周围 看清楚些 不要让它们有接军的机会 先用喷火器 然后用枪 子弹用完了 就动刺刀 掩护好伤员 陈四依旧信心满满地指挥着 众人有条不紊地 按照陈四的指挥进行排布 而唐麦秋和萧中华两人的左右 此刻就凸显出来了 两人一牵一后 检查着漏头 而且唐麦秋还一马当仙 继续在前面开拓道路 老唐 停下来 先应付了这东西再说 陈四知道前面 定然也会有东西拦着 所以不让唐麦秋涉险 老陈 咱们必须走 不然等东西喝拢了就吃了 唐麦秋所见过的 大规模行军的昆虫很多 从亚马逊雨林里的行军椅 到大禁地里的石巾椅等等 都是大团队捕食的昆虫 今天见了蜈蚣追杀纳尔逊他们 他已经见识到了 这蜈蚣的厉害 不 必须停下来 陈四说道 前面应该早已经合拢了 我们不能再前进了 前面的地带比较低洼 下雨的时候 地下隐藏的毒物 肯定会出来的 唐麦秋听了陈四的话 马上就停止了行动 回头说道 明白 知道了 陈四这时候 又大声喝道 头开火 古风唇的头皮 也开始发麻了起来 因为现在听到的 不只是嘻嘻嘟嘟的声音 而更多的是 金属一般的嘶嘶声 这种声音 古风唇从来就没有陌生过 这是毒蛇 在吐信字的声音 看样子 这岛屏里面的毒蛇 也赶过来凑热闹了 感情陈四用的雄黄 是劣质产品 别说碾蛇了 连虫子都不怕 这回可真是失算了 数十条火蛇 骤然喷出 周围瞬间就陷入了一片火海当中 还好的是 众人之前就拿出了防毒面具 戴在脸上 不然 炙热的空气 可是会伤及呼吸道的 而且 喷火器里面的燃料 燃烧时候 会燃烧周围空气中的氧气 氧气的供应 也会大量减少 让人造成窒息死亡的后果 喷火器的威力果然无穷 大火马上就在岛屿上烧了起来 并朝着远处蔓延开来 而陈四等人 也不得不折下树枝 来回拍打 蔓延到身边的火丛 周围吱吱的声音络绎不绝 看样子 这些蜈蚣毒蛇们的损失 还不是一般的小 陈四可顾不得这么多 见大火向周围蔓延 空气中的浓雾 受到火焰热能的蒸发 也淡去了许多 陈四见机 马上喝倒 喷火器开路 老汤 记得带好路 咱们就一路这样冲出去 唐麦秋点了点头 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可是这样一来 大火恐怕会在整个岛屿蔓延 到时候 整个岛屿 恐怕都要化作灰烬不可 唐麦秋心里凉糟糟的 陈四这家伙 果然很辣 和秦川一样 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唐麦秋感慨了一声 马上就安排人轮流喷火 他还唯恐整个岛屿 烧得不干净 在撤退的后路上 还撒下了不少汽油 和固体燃料 这些东西比起燃烧瓶来 破坏力也丝毫不逊色 不但阻挡住了 后续重手追杀 而且把这里燃烧起来的 更彻底了 罗小丹拉着股风唇 心惊胆战地踩着一些 软绵绵黑乎乎的东西 跟着众人前进 不用说 这肯定是烈焰 数千摄氏度的喷火器 烧死的东西了 罗小丹不敢细砍 跟着股风唇一路狂奔 陈四和萧中华 回头看了看 已经向周围蔓延出 很大距离的火墙 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陈四还故作惋惜道 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岛屿啊 希望这火不要蔓延到河谷那边 不然那里的原始森林就完蛋了 里面的翼龙和其他什么动物 就变烤肉了 说到烤肉这两个字的时候 还遗憾地砸了砸嘴 好像是因为没能吃上这肉 而遗憾似的 小中华一阵无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四十三集 这火越烧越旺盛 唐麦秋的眉头也越来越紧 无它 只因为众人已经被火海给包围住了 所幸的是 这火是从里面向着外面燃烧 危险性不算特别大 但是这里面的柴火 因为沾湿烧起来产生的烟雾特别多 将大火的视线完全遮盖住了 寻找起出路来很是费力 而浓烟里含有的二氧化碳特别的多 也容易造成窒息 唐麦秋已经下令队员们拿出一包氧气 放到房东面具的供气管里面装好 现在房东面具过滤后的空气含氧量 远远达不到大家所需求的那么多了 如果没有氧气供应 这些人恐怕都要活活被憋死在这里 这个臣死 胆子还不是一般的大呀 臣死却是一脸气定神贤那样子 他不会做没有太大把握的事情 正因为准备充足 臣死才敢让人放火 在大火的攻势下 这些蜈蚣毒蛇还不散开的话 那也就只有死路一条 老臣找不到方向感了 唐麦秋苦着脸 透过房东面具慢慢地对他说道 臣死点了点头 指南针已经失去了作用 而这里的草木都烧成了灰烬 三米开外的地方就无法看得清楚 红外夜市仪在这大火包围之下 也失去了作用 浓烟滚滚里 队员们都是靠手拉手前进的 没事 现在几点了 臣死很是镇定 凌晨三点四十五分钟 谷风唇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说道 在浓烟烈火当中 众人的前进速度变得很慢 臣死听完后 舔了舔头 说道 还有两个多小时就天亮了 不用太担心 等天亮了 方向就会重新确立了 经过这烈火一勺 估计那些蜈蚣毒蛇 不会再靠近我们这边了 谷风唇却担心地说道 这些东西倒不是很让人畏惧 我担心的是 这个岛上 还有一些更厉害的东西 臣死眉毛一竖说道 比如呢 魅影或者是血脑 这种妖怪类型的东西 谷风唇显得有点忧心忡忡 他心里总有一种危险 正在靠近的感觉 臣死听得心中有点凛然 他轻轻地低头想了一下 说道 嗯 这个岛屿处处透着怪影 而且跟隐城和大禁地那边 都有着一定的联系 要是有这种东西的出现 也不是很意外 那怎么办呢 唐外秋有点发怒 他是见识过 失血脑和魅影的恐怖的人 深知这玩意儿的厉害 臣死森然一笑 说道 失血脑的形成条件 很受限制 这里的条件 不可能会出现在这儿 但是魅影就难说了 不过对付魅影 还是很有办法的 古风唐神经质地看了臣死一眼 说道 你不会是又要拿我的血 来弄那个什么血书咒吧 古风唐跟了臣死之后 手腕上已经不知道 留下了多少刀疤了 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臣死呵呵一笑 说道 这个倒是没有必要 因为我又找到了一个狼王 炼制成了泥狼了 说完 他就从杯囊里拿出一个盒子 古风唐神清楚地记得 刘文生给他说过的一些话 知道泥狼是魅影的克星 不过他平时都是沉睡状态 需要用主人的血来唤醒他 臣死很熟练地用君字割开手指 从里面挤出了一点鲜血 来涂抹在泥狼上 然后随手就往地上一丢 说道 如果他发现了附近有魅影的话 会发出警示的 古风唐点了点头 对臣死的做法表示相信 很显然 唐麦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不过他也没有问 继续走到前面 引领大家缓慢地前进着 古风唐却突然惊到 有东西来了 他的话还没有落音 就听到了一个沉闷的惨叫声 十一点钟发叫 古风唐马上就判断出了 惨叫声的来源 臣死拔出手枪 朝着浓雾里的黑影 砰砰就连续发了五枪 但是却没有击中任何东西 突然罗小丹又叫道 那声音又出现了 他紧紧抓住古风唐的手说道 说什么 这回 这拉丁语不但罗小丹听得到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一滴银般的语言 这声音里充满了惊慌 那声音说 他来了 他就隐藏在奴物当中 罗小丹悚然地说道 古风唐嗡了一声 对着陈寺又看了一眼 古风唐相信 这是失踪在这个岛上的 那些人残存下来的灵魂 或者是这些人临死之前 遇到了特殊的环境 周围环境的磁场的影响下 记录了这些语言 但是不管是什么 古风唐都已经可以确定 的确是有什么东西 隐藏在这浓浓的烟雾当中 大家注意 聚拢进来 注意开枪 不要误伤同伴了 唐麦秋见识不好 马上就让大家严阵戒备 而他自己 却循着刚才那一声 惨叫声的发源走了过去 看看是谁遭遇了袭击 老陈 过来一下 唐麦秋在前面大声喊道 陈思知道唐麦秋一定是 发现了什么情况 马上就走了过去 而古风唐和罗小丹 却被他叫胡志伯几人 严密守护了起来 古风唐有点哭笑不得 自己这个身手 还需要别人保护吗 他对着罗小丹说道 小丹 你在这里待着 我去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了 罗小丹犹豫了一下 但是 他也不是个小女人 不想当古风唐身边的雷赘 知道陈思需要古风唐在一旁帮助 于是点了点头说道 注意一点 旁边的胡志伯和八子 也笑笑道 放心吧 有我们两个老家伙 给你看着媳妇 不会有事的 胡志伯和八子看上去 不过三十岁左右 但是实际年龄 差不多都翻一倍还多了 自称老家伙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谢谢各位 古风唐点了点头 有这两人的承诺 他实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什么事 陈子挥了挥手中的君子 想驱散一下前面的浓雾 对着唐麦秋说道 你看 唐麦秋指着 躺在地上的一名队员 神情很是凝重 他说道 你看他的脖子上 有个伤口 很奇怪的伤口 这就是刚才发出 惨叫声的队员 不过 此刻 他已经变成了一具 冷冰冰的尸体 他脸上的防毒面具 已经掉落了下来 五官扭曲 好像死前 经历了很大的痛苦 陈子和古风唐凑了进来 看到了死者的脖子上 露出了一个黑色的孔洞 就像是被子弹击中一般 可是 却比子弹打得更着急 三人当中 除了古风唐不是用枪的老手 陈子和唐麦秋 都可以说是精确射击的好手 自然知道 如果是被子弹打中 伤口是什么样子 他们首先就排除了 是被子弹击中的射想 而古风唐心里 却隐隐觉得有点不安 他感觉到 这尸体有危险 可是面对一个死人 能有什么危险呢 古风唐很不明白 看着死者伤口里 不断流出的黑血 他突然就警惕了起来 他连忙拔出了军刺 对着两人说道 注意 他的身体里面有东西 古风唐终于判断出来 危险不是来源死者 而是杀害死者的东西 这东西 仍然在死者的身体里面 陈子和唐麦秋都吓了一跳 问道 什么东西啊 都大步地倒退了一步 古风唐却摇了摇头 他不敢拖打 也倒退了一步 指着死者的脸庞说道 你看这死者 死亡时间很迅速 估计是在五秒钟之内 就死亡的 所以 承受的痛苦 应该不算很多 但是死者的脸容 却严重扭曲 说明死亡的时候 承受了很大的折磨 所以我猜 是有东西 钻到了他的体内去 不是攻击了他的大脑 就是心脏 不然 死得不会这么快 也不会呈现 如此痛苦的表情来 那伤口那么小 是什么东西造成的 唐麦秋觉得很是不解 我也不知道 这 应该跟蛇类差不多 古风唇指着那伤口说道 你看 那弹孔那么整齐 是那东西钻进时候 造成了创伤 可以判得出来 他的动作一定很逊猛 速度也极快 除此之外 那就是他的牙齿非常锋利 不然 短时间内 基本不可能完成这些动作 无错 陈次很是赞同 古风唇的分析 而唐麦秋这时 却惊呼道 你看他脸上的皮肤 有东西在蠕动着 古风唇和陈次 早已经发现了这个异样 这死者的脸皮之下 凸起了一道像蛇一般的条状物体 应该说更像蚯蚓的东西 古风唇觉得一阵恶心 但是他马上又看到了更恶心的一幕 那死者的左眼突然就凸了出来 一道黑色的光芒 顿时就朝着古风唇脸面上弹得过来 啊的一声 唐麦秋和陈次同时发出了惊呼 而古风唇那夜视眼 却早就发现了这玩意儿袭击自己 他不慌不忙 马上如闪电袭空一般 快速地扫出了军刺 不 古风唇感觉到 这东西的身体很是坚韧 因为他这把削铁如泥的军刺 砍中这东西的时候 竟然有一点迟钝感 平时他就算拿这军刺来剁铁片 也没有出现这种事情 心里不由得暗暗一惊 不过这东西身体再坚韧 也在古风唇致命的一击之下 断成了两节 摔落在地上 但是他并没有就这样死去 像蚯蚓一般 在黑乎乎的树木灰烬当中扑腾着 古风唇很想凑过去 看清楚这玩意儿的真面目 但是却被陈次一手拉住 陈次说道 小心他还没有死吧 仍然能够进行攻击的 古风唇这才点了点头 小心地拿军刺挑拨了一下 地上的那东西 那东西看起来就跟一条光溜溜 黑乎乎的泥球一样 但是仔细观察它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与泥球的不同了 这东西没有眼睛 但是却有着像死亡之虫那般的 橘花螺旋嘴 细密的獠牙 让人心寒不应 身体上还有着稠密的粘液 估计是体液 分泌物 而仔细观察之下 这玩意儿身上 竟然还有一层 薄如蝉翼的透明魔意 看来它速度之所以这么快 这魔意功不可没 古风唇在用军刺挑动它的时候 它竟然还扑腾着要去咬军刺 可见此物究竟有多么强悍 这是什么东西 古风唇虚出一口气 不解地望向陈子和唐麦秋 陈子这人很博学 而且有着比古风唇 还多的一千多年经验 这世间大部分东西 它都能够吃到个大概来 而唐麦秋虽然不如陈子博学 但是却到过许多地方 见识也广 古风唇搜罗了脑子里的资料 找不到合适的物种与之匹配后 只好向两人咨询了 唐麦秋率先摇了摇头 说道 不清楚 我从来没有听说 更没有见过这东西 陈子却是夜脸陈思的样子 良久他才说道 我也没有见过这东西 但是这世间仍没有被发现的物种 何止亿万 尤其是海洋海岛中的生物 更是神秘无比 那泥秋一般的东西仍在挣扎 似乎还想扑腾起来摇古风唇 古风唇当即不客气 用君刺把它钉在了地上 可它断开的半部分 却好像在蠕动着 从断开的伤口当中 长出什么东西来 古风唇 马上就猝起了眉头 奇怪地说道 难道 它还能长出一个头来不成 这回 古风唇却是说对了 这小东西断开的那截身子 还真的是长出了一个紫黑色的头来 古风唇脸色一变 马上就把那个头给剁了 我的 这难道是传说当中的九头蛇 古风唇郁闷地说道 而唐麦秋这时候 却紧张地说道 老唇 风唇 你们看 顺着唐麦秋手指的地方 两人见到 那死去的队员身上 不停地颤抖 还发出滋滋的声响来 臣次吸了一口冷气 马上就用君子 挑开了死者身上的衣服 这间 死者的胸腹之间 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 而且密密麻麻 数量肯定是不少 臣次顿时就知道里面是什么 因为这动作跟刚才那偷袭 古风唇的怪物 在脸皮层下蠕动产生的效果 是一致的 拿汽油来 臣四马上对着身后的队伍喊道 要是这么多的怪蛇出来 以他们的诡异速度 那所有人都难以幸免 小中华见臣四口气很惊 马上就提了一桶汽油 淋在了死者身上 唐麦秋赶紧打着了大火镜 扔了过去 砰的一声 一团火焰就生了起来 臣四彻彩暗暗松了一口气 古风唇把君子一挑 也把这两截怪蛇扔了进去 这怪蛇应该是寄生的 古风唇马上就说道 看到怪蛇在火焰里 痛苦地扑腾着 慢慢化作一堆焦炭 众人都觉得身上一阵轻松 不少怪蛇 从死者的体内爬了出来 但是又被小中华 扔下了一块固体燃料 火势一猛 怪蛇顿时就烧焦了 不过空气当中的味道 却很催人作傲 幸好大家都戴着防毒面具 忽然早已经吐了出来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唐麦秋看了看手腕处的手表 确定了一下时间之后 他又问道 沉思沉意了一下 说道 继续前进 这时候大火已经蔓延到了远处 浓烟减弱了许多 浓雾也散去了 周围的能见度已经变得较为清朗起来 探照灯的功能可以发挥正常了 要是前面还有这种怪蛇怎么办呢 唐麦秋显得有点忧心忡忡 实际上唐麦秋的担忧是正常的 因为他看到了这怪蛇的繁衍速度 这种怪蛇只钻进人体不到五分钟 就繁衍出了一大窝来 那就说明 这海岛里面 定然还有不少这类怪蛇了 留在这里更危险 因为这怪蛇 本来就是隐匿在这个地方的 沉思说道 不 这怪蛇 不是隐匿在这里的 它们是藏在地下的 古风唇摇了摇头说道 刚才他已经仔细地观察过这怪蛇 发现这怪蛇竟然是没有眼睛的 很显然眼睛是退化掉的 而这一类动物 一般是生活在深海或者地下溶洞里 地上根本就很少见得到才对 这并不是信口开河 许多生活在海底深处的海洋动物 基本是没有视力的 一些生活在地下沿洞的鱼类也一样 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 眼睛都退化了 哦 沉思想了想 觉得古风唇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古风唇很快就想到了 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 这个岛屿本身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座幽灵岛 古风唇根本不知道 这岛屿在这海洋里面失去踪影后 会出现在哪里 如果那儿要是一个完全没有光明的世界 这怪蛇出现这种现象 那就解释得合理了 不过 转眼他又想到 那些翼龙能够失误 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同环境的物种 净化的过程当中总会有相似的地方 这翼龙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就足以推翻自己的想象了 开灯火 这东西好像对光源有一点畏惧 古风唇说道 实际上这只是他的猜测 黑暗里的生物 对光亮都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厌恶 不过古风唇却没有把握 这完全丧失势力的怪蛇 会不会惧怕光线 唐麦秋却微微皱了一下眉 他说道 这里才刚刚被火烧过 这怪蛇是从哪里来的呀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疑问 实际上 古风唇和陈四心里 都在纳闷这个问题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44集 不过大家对这个疑问都没有答案 因为这种怪蛇实在太过于怪异 从来就没有人听说过 所以根本不知道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性 实际上 这怪蛇被称之为蛇是不对的 它更像是一种独特的寄生虫 从那名被它袭击而死的队员身上发生的事情 就可以揣摩出一二 这怪蛇只在它的体内滞留了一会儿 而就这么不到一支烟的时间 那队员体内就滋生了如此之多的怪蛇 如果称它为寄生蛇 更为恰当一点 见大家都很是迷茫的样子 唐麦秋也就不再追问了 他想了想说道 那我们赶路吧 长时间留在这里不好啊 陈四欣然点头 不过这回他是自己在前面开路 经过一番惊吓 队伍变得沉默了起来 这些新来的队员们 心里都压着一块巨石 他们虽然是很优秀的退役军人 也在陈四手下熬过了艰苦的训练 然后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分子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完全胜任这种工作了 和平时代的军人 接触鲜血和死亡的几率并不大 所以这些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比起萧中华这些老兵来就差远了 见不到两天之内就折损了这么多人 不少队员心里的乌云悄然聚拢 心里已经暗暗打退堂鼓了 不少人到了此刻才幡然醒悟 原来陈四和唐麦秋等人 给他们讲述的各种危险 是真的存在的 而在训练的时候 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 而且还以为 这只不过是大财助陈四 想炫耀财力 出海探险 就动用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只是一时兴起 到了现在大家才明白 原来这些故事都是真的 而且自己正是这一条 死亡之旅上的旅客 一阵尖锐的声音 从左侧传来 陈四脸色一变 朝着身后喊道 老兄 有情况 尼郎市井 散开应变 原来 这是在群寻的尼郎 发出的叫声 这声音比狼叫声 还要低沉了许多 什么东西 萧中华眼睛瞬间 就闪现出光芒 手一挥 旁边的胡志伯 八子等人 马上就散了开来 八子林离开的时候 还叮嘱古风传 小子 看好你洗碗 罗小丹听了这话 脸上又是害羞 又是甜蜜的 灯光的照耀下 笑脸通红 说不出的娇艳 但是他眼里 也是带着一丝惊慌 古风传朝着八子 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罗小丹 说道 放心吧 我在陪着你呢 罗小丹微微点头 握住古风传的手 变得温暖了起来 而尼郎的声音 却变得更加凄厉了起来 陈子在前边大声喊道 不是魅影 有其他东西出现了 注意火力分布 不要慌张 见身后两名年纪 不算大的队员 端着手提机关枪 微微发抖的手 他大声喝道 什么时候都可以紧张 但是战斗的时候不可以 一旦在战场上慌张了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小伙子 深呼吸 听了他的话 那两个小伙子 用力地点了点头 什么东西 让陈子这么紧张 罗小丹紧张之余 夜脸郁闷地 问古风传当 古风传也是夜脸的凝重 这一回 他不禁感觉到危险 还有那杀机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如此浓烈的杀机 而且并不是 陈子所指的方向 而危险如同波浪一般 由四面八方 朝着这里蜂涌而来 是刚才那种怪蛇 古风传铁青着脸 从刚才发生的事情来看 他就知道 这种怪蛇的繁衍能力极强 不可能只有一条那么简单 而古风传同时还感应到 这些怪蛇并不是潜伏在地 它们能飞 那薄如蝉翼的魔翼 就是它们飞翔的翅膀 或许这样的魔翼 不可能支撑它们飞到很高的地方 也不可能支撑它们飞很久 但是跨越一道火墙的能力 至少是应该有的 这就可以解释了 那怪蛇会出现在这里了 它们之所以能够躲过烈火的焚烧 那是因为 它们能够在烈火到达之前 腾空而起 避免了成为灰烬的危险 这怪蛇会飞 古风传并没有只顾着 跟罗小丹解释 他很快就将推测出来的结果 大声告诉了陈四等人 他们能够从空中飞过来 大家要做好防御 陈四一听之下 马上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古风传的话 让他诸然惊醒 他心里本来 还有着一个很小的疑问 那就是 那被袭击的队员脖子上的伤口 是由上往下倾斜的 如果怪蛇袭击人 是从地上往上跃起伤人的话 那伤口就是稍微向上 这个小细节 陈四虽然看到了 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此刻想起来 却能够印证 古风传说的话 这怪蛇的确会飞 古风传喊完这一切之后 马上就拉扯起罗小丹 外套上的防雨帽 将他的脖子掩盖了起来 经过刚才的案例 古风传知道 这怪蛇首先咬人的地方 是人的脖子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才把自己的帽子 给拉了上来 众人也依着葫芦画瓢 纷纷把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 给遮掩中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以这怪蛇的锋利牙齿 这些衣服 实在没有什么阻挡能力 前面两点钟方向 五十米开外 一群飞蛇贴地飞行 大约八十到九十厘米的高度 古风传的夜视眼当真厉害 马上就发现了这东西存在 他也自觉地把怪蛇 改为了飞蛇 这个名字 显然更加适合那玩意儿 而众人的红外线夜视仪 却一点都没有发现问题 很显然 这飞蛇是冷血动物 不然就是用 自我调控体温的能力 将自己的体温调节得 跟周围的温度差不多 负责守护这一块区域的队员 却没有发现这一点 正迟一间 陈寺就果断下令 朝那个方向喷射燃烧 陈寺在这方面 对古风传的信任 可是绝对的 而陈寺也明白 这些飞蛇的速度 比起魅影来 也丝毫不逊色 而且他们的体型更小 更具危险和攻击性 要是等他们接近再对抗 那就闭塞无疑了 哄 三道火蛇迅速地喷了出去 而飞蛇 刚好进入了三十米 这个最理想的喷杀距离内 绝大多数的飞蛇 瞬间就伸至火海 吱吱的声音听起来 让人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但是 喷杀仍不彻底 少量的飞蛇 在喷杀距离之外 但是此刻 他们好像被吓破了胆似的 马上就朝着来路 仓皇逃去 陈寺松了一口气 可是古风传却脸色一变 继续说道 七点钟方向 还有 快 这一块的飞蛇 似乎更多 古风传来不及说完整 反应过来的队员们 就抬起喷火器 喷烧了起来 他们经过刚才的一次 对古风传已经非常信服 所以不带陈寺下令 就快速做出了反应 喷火器 呈扇形喷出巨大的火焰 一下子 就将来到这边的飞蛇 挡在了火墙里面 众人都按到了一声豪险 因为此时 这飞蛇已经接近了众人 近二十米左右的地方 再近一点 那就反应不及了 陈寺心中凛燃 这飞蛇的数量似乎很多啊 可是他却知道 喷火器的杀伤力 虽然很强大 但是却有个 不能持久作战的大缺点 如果这飞蛇 源源不断地飞来 而喷火器的燃料 消耗殆尽了的话 那大家 都得弯了 陈子看了看旁边的唐麦秋 唐麦秋也一脸忧虑的样子 很显然 他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两人都知道 面对这么小的袭击者 子弹的作用并不算大 就算手榴弹 也没有很大的效果 怎么办呢 唐麦秋低声问道 我们坚持不了很久的 唐麦秋虚出了一口浊气 防毒面具里面的氧气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为呼吸 过滤过来的空气后 他有点不习惯 现在 只能剑步走步了 陈子在与人作战的时候 总能有诡异的行兵之法 出其不意的大火全盛 而面对着 这杀不胜杀的飞蛇 他却没有办法了 老陈 萧中华在后边喊道 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 萧中华发现 为什么这些飞蛇 会飞过来袭击他们 他刚刚不小心踩到了一个 埋在土壤里的 软绵绵的东西身上 用君子挑开土一看 是一具被烧焦了的动物尸体 旁边还有不少 这些动物的数量不少 但是 从烧焦的动物身体上 他却发现了这些尸体上 有着那些飞虫的幼体 见多识广的萧中华 马上就清楚 这个地方 很可能是飞蛇 孵化幼儿的产地 所以当飞蛇察觉 有人在这个地方后 便奋不顾身地飞回来 驱逐这些不速之客 小中华想得不错 这飞蛇 本来就是生活在小岛周围的 珊瑚礁里的一种奇特物种 眼睛虽然退化 但是却像蛇一般 有着红外和神经元感应 它们像果蝇一样 把幼虫产在别的动物身上 用自身的毒素 保持别的动物不死 提供新鲜的营养给后代 它们与果蝇不同的是 它们不会驻窝 只是成群出动 遇到大型动物 就一轰而尽 将它们变成宿主 以此达到繁衍后代的目的 奇怪的是 这飞蛇产卵在人身上的时候 孵化的速度 则变得疯狂了起来 这个现象很是难以解释 不过肖中华却没有时间去关心这个问题了 多年在野外生存的它很确定一点 那就是无论是什么动物 在保护后代这一点上的斗志 都是极其顽强的 哪怕这些飞蛇的幼苗 已经完全被烈火烧成了灰烬 飞虫也要死死护住这个地方 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飞蛇 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 臣子三坐两步地走到了肖中华身边 很快就得出了与肖中华相应的判断 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色彩 马上就喊道 大家撤离这里 得赶快 唐迈秋早就选择好了道路 他身先士足 手里拿着一个微型喷火器 快步就引着大家前进 而古风唇的脸上却抽搐了一下 他虚出一口冷气道 恐怕来不及了 大型探照灯已经打开 正照射着周围 这回不用古风唇提醒 大家都看到了 从远处飞过来一些密密麻麻的黑点 像苍蝇一般 嗡嗡的声音也越来越近 现场的气氛很是压抑 因为 这不是从哪一个方向飞来的飞蛇 而是大伙四面八方 都是这东西围了过来 说是十面埋伏 也不会过 喷射 臣死脸色一变 知道这飞蛇已经发怒了 眼下肯定是不死不休的袭击 古风唇从旁边一个队员身上拿过一把枪 朝着一个方向就猛扣扳机 这东西虽然没有喷火器烧杀的那么干脆 但是手提式机关枪的扫射能力那也不弱 飞蛇如此密尽 这样一缩子子弹打出去 基本都会击中目标的 众人也回过神来 纷纷跟着古风唇一般 端起了枪械扫射 这队伍里有数十人 但是只有十多只大型的喷火器 其他人手中都是小型的喷火器和手提式机关枪 小型喷火器喷射距离短 但是机关枪的射杀距离却有数百米 足以在半途当中解决部分飞蛇了 所以一时间这枪声不短 飞蛇也纷纷中弹 它们的皮肉虽然坚韧 但是在百米距离内 子弹可以轻易地将它们撕成碎片 飞蛇数量重多 而且飞起来高度不大 非常方便大火地开枪 等它们进入了喷火器喷杀的距离后 准备就绪的柜子手们 马上就喷出一条条火蛇 一下子倒是缓住了局势了 古风唇一下子就把弹架里面的子弹打了个精光 它不知道有多少飞蛇死在它的扫射之下 每每一颗子弹能够击中数条飞蛇 一百多颗子弹打完之后 古风唇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淋漓快感 可是飞蛇仍然没有退却 它们的后代就在这群侵入者站立的地方 它们焉能让这些侵入者活着离开 但是 无论它们多么努力 都被死死封住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 地上已经满满是焦黑的飞蛇尸体了 叠起来至少都有二十三十厘米高了 古风唇喘了一口气 又从杯囊里掏出了几枚手榴弹 拉开了保险环 磕了一下 然后快速地就扔了出去 这个扔手榴弹的项目 它是有练过的 所以技术很是纯属 手榴弹落在了三十米开外的距离 轰的一声 炸死了不少飞蛇 其他人也纷纷有样学样 于是 在机关枪和手榴弹 再加上喷火器的交替打击下 大家竟然稳住了阵势 飞蛇的数量也大量减少 但是情况也依旧不乐观 大型喷火器坚持了十多分钟后 就消耗殆尽了 只能用小型喷火器来替代 小型喷火器里面的燃料不多 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时间 我们向前移动 陈思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是一个杰出的战略高手 知道死守一个敌人必争的地方 但是对自己没有丝毫的好处的地方 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做法 此刻见飞蛇数量少了起来 也就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决定 这飞蛇可不像人那般 有着贪生怕死的性格 它们被大火吓跑后 飞不出十米远 又会折回来 继续攻击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放弃 陈思心里已经大呼侥幸了 要是这群飞蛇的能飞度高一点 大家都早已遭到了灭顶之灾了 子弹省着点用 唐麦秋也很快地发现 大火的子弹消耗得差不多了 枪声已经没有之前的秘境 但他也知道 单发子弹 对于这些飞虫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只有靠强火力支撑起来的弹鱼 才能有效地狙杀这些可恶的小东西 罗小丹提心吊胆地 走在焦黑的飞蛇尸体上 生怕这飞蛇当中会有残余 不过他却是多虑了 飞蛇再厉害 也不可能在火焰温度 足以融化钢铁的喷火器当中存活下来 这些飞蛇大多数都被烧成了焦炭 踩上去发出咔嚓的声音 只有下面的一层 才剩余一点焦脆的皮肉 成功向前已经推进了三十米 可陈思脸上依旧很严峻 那是因为飞蛇还没有善罢甘休 而半数的微型喷火器已经用光了 子弹也是每人不到一个弹架了 手榴弹大火更是大手大脚的 基本就没有剩下几颗了 唐麦秋和陈思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全军而退是不怎么可能的了 只能牺牲一部分人来拖住这飞蛇 让伙伴脱身 可问题是 这些人可不是军人 他们现在是为了金钱而服务 而不是国家和荣誉 不会有人会在这种关头挺身而出的 就算有 也不会很多 可是两人都知道 至少需要半数的人留下来 处理这个烂摊子 也就是说 以自己为攻击目标 转移飞蛇的注意力 而后果可想而知 留下的人能活下来的可能性 无限接近云林 老陈 你带凤春他们走 这里交给我了 唐麦秋当然不让 他骨子里的军人荣誉感 仍未冷却 一直都把陈思当战友 所以这时候挺身而出 是很正常的现象 可陈思却摇了摇头 说道 我身手比你好 脱身也容易点 留下重伤的 保护好凤春和洛小丹 我会去跟你们会合的 陈思的口吻 很是轻松 就在两人嘀咕的时候 头顶传来了一阵 嘎嘎的叫声 听起来 很像海鸥的声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45集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这话说的一点没有错 但是悲催的是那些早起的虫子 而这些飞蛇就充当着早起的虫子的命运 在自然界 任何的一种动物 都会有着天然的敌人 而飞蛇的天然敌人 就是本岛的原生飞禽类 红嘴鸥 这些红嘴鸥 跟普通的红嘴鸥不大一样 它们红红的尖镯 看得出来很是锋利 而爪子更是锋利异常 比起苍蝇来 也丝毫不逊色 红嘴鸥平时 就是依靠捕食这种飞蛇为食的 这时候天色已经微微发亮 较为接近赤道的小海岛 很快就会被朝霞的光辉覆盖 主窝在海岛悬崖峭壁上的红嘴鸥 天一亮就成群出来觅食 听到了成群飞蛇 飞行时候发出的嗡嗡鸣叫声 它们迅速地扑了过来 不少红嘴鸥更是呼朋唤友 嘎嘎地发出兴奋的声音 招呼更多的伙伴过来捕食 飞蛇见红嘴鸥的出现 顿时就慌了阵脚 红嘴鸥身上光溜溜的羽毛 严密无比 是飞蛇那锋利牙齿 一时间无法咬破的坚硬堡垒 而红嘴鸥也就只需要这么一点时间 就可以把飞蛇弄死吞噬 见到铺天盖地落下来的红嘴鸥 不少队员心里很是紧张 要是这些红嘴鸥也参与攻击队伍 那队伍也就只有全军覆没的份了 陈四和唐麦秋的脸面上 却是冒出了一丝难得的笑意 他们都知道 这是飞蛇的天敌来了 俩人都松了一口气 唐麦秋叹道 总算活过来了 陈四点了点头 对着身后的人说道 不要再攻击这些飞蛇了 让他们与这些海鸥互相残杀就好 见到飞蛇无力抵抗红嘴鸥的捕杀 陈四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但是唐麦秋却颇为忧虑 他说道 这些海鸟不少 攻击力不亚于鹰雷 我们得小心防备啊 陈四点了点头说道 放心 秦鸟类一般很少会攻击人类的 它们一般只会攻杀自己的食物 我想不至于会主动攻击我们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要主动去招惹这些海鸥 普然的话 我们的苦头就大了 秦鸟类的报复心也不小 报复起来 我们恐怕就有些麻烦了 唐麦秋嗡了一声 知道陈四所言不虚 马上就低声吩咐众人 不要对海鸥射击 不过相对于飞蛇来说 这些海鸟的危险再大 也不如飞蛇 因为这飞蛇的体积小 数量繁多 基本就杀不胜杀 而红嘴鸥张开翅膀 最小的也有接近半米长 这样的目标 端起自动步枪 一扣板击 就能打掉一大片 容易应付多了 在红嘴鸥的袭击下 飞蛇溃不成军 纷纷向周围散开逃命 不少飞蛇要朝着队伍方向飞来 大家不敢用火器 只好拔出军刺来砍肚 所幸的是 这些飞蛇只是寻找逃命的道路 并没有咬人的心思 但是他们的这一举动 却引了无数红嘴鸥 朝着队伍飞了过来 红嘴鸥的体型不小 落在人群里 引起了一阵骚动 而且这红嘴鸥 土生土长在这个岛屿上 根本就不怕人 红然只当他们是 岛屿中的一种动物而已 但是众人谨记唐外丘的盯种 对红嘴鸥保持着忍让 不然啊 待会儿就烤鸟肉吃了 这是什么鸟啊 剑飞蛇已经被驱散 罗小丹心里烧弯 问起了古风唇 古风唇想了想说道 这应该是红嘴鸥 你看他们的嘴是红色的 这就是他们的名字的主要来源 当然 这跟书本里记载的红嘴鸥 有一定的差别 体型比较大 姜惠也长很多 应该是为了适应 这个小斗的生活 而进化出来的 这个并不奇怪 在进化论当中 达尔文就对地理环境 对动物进化的差异 做出了论述 听了古风唇的启示 罗小丹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古风唇说的话 而陈四见飞蛇已经被驱散 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下 车腾了一宿 他已经感觉到了 丝丝的疲倦 这都是在以前 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此地不宜久了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陈四向着后续队伍 挥了挥手说道 众人也知道 这个地方不安全 离飞蛇的蝉卵老窝 这么近 那些被红嘴鸥 吓跑的飞蛇 肯定还会折回来的 到时候 大家就很难会像 刚才那般幸运了 大家拿出东西 一边走 一边补充一下能量 唐麦秋补充道 经过一夜的紧张疲惫 大家无论是神经 还是身体的体能 都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再不补充一点能量的话 那很快就会有人体力不支了 大家的背囊里 除了有武器外 还有不少的营养片 黑浓巧克力 饼干肉罐头 这类的东西 这都是能够快速补充人体 所需要的 极切能量的食物 热量大 而且方便些大 一片营养片 就足够一个成人 所需要的能量 而其他的东西 只是用来辅助而已 这也是为了 让大家适应 因为大部分队员 吃了指甲大小的 一片营养片 身上所需要的能量 虽然满足了 可是心理上 仍然有饥饿的感觉 所以就用肉罐头之类的东西 来补充心里需要的空缺 陈子抬头看了看 看了漫天云霞 他又拿出了指南针 看了看 然后笑道 猫的 这指南针的方向 果然能错了 那指南针 安安静静地指示着方向 只是 如果这指南针 是正常的 那也就是说 太阳今天 是从西南方向 升起的了 不过 我们没有走错路 唐麦秋吞下了 一片营养片 然后喝了一口水 慢慢说道 昨天我们来过这个地方 沿着这里走上那边 就可以看到海岸线了 再向着海岸线走上半小时 就到我们小艇那边了 说完 他又拿出了一盒牛肉罐头 撬开来 递过去给陈子 陈子点了点头 就拿起了一块牛肉 大块朵仪 陈子 你看八点钟方向 古风唇突然就喊道 古风唇此时嘴里 还咬着一根巧克力棒 喊起话来 喊喊呼呼的 不过他的话 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陈子猛地一抬头 朝着古风唇所说的方向看去 八点钟的方向 前面一百多米的地方 是凸起的一个 光秃秃的小丘 上面只有野草灌木 最高的也只有三四十厘米 裸露出来的地方 尽是褶红色的泥土 而小丘上面 却好像有一个人 盘腿坐在那里 如老僧入定一般 一动不动 如同一尊石像 这时候 天色还没有大量 大多数人 都不会发现 这个人的存在 除了古风唇 这个眼力特好的怪物之外 大家都顺着这个地方看去 不少人都没有发现 这人的存在 都以为是一座石头 而陈子却敏锐地感觉到 那石头就是一个人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可能是秦川的人 在监视着大家 而古风唇却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个年龄看起来 有三十来岁的人 身上穿着破烂的军装 而且这军装看上去 还是老军装的样式 颜色 也已经褪色得差不多了 他的身边 还插着一把破烂的开山刀 什么东西来的 唐迈秋拿起夜市 一望眼镜 看得过去 好像是一个人 唐迈秋马上就警惕了起来 他也很清楚 秦川与陈子两人的夙愿 说不定是秦川的狙击手 在这里等候着大家呢 大家散开 寻找掩护 唐迈秋马上就发出了警报 队员们马上就进入了状态 纷纷隐蔽了起来 而胡志博手中的狙击步枪 更是瞄准了那石头的头部 只等一声令下 就把他给爆掉 不要冲动 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古风唇马上就阻止了大家 他对着陈子说道 我感觉到 他是在等我们的 古风唇的脸色很是凝重 自从他见到了这个人之后 他的心里 就出现了一阵 莫名其妙的悸动 就好像是看到了一件他渴望已久的东西 而他之前很少会出现这种感觉 有也是对于危险来临时候的心境 你认为这个人会是谁啊 陈子有点惊了 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 我 或者我们 都认识这个人 古风唇吸了一口气说道 走 上去看看 陈子当机立断 这个人的出现 让他心里悸动了一下 陈子也突然想起了什么 马上就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好 古风唇毫不犹豫地说道 山丘上的那人 就像一个他在等待已久的答案 如果不揭晓那个答案 古风唇恐怕以后会失眠很长一段时间 我陪你们去 唐麦秋在一旁说道 顺便多带几个人 唐麦秋担心两人的安全 想多带上几个人来确保两人的安全 陈子却摇了摇头说道 不用了 救我和风唇就够了 对吧 风唇 陈子似乎不愿意太多人 知道山丘上那人似的 连古风唇也听得有点奇怪 不过古风唇也正有这个意思 他回头对着罗小丹说道 我离开一会儿 马上就回来 罗小丹对着他点了点头说道 嗯 你们要小心点 罗小丹是个女强人 自然不会傻到 要去拖古风唇的后腿 他也知道 古风唇的实力不错 身边没有自己这个累赘 加上陈子在一旁 足以应对很多困难 走吧 陈子拍了拍古风唇的肩膀 对着一边的萧中华等人说道 你们要看好这里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 随机应变 萧中华咧嘴一笑 说道 哼 放心吧 我们都是老江湖了 萧中华这话说得不错 他本来就出身野战部队 对于部队的排兵布阵 很有一套 就算没有陈子 在他和唐麦秋的配合下 队伍也不会乱套的 陈子 你说这人会是谁 你不会不知道吧 古风唇走远了人群 慢慢问道 陈子摇了摇头 说道 不确定 有很多可能性 或许 是求灰燕 不是求灰燕 那是个男人 古风唇早就看到了 这人的面目 马上就打断了陈子的话 哦 陈子看了古风唇一眼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我还没说完 也可能是第三股市里的人 或许 陈子唠叨起来还真没完没了来 可是这些都是没有实质的空话 古风唇 挥了挥手 说道 少唠叨废话了 我觉得这个人 我是认识的 但是 他又不是周伯父 也不是叶芽 更不是刘温生 但是 我总觉得 这人跟他们很有关系 不知道是我错解了 还是怎么了 陈子嗡了一声 无奈地说道 那上去问他不就好了 何苦要做这么多的财产呢 陈子说到这里 握了握手中的君子 对着古风唇说道 卓叶 不要太靠近他 他好像有武器在旁边 百米左右的距离 看起来很近 但是 在这个基本处于 没有路的小道上 走这么一段距离的道路 绝对是一个 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 这里遍布有毒的荆棘 两人只能用君子 砍批出一条道路来 半分钟的路长 硬是走了 差不多三十分钟才到 这时候 两人已经距离 山丘上的那人 不到十米距离了 那人附近 没有半棵草木 全是褶色的岩石 而那人静静盘腿而坐 说不尽地安详敬意 就好像一个苦修的行僧 这时候 阳光穿破层层云霞 照落下来 刚好给那人身上 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光 看上去 看上去说不出地 庄严肃目 两人看到这景色 一下子都尽力着 不敢发出丝毫的声响 生怕破坏了这圣洁的景象 陈思这才看清楚了这人的面目 这人的头发很长 长到急腰的地步 但是看上去年龄却不算很大 怎么看都像是个三四十来岁的汉子 只是皮肤被风吹日晒得很黑 看起来跟非洲同胞差不多 但是更像是一个野人 看得出来 这人身上穿着一件旧军装 但是已经磨损得差不多了 几乎可以说是 只剩下了泛白色的浅绿色布条 一不蔽体地贴在他身上 旁边还有一把绣技斑驳 而且刃口已经卷了起来 和多了几个缺口的大砍刀 这砍刀虽然卷热残缺 但是那上面仍带着一股寒意 让人不敢小觑他的存在 古风唇见这个家伙 一动不动地坐着 连心跳呼吸 好像都是停顿的 他皱起眉头说道 这人不是已经死了吧 说完就想走近看清楚一点 走了几步 陈次却突然惊到 风唇 小心 快退回来 古风唇这时候也感觉到了危险 那盘坐在地上的人 眼睛一睁 目光如点 冷冷地看了古风唇一眼 然后 他的左手就抄起了插在地上的砍刀 一下子就跃了起来 以迅雷不竭掩耳之声 朝着古风唇劈了下来 这一砍的力道 异常凶嘛 古风唇顿时就吸了一口冷气 不敢硬接 马上就往后移退 黑色的君刺也拔了出来 护在身前 满眼警惕 陈次更是拔出了一把手枪 瞄准了那人 大声喝道 不许动 一动我就毙了你 这人听到陈次的话 竟然有点惊讶起来 好像能够听懂陈次的话似的 他一脸警惕地神色 看了看古风唇手中的君刺 又看了看陈次手中的枪 嘴巴蠕动了一下 慢慢地说道 你们 你们是中原人 他的声音嘶哑无比 说起来 说起来也怪强怪强的 这应该是长期没有说话导致的 不错 算是吧 陈次硬道 他的军衔是少将 但是实际上 这只是他的掩饭身份罢了 他跟军方只是存在合作而已 古风唇却没有说话 死死地盯着这人手中的君子 又反复打亮了这人的脸色 你是郝云来 郝三刀 古风唇盯了许久 心里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个人 很可能就是八十年代 在越南战场上 为了掩护侦察队撤退 而神秘失踪的 郝三刀统治 也是因为他 伯父周鼎轩才会加入W局 追寻这一神秘事件 虽然郝三刀失踪的时候 已经是个三十来岁的人 这样的年龄 也就坚于三四十岁的样子 年龄上有很大的出入 但是古风唇却相信 这应该是郝云来 有着像陈次这样的经历 容颜定格在某一个时间段了 那人手一抖 沉重的鬼头刀 就掉在了地上 他眼睛望向古风唇 眼睛呆滞了一下 然后激动地说道 你 你认识我 我 我就是郝云来 我就是郝三刀啊 郝三刀似乎遇到了 多年没见的亲人时辰 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古风唇看到了郝三刀的反应 就知道没有猜错 可是 他却陷入了一个谜团当中 这郝三刀 不是在越南失踪的吗 他怎么会到了 离越南境内 十万八千里外的 一个海岛上啊 这些年来 他都是生活在这个海岛上吗 古风唇突然发现 在郝三刀的身上 藏着许多 他迷惑已久的秘密 而他也很惊喜 因为这些秘密 或许 很快 就不再是秘密了 陈四却迷惑地看了古风唇一眼 他想不明白 古风唇怎么会知道 这个人的名字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四十六集 由于太久没有说过话的缘故 郝三刀说起话来的时候 声音怪强怪调的 不过 古风唇并不在乎这一点 他最关注的 莫过于郝三刀这些年的经历 他呼吸顿时又急促了起来 说道 郝连长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在你身上 发生什么事了 郝三刀好像没有听到 古风唇的话似的 一个大老爷们 哭得死去活来 不过也难怪 他一个人独自在这海岛上 生活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见到活人 哪能不激动 你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呀 郝三刀没有回答古风唇的话 反而惊讶地看着古风唇和陈四 眼睛里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我们发现了这个小岛 然后就登岛看看了 古风唇说道 陈四却一直没有说话 眼睛死死地盯了郝三刀的脸面直看 心里的一些往事也在回忆着 是这个人吗 陈四心里沉思着 郝三刀却摇了摇头 精密地说道 不可能 这个岛屿 你们怎么可能看得到我 我在这个岛上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岁月了 有时候见到船只经过 无论我燃烧起多少火堆 怎么呐喊 他们都看不到我 甚至连船只从岛屿上 都能穿越过去 你们怎么就能上来这里啊 郝三刀的声音 渐渐恢复了正常 古风唇和陈四对视了一眼 两人自然知道 这小岛是个幽灵岛 很少时间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听了郝三刀的话 两人便知道 这小岛的位置 似乎没有变过 只是世人没有发现 它的存在而已 不过 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很可能就是理论物理学家们 所描绘的异度空间 与人类居住的三维空间平行着 只有偶然的机会 才会出现交集 古风唇脑海里 飞快地想到了一些东西 他清楚地记得 周鼎轩说过 这郝三刀是消失在那绿色的雾 或者光芒里面去的 从此 杳无音信 而在消失之前 他启动了一个血熟咒 而这个血熟咒 陈四也会 这说明 郝三刀的身份并不简单 甚至可以归类为 陈四秦川这一类人当中 证据就是 郝三刀近三十年来 都没有多少变化的容颜 不过 古风唇并没有询问这个问题 无论是陈四还是秦川 都煞费苦心地掩饰着 自己原本的身份 很显然 如果郝三刀跟他们是同一类人 那肯定不会欢迎 古风唇询问这类问题的 古风唇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关于那绿雾 或者说那绿光 这东西 他在大禁地也接触过 在危险的时期 也曾被他转移到了 安全的地带 可是 他一直弄不明白 这绿雾或者绿光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能量 虽然他猜到 与那凤凰胆里的吸壤 也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 反物质有关 但是 其中究竟是不是存在什么关联 他还是依旧不明白 想到了这儿 古风唇虚出了一口气 或许好三刀能够告诉他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沉寂的陈四 突然就发花了 郝云来 你是不是担任过 零四二机构的机动队 副队长一致 你在零四二的曾用名 是好人 好三刀突然就一愣 然后看了看陈四 揉揉眼睛 他的眼神 本来一直都是放在 喊出他名字的 古风唇身上 此刻听到这话 注意力 马上就转到了陈四的身上去了 你是 好三刀越看陈四 越觉得眼熟 突然他就惊到 陈文化 你是陈文化上相 你 你 真的是你 好三刀大叫了一声 就猛地扑了过去 紧紧地抱着陈四 眼泪鼻涕又稀里哗啦地流了出来 陈上相 我可等到你了 我一直还记得你说过 只要是我还没有死 你就会找得到我的 好三刀很是煽情地 嚎啕大哭了起来 这回眼泪比起刚才来 还汹涌 不错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你看 我不是找到你了吗 好同志 当年要不是你 让杨司令带了那一份资料回来给我 我们的人 起码要死一半啊 这近三十年来 我们零四二不少同志 仍然不时深入越南那边 查找你的踪迹啊 陈四赞扬这好三刀的贡献 又恰到好处地提起了组织 并没有将功臣遗忘 不过 他心里竟然没有一点惭愧 发现这个岛屿纯属偶然 要不是发现了这个岛屿 他还不知道 好人同志在这个地方 守了这么多年了呢 看着两人的感慨 古风唇的鼻子都不禁有点酸溜溜的 不过他脑子里却有点不健康的想法 咋着两人的对话 好像有那么一点激情的意思在其中了 想到这里 古风唇赶紧呸了一下 扼杀了自己那不健康的念头 人家那可是战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过神来的古风唇也犯了迷糊了 他只知道好三刀原来也是零四二的成员 而且还是什么机动队伍的副队长 看样子也就是陈次手下办事的 一言难尽哪 陈次松开了好三刀 叹了一口气问道 关于好三刀的事迹 你是听你父亲说的吗 古风唇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 是我周伯父告诉我的 古风唇原原本本地 把在隐城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几句提起 陈次听完后恍然大悟 呕了一声说道 难怪他会进入W局了 这些年来 他也没有放弃追寻这件事情的下落呀 想到周鼎轩在隐城受伤 被他扔到了静止的空间的时候 陈次心里隐隐生出了一丝的愧疚 古风唇皱起眉头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都被你们弄糊涂了 好大叔不是侦察连的连长呢 怎么突然变成你们零四二的人了 好云来现在也差不多六十岁了 古风唇叫的一声好大叔很是贴气 只有好云来自己不知道 自己到底失踪了多久了而已 陈次吸了一口气说道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 在自卫反击战的时候 我不是曾经带着老肖他们 去越南那边执行过一项任务吗 不错 关于这个 古风唇记得很清楚 不过关于这个任务要去的地方 陈次从来都是语言不详 就连最近这个地方 已经被秦川节族现登了 他也是一语带过 不想多说 看来是有些难言之隐在其中 不过 见到了好三刀的出现 陈次的心情明显好了很多 他说道 你是不是很好奇 关于这个任务 我没有详细跟你说过 嗯 古风唇耸耸肩膀说道 我想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陈次微微点了点头 说道 不是难言之隐 而是这话 以前我不能跟你说 说了 我怕你会改变那立场 转身投向了那第三方的势力 而如今 你在我身边 我也是很担心 你会有一天 站到对立的方向去 所以 我才会保留很多 本来就该让你知道的东西 想找一个恰当的时间 再好好跟你说 陈次的神情 明显变得沉重了起来 古风唇脸旁抽搐了一下 心想 这关我什么事啊 但是 见陈次一脸凝重的样子 于是说道 只要你的立场 是对人类有利的 对我们的民族有利的 我就会站在你这边 如果你只是想 谋取自身的利益 而抛弃了人类的 我就会反对你 古风唇一字一眼地说道 不过 应该上升不到这个高度吧 见陈次一脸苦逼的样子 他很想开个玩笑 来缓解一下现场的气氛 因为陈次从来就没有 在这种对话场合 如此肃染过 古风唇很不习惯 陈次苦笑了一下 说道 哼 没有也差不多了 说到这儿 陈次突然转头 问好三刀 老侯 你还记得苏秦这个人吗 好三刀听了陈次的话 想了想 说道 记得 他不就是当年 我们零四二的 高级负责人之一吗 好像 他还是你的副手 哼 不错 他就是我的副手 也是古风唇的妈妈 陈次苦笑着说道 也是因为他 我寻找残存不足的遗址 才会出现漏洞 整个任务才会惨败 陈次说到这里 意味深长地看了古风唇一眼 然后问道 风唇 你还想听下去吗 古风唇听了陈次的话 心头一震 音音已经预料到 陈次要说什么了 有 古风唇的态度很坚决 多年来 他对母亲的身世一无所知 甚至连母亲的名字 也是最近才知道 如今陈次既然肯松口 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我很久之前就知道 残存不足的祖先 是伯族人 这些人 是远古时代 先民的移民 当然 他们并不是最早的 史前人类 而是史前人类 改造出来 或者是实验出来的结果 伯族人经历了 史前人类的数次实验 和灭绝 最终形成了 几乎可以达到 灵魂状态 与肉体状态存在方式 互相转换的存在 这正是史前人类 所追求的 可是 这种变化 却是伯族人 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异变 史前人类无法准确掌握 于是 史前人类 就开始模仿 史前人类的进化过程 创造出人类来 古风纯听了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但是 陈思摇手 示意他不要说话 继续说道 而人类的进化 却让史前人类很失望 人类的灵魂 在自然条件下 无法持久 所以 史前人类虽然掌握了 人类的灵魂变化方式 可是 却无法进一步取得突破 于是乎 他们就准备了一个新的计划 那就是 让伯族人 和人类结合 观察他们后代产生的异变 于是 残存部族 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 这些残存部族的人 却不受到伯人的承认 残存部族的人 对伯人很是仇恨 所以 对伯人发动了 颠覆性质的战争 结果 就导致了伯人的消亡 这是表面看来的事情 实际上 这却是史前人类 所要求的结果 因为伯人掌握了一种 让史前人类都畏惧的东西 那 就是法则 法则 顾风尘不解地问道 不错 法则 这个宇宙的法则 本来是史前人类的至高秘密 是他们存在的根本 也就是精神存在的秘诀 伯族人很聪明 由于掌握了 肉体和精神同时存在的能力 所以 他们假意识 在这地球上 就会形成终极的霸主 而这些史前人类 就会被他们消灭 因为相对来说 具有肉体和精神存在的伯人 已经具备了 取代史前人类的条件了 因为史前人类所有的努力 也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 利用肉体的机能 来发挥他们的智慧优势 建造出抗拒反物质的宇宙飞行器来而已 古风尘点了点头 这一点他表示理解 不过他还有个疑问 于是说道 那史前人类可以利用博人的优势和博人合作 让博人帮助他们制造出宇宙飞行器的呀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陈子唯唯一笑 说道 不错 史前人类自然想 可是博人 却不可能答应史前人类 因为他们发现 自己更进步 更加具有优势 又怎么肯让史前人类奴役他们呢 所以 史前人类才会另求他法 也介于这个原因 史前人类在人类的知识里 剔除了关于精神法则的一切内容 所以人类只有朝着物质层次的世界发展 这种发展 每前进一步都极其困难 而且造成的破坏 也是极其严重的 所以人类到现在为止 文明发展得极其缓慢 要有一次质的飞跃 都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积累 但是人类对资源消耗的速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创造速度了 这样下去 人类迟早都要灭亡的 古风纯点了点头 这个话题 他们早就探讨过了 所以他就让陈寺继续说下去 再取得史前人类支持的残存不足 把史前人类当成了神一般的存在 按照史前人类的要求 建造起了各种遗迹 而实际上 博族人已经把史前人类的阴谋 散落到了世界各地 隐藏在人类的基因密码里 人类会有一天觉醒 知道史前人类的阴谋 那就是在史前人类离开地球的那一天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被消灭 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多的资源作为驱动的能量 所以在历史中 有很多人觉醒过 但是这些觉醒的人 无一例外 被史前人类安排下来的第三方势力弄死弄残了 除了把人整死之外 还要把他们的名声给搞臭才罢休 古风唇又点了点头 比如伟大的秦川同志 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暴君 实际上是不是 隔了那么多年后 不会有人知道 他其实没有做那么多的坏事 很多罪名 都是那些写历史的人 有意无意中给他添加的 话题扯远了 古风唇提醒了陈次 这个他们之前就说过了的 陈次顶了点头 继续说道 嗯 后来残从不足的人也有觉悟过的 于是残从不足就陷入了分裂 而这时候 一直被博人和残从人 当奴隶使唤的惠人族群 突然造反 也就是博冠人灭了残从人 这当然也是史前人类的杰作 因为惠人被博人和残从不足的人都还要听话 而残从不足分裂之后 分别得到了同样陷入了分裂史前人类不同阵营的帮助 这史前人类的分化 是基于要不要离开地球而言的 支持留下来的史前人类 提倡提倡与地球上的物种共同生存 他们就开始扶持了人类当中的力量 让他们去破坏这些残从人帮史前人类建造起来的建筑 可以说 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而刚开始的时候 秦川也是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陈寺竟然有点伤感 可是 我跟秦川最后 还是站在了对立的方向上 他已经倒向了第三方力量 也就是那些 想离开地球的史前人类 扶持起来的力量 这股力量 刚开始是一个很小的族群 是残从不足里面的分化 但是他的名头却不小 他就是巫族 这个世界的一切巫术 古术 匠头等等神秘力量 都是从巫族手中传出来的 巫族以女性为尊 最有名的几个女巫王 一个叫玄女 一个叫八卿 最近一个 叫做苏卿 陈寺说到这里的时候 又看了古风唇一眼 古风唇脑子嗡的一声 顿时就蒙了起来 原来陈寺兜了这么远的圈子 就只为了说出这个呀 古风唇虚出了一口气 眼睛死死地看了陈寺一眼 陈寺苦笑道 怎么不信我说的话 你现在明白 为什么我不想跟你提起 这些话题了吧 古风唇摇了摇头 说道 继续说 听及陈寺说自己的母亲 竟然是个女巫王 她还真的有点冷静不下来 陈寺点了点头 说道 那我就继续说了 由于我不知道苏卿的底细 所以 在那次的任务当中 随行的人员 都是由她负责挑选的 那时候 零四二的研究处于低谷 所以 没有配备机构里的 专业野外知情人员 所有的人 都是直接从军队当中抽取 于是 老肖他们 就这样跟我认识了 而苏卿派来的卧底 也混进了我们的队伍当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四十七集 你不是说 是秦川的人派来的人吗 古风唇有点不紧 这两者之间 还有什么区别吗 秦川实际上 很久之前 就与他们互相勾结了 这其中自然有秦川的参与 可是苏卿 才是主要的黑手 陈寺看了古风唇一眼 很注意古风唇脸色的变化 古风唇点了点头 示意陈寺继续说 陈寺又虚出了一口啄气 说道 那时候 我想找到的 是一个名叫轮回谷的地方 那里是巫族的发源地 也是残丛部落消失前 最后一块领地 而残丛本人 就是葬身在那里 这是我发觉了 蜀畔的罗成 得到的信心 蜀畔的真正陵墓 是在滇南一带 我在很久之前 就挖掘出来了 说到轮回谷 你也听老唐说过 那古族人的寨子 轮回谷 就在他们寨子 后面不远的地方 是古族人 世代守护的地方 古风唇嗡了一声 示意陈寺继续说话 陈寺说道 进入轮回谷 一定要用 无忧花的枝叶 擦遍身体 不然 就会被里面的 股虫吞噬掉的 而也不是所有的 无忧花 都有这样的能力 必须是生长 在轮回谷里面的 一棵千年老树的花 才行 而这棵无忧花 每隔三十年 才会开花一次 而且 开花时间 不会超过三天 三天时间一到 又得花费三十年时间来等 陈寺说到这里的时候 梅雨间有点唏嘘 三十年的时间 对于他这种老怪物来说 并不算得上是很漫长的时间 可是 相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呢 一个普通人 能有几个三十年的寿命啊 轮回谷里 藏有一条神殿的钥匙 这个你早已经知道 而那时候 我遗失了部分记忆 误以为轮回印 就藏在这轮回谷当中 这轮回印 才是我最迫切得到的东西 陈寺说到这里的时候 叹了一口气 说道 那时候 我已经知道 自己快步入了衰老期 而且也想快点寻找到 我千年 之前的妻子 所以啊 做起这一切来 都有点疯狂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陈寺尴尬地一笑 古风唇 也苦笑了一下 陈寺很少提及 他的感情方面 不过 古风唇却只知道 一份感情 一个人能够让陈寺 铭记了一千五百年 这爱不深的话 还真不能让人相信 后来发生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我也不想细说了 而我归来的时候 苏卿 也离开了零四二 跟你父亲 在了一起 那时候 你父亲是个 考古界的新秀 成绩非常卓越 无论是零四二 还是W局的人 都想招揽于他 但是由于苏卿 与秦川的缘故 W局 成功招揽了你父亲 你父亲也因此 得到W局 许多绝密资料 成绩更加费人 而你母亲 则生下你之后 就告诉了你父亲 他的真实身份 从此 就离开了你的父亲 而也因为 他的身份特殊 你父亲 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你 有关你母亲的 任何事情 陈寺说到这儿 又意味深长地 看得古风唇一眼 为什么我父亲 不告诉我这些 你也不肯告诉我 古风唇觉得很不解 因为你的身份 比起你母亲来 还更要特殊 按照传统 女巫王 是不可能孕育出儿女来的 如果孕育出来 那就代表着 史前人类的意识 当然 在巫族的意识当中 就是神的意思 代表着 这人是神的选定者 而史前人类却解释为 这是进化到了 中端的场物 也就是说 你的灵魂和肉体 可以达到了 转化的过程 可以为史前人类 去完成一些 他们无法胜任的工作 古风唇叹了一口气 说道 所以你父亲 根本就不想你知道这一切 因为他知道 这个有多么的危险 当然 他这样做 也是出于保护你的意思 但是直到他的朋友 在罗布泊失踪之后 苏青就出现了 还告诉他 除了你 没有人能够办得到这个 于是你父亲就咨询你的意见 但是 他并不想 你过分参与进去 这个项目中去 但是WG的人 却还是把你拉下水里来 陈寺耸了耸肩膀道 什么工作 古风唇变得有点茫然起来 得知父亲 原来是为了保护自己 才没有对自己 说过母亲的东西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吹出了一口气 心里很是沉重 这些年来 我一直都在查找这个原因 我推测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 残存不足的人 在给史前人类服务的时候 建造出来的这些遗迹里 有着对史前人类 有禁止的东西 毕竟残存不足的人 也有着分化对立势力 而这些势力背后 都是代表着史前人类 不同利益的层面 而反对离开地球的 这些史前人类 必然是教导参丛人 设下了可以限制 普通人能够完成的禁止 所以 另外的一部分史前人类 只好等着 可以克服这些禁止的人前来 可这人 就是你了 古风唇苦笑了一下 那什么女生 早就跟她说过 自己是净化的中短产物 而巴斯巴在遗书中 也说自己是枚棋子 很多人都是棋子 她古风唇 不也是一枚棋子而已吗 而在这一盘 搏异了无数年的大棋里 她究竟代表了哪一方 古风唇仍然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 自己最终要做些什么 我能为他们做什么 古风唇苦笑的 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 唯一能做的 就是阻止他们 就算再不进 也要保持现状 不能让他们得逞 陈四一脸的肃母 古风唇看着陈四 这道貌黯然的样子 深信 要是有一天 他要是站到了 秦川那边去 陈四绝对会 毫不犹豫地拔出枪来 把自己一枪抱头 好大叔 你是怎么出现在 这个岛上的呢 为了赶走抑郁的心情 古风唇决定转移话题 把话题转到了好三刀的身上 好三刀苦笑了一声 说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当时在绿雾里 我好像被高压垫触碰到了一般 残叫了一声 我就昏厥了过去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了 还有 我周竟离开了多久了 好三刀郁闷地问道 顾风唇苦笑了一下 说道 现在是2011年的二月 你自己还算一下吧 好三刀嗷了一声 然后一惊 大叫道 怎么 我竟然在这该死的海岛里 待了27年了 怎么我感觉 就只有十年八年时间而已啊 陈四也点头说道 不错 你已经失踪了二十几年了 一个人在岛上生活久了 分不出时间来 那是很正常的 好三刀的心理状态很好 要是其他人离群所居 独自一人在荒岛里生活了几十年 早就疯了 好三刀却说道 头上不止我一个人 还有几个人也生活在这里 陈四和古风唇都一带 不由地说道 什么 这也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个幽灵岛上 竟然还有人居住 难道自己一行人 在登岛前看到的那一排巫舍 竟然是存在的 老好 你给我仔细说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四迫不及待地问道 好三刀骚了骚头 这长发上估计有不少的狮子 他想了一会儿才说道 是这个羊鬼子 他们居住在山谷的另一边 说完就用手指了一下 两人顺着好三刀 手指的地方看去 发现好三刀指的 竟然是他们昨晚 宿营的地方山谷的对面 那里是一片苍茫的原始森林 在那里啊 古风唇和陈四都惊讶了起来 昨天夜里 他们营地上被一龙袭襟 又飞蛇包围 差点就死在那里 那几个好三刀口中的 羊鬼子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够在那里生存下去 不错 大概有四五个人 来得比我还走 但是他们对我很是戒备 我也不靠近他们 他们经常会伐木下来 弄成小船出海 应该是想离开这个岛屿吧 但是每次都被巨浪 将人和小船推了回来 没有大功率的船只 是开不出去这里的 好三刀说道 好大叔 这些年来 你是怎么在这个岛上 活下来的 古风唇很是不解这一点 好三刀笑了笑 说道 我是个军人 野外生存是基本的本能 在这岛上 怎么都能够找到吃的 森林边缘有很多的果树 江国一年四季都有 森林里也有不少野味 喝不了人 不过这森林里的毒猛兽也不少 别不小心就会遭殃 森林身处 我基本都不怎么去的 听了好三刀的话 顾风唇点了点头 心里很是佩服好三刀 老陈 风唇 你们怎么了 萧中华见两人去了这么久 都还没有下来 心里着急就走了过来 我们没事 老萧 你来看看 这个是谁 陈子的心情显然不错 看样子 他知道萧中华与好三刀是旧相识 老萧 是萧中华 蒙虎团尖刀牌的牌掌 好三刀远远看到萧中华的样子 突然就想起了一个人来了 呵呵呵 不错 就是他 陈子笑了下说道 他 他不是在一九七九年 就牺牲了吗 好三刀有点发懵地说道 不过 陈子却说道 你失踪了这么多年 都还活着 怎么他就死定了呢 哦 是你救了他 看着陈子脸上的笑意 好三刀突然就朝着萧中华跑了过去 一边跑 一边喊道 萧中华 你这个贵儿子 陈老子的那两片茅台 什么时候给我 古风春和陈子两人顿时满脸黑线 原来他和好三刀 竟然还有这种恩怨在其中啊 一听这话 古风春就知道 好三刀这家伙的酒量不错 萧中华先是一愣 但是很快就看清楚了 这披头散发的野人的模样 他揉了揉眼睛 大喝一声 好三刀 是你这个王八高的 你不是死在越南鬼子的手中了吗 说完就狠狠地扑了上来 两个年龄加起来都超过了一百岁的家伙 狠狠地抱了一下 然后猛地用力捶对方的胸口 别说两瓶茅台 两箱 不 两车都给你 小中华捶完了好三刀后 悠悠地说道 老战友啊 我还以为你死在越南了 几次想去找你的尸骨都找不到 后来 还是老臣说你神秘失踪啊 我才死了这条心 好家伙 你一点都没有老啊 你还不是一样 我从七九年找你 找到八三年呢 从一个带牌掌当到了连掌 都是因为找你这个王八蛋还债啊 好三刀打量了一下肖中华 笑呵呵呵地说道 他妈的 老子是在做梦吗 昨天晚上才梦到你还了我那两瓶茅台酒 结果伸出舌头来品尝品尝的时候 娘的 甜到的 全部都是雨水 走 战友 跟我下去 到了船上 咱们扯开肚皮一喝 往死一喝 肖中华一抹眼角的泪水 他不像尘似古风唇那般 见到好三刀问三问四 而是实实在在地开心 其他的问题 好三刀要是不愿意说 他就不会问 呵呵呵 行 好三刀大笑着说道 大步就跟着肖中华往下走 扯得步子太大 他的裤子顿时就发出了 阿拉的丝破声 小中华见状 马上把自己的大衣 披在了好三刀的身上 还从背囊里拿出了一套自己的衣服 说道 老家伙 下面人多 先换上套像样的衣服下去 有女娃子呢 看着好三刀衣不蔽体的样子 小中华马上就想到了这些 好三刀也不客套 马上接过了小中华的衣服 快速地换了起来 谷风唇见到两人这个样子 很是不解 他没认识 而且还很熟悉 他是在问陈思 陈思点了点头 说道 不错 好三刀跟小中华 本来就是同一个牌的战友 小中华是牌长 好三刀是副牌长 战争打响之后 小中华被调到了我的身边 去了雨林 而好三刀却顶替了小中华的位置 在边境里打了几年的恶战 屡剑战功 拙升到了连长 直到1984年失踪 好三刀不是你的人吗 顾风唇有点难以想象 不错 这并不冲突 陈思拍了拍顾风唇的肩膀说道 因为他在参战之前 一直就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零四二的 另外一个是军方的 不过他在零四二里的职务 显然是更高一点 好三刀是个战争狂人 血液里流着的都是沸腾的血液 所以啊 我才让他去越南那边 既可以让他打仗过眼 又可以搜集我想得到的资料 原来是这样 顾风唇恍然大悟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好三刀 萧中华最后是在你身边呢 你看他找萧中华找了很久啊 这总不可能是为了两瓶酒吧 当然不是 陈思叹了一声道 萧中华临走前 知道自己将九死一生 但是不想让战友们担心 只说去执行个侦察任务 而萧中华和好三刀 都爱酒如命 每次立功之后 部队都有嘉奖 而两人都是申请几瓶 特供的茅台来分给战友 这是许司令的最爱啊 所以军中的将士们都爱这一口 萧中华临走的时候 说回来的时候 会带两瓶特供的茅台回来 而好三刀就等这两瓶茅台 等了这么多年 而后来萧中华虽然被我救回来 但是还适应不了 自己是个不死人的身份 所以让我隐瞒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还活着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讲 但是得知好三刀失踪之后 他又返回了部队 到好三刀失踪的地方找了好几次 不知道为什么 听了这话 顾风纯的心里有点犯酸 这就是战友情吧 顾风纯不说话 默默暗当 唐麦秋剑辰四和谷风纯 竟然带回来了一个大活人 心里很是惊异 不止他 全队人都惊讶不已 看着野人一般的好三刀 都忍不住打量着 除了萧中华 胡志伯他们 倒是不认识好三刀 毕竟这些人当年 都是来自不同的军区 不认识也是正常的 不过 从萧中华的眼神里 他们就知道 这个野人是他的老熟人 我们走吧 这时候 阳光已经笼罩在了 整个岛屿上 清晨的阳光照在大地上 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 陈寺等人却知道 此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 各种野生动物都会出来觅食 遇到石草类动物还好 要是遇到像义龙这种残暴的家伙 那大家就难免又有一些麻烦了 但总的来说 比起昨夜来 大家还是安心了不少 毕竟是生活在阳光之中的人 对黑暗的适应 远远不及于阳光 而陈寺也没有多大的担心 因为队伍里有了一个 生活了数十年 与此的好三刀 有什么危险的话 那他一定可以发现的 唐麦秋走进谷风唇 不解地问道 风唇呐 这个人是谁啊 古风唇在路上 就跟陈寺他们商量好 关于好三刀在这里的托词了 连忙说道 是一名海军战士 因为一次秘密测试任务失败 滞留在这个岛上了 逃上了这个岛屿 就这样 生活在这里了几年 只知道他叫好三刀 据说 跟萧中华还是老相识 服役的时候 相处了半年多 听了古风唇的话 唐麦秋并没有起疑 点了点头 叹道 唉 这人跟鲁宾逊差不多 没了 他还叹道 这个世界还真小啊 在这里 他也能够遇到老战友 也算是一种幸运了 古风唇点头称是 看样子 唐麦秋是相信了 他们临时胡编乱造出来的 这番话了 不过 他也知道 这样的话 也只能骗骗像唐麦秋 这样的人 像胡志伯他们 是骗不了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48集 跟萧中华谈得上 是老战友的人 少说都一把年纪了 这个看起来 不过就三四十岁的 好三刀 怎么可能会是 像个六十多岁的人呢 胡志伯等人心知肚明 这个好三刀 跟自己 应该是个同类 也不点破 但是看好三刀的眼光 却明显不如 这些队员那么警惕 心里反而有着 思思的亲切 这个世界 同类的人可不多呀 这是早上 会有怪鸟出来觅食 大家要小心一点 好三刀警惕地 用手遮住了额头 看看天空 慢慢说道 你是说翼龙 萧中华说道 他知道好三刀的文化 并不算很高 而在他消失的那个时代 消息相对比较闭塞 好莱坞大片 侏罗纪公园 也还没有拍出来 关于这怪鸟 是恐龙的一种 好三刀的脑海里 估计是没有这个词的 萧中华这话 实际上是在提醒 好三刀不要随便说话 以免暴露了身份 引起队员的惊艺 不错 当过侦察连连长的好三刀 很是寂静 马上就应当 就是那个东西 大致的翼龙还好应付 只要不主动挑衅他 他一般都是在海岸里捕鱼 他们也不拒军 所以危险程度较低 而另外一种体型比较小的 那就危险了 他们成群捕猎 我曾经在森林边缘 见到被他们猎杀的大型动物 比大象还大的动物 都死在他们的袭击之下 好三刀提起这种恐怖动物的时候 心有余悸地说道 显然 这翼龙给他留下了阴影 古风唇默默地点了点头 心想 这比大象还大的动物 估计也是恐龙版 只是不知道 他是食草类 还是食肉类的动物而已 对于恐龙 古风唇心里 总是存有意思的阴影在其中 这当然是与他 险些葬身迅猛龙的爪牙之下 所造成的 大家当然知道 这翼龙的厉害 昨夜 营地就是被这群东西回去的 不过 黑夜里 他们都占据不了什么便宜 白天的时候 他们要是赶过来挑衅 那无异于是自寻死路 白天能见度高 只要他们进入枪支的射杀距离 虽然大伙的子弹存余不多了 但是 也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除了这翼龙 还有什么危险的不 陈思问道 有 这个可多着了 不过危险的地方 大多数靠近森林和山谷那边 在这些地方 有毒蛇 蝎子 蜈蚣 这个 只是普通的虫制 森林里面 不时还会传出 虎啸龙鹰般的怒吼 估计里面啊 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呢 不过 我一般都是在森林外围活动 对里面所知不多 这里的危险 虽然相对少点 但是 也很是厉害 除了有少量的毒蛇猛兽 各种有毒的植物也不少 有食人花 食人树等等古怪树木 如果看到有大朵的鲜花 绝对不要靠近 树下有动物尸骨的树木 也千万不能靠近 不然 就麻烦了 郝三刀一脸警惕地说道 陈四点了点头 这里靠近热带 植物生长的类型 本来就多杂 而郝三刀所说的植物动物 都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 而且就是分布在 温带热带区域较多一些 所以 他可不敢当这话是耳边风 当即让众人小心行事 太阳渐渐爬升了起来 阳光照在了岛上 这让人觉得暖洋洋的 说不出来的舒服和亲切 靠近赤道的地区 阳光向来猛烈 可是 大家并没有觉得这阳光毒辣 反而觉得很安全 可是唐麦秋 突然眉头就皱了起来 他看了看海渡深处 正在凝聚的乌云 又测了测风向 就对着陈次说道 老陈 你看 又一场大暴雨在酝酿了 陈次顺着他眼光看去 看了看乌云就说道 不错 看样子啊 这场风暴的持续时间 恐怕很长呢 我们是不是该让船员 登陡壁一下 这海域附近的巨浪 可不是我们渔船 所能够承受的 唐麦秋深以为然 两人对气候都较为了解 知道这种快速凝聚 而又沉厚的乌云 经过这里的时候 会带来怎么样的狂风咒语 郝三刀却深情凝聚 良久才说道 奇怪了 我在这个岛上 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雨云 在这个方向凝聚的 哦不 我刚到这个岛上的时候 那天也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 郝三刀好像想起了什么 脸色大变道 不好 大家得快点离开这里 不然就走不了了 陈四见郝三刀 突然变得如此紧张 心中里然 连忙问道 怎么回事 郝三刀压低着嗓子说道 我二十 当年来到这里的那天晚上 也是从这个方向 飘过来了雨云 从那儿 再也没有从这个方向 出现过雨云了 而从此 我就无法离开 这个岛屿半步了 我想 这事情肯定不会是个巧合 这里面 必有讲究 郝三刀可是侦察连的连长 心里敏锐程度 何其其微 一下子就把自己心中的隐虑说了出来 他的前台词 陈四和古风唇听得很清楚 那就是这场风暴来临后 这个幽灵岛 就可能会在狂风暴雨里的海上消失 不知道出现在哪个空间的海域里面了 与现在的世界平行着 不知道多少年之后 才会有机会出现一次 老唐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陈四脸色不由地变得起来 大声说道 唐麦秋有点没反应过来 这家伙刚刚不是才说 要让所有的船员登岛避雨吗 怎么突然就出尔反尔了 不过 他早已经对陈四的一惊一诈 习以为常 马上就说道 行 大伙加把劲 将不必要的东西就得丢弃 减轻身上的负担 争取在大雨来临之前 离开这里 罗小丹不解地问道 风唇 怎么了 不就是下雨吗 咋你们这么紧张啊 古风唇带了个人回来之后 他就没有什么机会 跟古风唇说话 于是趁机问了一句 古风唇却拉着他的手 说道 先别问 赶紧跟我走 等我们离开这里了 你就明白了 罗小丹没见古风唇 这么紧张过 于是点了点头 乖乖地说道 哈 队伍在昨夜被翼龙 袭击营地的时候 已经丢弃了大部分的资种 随身携带的东西 都是相对较为轻便的东西 听闻了桃麦秋的话 众人便把身上多余的东西再次腾空 衣服之类的尽数丢弃 反正这些船上大把 食物也只带了少量 除了可以每片提供一天能量的营养片外 其他诸如罐头之类的东西 也全部扔了 没有子弹的枪支 也被拆散丢弃 人人都做到了一切从简的要求 做完了这一切 在唐麦秋的带领之下 就大步飞奔了 陈寺看了看远处的天空 在心里默默地计算了一下时间 以现在的速度来看 雨云到达海岛的时间 远比他们离开这海岛的还要快 陈寺长长地虚出了一口气 心情变得沉郁了起来 心中不由地发出了 快快 加把劲这类的催促声 古风唇也明显发现了这一点 但是他的速度却比不上众人 因为他还要兼顾着罗小丹 罗小丹的速度虽然不慢 但是比起这些 绑大腰圆的队员们来 他作为女性的天生弱势 就体现了出来 而由于昨夜下完了大雨 路上积水泥泞处极短 非常难走 罗小丹就这样 一路磕磕碰碰的 硬是与众人 拉开了好大的一段距离 而古风唇为了照顾他 速度也快不起来 哎呦的一声 被荆棘一半 罗小丹马上就倒了下来 顺着下坡滚了几下 摔了个满身泥泞的 幸好是古风唇及时拉住了他的手 他才没有继续往下面滚动 小丹 没事吧 古风唇拍了拍 罗小丹头发上沾染的泥水 紧张地问道 没事 罗小丹觉得浑身上下都发疼 但是为了不让古风唇担心 摇了摇牙就要站起来 但是半路腿确实一酸 腰就弯了下去 扭到脚了 古风唇问道 不是 脚有点酸而已 一会儿就好 罗小丹解释道 抱着我的脖子 古风唇眉头一照 马上就想出了办法来 时间紧迫 他看没有时间让罗小丹慢慢来 罗小丹却摇了摇头 说道 我能走 他已经拖累了古风唇太多 不想再让古风唇如此劳累了 叫你抱你就抱 古风唇大声说道 等你站得起来的时候 这个道已经沉下去了 古风唇解释道 什么 罗小丹顿时就花容失色 古风唇不等罗小丹反应过来 就抱起了罗小丹 追赶着众人 这时候 他们离人群已经有二十米了 陈子正焦急地回头看着他们两个 看到古风唇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赶了过来 他才安心了一下 他知道古风唇的能耐 别说不到一百斤的罗小丹 就算是一个两百斤的大汉 古风唇也能够举重若轻 罗小丹见古风唇满脸汗水 心中既感动又愧疚 心想 他怎么老是会救我 而我为什么总是当了他的累赘呢 古风唇却没有想太多 他抱起罗小丹的时候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敢说话 全凭这一口气 支撑着自己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抱着一个人的古风唇 在崎岖泥泞而没有道路的地方跑起来 困难很是不少 古风唇突然就摔倒了一下 脸色也变得苍白了起来 他突然就觉得小腿突然发麻了起来 而小腿发麻之前 他那敏感的神经 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攻击了他 罗小丹也被古风唇吓了一跳 他抱紧古风唇 急忙问道 风唇 你没事吧 是蛇 古风唇大脑很快就判断出来 刚才是一条毒蛇袭击了他 应该是腹蛇 古风唇很是冷静 他望向一旁的草丛 果然 一条灰黑色的腹蛇正盘着身子 挑衅地对着古风唇露出锋利的獠牙 混账的东西 古风唇心里暗道 腹蛇的毒性 虽然说不上非常猛烈 但是 一个小时内置人于死地是足够的 而在血液循环加快的时间里 这个死亡时间将会变得更快 要是换作平时 古风唇肯定会抽出君子来 砍掉这个咬他的舌头 但是 此时明显没有时间了 我没事 古风唇沉着地说道 不小心摔了一下 你没事吧 说话的同时 古风唇拔出了君子 在被腹蛇咬到的地方 隔着裤子狠狠地割了一个石子 用力一压 黑乎乎的心血 就被他挤了出来 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地包扎 抱起罗小丹 就继续跑了起来 他很自信 自己会没事 只要把毒性排除一部分 上传之后 陈四自然能够为他解毒 古风唇对陈四的医术 已经不能用佩服来表达 他随便交出来的一个徒弟 在W局就被人奉为神医了 可见陈四的医疗水平 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你受伤了 罗小丹没有见到毒蛇 而古风唇处理伤口的速度 也很快 罗小丹 只是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 没事 只是被蛇咬了一口 放了一点毒血 应该没什么事了 古风唇觉得 有点头晕目眩 脚步也不大稳妥 这典型是毒蛇 已经顺着他的血管 循环到了心脏的征兆 而周身的神经 也开始被毒素麻痹了 好厉害的蛇毒啊 古风唇在心里暗暗惊道 看样子支撑不了多久啊 古风唇狠狠地咬住了舌头 剧烈的痛意 传达到了脑部神经 让他的神志 变得清醒了许多 剩下的这一段路程 其实并不远 封过了一个 长满了荆棘的山丘 就是昨天 他们下船的沙滩了 由于昨天 已经走了一段路 又因为荆棘有毒 所以开辟出了 一条简陋的小道 对于逃离岛屿的众人来说 这就是一条通天大道啊 大家快点啊 好三刀跑在最前面 身段如鸢脑一般敏捷 没穿鞋的脚板 踩在这些满是碎石的山丘上 没有丝毫的痛楚 由于常年赤脚生活 他的脚底已经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剪 别说碎石 就算是普通的刀刃 也割伤不了他 看着越来越接近岛屿的雨云 和海面上苍茫的一片 就知道这一片雨云 已经在海上肆虐了起来 远处海平线上白沫翻滚 除浪滔天 就知道这是一场 即将降临在这个岛屿上的大风暴 朝着两点钟的方向 我们的小艇在那边呢 唐麦秋气喘吁吁地说道 他不但见到了小艇 五艘渔船也整齐地靠近潜水地方 昨夜风暴太大 得到陈寺的指示 渔船全部靠近海岸避风浪了 陈寺见渔船上很是安静 连忙拿出一把信号弹枪 朝着天空就抠动半斤 这是与船只上约好的信号 见到这个信号发出 那就是出了大问题 随时撤离的信号 这是任务失败后 才会发出的求救令 留守在船只上的船员 马上就紧张了起来 船员们也从望远镜里面 看到了仓皇向着海岸线 逃来的队友们 马上就警惕起来 船长们纷纷下令船只 马上整装待命 小艇上的船员也纷纷开动了起来 随时为准备登船的队友们实现大转移 砰砰砰 陈寺马上又发出了三发信号弹 这是要求大船离开海岛 在附近海域游异的小船准备转移人员的信号 这个信号更加紧急 这个信号颇有壮士断腕的意思 那就是能够转移多少人就转移掉多少人 吊队者是不需要等候的 船上的人很是郁闷 这些队友们在海岛上遇到什么危险了 可是 从望远镜里 却没有发现他们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着 不过他们也发现 信号是从陈寺手中发出来的 不自由假 这也不是军队 没有必要搞什么演习 而看着这些人仓皇的样子 那就说明有大事发生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事情 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这种现象还真让人有点悚然的感觉 分队登庭 唐麦秋快速地做了一个手势 大伙马上就散成了几队 朝着海岸旁边 引擎已经开动的小艇狂奔而去 而这时候 海面上已经掀起了透天巨浪 乌云已经笼罩了整个海岛 狂痘大小的雨水 在狂风的夹杂下 劈头袭向众人 古风春心意紧 由于中了蛇毒的缘故 他的体能已经比不上之前 而家上抱着罗小丹 那速度就更加落后了 明显地落后了众人四五十米 大家都已经在登船了 他还在沙滩那边 脚陷入沙子里面 古风春的速度变得更慢了 登上了船车的沉寺 见古风春落后 马上就扯开了喉咙 大声呼唤 风春快快 小艇在风浪当中摇摆不定 几次就差点把小艇们冲上了岸了 沉寺一看其他小艇上已经满人 连忙喊道 老汤 带大家转移到渔船上 远离这处海域 我等等风春 得到沉寺的指示 唐麦秋一挥手 其他小艇就朝着渔船驶去 只剩下沉寺和萧中华 胡志伯几个老人 在苦等着抱着罗小丹的古风春 快 风春 快 看着前面空间 好像有点扭曲的海岛 沉寺恨不得马上跳下去 拉古风春一把 而他这一意图 却被萧中华等人发现 紧紧地把他给按住 老陈 别做傻事 我们都指望着你呢 风春很特殊 他不会有什么事的 胡志伯在一旁劝道 终于 古风春扑到了海里 海浪一下子就浸泡到了他的腰间 他往后亮枪了一下 险些又摔倒了 靠近 快点 陈寺指挥小艇接近古风春 但是 在风急雨大 浪高的海边 哪儿有那么容易啊 好一会儿 古风春才靠近了 小艇的右衔两米多远处 这时候 古风春突然好像 料想到了什么 把抱在怀里的罗小丹 用尽全力地 往小艇一抛 大声说道 陈寺 照顾好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被古风春用力一抛 罗小丹顿时凌空而起 而古风春 却由于用力过猛 脚步一扶 被海浪一推 往海水里倒了下去 马上就被淹没在海水当中 风春 罗小丹和陈寺同时叫了起来 而陈寺大叫的同时 接住了罗小丹 他见古风春体力不支 就知道大事不好 于是大声喊道 老萧 救他 不等陈寺发话 萧中华已经从小艇尾 先往海水里一跳 不要 郝三刀手急眼快 一下子就拉住了 萧中华的小腿 他臂力惊人 一下子就把萧中华 拉回了小艇当中 太迟了 郝三刀喘了一口气 说道 原来 在古风春沉入海水的瞬间 眼前的这一座岛屿 竟然已经神奇地 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狂风暴雨 也顿时增大 小艇在大浪里 漂白不定 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 风春 罗小丹目瞪口呆 小岛连同古风春 一下子就从他眼前消失了 他的脸 顿时就苍白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啊 他拉扯着陈寺的手臂 大力摇晃着 无法接受 也无法理解这个事实 不过 有一点他是知道的 那就是 古风春不见了 为什么众人 会如此着急 离开这个诡异的岛屿 原来 还有这样诡异的事情 存在的呀 罗小丹很清楚 如果自己不拖累了古风春 古风春一定不会有事的 风春 罗小丹无力地趴在船弦上 眼泪混合着雨水 落在了茫茫太平洋里 那好 有什么办法救回他 确定了海水里 没有古风春的踪迹之后 臣似双目赤红 处于半暴走的状态 萧中华等人 已经不顾风急浪高 跳到海水里 寻找古风春了 没办法 这个海岛 一定需要一个活人 守候着这里 不过你放心 这小伙子不错 他应该可以活到 这个岛屿再出现的时候的 好三刀平淡地说道 我刚到这个岛屿的时候 就听到一个神秘声音 跟我说了 这个岛屿需要一个守护者 直到永恒的结束来临之前 或许是这个岛屿 悬中了他了吧 在海岛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离开了海岛 他并无太多的欣喜 眼角里 只有一抹深深的忧虑 陈刺听了好三刀的话 却眼前一亮 不过 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让小婷 在海面上盘旋一下 就撤离了开来 他看着罗小丹 那失神的眼神 淡淡说道 放心吧 小丹 封唇会没事的 罗小丹茫然地点了点头 但是 看着苍茫海浪 他的鼻子 就忍不住一酸 驾驶舱里 曾远航换上了 干爽的海浑衫 抖擞精神地 看了显示器上的雷达显示 他对着旁边 脸色黑黑的陈刺说道 完全侦查不到海岛的存在 而且气象显示 这接下来的几天 都有风暴 我建议 我们现在 必离开这一片海域 躲开风暴 不然 船只可能会遇险 要知道 我们的船只 只是从普通渔船改造承担 并没有太大的能力 对抗海洋里的风暴 而且周围一区域 就算是开着航空母舰 也不确定安全的地方啊 我们的渔船 面对着这支海域 根本就没有成熟的能力 陈刺看了看气象报告 深情凝重 本来这个季节 应该风平浪静的时候 可是这些年 受到了奥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变得诡异 莫测了起来 当然 这一片海域 本来也是个不平静 只是 受到了这种 诡异的气象影响 变得更加恶劣了起来 不 我们在这一片海域 停留三天 陈刺在心中 默默计算了时间之后 慢慢说道 曾远航心里一惊 脸色一沉 说道 老板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想在这一带海域 搜寻古风唇是不是 可是你知道 我们即将面对的 是什么样的气候环境吗 未来三天 这个海域里 狂风暴雨不断 风力更是可以达到 十级以上 我们的渔船 在茫茫大海里 遇到这种飓风 想存活下来 本来就不容易 而我研究过 这一带的水温环境 这里受到海底 和其他地理条件的影响 海浪甚至会形成 不同波段形状 三角形海浪 是最容易产生的 它们能够轻易地 把萌冲巨剑加起来 让它们 在自身的压力下 断成几段 这还不止 大漩涡 龙卷风 灾难 随时都会出现 难道古风纯的命 就是命 这五艘船里面 数百人的性命 就不是命了吗 再说了 能够搜寻到古风纯的机会 本来就渺茫 就算找到了 也未必 曾远航的话 如果他不在了 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 你说 我该不该冒险等等他呢 曾远航本来想辩驳几句 但是听了陈次的话 他只好叹息了一下 咬了咬牙 却是默不作声了 陈次拍了拍曾远航的肩膀说道 你说得很对 谁的命都是命 可是他不一样 如果没有了他 那我们就阻止不了一些人的阴谋 这些人能够害死的人 会是我们这里所有人的千倍 万倍 十万倍还有多 我们到了那个时候 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陈次重重地叹齐了一口气 望着玻璃船外 风雨如晦的样子 陈次心里 从来没有如此地阴沉过 曾远航又是一阵地沉默 凉久了才问道 老板 你确定他还会出现吗 曾远航知道顾风纯是消失在那海岛之中 随着海岛的消失而消失了 幽灵岛的故事对于曾远航来说并不陌生 许多航海员终其一生也未能见过一次 怎么可能三天之内 顾风纯就能够从其中逃了出来呢 当然也不是没有好一点的例子 比如好三刀这家伙 但是据说他也是在海岛里生存的数年 才遇上了自己一行人呢 也已经是了不得的好运了 当然 他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陈次骄傲地说道 古风纯被海浪一卷 倒在水里的时候 他猛地喝进了几口又咸又涩的海水 非常难受 而用力把罗小丹抛上小艇的时候 他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 在毒蛇的侵袭下 整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游进灯窟的处境 想从海水里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这时候 他忽然觉得后背有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道 在拉扯着自己 以至于他根本无力谈动 他知道 这个小岛很快就会在大海当中消失了 古风纯这时候隐隐担心 陈次这个家伙 会不会也会傻傻地跳下来救自己 虽然希望获救 但是他并不希望陈次像他一样 被困在岛屿当中 我就要这样子死了吗 古风纯失去意识之前 发现自己并没有面临死亡的恐惧 反而觉得自己身心都很安详 好像一束白色的光芒 笼罩在他的身边 罗小丹的笑颜 叶牙的剑眉 和陈次的笑声都出现在他的身边 还有他父亲给他做了小小考古用的笑锤子 一个女人的背影 模糊而亲切 这个 这个 或许就是母亲苏青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古风纯觉得脸上一疼 他蒙得睁开了眼睛 旁边一群红嘴鸥受到惊吓 扑腾着翅膀飞远了 看样子 这群红嘴鸥是把他当成食物了 古风纯惊讶地发现 他的头顶上竟然是烈阳高照的 晴空万里 而他的身子 却被沙子掩埋在沙滩当中 他用力地坐了起来 一抖身上的沙子 看了看周围 他发现 自己就躺在自己摔倒下去不远的地方当中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古风纯的头脑 也渐渐地清醒了起来 首先 他最惊讶的是 他怎么还没有死 寻常人溺水一般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治死了 他还能活下来 真是个奇迹 不过 他也没有打算深究这个 因为他身体 因为他身体异于常人的地方 本来就多 再加这个也不奇怪了 虚出了一口浊气之后 古风纯慢慢站了起来 他第一个就想到了 那毒蛇咬过他的小腿 连忙检查了伤口 他担心伤口被海水浸过后 会发生溃烂 在这荒岛里 身上带有炎症 可是个大麻烦 不过 检查完了伤口之后 他就松了一口气 小腿上的伤口 竟然已经愈合了 只留下一个浅浅的石子疤痕 古风纯又是一阵惊恶 暗想自己究竟昏迷了多久 抬头望了望 处于头顶的太阳 又看了看地上 发现自己并没有影子 就知道 这是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时候 应该是中午的十二时左右 不过 对于自己昏迷了多久 他倒是没有一个概念 不过见到腿上的伤口 已经愈合 蛇毒也没有发作的迹象 古风纯确信 自己总算活了过来了 不过此时 他腹部空落落的 胃部早已经犯酸了 身上的背囊 早已经被海狼卷走了 除了身上的衣服 和长靴里别着的君子 他身无常物 这时候的古风纯 急需得到食物和清水 按照好三刀的说法 这个岛屿上并不缺少食物 可以捕猎 也可以失去野果冲击 不过 古风纯却还没有打算 要去找这些东西吃 在队伍撤离的时候 丢弃了大量的物资 里面除了食物之外 还有枪支 少量的弹药和衣服 这些都是生存的必需品 不过 古风纯也明白 这里的生存环境的恶劣 这里的恐怖东西 可绝对不少 一不小心 他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就算可以躲过这一切 古风纯还要面临 比生存下来 还要困难的 一个大难题 那就是 他脚下的土地 是一个幽灵岛 陈寺和他的船队 已经消失不见 古风纯相信 实际上 陈寺的舰队 还在这一片海域游野 可是却处于 不同的空间里面 根本就无法接触 古风纯想离开这里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 古风纯却不相信 自己会像好三刀 那么倒霉 需要留在这个岛屿里面 这么久 他古风纯是谁 是史前人类 视为同类的人 是一个进化了 亿万年的终端产物 是史前人类计划中 不可缺少的一环 就算陈寺没有能力救他 史前人类 也不会置之不理 而且古风纯相信 这个幽灵岛 如此诡异神秘 很可能就是 史前人类的杰作 在这儿 危险虽然存在着 但是也随时有着 意想不到的惊喜 所以古风纯的心情 还不算特别的糟糕 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古风纯拔出了君子 警惕地看了看远处海面上 盘旋着的几只巨大的翼龙 然后就沿着之前的道路走去 他现在需要去补充一下能量 然后收拾完毕之后 他就去这个岛屿的深处看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身上的水分蒸发干净之后 古风纯的头发上 身上的衣服和裤子上 呈现出一丝白滑滑的盐子 但是身上却是黏糊糊的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 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他才回到了 遇到好三刀的那个地方 地上一片狼藉 不过古风纯却是一阵欣喜 看着这地方 他就知道 这里没有翻动过的痕迹 知道岛上的动物 还没有到这个地方捣乱 他连忙将地上丢弃的 罐头饼干捡起来 打开了包装 狼吞虎咽了起来 由于吃得太快 古风纯很快就被掖住 于是他又拿起 不知道是谁丢弃的军用水壶 摇了摇 里面还有大半湖水 古风纯不敢多喝 轻轻地抿了一口 在找到水源之前 这就是他的活命基础 别看这岛屿雨水充足 可是这雨水来得快 去得也快 目前所发现的地方 都是坡度较高的地方 根本无法蓄水 雨水落地 就会顺着地时流到了海里 除此之外 岛上的阳光充足 蒸发量也是惊人的 不过古风纯却相信 这岛中肯定会有水源 从山谷那边森林的繁茂程度来看 就可以知道了 只是那片森林 连好三刀都不敢轻易涉足 古风纯如果想去那儿 得好好掂量一番自己的金粮了 喝完了水 又将地上能够用得上的东西 打包了一下 幸运的是 现场还遗留下来了 两个大杯囊 里面有着干净的衣服 古风纯马上就把身上那身 黏糊糊的衣服给换了下来 然后把换下来的衣服 装进杯囊了 然后又将散落在周围的食品 装了进去 不一会儿就装了满满的一杯囊 不过却没有他想要的营养片 要是有一瓶那样的东西在 起码一个月内 他不需要去寻找食物 装好了食品 古风纯将其他可能用得着的东西 全部收集起来 用塑料袋装好 又搬了一个石头 压在上面做好记号 一杯不时之需 他虽然自信满满地认为 自己会很快离开这个岛屿 但是生性谨慎地谈 断然不会很乐观地认为 下一秒钟就可以离开这儿 他很清楚 要在离开之前 肯定有一分坚固的精力 中午的阳光很猛烈 为了减少水分的流失 古风纯从杯囊里 拿出一件衣服 然后用军刺砍下几根树枝 做了一把简易的遮阳伞 这段时间来 他已经学会了不少野外生存的本领 这不是考古队或者书本的知识 所教导的 全部是特种部队里面的教官 教他的那些真正的筋骨环境里面的 生存方法 虽然很多办法他还没有实践过 但是几次模拟野外生存 他的成绩都是优加 在这孤岛中 生存下来的可能性 大幅度地提升了许多 做完了这一切 古风纯走到一处高地 仔细观察了岛屿 他欣喜地发现 这岛上竟然还有湖泊 这湖泊处于森林的深处 成一个圆形 应该是火山喷发造成的湖泊 是个淡水湖 古风纯很快就做出了判断 但是他却对于 要不要去到那湖泊里取水 犯难了 那可是森林的深处 围绕着水源的地方 危险的技术可是被脏 水源周围就足以形成 一个庞大的生物圈 有生物圈的地方 就会有着弱肉强食的现象 而有弱肉强食 这一现象的地方 就存在着危险 古风纯看了看 捡来的一支手提式机关枪 也不知道 是哪个队员遗落下来的 里面竟然还有半弹夹的子弹 而地上也有好几个弹夹 勉强够他用上一时半会儿的 想了想 顾风纯一咬牙 就朝着森林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其实 叫他野外生存的教官 已经告诫过他 在海上遇难 最好的求助方式 就是在海岸附近 这样才会有被发现的可能 往岛内深入 显然是不可取的 没必要的话 尽量减少在这类地方的活动 不过 古风纯却知道 他就算在海滩上 躺上十年八载 也不会有其他船只过来 这个岛屿的怪异 他很是清楚 古风纯清楚地知道 自己一定能够离开这个岛屿 但并不是意味着 他可以躺在沙滩上 晒日光玉就可以的 必须经过一番 艰苦卓绝的冒险和运气 才有这个机会 只有自助者 方有天助之 走了一段路程之后 已经接近了森林的边缘 突然 古风纯耳边就传来了一阵 窃窃私语般的声音 蓬莱岛上 永远需要一个人守候着 在顺风的时候 潮汐起伏的时候 启航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五十集 蓬莱岛上 顾风纯愣了一下 暗暗惊道 难道这个诡异的小岛 就是传说中的 三大仙山之一的蓬莱 这也太他妈的坑爹了吧 蓬莱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 作为仙山的形象 出现的次数极多 与另外的两个仙岛 方丈和迎州 合成三大仙山的 有道是 人间有仙境 得道在蓬莱的说法 连大名鼎鼎的秦始皇 也为之神亡 派出了徐福前来求先 当然 这只是历史记载里 如此写道 古风纯知道 实际上 秦始皇派徐福前来 那肯定还有什么 大秘密在其中 古风纯心里一阵失落 这个鬼欲一般的 恐怖小岛 竟然就是传说中的 蓬莱仙岛 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异 实在是太大了 任凭是谁 都难以接受得了 传说中的亭台楼阁 飞檐走壁没有 只有荒山野岭 苍茫森林 和周边恶劣的 滔天巨浪 在船上看到的 那几间房盛茅屋 也不知哪里去了 传说中万年神龟 千年白鹤 长寿梅花鹿 只落无铜的凤凰也没有 只有地上爬的 蜈蚣毒蛇 天上飞的翼龙 水路空三溪 攻击人类的 古怪飞蛇 传说中 鹤发童颜的仙人没有 美貌倾城的仙女没有 长生不死的仙药 和攀桃也没有 持有孤零零的古风唇 和周围那沉寂的环境 和隐藏在周围的那些 与置他于死地的 各种掠食者 古风唇花了几秒钟 感慨了一下 自己悲惨的命运后 然后把精力放回到了 那一句突如其来的话当中 这里需要一个人守着 顾风唇嘀咕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过 他很快就联想到了 好三刀的遭遇 皱起了眉头 自言自语道 不对啊 好三刀不是说 这里还有几个洋人生活吗 这里应该不止一个人 不过 想到这洋人 顾风唇顿时觉得 心里怪怪的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默然想了起来 这几个洋人 不会就是那艘 荷兰人船只里 失踪的人吧 想到这里 顾风唇嘶嘶地 吸了一口冷气 这些人失踪 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顾风唇暗暗想到 不过 他并不敢肯定 自己的猜想 就像好三刀那样 很明显 好三刀 并没有服侍过不死药 可是 他的面貌 并不算很老 看上去 虽然有点老像 但怎么看 也就像个 四十岁左右的人而已 但是好三刀的实际年龄 已经接近七十 这样就足以表明 这个岛屿 有延长人类寿命的能力 那些荷兰人活下来 并且活到现在 也未可知 顾风唇又想到 在撤退的时候 大家在迷雾当中 听到了 那古老的拉丁文 这应该是 荷兰人发出的提醒 提醒大家有危险 也就是那些飞蛇 隐匿在浓雾当中 不过 顾风唇却相信 活人 是不可能 用这么低的声音 说出数十人 都能听得清楚的 低语的 这应该是一种 神秘的力量使人 例如 就像他现在 所听到的 窃窃私语一般 想到这一点 顾风唇心里 倒是淡定了下来 他寻找水源的目的 被他临时修改了一下 变成了 在寻找水源的同时 去找一下 好三刀口中 所说的洋人 碰一下运气 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他对于这话里的 其他意思 则选择性的 遗忘干净 他从来就不相信 自己会像 好三刀那么悲催 要留在岛屿当中 数十年 或在这岛上 终老一生 看了看 头顶上的阳光 渐渐消失 顾风唇的心情 顿时就差了起来 这个岛屿上 就是这种鬼天气 前几秒 还是艳阳高照 可是眨眼间 头顶上就遍布乌云 大雨滂沱 在雨里前进 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举动 古风唇深知这个道理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并没有给自己 太多的时间 多一秒时间 停留在这个岛屿上 那就代表着 多一份危险 确定了出发时候的 方向之后 古风唇就朝着森林里走去 好三刀说得没错 森林的边缘 真的有不少果树 最多的果树 竟然是猕猴桃 猕猴桃里 蕴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对于人来说 是一种天然美食 据一些扯淡专家考教 当年徐福听说 窝岛有长生果 于是 让秦始皇资助他出海寻找 秦始皇欣然同意 大笔一挥 数百同男同女 和无数财宝 就落入徐福囊中 而徐福当时 也是想办点实事 到了窝岛后 找到了 所谓的长生果后 他就傻眼了 这个所谓的长生果 原来 就是野生猕猴桃 当然 这猕猴桃在当时 是一种比较珍稀的果树 多吃 能够补充人体需求的营养 如果运气好的话 活个七八十岁 还是可以的 这当然不是猕猴桃的单一效果 但这猕猴桃的药效 要求当然达不到秦始皇的要求 而且秦始皇也不是 那么好糊弄得住 这东西在秦国境内 就有野伤的 想骗他老人家 门都没有 所以徐福一咬牙 这大秦不回了 回去可是死路一条 于是徐福就在窝岛 繁衍生兴 成了窝人的祖先 当然 这种说法 既无人证 又无物证 还无传说根据 也就只能 当败官爷使笑料看看 当真不得 除了猕猴桃外 苦风唇还发现了 几颗不知名字的浆果 果实红彤彤的 煞是可爱 对于这种不知名字的果实 苦风唇可不敢轻易尝试 他摘了几个猕猴桃 放进杯囊里 又拿起了一个狠狠咬了一口 一股酸溜溜的感觉 顿时就将他的牙齿 都差点弄软透了 口腔里立马就口水横流 股风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皱起了眉头 又咬了借口 猕猴桃的汁液多 用来补充水分 是不错的选择 走进了森林之后 天空中又下起了 飘泼的大雨 股风唇心里 暗暗地诅咒了 这可恶的天气 披上了雨 慢慢向前摸索着 这森林里面树木繁茂 地上还长满了 小树和灌木 根本就无路可走 股风唇全靠着 君寺一路地劈砍 才慢慢向前前进 走了大半个小时 股风唇突然就觉得 他背后 有人在盯着他 是错觉吗 股风唇发现 当他停下来后 这种感觉 又骤然消失不见了 股风唇苦笑了一下 难道 在这种诡异的环境里面 人也会变成了 一神一鬼了吗 我的心理素质 没这么差呀 股风唇暗暗嘀咕着 不过 他却愿意相信 这种感觉 并非空穴来风 他的第六感 对周围的敏感程度的灵敏 他一向都是知道的 股风唇紧紧地握住了君子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头顶的树木很是繁茂 所以 雨水并没有很密集地降落下来 身上穿着雨衣的股风唇 最当初 丢弃下这雨衣的队员 很是感激 要不是这人 恐怕此刻的股风唇 已经变成一个落汤鸡了 唧里哗啦的一阵低雨 在身后传来 股风唇顿时就感觉到 身子一阵僵硬 这正是那个提醒他们 西方人 他的脖子上 还挂着一个黑乎乎的链子 链子的末端 还有一个黑乎乎的十字架 股风唇一看就知道 那链子和十字架 都是纯银的 只是表层被氧化了 成了氧化银 看上去才黑乎乎的 股风唇听得出来 这人并无恶意 可是这家伙的样貌打扮 实在是让人吓一跳 股风唇警惕地看着他 说道 你是谁 他英语都说得不流利 这种拉丁语 他就更加听不懂了 那人见股风唇对着他说话 连忙在胸口划了一个石子 然后说了一句 感谢上帝 股风唇这一句拉丁语 倒是听得明白 看样子 这个家伙还是个信徒 也不知道 他在这个孤岛里生活了多少年 能够依旧坚持着心中的信仰 着实不易 代为穷斯 那人用着极其低沉的声音说道 同时 他的手指指向着自己胸口的位置 股风唇听到这个发音 心里不由地激荡了起来 果然是疼 股风唇呼出了一口冷气 这个代为穷斯 可是那艘1851年失踪的 荷兰船上的神父 而他突然出现在这儿 那就说明 这家伙起码活了至少四百年 股风唇点了点头 也有样学样 指着自己说道 风唇 古 中国人 最后的一个词 他用英文发音 他相信 这个词 这个荷兰人肯定会知道的 随着时间的流失 很多语言会发生改变 但是相对改变的较少的 则是一些固定名词 比如地名等 一般发音 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异 代为穷斯的眼睛里 散发出了一阵光芒 嘴里噼里啪啦地 说了一大段 古风唇听不明白的话 还激动地走了过来 古风唇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虽然他有感觉到 这个代为穷斯没有恶意 但是他还是很有戒备意识 要知道 一个生活在孤岛数百年的人 脱离了文明社会许久 早就沦为野蛮动物了 要是他抱起伤人 古风唇的麻烦就多了 代为穷斯 似乎也察觉了 古风唇听不懂他的话 和对他有点见美 于是停了下来 口中发出简单的词语 还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不管语言多么难懂 但是人类的肢体语言 彼此间是相通的 很快 古风唇就弄清楚了 代为穷斯的意思 那就是 代为穷斯让古风唇 快点离开这地方 并且告诉古风唇 这里很危险 古风唇也一阵比划 说自己要去寻找淡水 要到湖泊那边 当古风唇指向 湖泊的位置时候 代为穷斯脸色就大变 从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庞来看 古风唇知道 代为穷斯对那个湖泊 有着深深的恐惧 代为又一阵比划着 告诉古风唇 那湖泊里有妖怪 嘴里还说着拉丁文 速度之快 让古风唇大事疑惑 如果代为穷斯 长期没有说过话的话 那他说起话来 绝对不会如此流利 也就是说 这岛上还有其他的货人 很可能就是当年 代为那艘船上的船员 就在古风唇惊仪的时候 代为身后的树林里 又钻出了一个人 不过 这人手中握着一根 树木打磨成的长矛 一脸警惕地看着古风唇 古风唇也凝神戒备 见到这个满脸胡须 浑身肌肉的家伙 第一眼的印象 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野人 代为回头看了那人一眼 很快地就跟那人交流了起来 两人用着熟练的拉丁语交流着 古风唇还听到代为 介绍了古风唇的名字 听了代为的话 那人眼中的敌意 才慢慢消失了 天草子 那人狐疑地看了古风唇一眼 竟然还像绅士一般 伸出了长满了绒毛的左手 古风唇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醒悟过来 在这些失踪了数百年的人眼里 中国就是天朝上帮 地产物博 富饶无比 除了有精美无比的瓷器 丝绸 还有茶叶 都是能够给他们带来 惊人利润的物品 古风唇很是欣喜 这个看起来野人一般的家伙 竟然还会说中文 听口音还带了一点闽南语的味道 看样子他在福建台湾一带生活过 真他妈的太巧了 古风唇很是亢奋 不错 我是古风唇 你呢 古风唇有力地握住野人的手 问道 安德森三世 荷兰东印度公司旗下 探牵者号船长 我在天朝生活了死二年 学来的话 终于派丧用藏了 我们迷失在这个导藏 已经很多年了 感谢上帝 总算又见到了一个活人了 野人说道 果然没错 古风唇心里想道 这就是那艘幽灵船上的船员了 你们还有其他的伙伴吗 古风唇好奇地问道 还有的 本来我们一共有十二个船员 遗落在这个岛屿上 不过这岛上的危险太多了 已经有八名伙伴 去见上帝了 安德森在胸口画了一个石子 忧伤地说道 接着他又说道 我的朋友 请问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海岛上的 你能够拯救我们出去吗 我们已经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几十年 本来就不抱希望了 你一定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的 前几年有一个东方人出现过 我们以为他就是救世主了 却没想到 他也是个落难者 而且对我们还很不友善 安德森唠叨着 眼睛里燃烧起一丝希望 他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中文说话 说起话来怪强怪强的 比萌马的普通话还要烂 可是 古风唇却听得很认真 而古风唇知道 安德森所说的东方人 就是好三刀这个家伙 古风唇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 该不该告诉安德森实情 看样子 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在这个孤岛里 生活了多少年来 不过也难怪 这岛屿与其他地方不一样 一天里就可以出现不同的气候 这些人又没有东西计时 当然不知道日子过得 有多么快了 而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在这里 竟然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古风唇面露难色 但是他却说道 我是迷失在这个岛屿上的 不过你们放心 我的伙伴 现在正在海面上搜寻着我 应该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海盗 到时候我们就得救了 这是安伟话 古风唇自己都不怎么相信自己说的话 因为他知道 自己正处于另外的一个空间里 跟他所认识的人隔绝在不同的空间当中 目前的科学技术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可以救他离开 那代为琼斯 却难难地说了什么话 安德森听了 脸色不由一变 安德森知道 古风唇听不懂拉丁语 于是说道 哦 神父说 这是魔鬼的领域 别人是发现不了我们的 我们必须要自己救自己 丧帝才会帮助我们 古风唇点头称实 问道 那请问代为神父有什么办法吗 古风唇知道 这几人在这岛屿上生活了数百年 一定有发现这岛屿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些特别的地方 肯定有着特别的东西存在 正是这些东西 才会导致这个岛屿发生了神异的现象 代为快速地说着 安德森也快速地翻译了起来 说道 在靠近湖泊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天然的山洞 山洞里面有很多尸骸 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看样子很像是中国的 他想那里应该有着什么古怪 只不过那里有着很多凶猛的野兽出现 他们只去过那里几次而已 古风唇听到这儿 心里一动 连忙说道 那个应该就是我所寻找的地方了 古风唇心想 这应该就是徐福留下来的地方 当年他既然来寻找蓬莱岛 就不可能不留下什么痕迹 我带你去 安德森爽快地说道 在缺水的时候 我经常独自一人去那里找水 安德森自信满满地说道 古风唇点了点头 同意了安德森的话 雨在这森林里居住了数百年的人为伴 安全相对提高了许多 古风唇须出了一口啄气 心里的紧张 终于放松了一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51集 古风唇原本以为 安德森这种体格的人 已经甚是未安 可是当他看见了 尤科斯和尼古拉之后 古风唇就暗暗虚了一口气 尤科斯身高一米九以上 而尼古拉的身高 更是两米出头 尤其是尼古拉 一脚踩在泥土里 都要留一个硕大的脚印 要不是古风唇见到了真人 还会以为是野人留下来的 古风唇看了看四人 终于明白 这四人为什么能够 在十二人当中脱颖而出 存活了下来 这四人各个体型彪悍 最弱小的戴维琼斯 也个头一米八六左右 身高只有一米七几的古风唇 走在他们的身边 就像走在了一群巨人群里 见到尼古拉和尤科斯的时候 俩人正在一个窄小的山洞里 吃着黑乎乎的东西 洞里臭气熏天 所以古风唇宇宇愿站在雨水里 也不愿意进去 后来古风唇还知道 这黑乎乎的东西 竟然是熏野猪肉 是四人平时将吃剩的野猪肉 用烟火熏干水分制成的 虽然保证了野猪肉 没那么容易腐坏 但是味道实在不敢让人恭维 当尤科斯好心 请古风唇来一块的时候 古风唇连声拒绝 末了还从杯囊里 拿出了一大堆饼干巧克力 牛肉罐头来给四人 这四人多少年 没有吃过这种美味了呀 一阵狼吞虎咽 古风唇拿出来的三个牛肉罐头 就被吃个干净 四人吃着吃着 竟然剃泪满面 说早已经忘记了 这世间有这种美味了 古风唇见四人身上 连布条都没有多少了 于是带着他们 离开了破山洞 回到他隐藏物品的地方 掀开大石 拿出了衣服给他们换上 这四人身材过于高大 穿着队员遗留下来的衣服 很不合身 但是四人毫不介意 反而满脸笑容 他们都不知道 多少年没有穿过衣服了 哪还有心思计较衣服的大小啊 只是鞋子是个大问题 大火撤离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鞋子 基本都偏小 四人都没有找到 合脚的来穿 不过四人也有办法 捡来一把军刺 把皮靴割开 只留下了鞋底 然后在鞋底两侧 钻了不少小口 然后就用坚韧树皮 弄成了绳子穿过 弄成了一双双 简单的凉鞋 看着他们 无比熟练的动作 古风唇很是钦佩 换上了衣服 刮去了胡须 割掉了长发 四人看起来精神抖擞 脸面上虽然看上去 很是沧桑 但是却很有精神 古风唇这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这四人脸上 虽有皱纹 但并不算老 顶多看起来 就五十多岁的样子 跟常年在渔船上 风吹日晒的渔民差不多 大雨早已经散去 太阳又重新回到了地上 古风唇看了看地上的影子 判断出 现在应该是下午四点左右 他眉头微微一皱 本来他是想到湖泊那边的 结果却因为 戴维穷斯这几人耽误了时间 如今天色已晚 这时候赶往 显然是很不明智的 安德森好像看破了 古风唇的心思 他说道 亲爱的古 如果赶死监 我们现在就要朝着湖泊那边去了 那里的白天 属于那些大型的 略是瘦的 晚上是属于那些 巨大的西斜蝙蝠的 只有下午这段时间 到天完全黑的时候 我们才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可是我们几个伙伴 用生命换来的经验呢 安德森的眉宇间闪过一阵哀伤 古风唇点了点头 说道 那好吧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这里 大家尽可能地带走这里的东西 我们路上可能用得上 见到尤科斯和尼古拉 在收拢东西 他便这样说道 尼古拉和尤科斯 对地上遗弃的枪支 很是感兴趣 但是 他们显然不知道 这种形状古怪 又黑漆漆的东西是什么 拿起来 又放了回去 古风唇见到这儿 心里一悬 心里暗暗想到 自己是不是太相信这一群人了 要是他们抱起来伤人 以自己一人之理 可扛不住这几个壮汉的围攻 下意识地摸了摸 挂在前胸的机关枪 心里才稍微平静了一下 他倒不怕这四人拿着枪支 因为 他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这些枪支上 已经没有一颗子弹了 有的子弹 也被他收集了起来 这一点 他做得很细心 有这样的大杀气在身上 他心里 底气很是充足 安德森 见古风唇有点不自然 于是问道 我的朋友 你不用担心 虽然路上危险不少 但是 我们几个 绝对可以保护你的安全 说完 他还嗅了一下肌肉 露出一口黄牙 笑起来很是灿难 古风唇也善善地笑了起来 从开始到现在 他心里对这四个人 都怀有一定的戒备 见安德森 安德森如此说道 他倒是有点惭愧 自己是不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安德森也背起了另外一个 遗留在这里的杯囊 杯囊里面装着衣服和食物 外面还塞了七八枚手榴弹 古风唇告诫这四人 千万不要乱拉那个保险杆 不然会爆炸的 这番解说 让四人面面相取 戴维琼斯 尤克斯 和尼古拉 大探天朝的工业先进 而安德森却很是不解 他曾经在福建居住了十多年 对天朝的生产力 很是了解 古风唇带来的东西 无一不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深探天朝的技术发展 实在是太快了 而古风唇也不解释 他还是担心这四人 无法接受自己 已经在这孤岛里 生活了数百年的事实 对这个隐瞒不提 做完了这一切 安德森提着一把君刺 走在前面 而尤克斯和尼古拉 则一左一右紧紧跟着安德森 像左右护法一般 古风唇跟在三人后面 走在最后的是戴维琼斯 对于这个队形 古风唇很是安心 因为四人 要是想对他不利的话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尤克斯和尼古拉 一前一后夹着他 要是动手的时候 也很快速 不过古风唇也想到 如果这四人想对自己不利 早就动手了 以他们的体格 要收拾自己 看起来将会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安德森在前面说道 这一路上毒蛇很多 千万要注意 之前 我们去那湖泊那边比较容易 可最近 我们走的那一条道路上 出现了一条巨型烈石兽 我们要绕开那里 可能要费多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得赶紧走 古风唇连连点头 从这一点看得出来 安德森的善意 尤克斯回过头来 对着古风唇嘀咕了什么 古风唇虽然很耐心去倾听 可是这拉丁文他一窍不透 所以根本听不明白 他说着什么 安德森翻译道 尤克斯在提醒你 要注意地上的积水 里面很可能会有马皇 这里的马皇最可怕了 成群出没 可怜的汉斯 就是被他们洗成了人干 说到这里的时候 安德森解释道 汉斯是我们的水手 几年前在心里 被马皇洗干了血 上帝呀 我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么恐怖的事情 古风唇点了点头 马皇的厉害 他不是没有见过 在大禁地里 那密密麻麻的金丝马皇 差点还要了扇子锋的命 对于这玩意儿 古风唇也很忌惮 不过 马皇似乎对他的鲜血 很是恐惧 所以他是比较安全的 越往森林里面走 树木就越发地茂密 头顶上参天巨树的树盖 茂密无比 老藤缠绕在树干上 紧紧附住枝干 往上生长 不少巨树上 还长满了苔藓 滑溜溜的 地上也长满了 不少蕨类植物 古风唇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里的地理环境 跟在大禁地 所差无几 不过 这并不出乎他的意料 除了这里的地理环境 有关外 古风唇更加相信 这个神秘的幽灵岛 跟史前人类 有着莫大的干系 小心 古风唇突然就喊了出来 他看到一条巨蟒 从树上掉下了身子 昂着头 吐着镜子 朝着安德森 发出嘶嘶的声音 这蟒蛇大概有三四米长 身子比小腿还要粗 古风唇知道 蟒蛇攻击猎物 一般都是用长长的 蛇身缠住 勒死猎物后吞食 以目前这条 蟒蛇的长度来说 安德森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安德森却不怎么畏惧 反而一只手伸了过去 抓住了蟒蛇 一拉 蟒蛇就落到了 他的脖子上 慢慢地蠕动了起来 安德森回头解释道 这是我的宠物 名字叫星期二 那是我登场这个魔鬼的岛屿时候 捡到的蛇卵 浮华出来的 名字 就是我登岛的那一天的日子 现在 它都会打猎回来 给我们增加食物了 说完 安德森还在滑溜溜的蛇身上 亲了一口 让古风唇很是核心了一下 不过古风唇知道 蟒蛇其实生性很温顺 不主动去激怒他的话 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 而被驯化的蟒蛇 还是一个好宠物和好帮手 据说亚马逊和狱的一些原始土著 还训练蟒蛇来狩猎和帮助带孩子 不过也有传闻 当保姆蟒蛇在饥饿的情况下 把小主人给吞食的悲剧也有发生 这都是一些传闻一事 古风唇也忘记了 自己是从书里看来的 还是听别人说的 蟒蛇纠缠在安德森上一会儿 又缓缓地爬落了下来 绕着众人的身旁兜了一圈 由于刚刚被毒蛇咬到 又有着对飞蛇 双头蛇和巨然带来的阴影 古风唇对蛇类很不喜欢 这蟒蛇似乎也察觉到了 古风唇对他的戒备和不欢迎 很快就绕开了古风唇 朝着旁边的密林钻了进去 安德森说道 星期二很聪明 他能够记住我们的气味 从而在森林里找得到我们 他每天到外面捕食 晚上捕食还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小动物 不是有星期二啊 恐怕我们几个早就饿死在这个荒岛上了 听了安德森的话 古风唇眉头微微一皱 安德森的话与好三刀说的话很不一样 好三刀说过 这个岛上的食物很充裕 怎么可能会出现食物短缺呢 古风唇当即问道 这森林里面这么危险 为什么你们不到海滩附近生活呢 那里处于森林的边缘 有很多国室 是个好地方啊 听到古风唇的话 安德森的脸上上过一丝恐惧 他说道 上帝 你是说那个山谷附近吗 还是说我们刚才待过那里 那里都是被魔鬼诅咒过的地方 有着古怪邪恶的黑暗生物 我们在那里迷失了船只 还损失了几名水手 才搬到这该死的森林来的呀 安德森不说还好 说起这个来就滔滔不绝了起来 原来他们是荷兰阿姆斯特丹人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旗下的员工 为了财富和浪漫的骑士精神 他们跟随公司的船队来古老的东方淘金 结果到了马六甲海峡一带的时候 遇到了飓风 他们就与船队失散 在羊面上漂流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遇到了这个无人的荒岛 当时盛行之民 无人岛屿的发现者 可以拥有岛屿的所有权 于是安德森兴奋异常 下岛去宣誓主权 结果却被腾起的烟壶迷失了道路 找不到归路了 而当天晚上 跟他一块下船的水手就神秘死亡 而且他们还发现 这岛屿的天空上 有着恶龙在盘旋着 赌信耶稣的安德森等人 认为这是魔鬼的领地 人心惶惶了起来 可是众人找不到退路 也是无可奈何 然后船上每天都有人下来找人 但是来人都是有来无回 直到戴维琼斯下船之后 船上就只剩下来了 一个自杀而亡的水手尸体了 这些人每天晚上都听到周围 传来极其古怪的声音 他们在岛上探险 但是却遇到了黑漆漆的飞蛇袭击 还有毒蛇的撕咬 最恐怖的是在山谷里 被数不清的蜈蚣追杀着 每天都有队员死亡 最终他们离开了沿海的沙滩 转入了茂密的雨林当中 这时候他们就只剩下了十二个人了 而其中八人 后来又陆陆续续出现意外死亡 现在就只剩下他们四个了 听着安德森的讲述 顾风纯连连叹琴 这些人都是不远万里离开家乡 来东方寻找财富的 却不明不白地死在一个荒岛里 活着的人也不知道现在时过境迁 沧海桑田 当年等待他们归来的亲人们 都化成了尘土 当然这些人不一定就是好人 这些殖民者给殖民地区带来的伤害 远远大于他们的好处 但是这并不妨碍了顾风纯的同情 因为此刻他跟这些人一样 心情很是沉重 他自信能够离开这个荒岛 但是就真的是这样了吗 这些人数百年前也是这样 对离开这个魔鬼的地方信心满满 而他们到现在 都已经忘记了时间过了多久 而自己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呢 顾风纯心里头 就像压着一块巨石一般 哦 上帝 尼古拉用着含糊不清的拉丁语 说了一句 安德森也停止了说话 神情凝重地看着不远处 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长矛 顾风纯也倒歇了一口凉起 透过树干之间的空心 顾风纯看到一个庞然大雾 躺在了前面大约三十来米的地方 这是一头恐龙 顾风纯在大庆地里 有见识过霸王龙的风采 一下子就分辨出了 前面躺着的庞然大雾的身份 你们停下来 我过去看看 这家伙出现在这里并不寻常 安德森低声说道 他自己却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要是往常 他见到这种大型的掠石兽 早就绕道走了 而现在他却不能 因为如果绕道 那就只有一条他认为更危险的道路中去 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了 安德森可不愿意黑夜的时候 在这恐怖的黑夜之中行走 我的上帝 安德森走近了一看 发出了一声惊呼 这个烈石兽竟然死在了这里 安德森大声说道 听到了他的声音 古风唇等人也赶紧凑了进来 是简吉龙 古风唇毕竟是学考古出身的 对于古生物学也有一定的研究 他马上就道出了这庞大的尸体的名称 简吉龙 是一种比较凶猛的恐龙 虽然没有霸王龙那般凶猛 但是也有它的特色 反正就是不能轻易招惹的种 出现在侏罗纪晚期 化石只在美国的佛罗里达有发现 但是见这一头成年的简吉龙 却死在了这儿 脖子上有着一个血淋淋的伤口 前面还有一条血径 看着周围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古风唇判断 这头简吉龙 在与对手搏斗后受了重伤 逃到了这里才死掉的 不过看起来有点奇怪 这简吉龙的伤口 看起来并不算特别严重啊 古风唇突然就虚出了一口灼情 他看到了这简吉龙身上 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以为是毛毛虫 因为五彩斑斓的样子 跟毛毛虫很像 但是很快 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毛毛虫 爬在一只恐龙的身上 那是吸血马黄 古风唇马上就判断出了 那五彩斑斓的东西的真实名字 不错 那正是马黄 而且颜色繁多 除了有经典的灰黑色 和古风唇见识过的金丝马黄 更多的是绿色的 红色彩 褐色的 种类繁多 不一而足 古风唇见识过密密麻麻的马黄 趴在人腿上吸血的情景 但是那场景 却远远比不上 眼前所见到的这一幕 这个场景 足够古风唇发一辈子的噩梦了 这里大多数都是汉马黄 这些马黄的恐怖程度 比起水中的同类来 更具致命性 古风唇虚出了一口凉气 楠楠说道 真多么的恐怖 他浑身的鸡皮疙瘩 也突然就蓬了起来 这才想起 尤科斯对他的警告 这里的马黄 不简单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52集 古风唇已经明白 这简洁龙的死因 他应该是先与对手搏斗 受伤后逃到这个地方来 而他身上的血腥味 吸引了周边的马黄 成群的马黄 将他身上的血液抽干 直接造成了简吉龙的死亡 可怜的简吉龙 没有死在对手的脖头当中 却被这小不点给收拾了 死得真远 看着身上溜滑肥胖的马黄 古风唇就知道 这些马黄 基本都已经吸饱了 要是这些家伙 铺在人身上 瞬间就可以把人吸干 这是毋庸置疑的 吸饱了鲜血的马黄的危险程度 比起饥饿状态下的马黄 安全多了 不过 安德森却说道 大家得赶紧离开这里 这里死了一头掠石兽 它的血腥味道 一定会吸引到周边的掠石兽 不用多久 它们就会朝着这边过来了 古风唇等人深以为然 在安德森的带领之下 大伙快速地穿过了这一片区域 古风唇紧紧地握住手提机关枪 要是发现有什么猛兽冲过来的话 它绝对不会客气 肯定会扫过去一缩子弹 这机关枪经过改造的 经过一定的流动力学的改造 击中物体后 会呈现滚动趋势 在物体的内部造成大规模的创伤 比贯穿伤严重得多了 要是打在人身上 五脏六腑都可能被子弹穿透 必死无疑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 安德森突然停下了脚步 侧耳倾听 一会儿才说道 前面有东西 注意安全 他紧紧握着手中的肩木长矛 这长矛在茂密的森林里施展起来 并不容易 但是好处就是 可以较远距离展开攻击 安德森是典型的中世纪骑士 就是喜欢长矛大砍剑这类东西 古风唇也听到了前面 传来着重的呼吸声 这应该是大型动物 古风唇悄然跟到了前面 看了一眼 脸上不由地抽搐了一下 蒙马 古风唇有一点发愣了 这东西的名字就喊了出来 这蒙马可不是那个黑豹突击队里的印度阿三的代号 而是货真价实的活物 古风唇有点傻眼 这种生活在数万年前的 早已经灭绝的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古风唇摇了摇头 脑子有点空白 抛开蒙马已经灭绝不说 这里可是北纬三十度左右的地方阿 而蒙马却是生活在冰原地带的动物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呢 古风唇骚了骚脑袋 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揉了揉眼睛 希望是自己看错了 这应该是一头大象 我靠 哪有这么大的大象啊 这货的体重 起码都接近三十吨呢 你见过那么大的大象吗 还有那么猙獰的 弯曲的两根大獠牙 比起象牙来 还长了三次倍不止 不过 他身上的体毛并不算多 应该是为了适应这海岛的气候 而净化成这个样子的 这是长毛象 安德森说道 他们可不像大象那么性格温顺 喜欢主动袭击其他不同种类的动物 我们见到他 也要绕路走的 你看他的獠牙之上 还有血迹呢 古风唇点了点头 这个他看得非常清楚 这猛马不仅獠牙上有血 身上也有着不少伤口 伤口上还在滴着血 口鼻里正喘着粗气 口咸三尺 看样子是与什么动物 展开了一场艰难的搏斗 古风唇回忆了一下 刚才见到的剪辑龙身上的伤口 再跟这猛马獠牙上的血迹 对比了一下 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头猛马 就是杀死剪辑龙的凶手 这家伙凶猛啊 古风唇虽然不知道 这石草的猛马 是怎么会与剪辑龙搏斗起来的 但是他却推测 不会是剪辑龙想不开 主动来捕食 个头比他还要大一圈的猛马 而是剪辑龙经过猛马的领地的时候 被猛马主动袭击了 仓促应战之下 剪辑龙吃了大亏 被猛马的獠牙挑出了一个伤口 结果引来了马皇 吸干了身上的血 这个推测是比较成立的 要是其他的掠食兽 攻击了剪辑龙的话 定然会穷追不舍 趁机捕食了这倒霉的剪辑龙 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 那就有比较合理的理由说明 攻击这剪辑龙的家伙 应该不是食肉类动物 虽然猛马不是食肉类动物 但是古风唇却丝毫没有放松下来 有那只剪辑龙的下场 他就知道了一个事实 猛马的脾气很暴躁 不容许其他生物 进入他的领地当中 这长毛象 一直在这个地方的吗 古风唇问安德森 安德森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他在这一带出没 平时 他都是在森林林一边的 一处平原地带出没 那里有七八只这种藏毛象 这是他们当中最大最老的一字了 是象王 我们很早会到那边去 长毛象的脾气很坏 在他们的地方 最大型的掩石手都不敢轻易接近 安德森说到这里的时候 很是奇怪 他继续说道 这长毛象 平时都是成群活动的 他怎么会突然离群 来到这个地方 古风唇心里一动 但是却没有说话 而是反复打量了这只猛马 想从这猛马的身上 得到一点有用的资料 很快 他就从猛马 黯然无光的眼神里 看出了什么 这应该是一头 很老的猛马了 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 从他略微松弛和臃肿的身躯上 就可以得到了验证 与剪辑龙聚战了一场之后 他的体力更是不支 倚靠在一棵大树上掀起 发出沉重浑浊的气息 还要流出白愁的咸水 这都证明了 这是一头垂木时期的猛马 他是要到哪里去呢 古风唇的心跳 突然就增快了起来 他知道 大象是很有灵性的动物 临死的时候都会离群而去 独自一人去到象种里 静静地等死 这象种极其神秘 从来就没有被人发现过 所以不少探险家 都想找到大象的种木 找到大量的象牙 来谋取巨额的财富 可是数百年来 极少听闻 有人知道象种的位置 这猛马会不会跟大象一样 临死前回到家族的牧群里去呢 古风唇对象牙并不感兴趣 虽然他知道象牙可以给他带来巨额的财富 不过他就毫不在意 在大禁地的坟林宫的底层 那里全部是黄金珠宝 古风唇都没有动丝毫的贪念 而这象牙比起那些珍宝来说 也跌了不少档次 更不能勾起古风唇的欲望了 不过古风唇感兴趣的是 这猛马会不会像大象一般 临死前回到家族的种木之中 这个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古 这长毛象怕是快要死了 安德森说道 看样子 他也看出了这猛马身体的衰弱 古风唇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 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 又跟剪辑龙斗了一场 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古 你曾听说过这样的传说不 就是关于大象的 说每一头大象临死之前 都会回到他们的种族墓地里 那里有着无数大象的尸骨 还有堆积如山的象牙 安德森滔滔不绝地说道 而且越发地兴奋起来 古风唇知道 安德森骨子里是个冒险家 不然也不会万里迢迢 从荷兰出发 来东方寻找财富了 从他的话里 古风唇听得出来 安德森有点想去跟踪这猛马的一散 看来 他是想得到这些猛马的长牙了 古风唇摇了摇头 这家伙 都待在这个孤岛数百年了 怎么还那么贪心 就算得到这些象牙 他们又怎么能够运得出去 不过他也了解安德森的心情 冒险家本来就是追求财富 与荣誉为商的家伙 不管身在何地 这都是他们的本质 古风唇想了想 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跟踪一下这猛马 看看他能不能把我们带到象中里去 安德森咧嘴一笑 说道 不错 亲爱的古 你知道 我们这几人 在这孤岛里已经很久了 这一次 如果能够托你的福 离开这里 我们也需要一笔资金 才能离开这个地方 回到我们的故乡去啊 安德森说的是实话 在他们的印象里 在这个岛屿上 呆了已经有几十年的时光 船早就没有了 货物也搭水漂了 浑身上下 连条裤衩都是古风唇给的 离岛之后 自然没有任何的物资 供他们返回荷兰 古风唇微微一笑 他不好解释 时代已经变迁 猎杀大象 贩卖象牙 可是违法行为 虽然国际黑市 还是存在这种现象 可是古风唇可找不到买家 这萌马 更是早已经绝技的东西 光是解释这匹獠牙 从哪里来的 就够他们节制的了 再说了 自己能不能带这四个人 离开这里 还未可知呢 古风唇想了想 他心里很是担心 突然改变方向 会不会耽误了行程 要是岛屿突然出现在 现实世界里 陈四祥找到自己 就不容易了 但是他想了想 还是顺了安德森的意思 原因无他 因为古风唇也一样的好奇 安德森突然竖起了食指 放在唇边 让大家不要说话 古风唇一看 是那萌马 慢慢地挪动了身躯 朝着森林的茂密深处 慢慢地走了进去 古风唇心里大喜 这正是朝着湖泊那边 去的位置 他与安德森对视了一眼 安德森也觉得意外 不过这是好事 起码 他们不用为了跟踪猛马 而耽误了去湖泊那边的行程 猛马走起路来 摇摇晃晃的 一边走 还慢慢地卷起旁边 鲜嫩的树叶 往口里塞 但是这些树叶 往往就在口中掉落了下来 显然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 武人不敢跟得太近 留在蒙马身后三四十米的地方 慢慢摸索着前进 这时候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森林里天黑得特别快 安德森见到夜色降临 心里很是担心 他知道 这森林里面的危险很大 但是却不肯舍弃 已经跟踪了好久的猛马 猛马走着走着 速度也慢慢加快了起来 看样子是回光返照的迹象 任何一种生物 生命终结前 都会有一段异常的精神 人也一样 在弥留之境 往往会清醒起来 跟健康常人一般 但是过完这一刻之后 那人也就快翘辫子了 哭 注意脚下和周围 现在天色晚了 毒蛇和各种讨人厌的恶心东西 就出来活动了 安德森提醒道 由于语言不通 尤克斯 尼古拉 和戴维琼斯三人 都是私下交流 跟古风唇无话可说 要不要弄出一点火光来 古风唇询问道 安德森摇了摇头 神情凝重地说道 千万别这样 千万别这样 这里有一种非常可怕的飞蛾 见到火光就会接近 它们身上可是沾满了剧毒 沾染一点都会造成皮肤的大规模溃烂 我差点就死在了 他们的毒蜂当中 幸好我养的蟒蛇星期二的口弦 有治愈它的能力 不然 我早就去见上帝了 说完 他还拉开了衣服 古风唇趁着昏暗的光线 看到安德森胸口 以及后背上的一个灰褐色的疤痕 刚开始安德森赤身裸体的时候 古风唇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还以为这是安德森在身上涂抹着燃料呢 见到这么一个大伤疤 古风唇触目惊心 看得出来 安德森在这里经历过的险境 可还真不少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四个人在这岛屿里活下来 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诶 他改变路线了 安德森突然说道 剑猛马突然就转身子 朝着另外一边走去的时候 安德森的脸色很不自然 我的上帝 那里可是死亡之骨 安德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恐惧 死亡之骨 什么来的 古风唇从未听安德森提起过这些 安德森压了压生意 说道 那里是这座岛屿两条峡谷的其中一条 而且是最深最长的一条 我曾经和戴维登上岛屿的最高点 发现了这个地方 那里的水草很丰富 很适合植物的生长 我们探险的时候 就发现了那里很飞蛮 情长无缘无故 就打雷下雨 动物也经常死亡 山谷里面的动物尸体极多 我们试过进去 但是 埋走上几十步 我们就投云谋旋 差点就回不来了 大维说 那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所以 我们从此就没有在他族那边了 安德森末了 还在胸前画了一个石子 古风唇听完后 却没有那么惊讶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古风唇知道 在这世界上 这样的地方并不少见 经常打雷 那很可能 是那里有着丰富的铁矿石 或者其他矿物 而在峡谷里头晕目眩 那可能是峡谷不通风 里面可能会有浓郁的 二氧化碳的存在 古风唇摸了摸碑囊 里面还有几包氧气 可以为每人提供 一个小时左右的氧气 有了这东西在 他就觉得所谓的死亡之骨 也不会很恐怖了 古风唇慢慢地 跟安德森分析着这些东西 安德森自然不知道 空气里还有氧气 氮气和二氧化碳 等气体的存在 更不知道 那里打雷密集 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听了古风唇的解释 不知道他明不明白 但是他眼中的恐惧 明显消失了 而经过了他的解释 尤克斯等人的情绪 也没有那么凝重了 而且本来就是他们 想去寻找猛马的向中 在财富的刺激下 危险根本就不值一提 还有多久 才能找到死亡之骨 顾风唇问道 如果我们抛开 这长毛巷不管的话 大约半小时左右 就可以到达了 死亡之骨 就在森林的西边 那里也有一个湖泊 不过很小 而且湖水很枯舍 应该海水涌进来的 根本不能喝 安德森说道 顾风唇微微点头 想了一下 对安德森说道 我们还是继续 跟着这长毛巷吧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 他究竟会不会再改道 要是他再改变道路 我们想找到他 就不容易了 安德森等人深以为然 这猛马跟大象差不多一样 都善于隐藏自己的家族种木 无论人类多么聪明 多么小心地跟随着 临死的大象 希望能够找到大象中 但是大象 却能够发现背后 有跟踪的影子 经常会领着这些人 走入茫茫森林 让这些人迷路 最后惨死在森林当中 这猛马虽然没有跟人类 打过交道 但是与大象作为近亲 估计也会一点这样的伎俩 不过 古风唇的担心却是多余的 这海岛的面积有限 根本不能像非洲大陆 那般广阔 有着几打的纵身 一旦迷失就找不到去处 在这海岛 就算迷路了 也比较容易离开森林 而这猛马 也没有注意到 背后有人跟着 一路摇摇晃晃地 朝着种族的圣地 慢慢地走过去了 不出意料 这猛马果然是朝着 被安德森等人称为 死亡之谷的地方走去 走进了死亡之谷 古风唇也忍不住 虚出了一口良情 这个名字并没有丝毫地夸张 山谷周围都遍布 各种动物的尸体 有些还处于腐烂的状态 而有些已经变成了 白矮矮的白骨了 而山谷前面的一处开阔地 芳草飞飞 青壁连天 古风唇暗暗点了点头 这应该是经常打雷 空气中的氮气 被转化成了氮肥 加上这里的死动物多 营养充足 才养成了一片 如此茂密的草地 可是草地附近 却没有一棵大树 看来这里雷电频繁 所以高一点的植物 都无法存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五十三集 看到猛马迈着沉重的步子 慢慢走向了死亡之骨 安德森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死亡之骨里面危险 贸贸然进去 那可是送死行为 喜得是这死亡之骨 竟然是猛马的种族牧种 那就意味着 里面有着数不清的象牙了 不 这长毛象比起大象来更珍贵 价格肯定比普通大象的象牙 价格还要高 看着安德森等人 欣喜若狂的样子 顾风唇苦笑了一下 他觉得 安德森等人想得太美了 他比这些人想得更多 据安德森介绍 这岛上猛马本来就不多 也就是说 这个种群在这里的数量 本来就不多 而加上这里的生物寿命 都极差 象种里面 恐怕不会有太多 安德森想得到的东西 不过谷风唇也并没有点破 还是让他们 自己去发现这些问题吧 谷风唇从杯囊里拿出氧气 每人发了一包 简单地告诉众人 怎么使用后 就慢慢跟上那头猛马 谷 再前面一点 就千万不要作声了 这里的气候很怪 一旦出现声音的话 那乌云就会很快聚楼 然后就打雷下雨了 在这里面 被雷电批中的可能性 比被雨淋到的可能性更大 安德森压低着声音 慢慢说道 听了安德森的话 谷风唇暗暗心惊 安德森的话不似有假 肯定是他们经历过这些 才会发出这样的警告 当即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一般地走着 闷了一声 众人虽然没有发出声音 可是走在前面的那头猛马 却突然扬起的前蹄 一扬长长的鼻子 发出一声 类似大象 又类似牛叫的 闷闷声 声音苍凉悲壮 在山谷周围回荡着 哦 我的天 安德森在胸口前面 画了一个石子 人算不如天算 众人虽然小心翼翼地 生怕弄出了声响 可是 这猛马却突然长叫了起来 打破了安德森的计划 谷风唇不像安德森那么慌张 他心里想的更多的是 这里是不是跟安德森 所说的那么神奇 出现的声音 就会招来雷雨 抬头望天 谷风唇看不到星景 但是天空内抹湛蓝的色彩 马上就渐渐消失不见了 仿佛被浓墨覆盖了一般 谷风唇知道 那是乌云正在聚拢 而且阴隐约约的 他还听到了雷声 真的那么灵验 谷风唇心里微微惊讶了起来 不过 很快他的注意力 又回到了那头猛马的身上 只见 那猛马叫完之后 慢慢地扶着身子 趴在了地上 看起来 就像在跪拜一般 看得谷风唇目瞪口呆 这猛马在做什么呢 古 要不我们先离开这里 等雷暴结束了再来 安德森也懂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既然知道了象种就在这死亡之骨 那下回准备多一些东西再来也可以 反正这荒岛上也没有人 对着安德森问道 安德森苦笑了一下 又把话重新说了一遍 谷风唇却摇了摇头 说道 不 我们现在就进去 时间不能浪费了 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安德森一想也是 这象牙的运输也需要好些日子 才能运到海岛的边缘 里面究竟有多少象牙 他可拿不准 想全部运走 可需要大量的时间呢 他咬了咬牙 说道 好吧 我们现在就起航 趁雷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进入山谷危险就会降低一些了 谷风唇点了点头 在安德森的带领下 大伙弯着腰 快速穿越这个危险地带 可他们还没有走到一半的时候 周围就响起了一阵阵惊雷 闪电经常从众人的头顶掠过 将他们的头发都弄出了 噼里啪啦的声音 谷风唇心里大嗨 他脚上可是绑着一把 云铁打造的军刺的 这把军刺除了特别沉重之外 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导电性出奇地好 比起白银来 还有几分优势 身上带着这样一件恐怖东西 被雷击的可能性又增大了许多 噼里啪啦 轰轰 阵阵惊雷在耳边响起 众人浑身都颤递得起来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痒的味道 幸好天空还没有下雨 不然大家可能就更危险 更狼狈了 但是这种庆幸并没有持续太久 大雨就倾盆而下 古风唇没有将雨衣穿在身上 马上也跟安德森等人一般 成了落汤金 古风唇脑子有点发懵 因为闪电和雷声 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 他在大禁地里 经历过暴雨和惊雷 但是那一夜的经历 跟现在比起来 显得有点小二科 在大禁地 闪电不会掠到身边 在身边炸开 浑身的毛发都被闪电 弄得滋滋地响着 竖起来了 只要这闪电稍微准一点 那这五人 肯定就成了这一片草地的 肥沃养料了 整一片草地并不算特别宽大 顶多也就是一平方公里左右 众人已经跟着猛马 走了大半路程 也就只有三百米左右 就可以进入峡谷 但是 这最后三百米路程 显得特别的艰难 首先 大家不敢挺直腰走 挺得那么直 可是要遭雷劈的 二来是下过雨后 草地湿滑 走起来颇不方便 五人就这样跌跌撞撞 朝着前面移动着 古风唇听到身边的尤克斯 和尼古拉在咒骂着什么 而戴维琼斯 却口中念念有词 应该是在祷告 安德森却闭口不言 不时回头看看众人 又加快着脚步 古风唇觉得 弯着腰走起路来 特别辛苦 想挺直腰来 但又不敢 周围的雷电可是很密集的 一旦被批中 他古风唇也一样得变成焦炭呢 轰隆 前面峡谷的一角 突然崩塌了下来 古风唇心里暗暗一惊 他很清楚 那是被一道闪电批中的效果 而那头猛马 却早已经闪进了峡谷当中 再也没有了踪迹 古风唇忍不住 想抬高一下视线 看看那头猛马的影踪 但是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巨雷 在安德森耳边响起 古风唇却觉得浑身一麻 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就倒在了地上 在昏过去之前 古风唇只觉得 浑身像被钢针钻刺着 然后又快速麻痹了起来 紧接着就失去了意识 苦 安德森顾不上头顶 还有不断披落的闪电 扑到了古风唇的身边 旁边的戴维琼斯 也忍不住叫起了上帝眼 一下子 四人就围在了古风唇的身边 古风唇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雷电劈成了吸烂 而背囊也被烧成了灰烬 里面的物品全部掉了出来 他的后背 皮肤也焦黑一片 万幸的是 他背囊里面的几枚手榴弹 竟然没有引爆 要不然 旁边的几个家伙 都要被他给害死了 安德森一按古风唇的前胸 发现心跳已经没有了 他顿时心中大惊 这古风唇可是所有人的希望 戴维琼斯甚至还说 古风唇是上帝派来 引导他们离开这魔鬼岛屿的天使 结果 他们还没有被带出这魔鬼的领域 这天使 还被雷电给劈死了 安德森猛地在古风唇的心脏位置 猛锤了一阵 很多被雷电击中的人 只是心脏受到了剧烈刺激惊乱 骤然停了下来 经过抢救 还是有可能被救回来的可能性的 安德森就是抱着这种思想 对古风唇施叫 亲爱的古王 上帝 千万不要把他带走了 至少也要等他引领我们 离开这个孤岛才行啊 安德森喃喃地说道 他心里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就不应该贪念这长毛象身上的象牙呀 这些传说果然没有错 对象种动了心思的人 都会遭遇不测的传说 果然是灵验了 可是上帝啊 是我要求进这里的呀 为什么被雷电批中的人是谷呢 他可是我所有伙伴的唯一希望啊 不止安德森在喃喃自语 尼古拉和尤科斯也一脸紧张 两人顾不得暴露在暴雨雷电当中 不停地揉动着古风唇身上的肌肉血脉 大卫穷斯则是拿起了脖子上那个秀技斑驳的十字架 跪在雨水里祈祷了起来 动了 他动了 突然尤科斯就尖叫着跳了起来 古风唇的手指微微地动了一下 对于他来说 却是莫大的喜讯 这家伙活过来了 过去的十分钟里 古风唇都是一动不动 身子都开始有点僵硬了 却没有想到 在众人近乎绝望的时候 古风唇的手却抽搐了一下 不错 他有心跳了 安德森把耳朵贴近古风唇的胸膛 很快 他就感应到了那心脏跳动的声音 这比上帝的福音还要动听啊 安德森泪流满面 顾不上古风唇脸上的泥水肮脏 狠狠地在古风唇的脸上亲了一口 尼古拉 你背着他走 安德森毫不犹豫地说道 尼古拉的身材体力 是众人当中最佳的 这工作 他当仁不让 而戴维琼斯和尤科斯 也没有闲着 捡起古风唇背囊里面散落的东西 紧紧地跟在古风唇的身后 三人也顾不得此刻 闪电仍在头顶上盘旋站 大步就朝着死亡之骨的方向冲去 骂 疼 古风唇嘴里难难地发出了两个让众人听不到的字 眼泪也混淆着天上的雨水落了下来 就在古风唇身体僵硬的时候 古风唇的思想却没有停止过 只是他感觉不到安德森等人在尽力挽救他 他不知道自己身至何地 只看到了一道白色的光芒照在了他的身上 周围尽是无穷的黑暗 一个背影出现在光束的外侧 古风唇只能看到一个朦胧的背影 看到那个背影 古风唇就觉得鼻子一酸 他对这个背影似乎很熟悉 因为他感觉得到 这世间只会有一个人的身上 才会散发着这样的气息 那就是他的母亲 他突然就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一般 将自己感官上的感受说了出来 妈 疼 古风唇强忍着眼泪 只是他不知道 眼泪早就华丽丽地流了出来了 这一刻 他不是那个面对危险时候 勇敢无畏的男子汉 更像一个受到了欺负的小孩子 在跟母亲诉苦着 风唇 最乖了 那背影并没有转过身来 但是古风唇却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只手 在触摸着他的额头 好孩子 这些精力是必然的 只有吃的苦比别人多 你才会比别人更加坚强 更加强大 知道吗 那声音 横唇叫导着 猫 我想你 古风唇的意识 一点一点地恢复着 但是这种想念 还是占据着他的脑海 孩子 我也想你 很快 你就可以见到我了 我就在前面等着你 那背影 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这叹息听在古风唇的耳里 被加惆怅 孩子 不管怎么样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愿意 不要被感情左右了自己 必须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记住妈妈的话 嗯 古风唇连连点头 这时候 他感觉到身边的那光芒 正在变入 光芒之外的背影 也正在消亡着 妈 不要离开我 古风唇一急 大声说道 傻孩子 妈怎么会离开你 妈一直在看着你 从没有离开过 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放心吧 妈在前面挡着你 路上记得小心 妈 不是每一次都能这样救你 那声音越来越弱 最后消失不见 那背影也悄然散去 留下古风唇孤独一人 古风唇一急 大声喊道 妈 挣扎着 就在尼古拉的背上 醒了过来 船长 他在说着什么 尼古拉愣愣地问安德森 他听不懂古风唇的话 可是古风唇在他的背上 却是挣扎得越来越快 要不是他的手臂力气大 早就被古风唇挣扎开了 他想放古风唇下来 可是古风唇紧闭着双眼 根本不像苏醒的样子 安德森搔了搔头发 说道 这个词的意思是母亲 不过在中国 这个词也可以用来骂人的 只要在后面加一个字就可以了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在睡梦中 与人吵架了吧 尼古拉恍然大悟 扎了扎嘴说道 原来这古也跟我们一样 喜欢骂粗话的呢 看他样子还挺斯文的 斯文 你看戴维神父 以前不也是很斯文 现在我们这些人里 谁的脏话比他多 上帝他都敢亵渎了 戴维穷斯白了两人一眼 在胸前划了一个石子 嚷道 上帝啊 原谅这两个狗娘养的吧 你虔诚的信徒 才不会亵渎您的荣光 三人听到戴维穷斯的祷告 又乐得哈哈一阵大笑 这四人的性格速来开朗 要不然 也不可能在这孤岛上 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换成别人 人再多也憋出毛病来了 古风船醒过来的时候 正听到三人开怀大笑 他却觉得背上剧痛无比 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好像都在被烈火焚烧过一般 剧痛难耐 耳朵里还发出嗡嗡的声音 好一会儿才突然想起 刚才好像他遭到了雷击了 想起刚才的遭应 顾风船不由地牙齿咯咯地上下 响了一会儿 在死亡路上又兜了一圈回来 这一回离死亡 比起之前来还更近呢 顾风船 你什么时候会失去这种运气呢 顾风船暗暗说道 他抬头看了看周围 只见头顶上的乌云已经散开 雷声和大雨都已经不见了 他不知道是自己昏迷的时间太久了 还是这雷电消失得太快 但是他却没有力气去问人了 脑子还浑浑沉沉的 浑身没力 就跟大病了一场差不多 看了看周围的峭壁 顾风船知道 大火已经进入了死亡峡谷了 我昏迷多久了 顾风船咬着牙小声问道 尼古拉正和大家说说笑笑 听到顾风船的话 还以为又在梦溢 于是没有理会 顾风船只好又提高了音调 问道 我昏迷了多久了 这一回 不仅尼古拉听到 安德森也听得清清楚楚 他回过头来 见到顾风船一脸迷茫地看着他 他欣喜地啊了一声 然后说道 感谢上帝 你活过来了 顾风船点了点头 没有力气再问了 我们已经走了 差不多一两里的路程了 雷电只在三谷外面作响 对这里毫无影响 安德森说道 这里我们曾经来过了 但是也只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 摘望里面的路程 我们从来没有来过 原因你是指导的 顾风船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他说道 要是感觉到头晕 就拿出氧气包来 按照我教你们的去做 安德森点了点头 也表示明白 队伍走着走着 就突然停了下来 安德森很奇怪地 问走在前面的戴维琼斯和尤克斯 他说道 怎么回事 不继续走呢 尤克斯回过头来 对着安德森嘀咕了几句 安德森点了点头 说道 前面发现 有很多蜘蛛网 居然是完好无损的 有点让人奇怪 这的确很奇怪 众人并没有记错 刚才那头忙马进来时 就算有蜘蛛网 也该被它破坏光了 但是这蜘蛛网看起来 却好像完好无损的样子 这里面定有猫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54集 古风唇皱起了眉头 说道 把我背进一趟 让我看看 他本来想自己下地 自己走的 但是却感觉浑身无力 是以尼古拉背着他 靠近观察 安德森也点燃了松脂 做成的火把 照亮了周围 在闪烁的火光里 前面白色的蜘蛛网 密集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古风唇不用光线 也能看得清楚 当他看到那蜘蛛网上 巴掌大小的蜘蛛时 古风唇的脸色 忍不住一变 这里的蜘蛛 还是小的 但古风唇由于这蜘蛛网 想到了之前在大禁地里 所见到的红雾蜘蛛 那可是要人命的 巨型猎尸者 想起了红雾蜘蛛 古风唇心里 不由地警惕了起来 这里会不会 有像红雾蜘蛛 那么变态的存在 古风唇不由地 提高了警惕 仔细地打亮了蜘蛛网 也仔细地观察了 蜘蛛网上的蜘蛛 当他的眼神定格在那些蜘蛛身上的时候 古风唇的脸就微微变色了起来 我的 这竟然是魔鬼蜘蛛 古风唇看到那蜘蛛背上 有着像骷髅形状的白纹的时候 心里就一个哥等 这可是剧毒蜘蛛啊 就算一头大象被他的毒液注射进去 也只有死路一条啊 古风唇吹出一口气 说道 大家注意了 这蜘蛛有剧毒的 大家千万要注意 不要碰到了 安德森也一脸地警惕 听了古风唇的话 马上就翻译过去给他的伙伴听 这蜘蛛网是怎么回事 安德森仍然纠结这个问题 如果那长毛巷经过这里的话 那蜘蛛网不应该已经破坏了吗 怎么才一会儿间就变成这个样子 古风唇却说道 蜘蛛网的确是被破坏过了 古风唇是引尼古拉贝特去岩壁旁边 指着一处处断开的蛛丝说道 你们看这儿 这都是长毛巷经过的时候弄断的 但是你们可知道 蜘蛛织网的速度有多快吗 安德森摇了摇头 表示对这个一无所知 古风唇却说道 两三个普通的蜘蛛 花一个晚上就可以织出一张蜘蛛网来 而我们面前的 却是攻击力和毒性 都是最强的魔鬼蜘蛛 它们对食物的渴求很大 所以它们织网的速度也是极快的 寻常蜘蛛花一天的功夫的事情 说不定 它们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古风唇说的话并不是信口开河 它博览群书 对于很多动物的习性都了然 魔鬼蜘蛛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品种 据说只在热带雨林的地区才有 毒性奇强 属于神经性毒素 被它注射毒素的人 不会立即就死 而是变成一个麻痹僵硬的人 但是意识却是清醒无比 而魔鬼蜘蛛就是在人清醒的状态下 把人吃掉 这种死亡非常残忍 哪还有比看着自己被慢慢吃掉 还更恐怖的死法呢 怎么对付这些蜘蛛 安德森听了古风唇的介绍 并没有因此却步 反而询问起对付这东西的办法来了 用火烧 古风唇很干脆地说道 珠网本来就易燃 一旦点燃那就很难熄灭 想到这里 古风唇又是一阵叹息 要是有燃烧瓶就好玩 有一件这样的大杀器在 那就算有大群蜘蛛涌出来 也不用怕了 好 安德森也觉得是个好主意 他示意尼古拉把古风唇背远一点 然后就把手中的火把伸向蜘蛛网 哄 火烧一下子就窜了起来 蜘蛛网上的蜘蛛 也感觉到了猪网上的颤抖 马上就判断出有了猎物出网了 马上就仰起了八爪 朝着安德森的火把位置扑了过来 安德森大吃一惊 他还没有来得及躲闪 那蜘蛛就从起火的猪网上 弹跳了起来 扑到了沾满的松脂的火把之上 瞬间 那蜘蛛身上就被引燃 掉落在地上奋力挣扎着 身上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但是沾上了松脂 哪容易灭火 一下子那蜘蛛就停止了挣扎 一动不动地死了 点燃的猪网很快就蔓延了开来 这里的蜘蛛网本来就互相纠缠一团 当引燃了一个 其他的都会跟着遭殃 而蜘蛛网上的蜘蛛 却不会被猪网燃烧的那点火烧得死 顶多就受点小伤 掉落地上而已 掉落地上的蜘蛛好像很茫然 纷纷向着峡谷两臂退去 不过 顾风纯却一脸地担忧 从蜘蛛袭向火把的那一瞬间 他就判断出来 这魔鬼蜘蛛绝对不是懒惰的猎势者 只等食物送上门来再轻松捕食 这魔鬼蜘蛛还是主动攻击猎物的好手 等他们缓过神来 大火就危险了 安德森 你把杯囊里面的汽油拿出来 古风纯快速说道 队伍撤离的时候 几大桶汽油被遗弃了下来 古风纯让安德森用装水的瓶子 装了两瓶带走 本来是为了引火用的 结果这时候 却要拿出来应急了 要是这蜘蛛来追杀众人 引燃这两瓶东西 应该可以阻挡一些时候 安德森也知道这汽油的厉害 马上就拿了出来 问道 然后呢 古风纯想了想说道 等一会儿 要是这些蜘蛛追我们 就点燃它 扔到地上去 用火隔绝一下它们 安德森连连点头 觉得是个好主意 这时候 蜘蛛网 已经向着前面 一直燃去 而蜘蛛 却退到两壁后 没有再进一步的意思 古风纯觉得奇怪 而且 他还敏锐地发现了一点 蜘蛛大多 是逃向离他和尼古拉 最远的一边 古风纯不禁有点飘然 暗道 难道这东西还怕我 不过 这种念头 悬而极灭 古风纯可从来没有认为 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而且 他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安德森见蜘蛛 散到两旁去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眼睛看了古风纯一眼 似乎是在询问 古风纯下一步该怎么做 古风纯微微点头 说道 走吧 应该没有什么事的 虽然这样说 但是古风纯心里 也很是忐忑 要是置身于蜘蛛群里 这些小家伙才骤然发难 那后果就严重了 而现在的他 根本就属于一个雷队 到时候有事 尼古拉 还不把他一扔就跑了 蛛丝燃烧过后的焦臭味道 充斥在峡谷里面 让人十分难受 当然 也有少数躲闪不及的魔鬼蜘蛛 为火烧死烧伤 没死地在地上胡乱折腾着 古风纯看着这一场景 脸上不禁闪过一丝的不忍 走了一会儿 古风纯突然就觉得一阵眩晕 他猛地想起安德森之前 跟他说过的话 说近这峡谷里面 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朝着旁边的人看去 见大家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戴维琼斯更是按住了胸口 仿佛很痛苦的样子 拿出氧气包来 古风纯马上就说道 这山谷很是闭塞 空气本来就不怎么流通 加上刚刚的一把火 山谷里面的氧气 怕是消耗了不少 这里的二氧化碳 本来就偏多 经过火一烧 空气里的二氧化碳 就更多了 安德森听了古风纯的话 马上就拿出了氧气包 美人发了一包 古风纯马上就打开了吸管 塞进鼻子里面 带着一丝清凉的气体 钻入了鼻孔里面之后 古风纯才觉得 精神爽朗了一点 而安德森等人 却是笨手笨脚的 搞了半天才弄好 而且没用惯这东西 他们都觉得很不舒服 不过这小管子 装进鼻子里后 众人都觉得 头脑清凉了许多 很快就精神了起来 放下来吧 古风纯觉得 身上麻痹的感觉 已经消失 手脚的阵痛 也已经消散 他动了动手脚 觉得自己 可以独立活动了 就不再让尼古拉 继续背着他 虽说尼古拉的力气不小 但是扛着一个一百多斤的 大活人也不轻松啊 安德森祈祷 你这么快就可以活动了 眼里尽是惊奇 是的 古风纯活动了一下手脚 慢慢说道 他现在除了感觉到后背 一阵阵麻痒之外 其他地方都已经安然无恙 古风纯知道 那是被雷电烧焦的皮肤 开始长出了心肉芽的征兆 这种经历他没少遇到 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是安德森等人 却是大吃了一惊 这荒岛里条件非常恶劣 稍微受伤都可能导致发炎浓肿 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死人呢 见到古风纯后背的灼烧时候 安德森等人都觉得 这个伤口很可能会给古风纯 带来致命的伤害 但是在古风纯昏迷的时间里 他们就已经见证了奇迹的发生 古风纯背上 很快就分泌出大量的体液 很快就结痂起来 伤口被感染的几率大大减弱 而结痂的痕迹不断加快 让众人目瞪口呆 在这孤岛里生活了那么久 众人受伤的时候非常多 知道伤口愈合需要很长的时间 哪像古风纯这么变态 一下子身体就开始 朝着恢复的状态飞奔了 带威琼斯很快就找出了合理的解释 他认为古风纯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引导他们离开这个魔鬼的领域的 魔鬼的力量虽然能够让古风纯受伤 但是上帝的信仰之力 又将古风纯治愈了 这个解释在四人里一致通过 所以安德森等人对古风纯的尊敬翻倍 基本处于言听计从 对古风纯的每一句话都没有丝毫的质疑 上帝保佑您 安德森在胸口里画了个石子 满眼憧憬 带威琼斯更是激动不已 暗想 难道是我这天天每天坚持不断祷告 感动了仁慈的上帝 这个古风纯肯定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的天使啊 一下子 古风纯的人格 在带威神父的心里 变成了半神的存在了 古风纯可不知道众人的心理变化 只是觉得有点古怪 这安德森的疑问没之前那么多了 尤科斯看他的眼神也充满了尊丑 这一切古风纯都料想不到 古风纯落地之后 长长地虚出了一口气 深了深懒腰 背后结痂的伤口被他牵扯到 顿时就崩裂开来 丝丝的鲜血顿时就从后背流了出来 古风纯狠狠地吸了一口冷气 背后的伤口扯裂了 古风纯想到 不过他也不把这点小伤太当一回事 不过峡谷两侧的魔鬼蜘蛛们 温到了这股味道后 却开始躁动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 古风纯并没有料想到 这峡谷里面会有这么多的蜘蛛 随着众人的深入 他就发现峡谷变得越来越窄 而峡谷两臂都贴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 一层一层地垒着触目心惊 看到两臂的蜘蛛数量如此之多 古风纯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他感觉到 他的鸡皮疙瘩已经遍布全身了 古风纯也感觉到了这蜘蛛的躁动 但是这些蜘蛛躁动的时候 并没有抱起来伤人 而是不停地分泌出蛛丝来 将峡谷两臂都弄成了白蒙蒙的一片 这是怎么回事 安德森狐疑地说道 看到这些蜘蛛疯着蛛丝的样子 他就觉得不可思应 或许是这些蜘蛛想让蛛丝来保护自己吧 古风纯骚了骚脑脑袋说道 不过他却突然发现 头上光吐吐的 看来 那闪电披落下来的时候 已经将他身上的毛发都化为灰烬了 古风纯不敢想象自己现在的模样 到底虽成了啥样子了 安德森却是一脸的不解 问道 蜘蛛王不是用来捕尸的吗 怎么也可以用来当作自保的工具吗 与古风纯有着数百年知识差异的安德森 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进化论 更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科学 古风纯秉着毁人不倦的精神解释道 那当然 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我保护的手段 你看 这蜘蛛现在织网的速度极快 而且是将自己覆盖在厚厚的蜘蛛网里面 那就说明 它们对于外面的东西产生了畏惧 希望把自己掩饰起来 古风纯解释道 安德森点了点头 深以为然 但是 它却没有听到古风纯下面的这一句话 古风纯难难地说道 可是 它们在畏惧什么呢 古风纯也没有发现 它走过的地方 地上被烧伤的蜘蛛纷纷逃窜 速度竟然贼快 真看不出是受过伤的 而被古风纯身上流出来的鲜血低套的蜘蛛 更是在遍地打管站 微会儿 就化成了一滩腐质 只有古风纯和安德森等人 才不知道 古风纯身上的血液 竟然如此变态而已 古风纯小心翼翼地 不敢牵动背后的伤口 众人的步伐 随之也慢了下来 在这山谷里 继续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才到了尽头 一路走来 古风纯也摸清楚了这山谷的地势 这山谷是常年流水冲刷造成的 而且与山谷另外一条山谷摇摇相对 都是在同一座山下 古风纯甚至还猜测 如果沿着这山谷 直线把山脉给打通 这条山谷后面 会不会就正对着另外一条山谷了 这样的猜想 古风纯也不大相近 因为这种巧合的存在极其罕见 除非是人为之 否则 大自然怎么可能会做得出来 这样的东西来 古 你看前面 安德森突然声音就提高了不少 古风纯的设理比起安德森来 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只见眼前豁然开朗 抬头也不再是一线天 深邃的夜空如湖面一般清澈 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四周的山壁被凿开 朝着两边开阔延伸 从哪边看都是湖形 不过古风纯却知道 这两边合起来 却是一个近似于圆形的椭圆 古风纯的脸抽出了一下 第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是人为加工过的痕迹 可是他想不通的是 是什么人 把这峡谷两岸弄成这个样子 弄成这个样子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古风纯手上 没有一点资料 关于这个岛屿的 更多的资料 也就是从航海人员的笔录里 得到的一些记录 这些记录都是记载 幽灵岛的 没有提及幽灵岛上的人工痕迹 古风纯并没有沮丧 相反 他心里隐隐 还有点亢奋的感觉 他甚至感觉到 这就是 纳尔逊 秦川 都在找的地方 虽然古风纯不知道 里面会有什么 但是他已经觉得 这一次被困在岛屿当中 其实也挺值得的 你看 那只长毛像在那里 安德森激动地说道 古风纯顺着 安德森的手指淋淋 很快就发现 这山谷尽头的一层 那只猛马 紧静地卧在地上 天色昏黑 安德森只看到了 猛马的轮廓 而古风纯 却清楚地看到了 猛马旁边的其他东西 骨架 有很多骨架 就在猛马的前面 那骨架 堆垒得像小山一般高 古风纯很清楚地看到 大量的猛马骨架 散落在前面 虽然他看不清数量 但是这个数据 绝对是恐怖的 他不由地蒙了一下 这个小岛能够生活得了 这么多的猛马吗 刚开始的时候 古风纯就判断 这象种里 不会有太大数量的猛马 但是实际情况确实 古风纯猜错了 这个象种里的骨架 不少于五千头 五千头是什么概念 当然 相对于非洲森林里的象中来说 数以千万年的积累 这里几千头猛马的尸骨 算不上什么数据 但是相对于一个孤岛来说 这个数据就显得有点恐怖了 这是猛马 不是大象啊 一个海岛能够承受得了 这猛马的食物供应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55集 就在古风纯满脑子不解的时候 尼古拉等人 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一边欢呼 一边飞快地 朝着那高高耸起的 猛马骨架跑去 古风纯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这些家伙困顿在这岛屿里这么久 竟然还对这些 不可能运得走的财富 这么感兴趣 他也没有把心思 放在这几个人的身上 他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环境 看到峡谷溅头之处 他的呼吸忽然就急促了起来 那里 有一座石碑 古风纯眼力很好 看到石碑 古风纯欣喜若狂 石碑上通常都会刻有名文 这名文上定然会有一些 古风纯想知道的东西 他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走了近一百米后 古风纯又发现了新的东西 那就是山谷的尽头 似乎有一个门 我没有看错吧 古风纯揉了揉眼睛 他呼吸不仅变得粗促起来 从大步走着变成了小跑 小跑又变成了百米冲刺 看着他这种速度 安德森等人不禁大吃一惊 这个就是刚才还在尼古拉背上 动弹不得的 那个被雷电劈中的家伙吗 古风纯一鼓作气 跑完了几百米的距离 这山谷里面充斥着一股腐臭的味道 古风纯相信 这应该是那些猛马死在这里 分解时候产生的味道 古风纯侧脸 往那猛马的尸骨里望去的时候 看到那头刚刚进来的猛马 无力地抬头望了望他 又回头看了看 已经跑到了猛马尸骨旁边 心高采烈的尼古拉和尤克斯 这两人已经在费力地 拖着那三四米长的长崖了 这些猛马的骨骼非常健壮 在这山谷里风吹日晒了 不知道多少年 也不见腐朽 猛马看完了尼古拉等人 又回头看了古风纯一眼 眼里充斥着哀求的神色 好像是在祈求古风纯 阻止这些人 动这里的猛马尸骨 看着猛马那垂死的眼神 古风纯总觉得 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这头老猛马 是在求我帮助吗 古风纯心里暗暗想到 你们住手 不要碰触这些东西 古风纯马上就大声喝了出来 尼古拉和尤克斯 听不懂古风纯的话 但是 他们却能够从古风纯的语气里 听出了不悦的色彩 尤克斯回头看了古风纯一眼 依旧不为所动 从一头猛马的尸骨下面 拖出一根长长的獠牙 经他这一折腾 那头已经化为白骨的猛马骨架 顿时就散落了开来 门儿 锤死的猛马猛地悲呼了一下 见到先辈的尸骨被折腾成这个样子 他那无神的眼睛里 渗出了一行泪水 他本来想挣扎起来 去消灭那来侵扰他们灵魂栖息地的人类 但是 他的体内 已经没有力量支撑得起 他那庞然的身躯了 他只好无助地扭过了脖子 可怜巴巴地看着古风纯 古风纯也很是奇怪 为什么这只猛马 会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呢 难道他知道 我对他们没有恶意 古风纯摇了摇头 看了跟过来的安德森一眼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道 让他们停下来 这些事故里怕有病菌 被感染到了就死定了 这些病毒 说不定比黑死病还厉害 古风纯相信 病菌和病毒 安德森等人肯定听不明白 但是中世纪在欧洲肆虐的黑死病 安德森没理由不知道 为了不让他们侵扰了猛马的墓中 古风纯也只好出言恐吓了 黑死病 黑死病 安德森吓了一跳 黑死病在欧洲大陆肆虐的时候 死亡的人数可是达到数以千万计 这个病就像死神的召唤一般 感染到的 感染到的话 那就完蛋了 安德森对古风纯的话 深信不疑 除了安德森 戴维琼斯也一样 都快把古风纯说的话 当成了上帝的旨意了 安德森快速地把古风纯的话 翻译过去 尤克斯和尼古拉 显然也知道黑死病的厉害 马上就停止了行动 还把手在身上连擦了几下 往后击退 连象牙都不要了 古风纯见他们规矩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猛马感激地看了古风纯一眼 但是他却仍然想挣扎着站起来 安德森等人一脸地警惕 古风纯知道 这猛马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就不再理会 转身去看那石碑了 石碑高约莫两米五左右 宽约一点八米 正面刻着字 背面打磨得很光滑 刻着一幅类似地图的图案 整座石碑被苔藓覆盖着 上面刻着的字迹 已经变得有点模糊 而石碑前面 是一道看起来非常厚实的石门了 石门仿佛于后面的身体连成一片 连一点空气都找不到 看着这石门 古风纯不禁想起了 在可可西里荒原里 那个藏着藏传佛教经典和 济血泉的洞窟来 只不过 这道石门却没有那一道石门那么精巧 而是充满了古着简约的气息 一看就知道 是先秦时代的作品 古风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马上就走进石碑 想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 不少字迹已经被台前覆盖着 古风纯也不含糊 马上就拿起锋利的军刺 将上面的垃圾清理干净 安德森却把古风纯拉住 让尼古拉和尤克斯伤 这两人的身高有优势 而且古风纯身上带伤 一拉扯肩膀 就会牵动后背的伤口 那造成的伤害可是很严重的 两人也没有异议 马上动手轻拟 刮掉右边一处厚厚的台险之后 古风纯马上就看见了三个大大的小转 徐福灵 徐福灵 徐福的灵墨 古风纯的嘴巴一哆嗦 话都说不出来了 安德森很是诧异 他们也看到了这石碑 也看到了山壁上的石门 但是安德森这个中国通 却是不懂秦朝时候的文字 安德森见古风纯如此激动 心里也很是亢奋 一下子就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古 你那么开心干嘛 这里面 满有什么宝藏吗 安德森还以为 这里应该是一处海盗的藏跑地点呢 他们心里也很是亢奋 看古风纯的表情 这些象牙已经不能动了 如果能从这山洞里 得到一些珠宝补偿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古风纯点了点头 说道 是啊 宝藏啊 秦川和秋灰燕上着诡异的岛屿来 恐怕也是冲着这里来的 那米国人纳尔逊 恐怕也是为了这个才当到的 美国人 安德森见古风纯所提到的名字都很陌生 尤其是那个米国 他闻所未闻 古风纯一时失语 心想在安德森的年代里 哥伦布才发现美洲不巧呢 哪来的米国了 不过 他马上就找到了可以搪塞的语言 哦 是我们天朝的附属国 他小了 你们根本没机会听说 这话说出来后 古风纯自己都觉得好笑 要是纳尔逊在旁边听到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安德森听了听 在他的世界观里 亚洲 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美洲非洲更不用说了 非洲广袤的草原 和美洲茂密的森林 都是地图上的空白点 不少探险家们 仍然冒死在绘制这些地方的地图 以方便自己的国家力量 占据殖民 获得财富更容易 古风纯说完这些 就凑近了石碑 仔细看石碑上的碑文 碑文保存还比较完整 而且这种小传 对于古风纯来说 根本就没有难度 一路往下看 古风纯的额头 渐渐就冒出了细细的汗注 这碑文是采用 处词的方式写的 碑文的字迹 铿锵有力 非常犀利 一看就知道 是个书法名家所为 可是 先秦遗留下来的书法 本来就少 古风纯也无法辨认出 属于谁的首封性 属于谁的首尽 凤鸣之地有巫王喜 以造化为公 天地为庐 化万物于不死 船之百代兮 又王为秦 有玄帝兮 驾合八荒一统天下 这文走走的词 文字足足常有千语字 这种文体换成寻常人还真看不明白 幸好古风唇是在古文学堆里打滚的 倒也拦不住他 这篇词幅里的电容囊括了非常多的东西 古风唇看得冷汗淋漓 终于明白了秦川米国人和邱辉燕 都上这个岛屿上来寻找什么东西了 他们找的就是徐福遗留下来的这一篇碑文 徐福的碑文里清楚地记载了很多秘心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派徐福出海的大秘密 徐福不是去求不死药的 而是拿着不死药的药方和炼制不死药的药材去掩埋 不让这东西疑惑人间 不死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任何服食了不死药的人都会沦为一个巨大阴谋的牺牲品 古风唇看到这里的时候 心底就开始冒出了冷气 这祠福里一开始就说明了有女巫王 而女巫王的真实身份不是残存部落的人 也不是博人 而是属于更高级别的人类文明 他们发展到一个极其高级的地步 那就是几乎可以接近了那种从地球开始诞生就出现的史前人类了 甚至比起史前人类来更为先进些 因为他们已经实现了灵魂与肉体之间的交换 可以在两种形式上任由转换 而史前人类因此感觉到了危险 用尽手段消灭了巫族的大部分人口 只留下了一小部分人 因为实验的需要和计划要求 史前人类封印了巫族人的本来的思想 并且让接受他们的指挥 为史前人类服务 传达着史前人类的意志 可是这种封印也不是没有破绽 巫族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基因觉醒的人 这些人发明了一种客服 来记载着史前人类驱使奴役着他们去建造的东西 记录着这些高级的技术 企图有一天族人觉醒后 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反击 而这些客服 就是古风纯在那祭祀金字塔里所看到的那些 只有后世基因同样发生了突变的巫族人 才能看得明白里面的内容 但是 史前人类何其敏锐 很快就察觉到了这股力量的存在 于是很快就抹杀掉 但是 基因是无法轻易控制的 很快 新的决心再次出现了 这些人得到了前辈的指点 发明了更为成熟的蚊子 西周蜜蚊 并且 继续传承着他们的成果 这些人比起前辈来 更为聪明 他们的力量不断壮大 不轻易被发现 所以 史前人类为了对付他们 在人类里扶持起力量 专门对付这些巫族的后代 而随着巫族人的觉醒太快 史前人类已经察觉到 这些人已经完全不可靠 于是 退出了种族灭绝的政策 抹杀了手中掌控的力量 也是为了保命 因为 所有的史前人类的遗境 几乎都是出自巫族人 和更为低级的 惠人之手 而惠人 由于成活率不高 和忠诚度可靠 而被存留下来 当了这些遗迹的守护者 巫族人的女王八卿 为了保存力量 最终向秦始皇求救 而秦始皇提出来的条件 就是要为他炼制不死药 而这个时候 八卿并不知道 不死药的药方 正是史前人类遗留下来的 一个骗局 专门蒙骗人类的 只要服食了不死药 那人的思维 就会与史前人类相通 不自觉地 接受了史前人类的指挥 而炼制不死药的药材 和条件极为可可 不是人间君王 根本动用不起这种资源 所以 不死药的控制目标 就只冲着这些君王而去 所幸的是 八卿在炼制不死药的时候 甚至修改了一些方法 还加入了自己的血液下去 才阻止了这些不死药的药效 并且让秦始皇爱上了自己 为自己的族人 营造了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 秦始皇服食不死药不久后 八卿就察觉出不死药是个阴谋 于是劝秦始皇尽数 回去剩余的不死药 并且让徐福将这些器皿 全数送到归须深渊里隐藏 永世不让他们出现 而这些器皿里 最让古风唇心里颤抖的 是九州神鼎 悲闻里说道 五九州神鼎炼制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不死药 只能算是一种严寿的药物而已 虽然有一定的功能 但效果比起真正的不死药来 还差极远 徐福是巫族觉醒的勇士 于是在秦始皇的号令下 率领着数千甲氏出海 寻找茫茫海上的闺须 将秦人从周王室里 夺取回来的九州神鼎 扔进了龟须 而秦始皇为了掩人耳目 尽数回去与九州相关的记载 说灭州时 九鼎已经不知去向 后来还装模作样地派人 去寺水里打捞 而真正的九鼎 已经在龟须深渊里面了 而徐福之所以没有能够归来 则是回来的时候 碰到了这个幽灵岛 他率人登岛之后 不久海岛便消失不见 他带领着这些护卫 在这岛屿里 开造出一个巨型山洞 在山洞里面居住了一段时间 数年后 岛屿忽然又正常 徐福于是让追随者离开 自己 却独自留守在这个岛屿之上 陪同他的 只有两名 忠心耿耿的卫士 这里 洞府的设计很特别 里面有着极其珍贵的东西 留着给后人 也就是巫族的后衣 只有巫族 最纯血统的人 才能打开这里 去得到那一份珍贵的礼物 里面有着巫族人 最核心的秘密 文中没有提及那些 离开了岛屿的人 最后那些船员去了哪儿 无人知晓 但是古风淳已经猜测到 这些人 应该是去了 距离这海岛最近的地方 窝岛 而这碑文 则是徐福亲手刻上去的 一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刻完 可谓非常认真 他在文中还交代了 龟虚里面的路线和危险 这对于古风淳来说 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看完了这些东西 古风淳投于目悬 不是因为那慈父 易读的辛苦 而是因为这里面的内容 实在让古风淳无法接受 因为这里面的内容 已经全部颠覆了他过去所有的认知 关于博人 关于巫族 关于史前人类 关于秦川和陈四的认识 已经全部被推翻了 秦川服侍过不死要的 而陈四也是 而且是秦川给他的 也就是说 陈四现在和秦川一样 也就是受到史前人类所控制的 而那第三股力量是谁 秋灰燕他们代表着谁 巫族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古风淳已经晕头转向 彻底地糊涂了 他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这碑文里面的内容 因为他很清楚 如果自己一旦接受了 这碑文里面的内容 那之前建立起来的推断 就全部作废 甚至无论是陈四还是秦川 他都不敢相信的 这两人 若是史前人类的棋子 那无论双方谁赢了 那都不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古风淳已经从徐福的留言里 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 史前人类 根本就没有把其他生命 视作平等 而且还在不遗余力地 抑制他们的发展 这是一种邪恶的生物 顾风淳这样想到 此时他已经有点怀疑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 是什么进化终端的厂物 说不定 就是一个被摆弄的玩偶 对于自己的前路 根本一无所知 所有的东西 都是被安排好的 被接受的 任何一个想法 都是受到来自陈四 或者史前人类的暗示 然后被毫无根据地 推理出来 顾风淳突然就觉得 一阵毛骨悚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五十六集 古风淳知道 自己对陈四的信任 已经达到了一个 怎么样的境地 从开始的接触 怀疑 到后来的逐步接受 尤其是陈四 多次的舍命相较 古风淳已经在心里 彻底地认为 陈四是个值得他 去信任的人 而此刻 顾风淳心里 却动摇了 到底陈四如此对他 是出自真心 还是一个阴谋 他不得而知 一个人能够如此舍命去救你 你还会怀疑他的真诚吗 顾风淳纠结地摇了摇头 两久 他才慢慢地 虚出了一口气 他相信陈四 可是 他不能无视这一篇 虚幅撰写的碑文 古风淳的脸色 从来没有如此难看过 安德森等人 在一旁见古风淳脸色 变成了铁青 愣在一旁不敢出声 这个让他们敬畏 如天使一般存在的小伙子 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实在太多了 可是眼前 竟然有让他 如此为难的事情存在 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顾风淳又反复地 观看了这碑文几次 口中反复地送念诊 不一会儿 他就把洋洋洒洒 一千多字的碑文 背得滚瓜烂熟 后来 他又走到了碑文后面 观察背面的刻图 这刻图布局很是复杂 仿佛是将一个立体图 绘成平面图 乍看上去很是复杂 不少代表着虚线的地方 由于岁月的侵蚀 而模糊不清了 古风淳知道这图的重要 默默记熟于胸 又闭上眼睛 在脑海里回忆了几遍 将错漏的地方 与石壁上的图案 对比修正了几次 终于将一幅繁杂 无比的图案 记了下来 安德森见古风淳嘴里 喃喃自语 一会儿睁开眼睛 看了两眼 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古风淳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样 于是就问道 古 你在干嘛 古风淳轻轻一笑 说道 哼 我再把这些图给记下来 咦 这里面还有字 古风淳又凑近了一点 看了看地图两侧 有几行浅浅的英刻文字 这也是小传字体 与碑文的笔画无疑 看来也是处自徐福的手笔 由于被苔藓泥土覆盖 尼古拉等人清理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 并没有发现这些文字的存在 古风淳右手拍了拍 上面的青苔 只见那上面刻着一行字 归须现日 乌王醒时 黄泉怒火 海天波涛 愁云惨淡 月回星辰 虚实存亡 因果我亡 这三十二个字 将整幅地图围了起来 古风淳看着这四季四衬的话 心里一片茫然 不过他却突然觉得 如果这徐福晚生数百年 凭他这话 混个佛教大师 并不算太难 古风淳很清楚 这几行字 并不是徐福 一时兴起 心血来潮时候刻在这里的 古风淳也相信 这石碑上的刻图 是徐福从龟须里出来的时候 绘制的图纸 非常重要 徐福既然是巫族的后印 定然有他过人神通的地方 这几句话 很可能就是一个预言 而这个预言 就是从龟须这个地方 被发现的时候开始的 而从后面的话来看 这预言里 并没有什么好事发生 古风淳又虚出了一口气 他真想问问秦川 与徐福相关的东西 只是 他现在这种情况 离岛都难以绊倒 就更不用说找到秦川了 就算找到秦川 秦川会跟他说这些吗 古风淳苦笑了一下 抬起了头 望向石壁上的 那堵厚厚的大门 大门看起来 是用坚硬的岩石做成的 与石壁浑弱天成 没有丝毫的缝隙 也看不出有什么 可以开启的机关 不过 古风淳却惊讶地发现 这石门的中央部分 似乎有一个浅浅的掌印 古风淳记得很清楚 徐福的被文里记载的东西 这个门 只有用巫族厚裔的血 而且是最纯正的血液 才能打得开 如果强行打开这门 里面的东西 就会瞬间触动机关 被毁灭掉 古风淳虚出了一口气 看样子 自己与这徐福 遗留下来的东西 无缘了 自己是什么老石子的 史前人类 进化的终端产物 跟人家巫族 哪有半毛钱关系 这四个老外 就更不用说了 在巫族人 横行天下的时候 这些蛮夷 还是光着屁股 用石头木棍 撵着野兽 跑的时代呢 跟进化到了极致的巫族 哪能扯得上关系啊 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 古风淳的心里 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 刚才他在查看碑文的时候 已经怀疑起了 自己这个史前人类 进化到终端的产物 是个骗局 但是无可否认 他自己身上 的确有着 很多寻常人 难以理解的能力 如果说 自己不是史前人类的后裔 那自己 会不会是个 污人后裔呢 古风淳暗暗想到 很有可能 古风淳一拍脑袋 思绪很快 就跳跃般地 想了起来 打开思维的古风淳 思索起问题来的时候 天马行空的思维 很有创造性 首先 他要推翻自己 不是史前人类 这一个物种 进化而来的结论 史前人类是什么 古风淳沉一那一下 这是一个 以精神方式 存在的物种 在地球形成的初级阶段 就已经在地球上 是地球上的霸主 他们的寿命极长 但是仍不满足 渴望迁徙到 没有时间观念的 永恒宇宙当中 他们最恐惧的东西 就是反物质 与反物质接触 会让他们产生 泯灭死亡 作为精神存在的东西 所需求的东西 就不是物质 他们的生存方式 与地球上任何的物种 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 他们应该可以 与任何一种物种 都可以相处得很好 而且 这些物种 根本就无法 与他们接触 因为这些物种 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 与他们沟通 但是 他们制造了 寒武际生物大爆发 推动了 地球物质类生命的进度 然后 又屡屡创造出了 更高级的动物 然后再毁灭他们 然后又创造 又毁灭 这些毁灭的过程当中 很多物种 都是已经具备了 高级思想 甚至是超越了 当今人类的 高级文明存在 可无一例外的是 这些文明 都被毁灭了 史前人类 定然不会是 因为日子过得无聊 而搞种族灭绝 而出现这种事情 无非是两种原因 第一 当时的文明生物 没有达到 他们所需要的高度 作为一种失败品 他们被悉数回去 这个解释 古风唇已经听过 而另一种解释 就是那个文明体系的生命 已经能够威胁到 史前人类的存在 或许 他们已经洞悉了 史前人类的阴谋 或许触碰到了 史前人类的禁卵 所以 才促使史前人类 痛下杀手 而古风唇最疑惑的 还是这个 既然史前人类 能够培育出 高等文明的存在 为什么 会让自身 从精神存在状态 交换到物质存在状态 的这个技术 停止不前呢 这个 无论解释得多合理 都很不可思议 这就像一个笑话 就好像 一个建筑工程师 能够设计出 一栋参天大厦 却不知道 需要多少材料一般 或许 史前人类 早就掌握了 这种技术 但是 由于某种原因 他们根本就 没有用这个 自己 真的是什么 史前人类 进化的终端产物吗 那进化的起源 在哪里 过程的 最后形成 自己这个鬼样 就算什么 老石子的 终端产物了 古风唇很清楚 自己身上的缺陷 而他也知道 在过去 已经泯灭的历史里 像自己这样的人 并不少数 自己不是第一个 更不是最后一个 而最适合自己的身份 并不是什么 史前人类 而是巫族 被史前人类 封印的族群 基因突变后 身体产生出来的 异能 就是巫族人 基因遗传的本能 这样的人 并不少见 比如巴青 比如徐福 比如巴斯巴 罗小丹都应该 算是这一类人 而且 基因的觉醒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各种能力 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变化着 史前人类 就是抓住这一点 利用自己的精神力量 来影响着这些巫族的后裔 让他们 自以为是 史前人类的后代 并且为他们办事 这一切 都天衣无缝 如果自己没有看到 徐福留下的碑文 很可能 就一直被蒙骗下去了 古风唇重重地 吸了一口气 推理了一番后 他的情绪 乐观了很多 我就试一下 看看 我能不能验证 自己的猜想 古风唇暗暗说道 说完 他又拔出了军刺 轻轻地在掌心里一挑 鲜红的血液 顿时就蹦了出来 古风唇用力地一握手 整个手掌 都变成了英红的一片 我的上帝 你在干什么 安德森见古风唇 在玩自残 脸色变得怪异起来 连忙凑了进来 但是看到古风唇 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而且这种动作 很是娴熟 心里不由地想到 难道这种事情 这家伙经常做不成 他想对了 割手腕调掌心的事情 古风唇还真没少做 而且很多时候 还是别人代劳的 谁让他的血液 如此特殊呢 古风唇对着安德森一笑 说道 没事 你们退后一点 我试一下 能不能打开这道石门 里面有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安德森等人点头如捣算 安德森和所有人一样想到 里面的珠宝 也是我们想得到的东西 只不过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表现出如此贪婪的面孔的话 那可能不会得救 反而要下地狱的呢 他们都强忍着心里的欣喜 快速退后 古风唇把沾染满了鲜血的手掌 按在了那石门中央的掌印当中 他屏住了呼吸 心中忐忑地等待着结果 如果这石门能够打开的话 那他自己身份的最终确认 就要颠覆之前的所有认知了 一秒 两秒 三秒 一分钟 两分钟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古风唇的额头上 密出了秘密的汗水 仿佛一个重刑犯在法庭上 等待最终的判决似的 可让古风唇失望的是 这石门毫无动静 失望之余 古风唇心中又存了一丝的疑惑 莫非自己不是什么巫族的后印 还是徐福这丝在满口胡言 大放厥词啊 古风唇想到了这儿 心里竟然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他可不想去怀疑陈寺这人 身后的四个洋人 见古风唇像个傻瓜一般站在石门面前 一只手按在上面 一动不动 仿佛一只手就能够推开这石门一半 刚开始 戴维琼斯等人满脸的崇敬 这上帝拍来的天使果然厉害 戴维琼斯的口中还念念有词 颂读着赞美上帝的词句 可是老半天在那石门没有动静 众人不由地面面相觑了起来 安德森凑近一看 脸上顿时抽搐了一下 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亲爱的狗 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你放错手掌了 古风唇正一脸郁闷 听到了安德森的话 无由地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掌印 晕 真的是闹乌龙啊 古风唇心里暗想道 这是一个左手的掌印 而古风唇用的却是右手 这掌印很大 古风唇就算两个手掌放进去 也绰绰有余 他哪顾及得了那么多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古风唇对着安德森 善善地笑了一下 左手又在军刺上 划了一道口子 鲜血一下子又亲了出来 上帝 上帝 你在做什么呀 你身上不是已经有一个伤口了吗 安德森很是不解 大声叫道 古风唇听了安德森的话 不禁也觉得自己有点傻乌乎的了 分明右手的伤口还在流血呢 自己左手涂上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何苦再给自己一刀啊 当真以为是刀子 个人不疼啊 古风唇心里认为安德森有理 嘴里却不承认 他耸耸肩膀说道 只有这样子 才能完成整个仪式的 见古风唇说得庄严 安德森尴尬一笑 连声为自己的无知道歉 然后就大步退后 静看古风唇的表演 古风唇暗暗吸了一口气 马上就把手掌按在了石门之上 古风唇马上就感觉到了浑身一颤 然后就是整个石门猛烈地抖动了一下 从手掌里浸出来的鲜血 一下子就被吸进了石门里面 石门上马上就产生了许多细微的变化 许多条纹慢慢地出现在其中 古风唇的脸庞顿时就抽出了一下 这种条纹他可是很清楚是什么 因为他曾经见过 在祭祀金字塔上面的那一块 用来祭祀用的玉石上 就有过这种条纹 这是血槽 血液是可以沿着血槽流动的 看着遍布在石门上的血槽 古风唇的脸色 骤然就变了一下 看样子 要放满这些血槽 流干他身上的血液也不够啊 难道这是一个陷阱 古风唇的脑海飞快地盘算着 他本来想抽回手掌 可是那石门好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似的 无论他多用力都无法将手抽回来 安德森等人也看到了这种变化 但是他们当场就被这神迹一般的现象吓住了 尤其是戴威穷斯 早已经跪在地上 大声诵读着圣经里面的句子 一脸的前场 古风唇心里寒苦不迭 但是他也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因为有察觉到 自己体内的鲜血流逝得并不多 也不快 掌心处还传来了阵阵冰凉 割破掌心的痛楚正在消失 感觉很是舒服 看样子 自己的血液还真有点效果 想到这个问题 古风唇的心跳又加快了许多 突然 古风唇就觉得手掌一松 他一抬手 这手就被他收了回来 而掌心的窗口早已经愈合 手掌中的血液也消失无尽 只有尸门中的那个掌印 就像一个蓄水池一般 蓄满了鲜血 看上去说不出的奇异 安德森等人早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古风唇心里也暗暗觉得奇怪 只见这血池里面的鲜血 慢慢地沿着一侧的血槽 缓慢地流去 血液进入了血槽之后 速度也没有加快 甚至也没有朝着旁边交错的血槽里流去 而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血槽流去 古风唇心中一领 他从这其中的变化里好像悟出了什么 这是一张路线图 古风唇的心跳顿时就加速了起来 这是哪里的路线图呢 古风唇暗暗想到 难道是龟虚 很可能 古风唇虚出了一口气 刚才他已经从石碑里得到了龟虚里面的遗迹的构建图 但是里面定然有着许多危险 如果有路线图指导的话 那安全性就增加了许多了 古风唇欣喜若狂 但是他却不敢丝毫大意 凝聚着强大的精神力来磨迹眼前的地图 他很清楚 这样的路线图 既做一步就没有一点用处 甚至还会害死人的 他可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而这时候 石门上又有了新的变化 只见石门里面 传来了一阵阵咔嚓咔嚓的声音 就像是机械的齿轮在搅动着 古风唇知道 这并不是坏事 应该是里面的机关设置在启动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退后了几步 像虚浮这种大能人 如果他想要设个机关来害人 那还不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见到古风唇退却 安德森等人也不敢停留 都跑到了古风唇的身后去 希望这个天使能够庇佑着他们 古风唇在退后的时候 眼睛也没有眨一下 死死地盯着血液在血槽里的走向 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 这血液才停止了流动 在一个地方慢慢地渗透了进去 又过了十分钟左右 这石门上的鲜血已经不剩一点了 看起来就好像没有沾染过鲜血一般 与此同时 这些血槽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拉风的树 演播杨五毛 第二百五十七集 安德森等人哪见过这种战士 他们一脸不解的时候 突然脚下的土地猛然震动了起来 把他们吓得面无人色 身子也东摇西晃的 险些就摔倒在地上 古风唇也是一脸的惊讶 想不到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一阵猛烈的地震过后 那石门也缓缓地打开了 一股浑浊的气息 迎面扑了过来 将安德森手中的松脂火把 弄得熄灭了过去 古风唇觉得胸口一致 就知道 这些气体带有毒气 不敢托大 大步往后退去 直到了感觉不到了那气息后 才停了下来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并无大爱好 才松了一口气 安德森等人手掌的火把熄灭后 周围就陷入了一片漆黑当中 安德森连忙拿出萤火石 想把火把再次引燃 古风唇却看着黑森森的洞口一眼 仔细打量了一番后 就走了进去 古 小心点 没有光线 金区里面很危险的 安德森不知道古风唇有夜市的能力 马上就大声喊道 古风唇却抱以一个微笑 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你们先别进来 等我确定里面没有危险后 你们再进来看看吧 古风唇担心里面还有机关 以他的身手 自然不用担心这类东西 但是 这几个洋人 面对着这神秘莫测的机关陷阱 想活命 那就有点难度了 古风唇可不希望 这几人 在这个岛屿里 好端端地活了数百年 自己一来 就让人家遭遇不测 这也实在太不人道了 尼古拉和尤克斯 本来就想进去看看 里面有没有宝藏的 听到了古风唇的话 也仔细点亮了自己的能力 所以 在安德森的劝阻之下 也停止了行动 只有戴维琼斯难难说道 上帝保佑你 亲爱的古 古风唇对着这个虔诚的信徒 轻轻一笑 表示接受了他的祝福 古风唇听不懂他的话 但是 他却可以从别人的表情里面 得知别人的感受 石门后面的空间很大 古风唇惊讶地发现 这么大的空间 已经几乎把整座山脉 给掏空了 不过 从空间的布局来看 这样掏空一座山的内部 却恰当好处地 遗留下了支撑点 足以支撑得起 整个山洞不至于倒塌 这是经过很复杂的力学计算的 古风唇很是佩服徐福的能耐 要是陈寺这种古建筑学家的 大行家在这里的话 那古风唇就会知道 这里的每一个开凿出来的地方 是多么耗费时间和气力 如果没有很先进的技术 在其中的话 那仅凭徐福手下的一点人 挖出这么大的一个山洞来 需要的时间 恐怕要以十年为单位计算的 不过 这么大的空间 里面的东西并不多 古风唇只看到 周围有不少木头架子 上面摆满了各类武器盔甲 不少巨木被架起来当作了支撑点 撑住这个地方 在最中央的地方 数据石棺摆成一圈 中间还围着一具 同样是石头制成的棺果 古风唇相信 那中间的棺果 应该正是徐福本人的 因为按照秦始理智 能够用得上棺果的人 起码也是势大幅以上的 徐福受到秦始皇的宠信 用得上这棺果 也不算僭越 古风唇在门口的地方 站立了一会儿 观察完地势之后 慢慢地走了进去 他一踏进这石洞之后 周围马上就闪现了 一片白色的光芒 这光芒很是柔和 古风唇也不陌生 这是夜明珠的光芒 无数的夜明珠 镶嵌在四壁之上 如河下叶的银河一般 绚丽夺目 光芒一下子 就把古风唇笼罩在其中 古风唇抬头四望 心中很是赞紧 按道理 夜明珠是一种 比较稀有的宝石 但是在这儿 却好像不要钱似的 无论是穹顶 还是周围的山壁上 都镶嵌了不少 看样子 这个山洞 就是用它来照明了 但是古风唇觉得 有点奇怪 第一眼看到 这山壁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 这样弄得 很富力奢华而已 对于整个山洞的简陋来说 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等他看了第二眼的时候 他却突然觉得 眼前展现出来的一切 很是眼熟了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这样的场景 他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一般 是在哪里呢 古风唇皱起了眉 仔细地想了一下 古风唇这一年来 为了查找与规许有关的资料 翻阅的书籍和各类资料 补下数万卷 要他一时间 想起一些印象 不是特别深的东西 他脑子里再厉害 也不可能这么快 就想得出来 不对 不是在这些资料里查到的 古风唇暗暗想到 不过 既然一时想不起来 他也没有多在意 这些夜明珠的布局 虽然巧妙 但是并不是 他最关心的东西 如今这石门打开了 他心里有着一个 更大的疑问出来了 他古风唇 真的是一个巫族的后裔吗 而且是具有 最纯血统的那种 古风唇从这句话 理解到的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这话是真实的 那么不止他母亲苏青 连同他父亲古震廷 应该都是巫族的后人 不然 他怎么可能是 纯正的巫族后印 当然 古风唇还有其他的问题 那就是 证实了这个的话 那陈寺之前 和他自己之前 从那女生里得到的资料 可禁程度就很低了 古风唇不得不重新 颠量尘色的最终目的 是为何了 这是一个很伤感情 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目前通通都没有答案 他必须找到 须浮留下的 悲文里面所说的东西 就是关于巫族的 核心秘密的资料 古风唇相信 很多问题的答案 或许就在其中了 环视了一下周围 古风唇确认周围 没有存在机关后 慢慢地走向了 那几具石棺当中 古风唇知道 这样的东西 应该徐福会随身陪葬的 安德森等人 见古风唇 进去石洞里面那么久 还不见出来 也慢慢地走了进来 很快 他们就被石壁上 镶嵌着的明珠 所吸引了 两眼直纺青光 他们本来就是 追求财富的冒险者 刚才见到猛马一 留下来的长牙 都已经有点控制不住 这些比起象牙来 不知道价值 还高出多少的明珠 诱惑力更加致命了 尼古拉嘴里 喃喃地说着什么 眼睛已经有点疯狂 而尤克斯 却扑到了一面墙壁上 伸手去触摸这些明珠 口水直掩 恨不得马上把这些宝贝 撬出来带走 安德森和戴维琼斯 却惊呼上帝 对古风唇的崇敬 又多了一番 这里是索罗门王的 宝藏地吗 戴维琼斯不朝边际的想着 走进了中央的棺果后 古风唇惊讶地发现 这棺果上面 竟然放着一个黑漆漆的盒子 盒子上搂着古朴的花纹 只是这花纹 太过于诡秘 连古风唇也是 头一遭见到这种东西 古风唇不敢大意 去触摸这东西 他知道 很多盗墓贼 就是随意触碰了 墓穴里面的东西 而触动了机关 死于非命的 这个出乎意料的盒子 会不会 也是一个机关来的呢 古风唇的脑子里 回忆着臣子 教过他的机关学内容 想判断出 这个盒子的作用 可就在这时候 周围夜明珠的光芒 突然就暗淡了下来 而奇怪的是 顶穷上的夜明珠的光滑 却骤然增强 更奇怪的是 这些光滑 竟然凝聚着 投射到这光果上面的盒子上 连同古风唇 也被这光滑笼罩在其中 而周围 顿时就陷入了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当中 该死的 怎么回事 尼古拉等人 突然就慌张地叫了起来 不过 古风唇此时 没有听到身后的喧哗 只感觉到周围 陷入了一片死意般的寂静里 古风唇屏住了起心 仔细地观察起了这个盒子 难道 须夫所说的秘密 就藏在这个盒子里 古风唇暗暗想到 他犹豫了一下 就准备伸手 去接触那盒子 碰 一个声音 突然就出现在了 古风唇的右边 古风唇心里一沉 侧脸看了过去 他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 心脏猛地提速了起来 他看到了一个 身穿黑衣 披散着头发 留着一座 山羊胡须的老人 这老人看上去鹤发童颜 先锋道鼓 古风唇脑子里 只浮现出一个名字 徐浮 你果然来了 老人摸了摸胡须 脸上浮现了一个笑容 慢慢说道 你是谁 古风唇的脸就抽出了一下 他承认自己见识过不少怪事 但是这种事情 却是头一遭 心里难免有点紧张 老夫徐浮 巫王陛下 徐浮语不惊人死不休 说完 朝着古风唇 鞠了一躬 这个 巫王陛下一词 把古风唇又吓了一跳 什么 顾风唇心里又一个疙瘩 自己真的是乌人吗 不过 撒家就算是乌人 也不是巫王啊 巫王不全都是女人来的吗 顾风唇暗暗想到 没时间解释了 徐浮一改脸上如沐春风的样子 肃然说道 你既然能够进来这里 那就说明 你就是巫族的王了 徐浮说到这里的时候 身色有点黯然道 想不到 我徐浮竟然真的能够支撑到这一天 真的等得到你呀 听了徐浮的话 顾风唇心里骇然 难道这徐浮在这洞里待了两千多年了 那这棺果是怎么回事 他又是怎么突然出现的 顾风唇额头上突然就冒出了冷汗 他不是没有见过不死人 秦川这种货色 他也见了几面 陈寺这家伙 更是与他朝夕相处 顾风唇早已经对这种人见怪不怪了 但是 骤然听到徐浮的话 总觉得很不可思议 什么样的人 能够在一个石洞里面生活了两千多年 或者 或者这徐浮 是一个鬼 顾风唇虽然知道 所谓的鬼 只是人类精神存在的一种短暂方式 很快就会消失不见的 这个徐浮 有那么厉害吗 以精神存在的方式 存活了这么多年 不 陛下 我早已经化为尘土了 徐浮肃然地拱了一下手 接着说道 应该说 是我的肉身 已经化为尘土了 而我的灵魂 却在这里保存了下来 徐浮解释道 果然如此 顾风唇虚了一口气 这徐浮果然是以精神的状态存活着 你怎么能够以这种方式存在这么久 顾风唇惊讶了 人的精神力量非常薄弱 所谓的灵魂 只是人在丧失了肉体之后 生命延续的另一种方式 但是并不能持久 这是一种人类无法克服的缺陷 不然人类的死亡 就不会是一种终结 而是生命形式的一种转化而已 史前人类正是以精神存在的物种 同样遗憾的是 他们不能以物质的方式 来感应这个空间里面的事物 跟人类恰好相反 他们最希望的 就是能够像人类这样 可以拥有躯体 只不过 他们的要求更高一些 想达到两者之间可以自由转换 人类的灵魂 不是很容易就会消失的吗 为什么你还能存在这么久 古风传喊是不见 那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很特殊 加上我布下了阵法 将灵魂的寿命延长了一些日子 再加上我本来就是巫族人 灵魂离开肉体 也能够存活两百年 生命比起普通人类来 还要多很多的 须浮悠悠叹道 这海岛独立于世界之外 世人以鹅传鹅 还以为是仙人居住的 蓬莱万丈之类的仙道 屈指长生不死 他们哪儿知道 这里的凶险与无常 徐福说到这儿 突然就闭上了眼睛 说道 不错 不错 这里的时间的确比外面的世界慢了很多 但是进来了 想离开就不可能了 这个岛居必须有活人守着 每当这岛屿上有活人快死的时候 岛屿就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吸引着其他人的到来 这是创造这个岛屿的上仙们定下的规矩 而这些上仙们却无不穷雄极恶 待人命如曹剑 以万物为雏狗 我们巫总更是被他们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千万年来 始终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中 徐福说到这儿的时候 脸色都变得猙獰了起来 古风唇知道 这个所谓的上仙 就是自己口中的史前人类了 时代不同 对于他们的称呼也不一样 这个很正常 古风唇正想说话询问 徐福又开口说道 陛下 您不用发问 等您听完我的话 您就会明白 您的谜题都会阴刃而解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阐述了 我已经感觉得到我灵魂最后的力量 已经开始被抽空了 古风唇正中的点了点头 那是在很久的时候 乌族人在上仙的帮助下 建立起了一个灰黄的王朝 名字叫做大夏 他们的王的名字叫大羽 上仙与乌族人的羽王建立起了契约 羽王把契约刻在上仙赐予他的九个大顶当中的其中之一上 这大顶上还刻着上仙的秘密 徐福用着低沉的声音 速说起了这一段历史 古风唇听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一沉 那时候羽王不知道 上仙的阴谋 清净人地物力 帮助上仙们在大地上建造了无数宏伟的建筑 作为上仙们的居住之地 而上仙们也有着自己的居住地 天宫 那时候 天宫离大地很近 在西北的昆仑山上 阳头就可以看到上仙们的穷楼玉玉 那时候 他们与上仙相处得非常好 可是很快 羽王就发现了上仙的阴谋 上仙想消灭大地所有的生命 尤其是乌族人的生命 因为乌族人的躯体非常适合上仙们用 那时候 他们才知道 他们只是上仙培养出来的容器 容纳他们灵魂的容器 于是 而仙培养出现死亡的境地 他们乌族因此差点灭亡 每次和他都有提及 都已经认同 但是却没有证据来表明 不错 可以说 是月亮 徐福促起了眉头说道 真的是这样 顾风春心里一紧 徐福的话 已经验证了他之前的论章 乌族人 乌族人为了重新崛起 于是教导人类刀根火种 重新发展文明的种子 可是人类心智较弱 很容易受到上仙的蛊惑 于是 乌族人新的危机又开始了 人类虽然得到了发展 但是却被上仙们 严格控制住了 而他们乌族 也出现了叛徒 投靠了上仙的力量 于是 乌族人最终被灭绝了 所幸的是 当时情形危急之下 一部分乌族的精英 为了保存种族的种子 假装投降 这些人只被封印了 乌族的记忆 给他们乌族留下了 一线生机 也是这一线生机 他们找到了 这上仙的致命软肋 也就是 乌族最高的秘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58集 古风唇听到徐福这话 突然就觉得耳朵一热 心跳猛烈地跳动了起来 大气不敢出一声 静静静地倾听徐福所说的最高秘密 这个秘密 就是上仙 也有致命的死穴 那就是 羽王用来治理天下洪水时候 所用的 吸扰 徐福说到这里的时候 声音很是激昂 可是 古风唇的眼睛里 全满是失望的神色 对于使前人类害怕吸扰 也就是反物质的事情 他早就知道 对于古风唇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秘密 因为古风唇根本就拿不到这吸扰啊 就在古风唇失望之际 徐福又说道 天佑我无阻 在当初为上仙建造出行宫的地方 很多机关都是用吸扰作为动力 这些吸扰可以为行宫提供亿万年的动力 但是也同时给上仙们 埋下了一个隐患 那就是只要找到了万宫之宫的核心地区 回去神宫里面的装置 那就可以同时摧毁世上所有的上仙行宫 可以将所有的上仙杀死 连同天宫也能够破坏 上仙就无法对我们巫族和其他人类 带来载祸来 感情这才是重点啊 古风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原来这些巫族人也早留了后手 看样子史前人类是低估了巫人的能耐了呀 不过这话听起来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那万宫之宫在哪儿啊 如何才能进去 又如何能够回去那个地方 以史前人类的智慧 设计出来的陷阱机关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破解的 以他之前在隐城和大禁地的遭遇 就可以得知这一点 只听徐福继续说道 我们巫族后世的族人 无不想破坏掉这个地方 但是却无能为力 因为那万宫之宫的设置过于诡秘 当年建造的时候 是以我们巫王的血脉为印记 只有巫王本人才能打得开 我们后世的巫王血脉 都无法觉醒到最完美的时候 所以 也就没人再能够进入 那万宫之宫的最底层 女王八卿 也因为如此 被困在那神宫之中 等待殿下您的觉醒啊 我? 古风纯见徐福 绕了大半天的圈子 又都回到了他的身上 顿时又傻眼了 不错 就是你 徐福的身影 似乎黯淡了不少 古风纯正觉的奇异 徐福又说道 巫王的血脉 不是遗传下来的 在巫族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巫王 因为谁身上的血脉 觉醒得最纯正 与远古时候的巫王一致 那这人 就是我们巫族的王 这样的人不会多 往往要隔好几代人 才会出现与之相近的 而最纯正的巫族血脉 已经断绝 只有通过巫王的轮回转世 才能够恢复 而你 就是我们巫王陛下的 轮回转世 徐福激动地说道 古风纯的脸又抽搐了一下 他心里说道 轮回转世 这不是佛教的讲义吗 徐福怎么知道这个 佛教在汉朝时候才传进中原 而徐福却是秦朝时候的人 从他口中说出轮回转世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徐福却白了他一眼 仿佛看穿了他心思似的 接着说道 轮回转世 必须经过轮回印的力量才行 如果没有轮回印 所谓的轮回转世 是很少可能实现的 轮回印 顾风纯微微一丈 想不到徐福竟然也知道 轮回印的存在 不错 轮回印是上仙旨殿下 我们巫族人创造出来的神物 也因为有轮回印的存在 我们巫族的人 才能够轻而易举地 从躯体到灵魂状态的转换 不过 这些上仙 也实在不安好心 这轮回印除了这种能力外 还能够拘禁人内的灵魂 为上仙们积蓄能量 能量 什么能量 顾风纯有点不解了 灵魂的能量 徐福解释道 你可知道 人的灵魂有多强的能量在其中啊 你绝对想不到 人与宇宙是相通的 每一个人都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 人的一生 就是吸纳宇宙能量的一生 储藏的能量极其丰富 而这些能量 恰好是可以用来 克制吸壤的唯一能量 上仙为了得到这些能量 就大肆挑动人类的战争 然后 再通过轮回印 去吸取这些能量 储藏起来 加以利用 原来是这样 顾风纯一下子就醒悟过来 这种能量 对于人类来说 有什么作用不 顾风纯突然就问道 当然 人类是可以吸收这种能量 这种灵魂能量 比起任何药物都要有效 甚至可以返劳还童 不过 却有一个极其严重的弊端 徐福说到这里的时候 语气变得很严肃 我无足之人 之所以对上仙的攻击 没有还手之力 就是因为这个弊端 所以 这轮回印 无论多诱人 陛下 都不要用它 否则 必死无疑 顾风纯听得 心灵灵然 还没有听到 徐福说出弊端 就连连点头 不过 他却是 好像明白 为什么秦川 恢复了青春了 也明白秦川 为什么要送轮回印 给他和陈思 因为秦川知道 这东西的弊端 他希望自己 或者陈思 能够用它 这个 或许才是秦川的 真正目的 哦 顾风纯沉吟了一声 凡是从轮回印里 汲取能量的人 就会被上仙操控住 这比起上仙的 不死药来 还更彻底 不死药的药效 会有退却的时候 但是 用过轮回印后 灵魂就会被上仙 打上烙印 只要上仙愿意 随时都可以操控 此人进行任何事 所以 当年我们巫族 还没有发起反抗 大多数利用过 龙回印的人 就反水 杀害了我们的同胞 才会导致 我们种族的衰落 灭绝的 徐佛的口气 变得很阴森 而古风唇 心里 一直站低了一下 古风唇 很清楚 要是自己 用过轮回印 随时都可能 沦为 史前人类的傀儡了 这史前人类 实在是 太优异 太恐怖了 古风唇 在心里 暗暗想到 古风唇 在心里 大发感慨 想不到 自己因为被毒蛇咬到 无法离开这孤岛 绝境当中 竟然能够触及 这么一个 巨大的秘密 总的来说 也不算很亏了 古风唇 感慨完后 还想问点什么 但是 徐佛的身情 却是一晃 身情又变淡了许多 徐佛 你怎么了 古风唇 大吃一惊 陛下 徐佛的时间到了 徐佛苦笑了一下 无不遗憾地说道 可惜了 徐佛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跟陛下说 不过 以陛下的能力来说 徐佛可以无忧 徐佛可以无忧了 咱陛下 必须谨记徐佛这话 要进入最后一层 必须先找到八卿女王 只有她身上的东西 才能让你的血脉 恢复到大禹王的纯度 不然 不然什么 古风唇急道 徐佛的身体就像虚影一般 慢慢消失着 带走这盒子 告诉秦王 把秦再等他 切记 切记 徐佛本来已经说不出话来 但是最后 却歇斯底里的一阵声音 贯彻天际 四周的黑暗 忽然就消失不见 夜明珠凝聚起来的光柱 也骤然散开 徐佛也从古风唇的眼前 消失不见了 轰 石洞里面一声巨响 头顶的碎砂石 猝猝而下 古风唇脸色突然一变 回过神来 他连忙抱起徐佛 棺果上的黑盒子 就往洞口的方向跑着 安德森 山洞快塌了 叫大家快退出去 古风唇一边狂奔 一边大声喝倒 但是 古风唇却没有再听到 安德森等人的声音 他们不会出去了 古风唇来不及寻找 就抱头狂惨 刚才身后站立的地方 已经被破碎下来的巨石给砸中 跑慢一步的话 他古风唇就要留在这里 陪徐佛了 那俩人还真有时间 慢慢地聊过去的事情了 轰隆隆 就在古风唇一扑出外面 整个石洞就轰然倒塌下来 古风唇回头望了一眼 顿时就虚脱了过去 整一座山脉 就像定向爆破一般 垂直塌了下来 古 身边传来一个声音 你没事吧 古风唇扭头一看 是安德森 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怎么没有发现你们 古风唇喜道 哦 我们一直都在这里 亲爱的朋友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早已经死去躲时了 安德森有点忧伤地说道 什么 你说什么 古风唇很是不解 恶然说道 你跟我过来 安德森一招手 古风唇抱着黑盒子 紧紧跟在了安德森的身后 古风唇不知道 安德森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只觉得很是诡异 跟着安德森 一直走到了 接近猛马尸骨堆里 尼古拉等人 正围着什么看着 见到古风唇过来 他们眼里近是迷茫 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不过 古风唇却看到了 四具人类的骸骨 整整齐齐地并排在一起 其中一人的脖子上 还挂着一个 跟戴维琼斯一模一样的 银式十字架 古风唇眉头一皱 还是无法理解 发生了什么事 古 这就是我们的尸骨了 安德森在胸前 画了一个十字 轻声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古风唇深深地 吸了一口气 表示不明白 四个大活人就在他眼前 可是这四个人 却说眼前的骸骨 是他们的 这也实在诡异 事情是这样的 安德森的眼睛 变得深邃了起来 慢慢说起了往事 在古风唇 还没有带他们进入到石洞里面的时候 这四人都还以为自己是个活人 可是进去之后 在黑暗里 他们竟然看到了许多回忆的片段 其中就有一段 是他们几人 在一次探险的时候 来到了这死亡之谷 结果 四人都被魔鬼蜘蛛咬中 在剧毒发作之前 他们来到了这里 发现了这一片象中 但是 他们都无力搬运这些象牙离开 四人最后 就守护在这里 一块在毒发的过程当中 死去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等他们 苏醒过来的时候 他们则处于森林的外围 只记得他们来过这死亡之谷 记忆里 他们走到了一半 然后就没有继续 对于被蜘蛛偷袭的那一部分 完全没有了印象 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了 直到刚才 突然看到了那一幕 这四人 才明白自己已经死去 自己现在是鬼魂了 惊骇之音 连忙出来 寻找当初死去的时候的地方 结果 没有意外 四具骸骨 整整齐齐地在那里 这四人当场就吓住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古风唇却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一代 定然是被徐福 物质下了极强的阵法 能够让人转化成 灵魂存在的形式 而安德森等人 更是异类 他们转化出来 以灵魂存在的方式 甚至 已经跟肉体一样 非常完美 连古风唇都以为 他们是活人 古风唇当即把自己的推断 跟他们说了一下 这四人心里 才没有像之前 那么彷徨 还是戴维琼斯 看得比较开 他说道 死亡 只是生命的一个开始 感谢上帝 我终于明白 这个真理了 安德森 安德森突然就摸了摸脑袋 问古风唇道 亲爱的谷啊 我们在这里多久了 我记忆当中已经很多年了 你看我们的海谷 都已经快腐朽了 几十年的时间 没这么厉害呀 古风唇苦笑了一下 说道 不错 很久了 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听到这话 安德森等人面面相去 他们还本以为 只有数十年的功夫 却没想到 自己这一行人 已经死去了这么久 要不是古风唇的到来 他们还一直这么 浑浑噩噩着 戴维琼斯 却用拉丁文 说了一大段话 古风唇不解 安德森却解释道 戴维说 你是天使 帮他解释了疑惑 不然 他总不明白 每当这个岛屿上 有人的时候 他就不由自主地 跑到那些人的旁边 告诉那些人 这个地方有危险 而奇怪的是 那些人 却看不到他的存在 古风唇默默地点了点头 原来 之前听到的声音 还真的是 戴维琼斯说的呀 他心里本来 还存有这么一个疑问呢 但是 他却不知道 安德森等人接下来 该怎么办 古 你是在担心我们吗 安德森看到 古风唇的神色 他就说道 放心吧 当我们发现 自己已经死去之后 我们就突然知道了很多 死亡 不是结束 是另一种开始 只可惜了 我们开始了这么久 竟然还不知道而已 听了安德森的话 顾风唇点了点头 难得 他们有这样的觉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59集 不过 古风唇却没有告诉安德森 实际上 这种状态 也不是永恒的 也会有消亡的一天 就像须浮这样 人类的精神力量 毕竟无法像史前人类那般变态 安德森看了古风唇一眼 说道 古 你也该离开这里了 待在这里太久 对你并无好处 刚才与你相处的那人说了 你手中的盒子 能够让你安全离开这个岛 他还说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不要轻信任何人 古风唇知道 安德森说的人是徐福 他惊讶地问道 你们知道他的存在 安德森笑了笑 说道 这个自然 我们也是刚刚才感觉到 他的存在而已 我们是同类 只不过 他已经极度虚弱 你看不到他的存在 也听不到他的话而已 也多亏了他 这么多年来 我们才能在这个海岛里 以这种形式生存下去 而我们明白 我们的存在 只是为了带你 来到这里而已 如今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感谢上帝 古风唇点了点头 知道安德森的话 不是作假 他抬头看了看夜空 点头说道 那就此别过了 我的朋友们 等一下 安德森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他突然问道 我想知道 关于一些 我的祖国的东西 这些年来 他怎么样了 与英格兰老的战争 结束了没有 我们离开 阿姆斯特丹的时候 我们的军队 都在备战的状态下了 我想知道这个结果 古风唇淡然一笑 这已经是 数百年前的历史了 在安德森的那个年代 荷兰人 可是世界上 赫赫有名的 海上车马夫 世界级别的强国 但是 经过二十年的 三次英河大战 荷兰人的霸权 被英国人夺走 英国人确立起了 日不落帝国霸权地位 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英国才被米国取代了 古风唇想了想 慢慢地想好了措辞 说道 那时候 荷兰人败给了英国老 但是英国 却在百十年前 与德意志帝国两次交战 死伤惨壮 霸权地位 被其他国家夺得 而这两次战争 掏空了英国人的腰包 英国政府至今 还欠下近亿万英镑的国债呢 而荷兰人 却过得很富足 郁金香 开满了整个国家 辛勤的荷兰人 经过用风车排水造田 领土足够了他们的生活 如果有机会 我还想去看看 那个美丽的国家呢 安德森开始听得连连点头 但是听到后面 宿迪的日子也不好过 心里也就释然 等他听到了 有关郁金香的话时候 眼睛里充满了回忆 他只是嘀咕了一声 德意志嘀咕 他在哪里 古风唇欣然一笑 这一句话 十八世纪时候 德意志的诗人 席勒也说过 但是就席勒说完不久 普鲁市的一个铁鞋彩像 比斯麦横空出世 将一盘散沙的邦国 建成了一个极权国家 而这个国家 还发展成了一头战争猛虎 将战火引遍了欧洲 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 这就不是比斯麦 所能预想得到的了 而比斯麦出现之前 谁能够料想得到 这一切的发生 古风唇又怎么能够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想到这儿 古风唇感触良多 就在古风唇呆呆失神的时候 他身边的几人 就全然不在了 古风唇甚至不知道 这几个人在什么时候 离开或者消失的 等他抬头的时候 整个山谷空空荡荡 四周一片静谧 黎明也已经快来了 古风唇心里一片惆怅 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就在那山谷 助力了两久 古风唇 才从无尽的感慨里 恢复过来 仔细地看了看 怀里抱着的盒子 古风唇 才尽脸心神 找了块平坦的石头 把盒子放在上面 然后轻轻地检查了盒子一遍 发现它非常紧密 根本就找不到地方打开 古风唇心里觉得 很是怪异 只好仔细打量着 上面的花纹 看看有什么玄机在其中 用心一看 古风唇才慢慢发现 这花纹里隐藏天机 这些看起来陌生的花纹 竟然跟石门上的 那些血槽一致的 只是花纹有美化过 加了一些其他的图案 所以古风唇 才没能在第一时间 辨认出来而已 看样子 开解这盒子的机关 也跟那石门的一致了 古风唇苦笑了一下 伸出右手 从掌心的创口中 挤出了几滴鲜血 滴落到了盒子中央的 一个微凹处 古风唇看得出来 这正是整个盒子的 核心地区 血液很快就沿着 纹路流动着 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 古风唇就听到了 咔嚓的一声 应该是里面的 鸡阔触动了 正在打开当中 果然 响声过后 盒盖边缘就猛地弹开 露出了一点缝隙 古风唇心中大喜 慢慢地掀开了盒盖 打开了盒子 古风唇脸上的表情 却变得很古怪 盒子里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而就在这时候 古风唇却觉得 整个岛屿都在颤抖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古风唇有点不解 不过 傻子都明白 这应该与他刚才的动作有关 难道 打开这个盒子 会让这个岛屿递震 古风唇很是不解 脚下突然不稳 古风唇马上就倒了下去 古风唇很是不明白 像他现在这个样子 竟然还能轻易地摔倒 这也实在不可能 但是 古风唇不禁是摔倒了 而且 他还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这并不是感觉上的 而是实际现象 他感觉到 整个大地正在倾斜着 因为他抬头看天的时候 天空的角度正在倾斜着 他真切地感觉到 身下的土地 正在发生着旋转一般的动作 这怎么可能 古风唇心中大害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很快 他就听到了一阵很熟悉 同时 有非常让人恐怖的声音 是浪涛的轰鸣声 整座山脉 已为平地之后 古风唇的视野 变得比较开阔了 知道山脉后面就是一条海岸线 那里就是大海 可是此刻 他却清楚地看到 巨浪 正从远处 扑天盖地而来 而他却感觉到 整个人 似乎在空中旋转了 三百六十度一般 等头晕目眩的感觉 一消失的时候 巨浪 已经从四面八方席卷了过来 滔滔巨浪 起码有三十三米高 根本无处可躲 古风唇不知道 这正是从另一个世界 归来的方式 他此时 只有紧紧地抱紧着 怀中的黑盒子 仿佛 那是唯一的救星一般 虽然他也知道 这东西 只会给他增加重量而已 船上 曾远航一脸 劫后余生的样子 筋疲力尽地 瘫坐在椅子上 过去的三十多个小时的经历 是他这辈子 发得最长的一个噩梦 从昨天 他们登船后不小 海面上的狂风暴雨不断 五艘渔船 在茫茫怒涛里上下颠簸 危险万分 要不是五艘船上的船长和水手们 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在惊涛巨浪里 熟练地穿插着 这五艘渔船上的人 都要葬身海底了 饶是如此 这五艘巨型渔船 也是遍体鳞伤 船员正在紧张地登上甲板 检修着被惊涛巨浪损坏的地方 经过了一昼夜的折腾之后 这凶猛的大海 才慢慢平静了下来 天上的乌云也渐渐散去 风雨一停歇 曾远航就倒在了椅子上 动弹不得 而身边的陈寺 却渊庭月至一般 稳如泰山 曾远航看陈寺的眼神 已经从不解 变成了崇拜 几次巨浪 已经把渝船高高掀起 然后猛然抛落 操纵船只的曾远航都灭如土色 以为死定了 但是陈寺却镇定自若 真是个泰山崩于前 而面无巨色的家伙 这如何不让曾远航佩服 而曾远航的心里 也将陈寺定位为一个疯子 只有疯子 才能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在这种海域停留 有几次 曾远航提议驾驶船只 离开这片海域的时候 都被陈寺坚决否定了 曾远航泪流满面 心里叫苦道 尼玛他真当渝船 是航空母舰的 就算是航空母舰 遇到这种气候 也得走路走啊 只是这种话 他只能留在肚子里 不敢说出来罢了 让人检修船只 然后派出消停 再周围海域 给我展开搜索 陈寺抛下一句话 就静静地走到了甲板外面 看着乌云散去后的天空 与海面 曾远航本想说点什么 但是他欲言又止 曾远航很是奇怪 古风唇明明已经 消失在那海岛之上 在这海面上搜寻 有个屁用啊 这话他更不敢说出来 以陈寺的性格 冲着这句话 就很可能把他 扔到海里为王八了 世人都看得出来 自从古风唇失踪后 陈寺已经处于一种 半暴走的状态中了 虽然看上去 他还是很冷静的样子 但是仔细看他的脸 就会发现 那比风暴来临时的天空 还要阴沉 天空一片蔚蓝 海水一片静谜 乌云正在快速散去 夕阳的光辉 洒落在海面上 金光点点 美不胜收 陈寺没有心情看这些美景 他的心情很烦躁 自从古风唇失踪后 他就根本无法安静下来 他此刻正盯着地平线外 那一轮巨大而再一点点 往下沉落的太阳 残阳如血 这个词形容得很不错 陈寺心里暗暗想到 风唇呐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陈寺苦笑了一下 听到后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陈寺回头 就看到了一脸苍白的罗小丹 罗小丹自昨天登船后 就一直没有说话 把自己反锁在船舱内 没出来过 他知道 是自己害了古风唇 如果不是自己 古风唇怎么可能 会被遗落在那个小岛里 陈寺 你说风唇现在在哪儿 罗小丹失神地说道 他把身子靠在船舷上 不知道 陈寺的语气很平静 停了一下 他又说道 不过我相信 很快他就回来了 真的 罗小丹失神地眼睛里 乍现一丝的光彩 不错 你以为 像他这样的人 会这么轻易地死了吗 陈寺轻叹了一声说道 嗯 罗小丹无言一对 回想起古风唇的种种事迹来 古风唇这人 简直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墙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他都能够化险为一 你听说过大海里的一个传说吗 陈寺突然说道 新传声 罗小丹不解地问道 关于海洋的传说 数不胜数 陈寺这突兀的一问 让人摸不着头脑 而且在这个时候 问起这个 罗小丹还真不知道 陈寺心里在想着什么 传说有时候 在太阳 在海平面落下的瞬间 会发出绿色的光芒来 这代表着 一个生命 从另外的一个世界归来了 很多人在海上生活一辈子 也很难见得到一次这样的景色 陈寺眼睛盯着那一轮 正在下沉的红日 心有所思地说道 罗小丹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说 但是他却是知道 太阳在海平面上 消失的最后的一瞬间 有时候 的确会发出一束 绿色的光芒 这应该是光线折射现象 当然 在神话传说里 这样的现象 可以让人浮想面片 要是往常 罗小丹对这种传说 也就是听完就算了 但是此刻 听了陈寺的话 心里又盼望着 这传说是真实的 那样子 古风唇就会回来了 他紧张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 风唇 他会这样归来吗 陈寺没有说话 眼睛只一直朝着前方看着 夕阳最后一抹余晖 落在他的身上 而他 却一动不动 宛若雕像 罗小丹也不再说话 静静地 等着黑夜的来临 在罗小丹看来 陈寺的话 未免过于虚幻了点 可是此时 他却愿意相信 这样的传说是真的 最好马上就发生 好让他 重新回到 古风唇的身边 可是 这样的奇迹 会发生吗 罗小丹心里 不愿意去否定 只是在心里 重重地一声叹息 但罗小丹的眼睛 却死死盯着 海平面的末端 那轮红日 只剩下了 最后的一个弧线 然后 罗小丹马上就 眼前一黑 就在视网膜 接触到这一黑暗的时候 罗小丹的心跳 马上就加速了起来 立光出现了 罗小丹心喜欲狂 只剩 就在太阳沉落的瞬间 一丝绿色的光芒 瞬间就出现了片刻 几乎是眨眼的瞬间 他就消失不见了 罗小丹紧紧地 抓住沉思的手柄 激动地说道 立光出现了 风唇 是不是会回来啊 是不是 罗小丹没发现 刚才自己 还当陈四说的话 是个故事 可是此刻 却那么希望 这个故事是真的 陈四看了罗小丹一眼 又悠悠地 叹了一口气 暮色之下 他很明显地 看到了挂在 罗小丹脸颊上的 两行泪珠 可当委注意 前面有情况 广播喇叭里 传来了 曾远航 嚎叫一般的声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六十集 陈四心里一阵 马上就打开了身上的通讯器 大声问道 什么事 曾远航喘气一般说道 水点中方向 约四海里的地方 雷达突然扫描出一个可疑点 跟之前发现的海岛 差不多 陈四心中一息 他心里想到 这个小子 终于回来了 回过神后 他猛地一声吼道 全速开往那边 快 罗小丹看到陈四如此激动 就知道 是有好事发生 他连声说道 怎么了 是找到风吹了吗 船队已经放下了小艇 在周围海域群寻 要是有什么发现的话 都会通过卫星电话汇报 虽然卫星电话 在这里有时候经常会中断 不过 正常气候条件下的时候 信号接收 还是比较良好的 可能吧 陈四激动完后 又一脸平静的样子 陈四最近很是谨慎 没有很大把握的话 他是不会轻易说出来的 要是无端给了罗小丹 希望 到最后 希望破灭之后 那给罗小丹带来的打击 和痛苦 就可想而知了 老陈 老陈 收到请回 紧急情况 萧中华的声音 出现在通讯器里 萧中华在风暴过后 就乘坐小艇 出海搜寻谷风唇的痕迹 此时发回信息 怕是发现了什么 我听着 说 陈四深起一口气说道 我们发现了一个海岛 突然从海底浮起 周围还出现了几个漩涡 萧中华需要撤离 大船不要轻易靠近 萧中华自然知道 船上能够侦查到 萧中华的存在 但是对于这突然形成的漩涡 船只只能靠近了才能发现 但是漩涡对于海面上的东西来说 可是一个致命的杀手 要是被它吸进去 那瞬间就会被它撕成碎片 这片海域 相对比较靠近赤道 漩涡的出现概率比较低 就算出现漩涡 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 陈子心里盘算着 他马上就说道 小艇离开漩涡出现的海域 船只过去没问题 这漩涡应该很快就会散去了 估计是小岛出现时候 影响到周围的海水而形成的 你仔细看看 这个海岛 是不是我们之前登陆的那个 有点像 但我不能确定 天色黑 看不清楚呢 萧中华谨慎地回答着 行 我要算策行动 等我过去了再说 陈子说完就挂了对话 一头就往驾驶舱里钻 罗小丹也不甘落后 紧紧地跟在他身边 想了解最新的消息 经过昨夜狂风暴雨 滔天巨浪的摧残 渔船已经满身创伤 开动起来也没有之前那么轻便了 就像一个步子蹒跚的老人 吭哧吭哧地朝着目的地驶去 这艘船 再来一次像昨晚那样的风暴 就完了 曾远航无不忧虑地说着 他这话中有话 是想提醒陈子 不要再涉嫌了 陈子轻轻一笑 说道 小小风浪下 收拾我们的船 是没那么容易的 放心吧 这一路的风浪肯定不少 收获也一样很多 话还没有落音 陈子又接着说道 赶紧把速度提上去 曾远航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既然陈子都已经放话了 他可不敢限制速度 虽然陈子表面与平时无异 心里却是恨不得 长出一双翅膀来 好飞到那岛上去寻找 古风浪的踪迹 罗小丹也是一脸地着急 看着仪表上的航速 一节一节地攀升着 仍然觉得不够快 哇的一声 古风浪猛地吐出了一口海水 刚才那股浪卷来的时候 他想到的是 我命休矣这四个字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这巨浪涌到离他不到三米的地方 竟然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仿佛前面一股透明的力量 给拦住了一半 虽然暂时没有被海水卷走的可能 但是海浪所带来的能量 也冲击他倒退了几步 直撞到身后的一股浪墙的时候才停止 如果陈子在这儿 他会解释给古风浪听 这是怎么回事的 由于海浪从四面八方同时袭来 推动着周围的空气向中央聚集着 由于浪墙高 一时间空气无法逃逸出去 所以会暂时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这是陈子的解释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肯定是会推翻陈子的言论的 因为头顶上方是空洞的 再多的空气 也会在巨浪的围堵下挤空 海水就会会合在一起 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在轰隆的海水里 古风浪显然显得有点惊慌 巨浪突然就在脚下停止了脚步 而抬头仰望的时候 二十米以上高度的水墙 正把它围在其中 神经再大条的人 也得胆战心惊啊 怎么回事 古风浅破脑子 也想不明白这种 严重违反了物理规则的现象 是怎么出现的 不过 类似的现象 它也不是头一遭遇到了 反正见怪不怪了 浪墙只停顿了不到三秒钟 就绕着古风浅的身子 慢慢转动了起来 不一会儿 古风浅的眼睛就睁得大大的 因为它惊讶地发现 滔滔巨浪已经化作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它正处于这个漩涡的中央 漩涡越转越快 它不由地感到一阵头晕目悬 差点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古风浅承认 过去见过的怪事加起来 也比不上现在所见到的这个漩涡更怪了 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古风浅摸了摸脑袋 但是没发热 它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有更实际的事情证实它并没有发烧 也没有产生幻觉 漩涡高速旋转 很快就产生出巨大的拉扯力 拉扯着古风浅朝着周围的水墙靠近 古风浅大惊 连忙使了个千金坠 死死地把自己的身子钉在了地上 可是身上的衣服却没有它那么坚韧 在强大的拉扯力吸引下 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背后结痂的伤口 也慢慢崩裂了出来 古风浅心中大害 就在这时候 怀中的盒子 在漩涡的拉扯力下 一下子就脱手而冲 朝着水墙飞去 古风浅心一惊 这盒子可是它能够逃离幽灵岛的唯一依靠了 要是被漩涡吞噬 自己岂不是要在这地方待一辈子 它顾不得危险 马上伸手一抽 身体一动 自然重心不稳 古风浅的手虽然及时抓到了盒子 可整个身体却被漩涡吸了进去 冷不防就吸进了一大口海水 卷入海水里面之后 古风浅就觉得被一座大山压住了身子一半 动弹不得 海水突然一震 古风浅顿时就觉得胸口一阵郁闷 仿佛是被重物击中了胸口似的 非常难受 可这只是开始 水中这种震荡持续不断着 古风浅当即被呛进了几口咸色的海水 这种震荡的幅度在变快着 也更为猛烈 不一会儿 古风浅两眼就一黑 倒在了水里 古风浅悠悠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被海水推到了岸边 他也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 吐出了几口海水之后 他麻木地站了起来 那个在昏迷前被他死死抱在怀里的黑盒子 正在五六米之外的一处沙滩上 黑盒子已经一半掩埋在沙子里面 古风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慢慢地走向那黑盒子 他的耳朵里发着嗡嗡的声音 正钻心地疼着 应该是水压过大 给他造成的后遗症 古风浅一边走 一边慢慢地甩出耳朵里的积水 生怕耳膜发炎 等他将黑盒子从沙滩里挖出来后 他才重重地叙了一口气 经过海水的浸泡 黑盒子上面的尘埃洗刷干净 看上去 这个盒子上下都满溢着一种古典黑色调的美感 本来金属类物品对于海水是很敏感的 接触后容易发生养生绣化现象 可是这个黑盒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古风浅看到这个样子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他也很快释然 这个盒子肯定不会是普通金属 这个样子实属正常 他扭头去看了一下周围 竟然发现自己竟然出现在自己掉队的那个海滩附近 真的这么凑槽 古风浅笑了 不过笑容却古快地要命 等他仔细回头看这岛屿的时候 却发现 整个岛屿 没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根本就没有出现 那被海水席犬过的痕迹 怎么回事啊 古风浅很是不解 不过 他也不是很纠结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海岛 他还有很多疑问 这些疑问 是可以等他离开岛屿之后 去询问好三刀的 那家伙 应该已经在沉死的船上了吧 这里 需要一个人看守着 一个神秘的声音 就突然出现在古风浅耳边 声音悠远 沧桑 又是这声音 古风浅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这话了 安德森等人也提过这句话 但是古风浅却是一直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谁在说话 古风浅大声喝倒 等他喊出这声音的时候 古风浅才发现 自己的嗓子 自己的嗓子已经沙哑了 没人守着这里 他就要沉了 他已沉 鬼须之眼 就要打开了 那声音 那声音不理会古风浅的问题 继续用让人心酸的语调 说着这话 留下来吧 这里虽然寂寞 但是 也能找到永恒 古风浅浑身一抖 心里竟然还真有点 想停留在这岛屿里的感想 不过 他很快就强达起了精神 心中一灵 这岛屿 竟然还有这种诡异的能量啊 差点就被他催眠过去了 古风浅心中一灵 旋即就想到了其中的奥妙 既然身为巫族后裔的徐福 能够出现在这儿 就说明 这个岛屿不简单 这岛屿 应该与史前人类很有关系 史前人类自然不会轻易 让上岛的人离开这里 已泄露了其中的秘密 这里 肯定有史前人类设下的禁止 想到这儿 古风浅却苦笑了一下 笑容里 颇有自我嘲讽的意思 建造这些远古一径 多半都是史前人类 指挥下的巫族 和后来的惠人 残从不足的人建造的 而这些人的灭绝 几乎都是史前人类下的毒手 而他们营造出来的建筑 又能够害死这些建造者的后印 这个嘲讽的笑容 古风浅也不知道 是嘲笑巫族的祖先们 还是自己 哒哒哒 一阵清脆的马达声音 出现在岛屿附近 古风浅心中一喜 这应该是陈寺派出的救援队了 古风浅心里暗暗想到 不过 想到陈寺 古风浅的心里又是一沉 从徐浮的碑文和叙述里 古风浅从心底 就生出了一个对陈寺不信任的信心 如碑文所说 扶持过不死药的人 都沦为了史前人类的工具 那就说明 陈寺的一举一动 实际上 都是收到史前人类的操控的 当然 陈寺也说过 自己属于史前人类 某一类人的阵营里 那些主张与万物和谐相处 又不愿意离开地球的 那一部分当中 他的使命 就是阻止秦川 秦川会到神殿里 打开最后的装置 让史前人类乘坐飞行器 也就是月球 离开地球 飞向另一个宇宙 这样的举动 会造成极大的危险 轻则全球海洋 会出现高达百米的巨浪 席卷陆地 重则 是引力扰乱整个太阳系 造成整个太阳系的崩溃 这样的话 换回以前 古风唇根本就找不到 一点可以挑剔的地方 因为连秦川都是这样说的 这样做的 可是事实 真的是这样的吗 古风唇摇了摇头 他不敢确定这一切 或许是秦川和陈四 两人故意唱双簧 最终目的 只是为了引自己进入瓶中 以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 古风唇重重地 虚出了一口气 他从来没有这么彷徨过 到现在为止 他根本不知道 该相信谁的话 但是心底 却明显地偏向了徐福 可惜的是 徐福并没有来得及解释得清 他心中的更多的疑问 比如 那第三方势力 第三方势力 按照陈四给他的解释 和秦川的种种暗示 这第三方势力 就是史前人类的嫡系爪牙 这些人几乎都是 红颜祸水级别的人物 而这话 明显与徐福所说的话矛盾了 徐福口中是 八卿就是巫族之王 是抵抗史前人类的 重量级人物 这一切互相矛盾的话 让古风唇不得不仔细地 重新审核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都是足够 让古风唇头痛的 古风唇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小艇上的马达声 又近了一些了 古风唇看得很清楚 陈四就在那小艇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61集 陈子的确在小艇上 不止陈子 连罗小丹也在那小艇上 两人都迫不及待地 想看到古风唇 所以 不顾曾远航的一再阻扰 登上了小艇 穿插过几个小型漩涡的边缘 围着海岛打圈旋转 他们都知道 古风唇是个聪明人 一定会发现 海岛已经出现在 这个空间里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肯定会跑到沙滩上等着 而陈子更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一共出动了八艘小艇 拉开距离 围着岛屿搜寻着 每艘小艇上 都安装了两盏大功率的探照灯 照天空 就算在海岛的深处 也能够看到这耀眼的光主 小艇已经转过了好几圈 但是那时候的古风唇 正在昏迷当中 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一点 眼下小艇已经转了回来 古风唇可不想错过了 这个获救的机会 连忙扯开了嗓子 吼了起来 陈子 小丹 我在这里 嘶哑的嗓音 划破了海岛的静谜 不少栖息在附近的海鸟 都被惊醒 扑痴地闪动着翅膀 朝着远处飞去 白赤的灯柱 很快就在沙滩上扫过 罗小丹在小艇上拿着望远镜 焦急地望着远方 他在那里 风唇 风唇在那儿 罗小丹突然声音就变得高亢了起来 手舞足蹈的 差点就从小艇上栽到了海里 风唇 我在这儿 罗小丹大声喊道 眼泪顿时就忍不住了 哗啦哗啦地往下流 三四十个小时的焦虑 不憨 担心 委屈 全部都压抑不住了 罗小丹顾不上旁边有人 女强人顿时就化作了一个小女人 用手捂着鼻子乌叶着 陈寺和萧中华也没有笑话她 在陈寺看来 罗小丹在他们面前支撑到现在才流眼泪 已经很是难得了 换成别的女生 早就眼泪洗面 要死要活的了 小艇上投来的灯光 马上就把古风唇的身子给定格住 灯光照在脸上的感觉并不好受 古风唇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低头一闭 就在他低头躲闪的瞬间 古风唇就觉得背后突然传来一阵近风 有东西袭击 古风唇马上就察觉到了危险 他连忙往沙滩一滚 这个动作很快 当然也很狼狈 古风唇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能够感应得到危险的存在的时候 就遇到了袭击 在沙滩上滚动的时候 古风唇回头一看 并没有发现是什么东西在袭击他 他一脸的惊讶 但是还没有等他回过神来 他又感觉到了那东西的靠近 古风唇的心就一沉 这时候 他终于感觉到凛冽的杀意了 他浑身站立了一下 古风唇多次接近死亡 但是以前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都还有勇气去战争 去面对 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挺过去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他从心底就感觉到一种绝望 这种绝望从来没有过 他感觉到 自己好像是在刑场上跪着 等待斩首的犯人 而对方就是行刑的刽子手 因为他看不到对方是谁 他连抵抗的对象都找不到 所以他感觉到绝望了 就算如此 古风唇还是下意识地 往一旁躲去 求生是人类的本能 这是潜意识里 就能判断的事情 古风唇侧身一躲后 就发现他滚动的沙滩上 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身痕 就好像被利刃划过一半 隐身人 古风唇脑子里顿时就想到了 在W局里面见到的变异人 那两个扶持过回梅草的变异人 他们也会隐身 难道袭击自己的 是这类变异人 古风唇想到这里的时候 心里的勇气倍增 变异人并不可怕 当初古风唇在W局的时候 都不怕他们 此时的实力 比起当年来 如云泥之别 区区变异人 他怎么会放在眼中 他摸向小腿 发现君次还绑在那里 没有被海浪卷走 胆气更是十足 他喝的一声 就把君子拔了出来 朝着进风传来的地方 就是狠狠一劈 为防止位置不对 他劈出一下之后 身子又急着后退 当 一声尖锐的金属碰撞声 让古风唇心中一安 果然是有隐身哪 古风唇趁着这个机会 从沙滩上站了起来 宁神感应着对方的存在 陈思 你看风唇怎么了 罗小丹见到古风唇突然扑倒在地 又连连在沙滩上打滚 顿时就胆战心惊起来 等看到了古风唇拔出了君次 向着虚无的空气中劈砍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叫了起来 陈思接过罗小丹手掌的望远镜 朝着沙滩那边观察起来 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 陈思的脸色就往下一沉 手一微微发倒 怎么了 是不是风唇出现了 罗小丹见陈思神色有变 急时问道 不是 陈思的声音变得生冷起来 而此刻陈思的心里 却是异常的震惊 这小子 怎么招惹到他们亲自出马了 不对啊 难道他在岛上 有什么心发现了不成 陈思暗暗想道 我该怎么办 陈思心中异常的纠结 当当 古风唇又连续挡了几下后 就发现自己的手臂 开始发麻了 仓促应战 古风唇吃了大亏 而且他被漩涡卷入 也消耗了他大量的体力 实力根本没有往常的一半 被这隐形的东西压着打 也纯属正常 对抗一个看不见的 又比他强悍的对手 扛得了这么久 已经属于很难得的战绩了 啊的一声 下一轮攻击很快就来到了 古风唇感觉到对方的进攻 但是手的动作却慢了半拍 君子没隔住对方的武器 一下子 古风唇的肩膀就出现了一个血洞 鲜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 君子 古风唇从自己伤口带来的创伤 感觉上判断出 对方用的武器跟自己的是一样的 古风唇是用冠君子的属手 对君子的熟练程度可不是吹的 对方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懂得用武器伤人 这可不像那变异的隐身人哪 古风唇忍着强烈的痛意 君子也朝着对方的头部刺去 想弄死我 没那么容易 古风唇判断出对方的位置 如果自己这一下子刺中对方的话 那君子就会插到对方的眼窝里 直接贯穿大脑 一招毙命 古风唇将生死都堵在了这一招里 虽然看不见对手 但是古风唇已经从对方的进攻位置里 判断出了对手的高度 如果对方的体型是人 那么自己这一击绝对是致命的 古风唇这一个大动作 也给肩膀上的伤口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在他身体的拉扯下 肩膀上的血洞又扯大了不少 老乡 给我狙击步枪 陈寺透过望远镜 将这一幕看得非常清楚 再不出手 古风唇怎么可能会是那些东西的对手 小艇离古风唇的位置 大概有四五百米左右 这个距离的狙击很有难度 因为小艇的位置 在不停地快速移动着 天色又已经黑了下来 而且陈寺在望远镜里 根本就没有看到目标 他只看到了古风唇的一脸震惊 和肩膀上狂飙出来的鲜血 发生什么事情了 罗小丹惊吓之余 大声问了起来 陈寺不接话 从肖中华手中接过狙击步枪 快速地调动着瞄准镜 安装子弹 尽量保持小艇的平稳 在离到两百米左右的时候 我要开枪 不能乱动 知道了没有 陈寺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着自己的状态 对肖中华说了一句 肖中华点了点头 陈寺马上就端起了举起步枪 向着古风唇那边瞄准了过去 整个人一下子就像一尊雕像一般 一动不动 稳若台山 插 古风唇感觉到肩膀里面的力气拔开 然后顺势架住了古风唇的进攻 力气比起古风唇来 还要大处许多 古风唇险些连军刺都握不稳 整个人蹬蹬地后退了几步 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凌乱的脚印 对方太强了 古风唇心底生起一股寒意 这么变态的高手 比起秦川手下的黄金白银来 还高出了不少 古风唇在心里做了比较 这人的实力 就算黄金白银加起来 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怎么办 古风唇心里盘算着对策 可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被这隐形的家伙袭击到现在 他一直被人家打压着 连还手的架势都没有 肩膀上还给人家留了个窟窿当纪念 看对方的阵势 不只是想伤自己 而是想要自己的命案 拼了 古风唇暗吓了一声 猛吸了一口气 就想冲上去拼命 扑扑扑 连发的狙击步枪 一下子就抠动了半斤 发出了细微的声音 陈子一口气 打光了弹夹里所有的子弹 趁着古风唇往后倒退的时机里 陈子果断开枪了 这样的机会不多 所以他果断地出手了 虽然距离有三百多米 不过对于神枪守陈次来说 这点距离里 要打精确目标 还是没有多大的难度的 难的 只在于对手 根本看不到是什么 所以他只能 激发出几颗子弹 他不敢奢求 能够击毙 这个恐怖的家伙 但是能够击伤或者阻挡一下 古风唇就可以获救了 哼 一声沉闷的声音 出现在古风唇的面前 古风唇突然就见到了 沙滩上 突然染上几滴鲜血 怎么回事 古风唇一时间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总算他脑子聪明 一下子就想到了 这应该是臣子他们在帮自己 小子 算你好运 我们在归序再见 一个嘶哑的声音 出现在古风唇周围 古风唇哼了一声 手中的君子 却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 用力一振 沉重的君子 夹材着呼呼的声音 朝着前面飞去 结果 却当了一下 被挡落了沙子上 而就在这时候 陈寺已经换上了新的弹甲 见到古风唇的君子被挡落 马上就判断出了 这隐形家伙的位置 他又猛地抠动了班军 一缩缩的子弹 朝着隐形人的位置 射击而去 我 陈寺这个老不死的 迟早我要堵了他 嘶哑的声音 发出了一阵重骂声 然后 一下子就消失了 古风唇的压力感觉顿俭 他知道 这个隐形人 已经溜走了 而这时候 满足前进的小艇 已经靠近了沙滩 小中华积极在海滩附近 掉头打了几个转 抵消了小艇的势能后 才朝着沙滩上冲了上去 这小艇底部是气垫的 所以在沙滩上也能够行事 小艇基本就是作战用的冲锋剑 改装而成的 性能和质量都非常好 风唇 风唇 陈寺和罗小丹同时喊了起来 见到遍体鳞伤的古风唇 罗小丹眼泪夺狂而出 一下子就从小艇上剥落下来 朝着古风唇飞奔而去 陈寺见到罗小丹这个样子 摇了摇头 只好站在了小艇上 等待着两人 小丹 陈寺 古风唇心里也很是欣喜 经过刚刚这一段惊魂 古风唇对陈寺的怀疑情绪 弱了几分 现在无法深究这个问题 见罗小丹朝着他飞奔而来 他心里很是欢喜 总算回来了 古风唇心里无限感慨 此时古风唇很想飞奔过去 抱住罗小丹 可是 他却感觉到 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肩膀上仍血流不止 他用手重重地压住 站在原地笑着 看罗小丹泪流满面地跑过来 风唇 小心 陈寺突然抱起一声 这一声抱贺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古风唇心中一领 马上侧身一臂 头顶上寒光一闪 古风唇感觉到头皮凉 一把湿漉漉的头发 就掉落了下来 那隐形人 并没有离开 古风唇心里又惊又怒 要是换作以前 状态好的时候 这隐形人 他如何放在眼里 如今游龙浅滩 被瞎洗 这隐身人 竟然胆敢在受伤的情况下 发起第二轮偷袭 老虎不发猫 还真当老子是病危了 古风唇心里大怒 他很清楚 要不是陈寺的突然提醒 自己半个脑瓢 都被隐形人削走了 古风唇当即一记撩阴脚 狠狠地朝着后面踹去 这一脚踹在人身上 肋骨也要断几根 要是踹中命根子 可以拍胸脯保证 下面废了 纯属正常 疼死人也不例外 古风唇感觉到 自己的脚 踹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那人闷哼了一声 马上就消失不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下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62集 古风唇这一脚踹出后 身子又往着前面一倒 他可不敢大意 留出空门等人来袭击 陈寺端起了一把AK47 对着古风唇身后 猛叠地扫荡了一遍 罗小丹吓得花容失色 怎么好端端的 古风唇又摔倒 陈寺又猛烈开枪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陈寺这回可不敢闲着 拔出了军刺 马上就朝着古风唇的位置冲去 萧中华也不落后 端起了枪 随时准备射近 风唇 你怎么样了 夜脸苍白的罗小丹 扶起古风唇 一边抹眼泪 一边按住古风唇肩膀上 血流不止的伤口说道 三棱君子很是霸道 血槽造成的伤口很难愈合 古风唇长期使用这种家伙 给不少生物带来了无尽的痛楚 如今报应一来 自己被君子刺中 险些就贯穿了肩胛骨 真是天理昭彰了 没事 古风唇咬着牙说道 这是小伤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这里危险很多呢 嗯 罗小丹一脸乖乖女的样子 扶起古风唇就要走 还有君子 别忘记拿了 这把君子消体如宁 是宝物 古风唇舍不得 多次救了他性命的君子 这把黑漆漆的君子 治出去的时候 被隐形人隔开 插落在了沙子当中 几乎没顶 罗小丹连连点头 扶着古风唇又去拿君子 都什么时候了 还顾着身外之物 你小子还是不是人呢 小丹 快扶他回小顶 爆炸伤口 不然发炎起来 问题就大了 陈寺赶了过来 怒气冲冲地 训斥了古风唇一句 然后事业罗小丹 扶着古风唇登上小体 自己去捡回君子 古风唇苦着脸 善善笑道 这君子是你送给我的呀 我怎么能丢啊 臣子一百少 说道 我家里还有更好的 丢了就丢了 最多再送你一把 你又不老说 古风唇苦笑着说道 古风唇跟陈寺说话的时候 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但是心里却很是彷徨 他很清楚 刚才要不是陈寺出手 他已经是一句 躺在沙滩上的死尸了 而且连死在谁手中都不知道 陈寺这样做 到底是为什么呢 古风唇在心底自问了一下 想不通答案 古风唇心里又是一阵苦涩 古风唇看到陈寺的时候 心里又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徐福骗我呢 本来很坚定相信徐福的古风唇 心里又生起了一丝的迷惑 陈寺轻轻地拨起了古风唇的君刺 见到君刺末端尖锐的地方 沾有一丝的血迹 就知道这君子还是刺中过那隐形人 他不动声色 从口袋里拿出汗金 轻轻地擦干净了上面的血迹 要把汗金放好后 才跟在古风唇的身后 我离开多久了 古风唇问一旁的罗小丹 快两天了 罗小丹轻轻地说道 不过 比两年 二十年 还要漫长 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 罗小丹的眼眶红红的 眼看泪水就又要泛滥了 傻 我怎么舍得不回来啊 古风唇伸手 却摸了摸罗小丹的头发 柔声说道 舍不得什么呀 舍不得谁呀 罗小丹十足的小女人样子 撒娇般说道 还拉了拉古风唇的手臂 哎哟 古风唇被罗小丹这一拉 肩膀上的伤口 又溺出了血液来 额头上顿时又冷汗直冒 你没事吧 罗小丹急道 没事 这算不到什么疼 古风唇强忍着痛意 慢慢说道 舍不得你 舍不得陈四他们呢 古风唇悠悠感慨道 陈四很识相地走在两人的身后 小艇上白赤的灯光 将古风唇和罗小丹两人的影子 投影在她的身上 看着这两人的背影 陈子心里突然就一酸 一些往事就涌上了筋头 曾经她也有过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机会的 可是后来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就放弃了 当她回头去珍惜的时候 才发现她已经不能再回头了 在千载悠悠的时光里 她只能一人坚守着这一份曾经的感情所带来的寂寞 陈子也很庆幸 也因为她的世界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存在 所以她才没有彻底地沦为像秦川这样的一个人 而在她看来 秦川曾经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 也能够为一份感情放弃很多 只是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秦川的感情世界里下起了一场大雨 将那一颗种子给浇死了 那因爱而生的温情逐渐消失 变成了固执 顽固 秦川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变 可是她又怎么知道 当一个人变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时候 再强调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秦川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秦川了 自己最后会变成秦川这样吗 陈子在心里默默感慨着 古风唇的归来 让所有人震撼了 虽然遍体鳞伤 但是总算活着归来了 被肆虐的风暴折腾 而士气低落的船员们 好像打了鸡血一般的亢奋战 而同样激动的陈子 则摆出了当年陈大将军的范儿 全部船员都大发奖金 普通船员通通一万元 在岛上牺牲的船员的抚恤金 更是在原来的标准上分贝 而船长大副级别的则五万起 出海巡人的更是翻倍 一下子 陈子就撒出了一千多万元 可是财大气俗的陈子 根本就不在乎这么一点小钱 罗小丹也很是兴奋 表示愿意承担这一笔开销 陈子却笑着拒绝了罗小丹的好意 本来这笔钱 就是你家老爷子赞助的 陈子心里暗暗想着 在奖金的激励下 困扰在船队里面的阴霾 一下子就一扫而空 而陈子为了激励士气 更是许诺完成任务后 按照过程中船员的贡献程度 追加奖金 起步价就一万元 而且尚不封地 听了这个大好消息 就算心里有打退堂鼓的家伙 也扛不住这种真正暴力的任务 做完这一票 下半辈子基本就可以安安稳稳过了 再危险也要硬扛啊 就算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光是抚恤金也足够妻儿老母 一辈子地开销了 这样的活值得干 当然 陈子这些话并不是空头支票 出发前 每人都有账号在陈子手上 陈子一宣布完奖金后 马上就通过卫清电话联系录订 奖金马上就可以画到账户当中 没有一点水分 所有的承诺马上兑现 一时间 确认了账号资金转入的船员的激情 高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众人狂欢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紧皱了眉头 这人 就是曾远航 曾远航跟其他的船员不一样 由于他比其他人更接近陈子 所以了解的东西比其他人更多一些 对前路的危险评估 比任何同行都要清醒 当他发现米国人 还有秦川的势力出动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不简单了 一系列恐怖的遭遇 和陈子骤然提升了奖金 曾远航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队伍继续前进 遇到的危险 绝对会超过陈子预计的数倍 不然 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给大家发放这么多奖金 这些都是埋命奸难 陈子一定发现了危险的增加 怕大伙反抗 所以 在所有人察觉之前 就发起了动员 企图以厚力诱惑所有人 在财富面前 基本是没有多少人耐得住的 不过 曾远航明知道这一点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他和所有人一样 也很需要钱 他一个退役的海军 虽然在民船上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每个月那区区的万二八千块钱 根本无法承担得起整个家庭的开支 而女要上学 房子要还贷款 还要养家糊口 只靠死薪水 是不可能养活一家人的 所以 他义无反顾地应招了唐麦秋的招募 投入了陈寺组织的探险队里 在训练期间 他的月薪就是六万 出发时候 更是一天五千 整个任务完成后 在奖金和薪水的叠加的情况下 他起码能够挣取五百万 这是他工作一辈子都无法办得到的事情 所以 他必须走这个险 他也明白 大家心里对前路的危险是有认识的 实际上 很多人已经抱着拿命来换钱的思想准备了 陈寺也很无奈 想当年 他大战 激励士兵的 是靠自己的威望 自己的战绩 如今 却只能靠金钱来催动 虽然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想想 却很不是滋味 驾驶舱里 老板 我们的船队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航道很远了 我们现在是否要矫正航线前进 曾远航已经不称陈寺为船长了 直接叫老板 在这艘船上 实际负责航行航向的 基本都是曾远航 所以陈寺这个船长名头也太名不符实 不用 陈寺想了一下说道 就迎着这条直线 一直开 距离可能会更短 绕着海岛的航线 寻找古风唇的时候 陈寺仔细观察这个海岛 回来后 他就在草纸上画下了大致的模样 结果他发现 这个海岛的样子 就像一个舰头一般 指向前方 所以他心里有个判定 那就是 这个海岛说不定是归虚的一个方向标呢 于是铁定了周易 继续朝着指示的方向航行 可是 这与我们之前确定的地理位置不一致啊 曾远航不解地说道 那些位置都是死的 可是我们寻找的目标却是活的 可以这样说 地图上标示出来的地方都是一个假设 模拟出来的数据 具体的地点 不一定在哪儿呢 陈寺半闭着眼睛说道 曾远航点了点头 但是心里却很是担心 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行驶 那就是朝着太平洋的深处顶近 这一带属于荒芜区域 根本就没有船只经过 万一迷航或者燃料用进来 问题就大了 他把心中的忧虑说了出来 陈寺却哈哈一笑 迷航 迷航了更好 我们本来就是要去一个 世人不知道的地方 既然是去不知道的地方 或许 那也只能是迷路了 才能去到 陈寺嘴里说这话的时候 眯着眼睛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责任 曾远航肃然起敬 想不到只会用钱收买人命的陈寸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不过 他却总觉得这话有点耳熟 哦 想起来了 这不是加勒比海道里那个巴布沙船长说过的一句话吗 原来老板是超买人家的呀 想到了这里 曾远航就想到了巴布沙船长后面紧接的话 去到那里 去到那里并不困难 困难的是 该怎么回来 曾远航苦笑了一下 老板也会避重就轻地说话吗 报告 前面发现礁石 各船小心 不要触礁 礁石的具体坐标位置是 开路的船长发出了报告 曾远航和陈寺都是一脸不解的样子 这里已经属于深海区 地图上是一片空白的区域 怎么可能会突兀地出现礁石呢 曾远航一下子就警戒了起来 说道 收到 建议各船绕开礁石 不要靠近 其他船只也传来了一阵回复声 曾远航奇怪地说道 怎么可能啊 这海域不可能存在教室 是不是他们看错了 雷达上没能显示出扫描来呀 陈寺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 他想了想说道 我登上甲板看看 这一带海域危险重重 陈寺可不敢大意 曾远航点了点头 继续指挥着船舱里的其他驾驶员 并且将船速降了下来 甲板外一片黑暗 黑夜笼罩在海面上 哪儿看得清楚周围的情况 船上的灯光倒映在海面上 波光灵灵 宛若天上的寒星 要来探照灯 陈寺很快就想出了办法 灯光会引来海里的生物 在以前 不少渔船就是利用灯火捕鱼的 现在科技发达了 这种土方法早已经淘汰 不过在深海大洋 经验充足的老船员都知道 不能用太猛烈的灯火照阳面 怕把水底的那些恐怖级的鱼类引出来 碰上寻常 类似大白沙之类的大鱼 还是小事 要是碰上传说中的那些深海海怪 那就危险了 陈寺也是看过不少海怪传说的记载 和好莱坞大片的 对于海怪的存在 它也是将信将疑 这些海怪中的典型代表 应该属于大乌贼了 传说中的北欧海怪 就是这东西 这大乌贼的腕 足有几十米长 他们的力气 可以轻易地将一艘大船 拖进海底深渊 五艘海船的速度 都慢慢地减了下来 随着距离地靠近 雷达上也有感应了 曾远航感慨了一下 这一路还真的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船还没有离开 折损了几名手下一百海里的地方 就又遇上麻烦了 突然 曾远航一个积累 因为雷达上的感应 突然不见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二百六十三集 可当我注意 我不要消失不见了 曾远航喊出话的同时 其他船只 也检测到了这一现象 这难道又是一个幽灵岛 曾远航心里很不明白 要知道 一个航海者 一辈子能够遇到一次幽灵岛 就已经属于中了特等奖彩票了 几天内 连续看到这幽灵岛 这跟连续几期中了彩票特等奖 而且 是同一组号码 还要低的概率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他船只 也发来了询问 他们都不是最靠近 那礁石的船只 所以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情况 目标沉入了海中 大家注意 这 这礁石看起来 好像是活物 最靠近礁石的船只 是胡志伯坐针的那一艘 见到此等怪异的迹象 他不敢大意 连忙发回消息 给后面的船只注意 而胡志伯此刻心里 也很是震惊 其他的船只上的人 没有见到这个 礁石的体积的时候 恐怕不会很留意 可是 他却是用探照灯 探照得非常清楚 当用声纳确定了 前方有障碍物之后 他就离开了船舱 登上了甲板 查看前面出现的是什么东西 他看到的 是一个类似于 小山一般的礁石 矗立在海中 虽然不算大 但是方圆 也有近百平方 礁石通体褐色 上面还覆盖了 一层厚厚的珊瑚和海藻 这么大块的礁石 海底不是没有 只不过出现在海面 实在是太过怪异 于是 他再三提醒了 后续的船队注意安全 可是 就在这时候 礁石就移动了一下 突然就沉入了 海底当中 他和周边的船员 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 声纳感应上 就传来了数据 大家伙 在船舱上 盯着数据波段 看得技术员们 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船只通过 利用声纳 侦察海底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这是一个活物 它的位置正飘忽不定 但是 它却绕在船队左右 零零零 警备铃声 突然就响了起来 这是御席的讯号 船上马上就 动员了起来 陈寺夜脸 阴沉地站在甲板上 他从通讯借链 已经得到了通知 是海怪 陈寺很快就认可了 声纳判断出来的数据 这是一头巨大的生物 体型究竟有多大 声纳无法侦察出来 因为这生物在海底 发出一种能够干扰到 声纳正常运作的声波 让声纳的判断 出现一定的误差 但是根据第一艘船之上的 船员目测 和声纳回馈的数据来看 就可以得出一个 足以让人胆战心惊的数据来 却估计这生物长度超过五十米 可能还有万足 初步判定是大章鱼 曾远航熟悉地汇报这数据同时 脑子里浮现的是那些科幻 偏离的恐怖大章鱼 把巨大的游轮拖下海底的场面 这一幕该不会真的发生吧 有什么好建议 远离这个家伙 陈子皱起了眉头问道 这游船经过改装的 上面也配备了不少剑炮 这剑炮对付海盗 或者海里的鲨鱼 这个级别的生物 还能说有效果 但是对付这种 体型如此庞大的东西 那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只能加全组开过这片海域 这怪物身体如此庞大 活动起来应该不变 我们的船只只要抛开它 应该没很大的问题 一个船长建议道 游船发动的声音比较小 速度也比较慢 如果这是大章鱼 速度不可能很慢 它的反应速度 应该说是快如闪电 加速惊动了它们 那就危险了 也有人反对这个 不试一下怎么知道 难道就这样慢吞吞地走着 好等它回应过来 将我们五艘船一窝端呢 通讯器里面吵杂的争论声 让陈子心里很是烦躁 它是陆战的战神存在 但是在海上就属于半个门外汉 只能倾听这些 在海军里服役过的专家们的意见 可是争论了半天 显然大家的意见 都无法集中起来 陈子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们别吵了 留下一艘船下来 等一下 其他船只快速按照目标前进 同时 所有船只上的武器 全部做好准备 如果海外追来 就用火箭筒招呼它 我就不信 五艘船里 数千发火箭筒的火力 还弄不死压的 陈子打战的指挥战术并不新奇 第一是勇 第二是骑 第三是快 研究过他战力的人就会发现 这次带着两三百人 也敢去迎头痛击数万人的敌军 这个胆子不可谓不当 一少机多 一少胜多 不可说不为奇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字上 快 陈子打战的思路 远比敌人想得要快 当敌人想到第一步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到了七八步跳跃 出奇制胜 打个对手措手不及 千军万马必白袍 这个传说可不是概念 这样的战术 说穿了平淡无奇 可是执行起来的时候 却没多少人能够像陈子这般 再勇的人也不敢带着两三百人去PK几万大军呢 可是陈子敢 他和他的护卫跟常人并不一样 所以他能够铸造一个专属于他的传奇 陈子当年的战绩虽然不在 可是他却延续了这一贯的作风 当众人争论不休的时候 他就拿出了他粗糙无比的战术 并且要求大家执行下去 听了陈子的话 众人都一阵沉默 留下一艘船当诱饵 让其他人脱险的计策很实在 可是在场的人 却没人愿意留下来当劣士 胡志伯等忠心的手下 本来想自告奋勇 可却被传员用哀求的眼神给制止了 兄弟 你不想活了 和俺们可不想死啊 陈子知道众人心中所想 他也不介意 淡然说道 我这艘旗舰留下来 掩护你们先离开 我船只里面的武器装备 也比较先进充足 最合适了 众人心中一喜 可是脸面上却装作为难的样子 陈子分散在各船上的忠心手下们 见这些见钱眼开 有事就闪的家伙们 狠不过眼 气愤地直拍桌子 他们怎么肯让陈子留下来涉险呢 陈子的态度却很坚决 他说道 总需要有人留下来的 我是这队伍的首领 我不留下 谁留下 谁比我更合适 陈子这话说得很决绝 有了他这么一番话 让不少人觉得率先离开 有点心安理得了起来 陈子也没指望这群靠金钱砸出来的忠诚的家伙 能有多靠得住 他们一个个欢天喜地的样子 陈子心里不禁大怒 心想要是老子挂在这儿了 谁来支付你们那一笔巨额的薪资啊 陈子做出了这个决定好 除了他老人家的坐驾上的船员哀鸿遍野外 其余船只的船员都松了一口气 这不能怪他们 只怪他们要面临的冬季实在过于恐怖 像小山一般的海拐 谁挡得住啊 陈子马上就发出了命令 船只上所有的船员全副武装起来 准备对抗这只巨星的海怪 要是海怪不主动出击还好 自袭行人悄然撤离就好了 可是海怪袭击船只 船底压舱的火箭筒也不是好惹的 最多最后来个鱼死网破罢了 陈子发生什么事了 古风唇在船舱里面休息 听到了警报声后 他就马上离开了舱外 走向甲板寻找陈子了解情况 陈子一脸的不悦 说道 受了伤就应该在船舱里面好好地休息才对 跑上甲板来干嘛 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力气 给你处理伤口了啊 上船后 陈子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大量的金疮药来给古风唇治理伤口 古风唇肩膀上的肩胛骨都被君子刺中 伤得比较重 陈子的药虽然神效 但是治理这样的伤口也需要一段时间 于是吩咐罗小丹照顾好古风唇 不要让他到处乱跑 实际上 古风唇也没心思乱跑 在那幽灵岛上折腾了那么久 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就在他在船舱里睡下不久 整艘船就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 经久不绝 古风唇一听到这种声音 哪儿还睡得着啊 急忙跑出来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结果陈子见到他 还责备他不好好休息 这家伙也太没人性了吧 你船上警铃不断 我要是还躲在被窝里 迷迷糊糊出事了 连死于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岂不是天大的冤枉 古风唇的再三询问下 陈子才略略说明了情况 不过他还来不及细说 通信器里就传来了 曾远航的声音 老板 那东西冻起来了 正朝着04号船的船身口近呢 语气里颇为紧张 陈子把船统一 从01到05编排着 04号正是胡志伯的作家 此刻他的船只 正在加大马力 准备离开这一片海域 为他们争取一下时间 陈子马上就发出了命令 用探照灯干扰一下他 船上也制造一些噪音 吸引他往我们这边来 另外 所有的引擎开动蓄力 要达到一个 随时可以加速跑路的状态 陈子虽然说留下来电号 可没说要停下来等死 陈子满心打算 就只抵挡一会儿 等所有的船只的速度 都提上来后 马上就下令跑路 他可没想过 要留下来跟大海怪死磕 这种脑残的事情 陈子是万万不会做的 箭炮做好应战准备 将火箭筒和重武器武装起来 布置在制高点上 一旦这东西凶起来 就给我饱和攻击 陈子咬着牙 杀气腾腾地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风船 甲板上太危险了 跟我到船舱里面去 陈子见船员们 已经按部就班 按照他的指挥 分布到了甲板之上后 他就拉着古风船 走进了驾驶舱 到底遇到了什么东西 古风船依旧一头雾水 只好问一连铁青的曾远航 陈子只告诉他 船只遇到了海洋生物 需要躲避 可却没有告诉古风船 到底是什么海洋生物 能够让陈子如此弹虎色变 虽然乘坐的是渔船 可是这可不是一般的渔船 是窝人特制的出海捕金船 而型号还要偏大许多 经过一系列改造 就跟一艘小型军舰差不多 遇到海盗 基本一个照面 就可以把海盗打个屁滚尿流的 你自己看 曾远航指着声纳发回来的 整理合成绘制出来的图纸 长嘘了一口气说道 古风船凑过去 不看海行 看了一眼 顿时就失声道 丽维坦 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会存在 丽维坦 是圣经里面 启示录里的描写的一种海关 据说 只有世界末日的时候 它才会出现 圣经上 对它的形态描述不详细 但是后世的宗教卷宗里 对它的解释 却很清楚 据说 丽维坦 是一种九头蛇怪 生活在大海里面 腥风作浪 在北欧的民间传说里 关于它的事迹 着实不少 丽维坦的身子很大 平时无事的时候 它就浮出水面 像一座小岛一般静立阵 不少渔民 还会以为它就是个小岛 登上去之后 丽维坦就猛然下沉 将人拖下水底吃掉 这是一种 很凶残的生物 而且食量很大 速度极快 在传说里 它就是海洋终结者 什么大章鱼 大白鲨 虎鲸之类的海洋猛兽 与丽维坦对比起来 就好像一群绵羊 和一只恶狼一样 古风唇的见识广博 曾经研究过西方的宗教史 对于这个 争宁凶残的丽维坦 很是了解 不过再了解 古风唇的知识 也仅限于圣经 语音不详的记载 和后世宗教的一些附会 和民间传说当中 而古风唇同学 是研究这种怪物的宗教价值 从来没有认识到 原来还真有这种恐怖东西的存在 什么东西来的 曾远航明显没有读过圣经 不解地问道 海兽 海兽 还是神兽级别的海兽 不过 他却是带人类下地狱的神兽 陈思一听到古风唇的话 就知道这丽维坦是什么东西了 在宗教的传说里 上帝创造万物 第一天创造了光 第六天创造了人 而创造了人的前一天 就创造了丽维坦 和贝西莫斯 启示录里曾经预言 人最终会接受上帝的末日审判 在人类接受上帝的最终审判的时候 贝西莫斯和利维坦 会作为圣洁者的食物 这两种怪物 一个生活在陆地上 一个生活在海洋之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有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夏虚》 作者 拉风的树 演播 杨五毛 第264集 陈四可没有时间 向曾远航扫盲 他马上就意识到 自己很可能低估了 这丽维坦的能耐了 能够作为记载 在圣经中章的启示录里面的 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或怪物 除了天使长米加勒 就是堕落天使路西法 这个赫赫有名的撒旦 上帝本人也在其中 记载中还与撒旦恶战 除了这三位 还有的就是恶龙 利维坦 阿西墨 这些级别的东西 当然 还有提到了人类 而人类在启示录里 有一个更合适的称呼 羔羊 人在这种强横的存在面前 就是羔羊 启示录里面的言论语音不详 很多话就算是宗教 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 面对着这么一种怪物 陈次的压力倍增 有一句话说得好 有些东西知道越少越好 陈次就巴不得 不知道这个利维坦的来历 那他就无知者无所畏惧了 老板 灯光成空地吸引了利 利维坦了 曾远航觉得 海怪这个名字很别扭 还是直接叫海怪 比较舒服呀 现在 他已经偏离零四号船附近 朝着我们这边游泳过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是不是 该改变航道 避开他呀 曾远航小心翼翼地问道 见到陈次的脸色 煞时间变得那么难看 他说起话来都格外谨慎 他们的船只 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够提到最高结束 陈次盯着声纳 传回来的数据图像 心脏顿时 就紧缩了起来 这家伙的速度 比起自己游船的全速来 也丝毫不落后呀 这回麻烦不小啊 至少需要三分钟 曾远航快速回答道 我们的船呢 陈次又问道 最快也要六分钟 曾远航的话还没落音 陈次就摇头道 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加速 不过不能跟他们一起 右转舵 朝着两点钟的方向航行 我估计 这刘伟坦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 还有快 我们不能让他追上 其他的船只 曾远航听得心中一脸 不敢马虎 马上就按照了 陈次吩咐地 去实施了 风船 你跟我来 陈次夜脸阴沉 拉着谷风船 就走到了船舱后边去 整艘船已经忙碌了起来 肩膀上扛着火箭筒的船员 已经占据了不少制高点 喷火器 手榴弹 也一箱一箱地堆垒在一边 一副应战状态 这样的装备 打战可以 但是应付起大海怪来 就说不准了 什么事 谷风船不解地看着陈次 见陈次带他进了储物舱 谷风船很是不解 哎 穿上这个 陈次从一个箱子里 拿出一套水蓝色的抗压服 递过给谷风船 这抗压服 谷风船可是知道 这可是陈次讹诈 米国人纳尔逊的 一共才讹诈了十套 比起陈次之前制定的 抗压服来 抗压性更强 也更加轻便 价格更是不菲 这些装备 陈次并不准备 那么快就用上的 只想送回国 交给军方研究 眼下情况紧急 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也拿一套过去给罗小丹 然后 你们两个乘坐小艇离开 把抗压服里面的 GPS导航设置后 他能够自动联系到 老肖他们的船只 就算丢了小艇 也不要紧 这抗压服 内置推进器 最高速 可以以十节的速度 航行五小时左右 外面 还能套进一套 我们的推进器 节约一点用 足够支撑个 十个八个小时 陈次滔滔不绝地说着 古风唇觉得很是惊艺 他不解地问道 怎么 你以为这船 躲不过立威潭 陈次做事 向来胆子很大 可此刻他首先的 却是让古风唇 带着罗小丹远顿 实在令人不解 不过 困惑之余 古风唇倒是 有些许的感动 在大船这个目标下 小艇被立威潭 注意的可能性不大 此刻风平浪静 小艇即使追不上 之前的那些渔船 也可以远远 躲开立威潭 陈次除了这个 还给古风唇 最好的装备 在这种武装下 就算小艇覆没落水 他也还可以在水中 由抗压符上的 推进器维持着 等待获救 陈次这样对自己 到底是真心 还是另有目的呢 古风唇瞬间又犹豫了 按照一般的情况 人平时可以 伪装得很好 可是在危急情况下 本来的面目 就会暴露无遗 可是陈次舍身忘死地 救过自己多次了 陈次是不是真的是 在欺骗自己 只当自己是 棋盘中的棋子而已呢 哪有下棋的人 为一颗棋子 而舍弃自己呢 古风唇想不明白 这个道理 或许徐福的话 是假的吧 可是徐福说的话 能有假吗 古风唇心中觉得 这些事情变得越来 越扑术迷离了 陈次苦笑了一下 说道 你以为我们能够 对抗立维坦 立维坦 可以吞噬天地的立维坦 就算神话夸张一万倍 他现实中的力量 仍然不可小觑的 他能够轻而易举地 把我们的船只 拖下海底的深处 而就算我们的饱和攻击 也只能给他 带来皮肉伤而已 这样的对抗 能存在生算吗 听我说吧 穿上他 就算不离船 穿上他 安全也高一点 骑马跳海逃生的时候 比较容易逃脱 对吧 陈次知道 古风尘不愿意舍弃自己 他心里闪现一丝的愧疚 他接着说道 我想 桂须之眼离这里 已经很近了 刘威坦既然已经出事 按照圣经的说法 那就是末日审判 已经快来临了 听了这话 顾风尘心里一沉 经过研究 顾风尘发现 这世间大多数的神奇 基本都是史前人类 通过控制下的人类发起的 他们记录下来的一些预言 实际上 是史前人类留下的一些 含糊的印记 提醒着 有一些事情发生的顺序 这些事情 大多数都不会是好事 丽维坦的出现 则是末世来临的一个征兆 是啊 2012也快到了 顾风唇苦笑了一下 这些无望之谈 顾风唇之前一句都不敢相信 可是到了如今 他却感觉到沉沉的压力 车到山前必有路 放心吧 一定有解决的办法的 陈寺拍了拍 顾风唇的肩膀说道 顾风唇 啊的一声残叫了起来 很显然 陈寺拍到了顾风唇 受伤的肩膀上去了 回到了甲板上的时候 顾风唇的身上 已经穿上了抗压服 这抗压服虽然经过改良 可是仍然还有近四十斤的样子 这已经是最先进的技术改良过了 里面又安置了助推器 和相应的动力能源 所以整体重量超过了五十斤 这样的一套衣服 穿在顾风唇的身上 还不显得很别扭 他就当自己是古代的铁甲战士了 可是罗小丹却遭了大罪了 整一套抗压服 他用了差不多二十分钟才弄好 还是在顾风唇的帮助下 才穿成功 穿上抗压服的罗小丹 走起路来都很吃力 顾风唇怕他有危险 就谨守在他的旁边 老板 列围坦的位置在七点的位置 一直紧跟在我们船只后面 现在不到三百米 而且速度正在加快当中 现在处于我们的打击范围内 要不要轰炸他 曾远航有些急躁地说道 自从发现了这立围坦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船只的速度已经提速到了最高 可是这立围坦 却阴魂不散地一直紧跟在后面 而且速度一直保持着 没有丝毫地落后 沉住气 陈寺盯着声纳传回来的位置报告 摇了摇头 说道 他现在也是在等待时间呢 看样子 他已经把我们当成猎物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曾远航的眉头 皱得都可以夹得住一支笔了 就这样 被他跟着身后不成 不 我们也需要一个时机 陈寺虚出了一口浊气 现在 向海里丢下一些机油桶 陈寺见距离显示 已经不到两百米了 马上就下了命令 火箭炮手 也给我密集在船尾 位置闪开 要从不同位置射击 物求精准 不要慌张 陈寺的脸从紧张 变成了平静 每次打战的时候 他都能够保持着 这种异常镇定的状态 曾远航快速 把陈寺的命令 给传达了下去 我们的船只 还能提速吗 陈寺又问道 不能了 已经是极限 我们的船只 载重量也大 这也是航行 比较慢的原因之一 之前遇到过风暴 隐秦已经不抗重负了 这样疯狂的速度 已经很冒险了 机器很可能会出现 罢工状态 曾远航在一旁 忧心忡忡地说道 曾远航很清楚 如果动力机器罢工 那立危均就可以马上追上来 那这一船人就完蛋了 经过昨天一整天的风暴肆虐 整条渔船 使其已经处于了 半残的状态之下 虽然经过一番抢修 但是 很多机器由于磨损厉害 工作能力已经大大折扣 二十五节速的船只 现在 最多 就只能开出二十节的速度 突然 船身一震 甲板上的人 突然传来了 啊的一声惊呼 从通讯器里听到这声音 曾远航 马上立声问道 怎么回事 有 有东西袭击了我们 只是击住了船尾 没有人员伤亡 一名水手长 马上就回复了 曾远航的问话 这通讯器 也不是人人都有装 在船上的时候 只有一些 比较高级的职员才配备 其他人 都是通过集体喇叭通知 只有紧急情况 需要统一调动的时候 大家才会在耳朵里 塞一个这样的玩意儿 什么东西 曾远航还在询问 可陈次 却已经大力 推开了船舱的门 大步跑向了船尾 看不清楚 开火 陈次突然就喊道 陈次不用猜 就知道 这袭击船尾的东西 就是立伟坦的 一条万足 立伟坦到底是什么东西 陈次也不清楚 之所以不清楚 那是因为 从来没有人能够 准确描述出来过 除了很少有人见过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要形容这玩意儿 实在太难了 这东西 有着像小山一般大的躯体 又拥有像章鱼一般的万足 还有像传说中的 九头蛇一般的几个头 除此之外 身上还长着尖刺 见到他的渔民 还能够活着回来的 都基本瞎傻了 又因为这东西体型过大 看到的也只是部分 于是描述起来 就跟盲人摸像差不多 叙说出来的立维坦 就成了形象多变的怪物了 对行军打战 何有一套的陈次知道 这是立维坦试探性的进攻 一旦开始了试探 那就离总共不远了 如果不趁现在这个机会 对立维坦发出还击 那待会儿连反抗的机会 都没有了 陈次一喊出这话的时候 数十名扛着火箭炮的家伙 马上就瞄准射击 朝着那半伏在海面的立维坦射击 带着一股炙热的弹头 马上就呼啸而出 轰隆隆 这些船员都是退役军人组成 对于使用军火很是熟手 所以第一轮打击 命中率极高 伏在海面上的小山 马上就被削平了不少 一股浓烈的腥臭味 混合着子弹燃烧后产生的味道 在空气里凝聚着 顺风吹过来 让人作呕 五鹤的一个极其沉重的声音 就从海底传来 这声音虽然低沉 但是震动的频率却很快 听着让人犯晕 与此同时 无数的万族从海底伸展了出来 就朝着船只扑了过来 不要慌张 继续射击 陈思已经赶到了船尾部位 而曾远航也从监控录像里看到了这一幕 心中一惊 这么多万族 要是砸落在船上 足以把整一只船都砸沉了 好在立尾坦重担之后 速度稍减 趁着这一时间 船只与他的距离又拉远了不少 那无数的万族砸落在水面上 激起了无数浪花 浪花也溅落不少在船尾的甲板上 不少人一下子就变成了落汤鸡 而更多人 却被这个场景吓得有点发傻了 我的猫呀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海贵啊 笨蛋 注意点 别站那么近 准备射击呀 大多数的船员心理素质还是可以的 这些军人出身的人都知道 这时候害怕 已经来不及了 茫茫大海 根本就无处可逃 唯一的生路 就是依靠着这船只 与海贵死扛到底了 射击刚才抛下的油桶 陈子见不少汽油桶 已经飘得有点远了 于是大声喝道 船员当中有不少好手 枪法虽然没有能够像胡志伯之流 那么出神入化 油桶那么大的一个目标 精准射击还是可以的 当即 七八个装满了汽油的大油桶 就被射中 一下子就在水中爆炸了开来 汽油扩散到海面上 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映红了半边天 立威坛刚好处于这火力燃烧的范围里 露出水面的部分 顿时就被烧成了焦炭 乌呵呵的一声接一声的沉沉声音 穿透着众人的耳膜 立威坛好像见识到这艘船上的人不好对付 慢慢地沉落了水下 滚不见了 我们赢了 船员们都欣喜地狂叫了起来 只有陈次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这立威坛可不是善茬 吃了这个大亏 岂会善罢甘休 潜入水面 那就不容易对他发动攻击了 老曾 立威坛在哪里了 陈次马上通过通讯器 询问曾远航 水底正从水下靠近我们船只的左衔 不过 他的速度好像慢了不少 按照我们现在的速度 摆开他很有可能 曾远航紧张地说道 陈次点了点头 在火箭炮的密集攻击下 立威坛就算再厉害 也要受点伤 影响了正常速度 继续监控他 不要道义了 继续戒备 以防万一 陈次可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危机还没有完全消灭之前 他是不会放松的 这时候 古风唇搀扶着罗小丹 两人笨拙地走上了甲板 来到了陈次的身边 两人身上穿着抗压服 行动很是不方便 陈次 怎么样了 古风唇开门见山地问道 听到甲板上的欢呼声 他就迫不及待地走出甲板 要是这危机解除了 他身上这幅盔甲 就可以卸下来了 虽说穿着这身玩意儿 逃跑时候很有用 可是平时穿在身上 却是一个重负 古风唇已经觉得如此 罗小丹就更不用说了 一脸痛苦的身色 可怀疤疤疤疤地看着陈次 希望从他口中得到一个 可以让他手脚自由的交集 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相对安全了一点 不过危机还没有解除呢 陈次摆了摆手说道 刘薇潭还在追着我们的船 他现在受了一点伤 行动不是那么方便 太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脱下 这一套硅甲了 罗小丹脸上露出喜色 这一套五六十斤的抗压服 穿在他身上 他痛苦不堪 他穿完还对着古风唇打趣说道 这是世界上最昂贵 也是最让人 觉得痛苦的一套衣服了 诚然如此 不过这样的一套衣服 可以让人潜入海底上千米 而安然无恙 在海里的安全系数 增强了很多 罗小丹还想说什么 不过众人突然觉得脚下一站 船速突然就慢了下来 发生什么事了 罗曾 陈次最先反应过来 连忙通过通讯器 询问在驾驶舱里的曾远航 曾远航惊慌失措的声音 马上就传了过来 发动机不堪重复 爆炸了 曾远航的声音里 带着一股绝望 刚才他就一直担心 引擎的问题 这船上的发动机 一旦出问题 那船只 就会停下来 那身后的立威坛 马上就可以追上来了 什么 陈次也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 备用发动机呢 马上投入实用 组织人为凶 快点 陈次毕竟不是普通人 马上就发布了命令下去 可曾远航却苦涩地说道 被用的早就使用了 在风暴当中 主机已经坏了 唯一的被用的 也刚刚爆炸了 是爆炸 不是坏了 维修不了了 骂他 陈次狠狠地骂了一声 狗日的窝人 陈次心里恶狠狠地骂道 这船只 是在窝人手中购买的 自己再加以改造 陈次本来还以为 他们的发动机质量不错 结果这货 根本就不耐用 才经历异常风暴 就散架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